本作品由波罗包青小说APP出品 由云天河金喵主制 后期相逢 我的图二竟然全是反派 第六卷 赢赢赢 第九十五集 认输 我名字就叫认输啊 刀刃的人 冰糖酥 认输担惊受怕的赶紧解释 一听这话 秦河想起之前系统的确提示过 任苏这个名字 只是方才气急 自己一时没能反应过来 所以你是冒充了家人魔主 我就是魔主家人 方才是谁说自己啪着啪那来着 你顶多能算魔主丢人 秦河有些嫌弃 任苏趁怒地瞪了秦河一眼 犹豫再三之后 我可以告诉你 但你绝不可泄命 必须全力配合我 让我的家人免于加害 以你的一滴灵血作为保证 装入瓷瓶后再交给我 秦河先是做出一副 十分为难的模样 四量片刻一咬牙 可以 之后悄然将体内无面影视之血 运转到极致 这才滴入白死小瓶后 交给任苏 任苏警惕检查一番 确定无误后苦涩开口 其实我根本没有说谎 我真名就是任苏 同时也算是半个家人模主 因为真正的我 早在数年前就被老祖吞噬了 血脉反捕之术 秦河想起了曾经墨清阳 想要对孔灵与墨宇所施展的邪术 任苏摇了摇头苦笑 你所说的术法 仅能吞噬直系血气 而老祖依靠的 却是自己的特异体质 血纳千魂体 只是谁也没能想到 我任苏警惕老祖 拥有同样一种特异体质 只是当时还未明显觉醒 这才导致了吞噬过程中出现意外 我并没有彻底消失 你占据了家人模主的身体 确切地说 是我挤了进来 老祖由于反噬 神魂受损极重 如今除了每个月 有一两日能苏醒 以及我换出灵具法相时 被强行唤醒之外 这却身体大部分时间 都是由我来主导 任苏眼眸低垂 自那之后 老祖便让我好好扮演他 避免害得他失去模主资格 否则对于整个认识世家来说 都是天大的打击 我的双亲便算最佳一等 而如果我做的事情 能让老祖大为满意 家人在族中的待遇 就能变得更好 渐渐可以不再一直 被关押在地牢 所以我才时常激进行事 哪知道此次 尽中了陆长黎的诡计 秦沟一边笑话着 任苏的解释 那你方才又为何说些 让我娶你之类的胡话 任苏顿时炸毛一般崩溃 木已成舟 如果实话实说 单纯是因为我太傻 而被陆长黎玩弄于股掌之间 那还了得 还不如死马当活马医 赌上一把 因为你毕竟是石柱魔主之一 如果因此加入我任势麾下 怎么说也算一件功劳 再努力帮我求求情 说不定还能至少保住 我双亲的性命 你刚才也答应了的 秦沟哑然失笑 原来如此 你也是被逼得实在没了法子 这才病急乱投医 最后一个问题 不知姑娘今年方灵 任苏愣了愣 如果 也算上被老祖吞噬之后的时间的话 我今年 应当有十五了 果然 这丫头 哪怕比秦沟最小的弟子 木马儿的真实年龄都要小 更何况 她在被吞噬之前 还要年幼 行了 你其实真不用这般惊慌失措 自己用灵术仔细探查一番 是否还是完毕之身 就知道我之前根本没有说谎 秦沟哄孩子的语气一般 平和地探了探手 真的 可我并不擅长这种灵术 秦沟没好气地白了任苏一眼 那就自己去学 就在此时 推门升起 朕欲嫌地可在 陆长离自有法子 无视秦沟门外的禁止 否则他昨日 也没法无声无息地将任苏送入屋内 知理 你怎会在此处 本座昨日可是寻了你许久 陆长离直视任苏 秦沟面色不善地开口 凡英兄何必明知故问 朕欲嫌地什么意思 这其中只怕有什么误会 陆长离平静地注视着任苏 略含深意 知理 你难道不知道自己仍是戴罪之身 竟还主动前来找朕欲嫌地 成何体统 言下之意 便是让陆之理自己背下黑锅 而二人此刻同时都在床上 显然已成定局 就算秦沟强行要说 真没有一点事情发生 谁会相信 老祖 你不要再说了 事情已经发生 朕欲魔主 也已亲口答应 定会娶我为妻 任苏当即小脸羞红 秦沟猛地望向任苏 瞪大双眼 陆长离眼中大亮 既然朕欲嫌地自愿将功补过 倒也不错 具体之事 本作便在第七层 静候朕欲嫌地穿戴整齐后 大家光临了 说吧 陆长离来得快 去得也快 任苏拍着白皙胸口 松了口气 还好还好 差一点就露馅了 任苏 秦沟恨得牙痒痒 为了免于自己暴露身份 你就这么轻巧地把我给卖了 任苏一本正经 我知道你不愿答应陆长离 这无妨的 因为就算陆长离自己一个人当真 严前辈也绝不会容许此事发生 严前辈 黄玉魔主 此事跟他又有什么关系 秦沟有些摸不着头脑 任苏胸有成竹 理所应当 你是严前辈的宠儿啊 他又怎会允许你和陆之里结合 一派胡言 秦沟鼻子都气歪了 蹊跷生烟 你不仅害了我 还要污蔑侮辱我 我一共才见过严所云一面 什么宠儿 死丫头你看仔细了 我是心境地识柱 你搞清楚我是谁没有 任村人不成 任苏乖巧点着小脑袋 我当然知道 你是振育魔主秦沟嘛 你的名字很好记 因为我还知道 在人族地界有一位 与你同名同姓的恶煞凶神 摩尸秦沟 此人可谓无恶不作 匈名远扬 人称当是唯一魔圣 你牛大了哈 一时间 秦沟后曹牙都快咬碎 突然一伸手 拍了拍任苏的肩膀 似笑非笑 从今往后 你一切听从我的指挥 让你往东不得往西 让你趴着不准坐着 凭什么 任苏皱了皱穷鼻 大为不解 因为你一个连血 都见不得的愣头娃 不可能斗得过我 任苏丝毫不惧 得意洋洋 哼 那你也别忘了 我一旦换出本命邻居 就是老祖亲自作战 我没忘 是你忘了 一开始我就告诉过你 自己的优良习惯 说着 秦沟伸手隔空一招 之前显现过秦沟 与陆之礼 昨晚逢场作戏画面的烛台 顿时飞入他的手中 而这一次 竹台所幻化画面之中 却变成了任苏 将自己的最大秘密 一五一十 进阶亲口告知秦沟的一幕幕 你猜 如若家人本人看见这一幕 会作何感想 你可还敢将它唤醒 任苏当时站起身来 显露出原本清冷出尘 角如秋月的容颜 心念一动 解除虚形丹的封禁 凛然气势大盛 双眸冷傲 谁怕谁 我掌握你的灵血 你就不怕我将其制成灵昼 你如果真以为那灵血管用的话 大可一事 秦沟一脸无所谓地探了探手 你 认苏双眸如刀 威仪射人 你到底想干什么 自然是让你这小家伙 老老实实胡软认输 从此乖乖听话 将功折罪 耻心妄想 任苏娇喝一声 冰冷彻骨的双眸 与秦沟对视起来 然而时间一点一滴流逝 很快就彻底超过了 自家狗腿子 严心魔主每次能够承受的实现 秦沟却丝毫不为之所动 紧接着 任苏狠实大体一转攻势 迅速跪坐回床态之上 用力捂着没法见人的羞红小脸 叔 我错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作品由波罗包青小说APP出品 由云天河金喵主制 后期相逢 我的图二竟然全是反派 第六卷 盈盈盈 第九十六集 无端善意 秦沟平静地注视着眼前的任苏 凹凸有致的修长婀娜身材 自他周身自然散发的强大灵力气势 都与其小脸上幼稚的神态 泪眼婆娑的委屈模样 极不相符 显得十分怪异 让人又好笑又可怜 原本的家人魔主 当是一位沙发果断 冷酷无情 心思宛若蛇蝎一般的孤傲女子 大抵死也不可能想到 自己会有如此丢人的一天 可能我刚刚话说得有些重了 秦沟于心不忍地从那虚界中 掏出几颗糖丸 来尝尝 孤影圣主亲手所致 一般人吃不到的 糖丸 你真把我当三岁小孩了 秦沟不说二话 直接塞进任苏小嘴之中 任苏一双小手胡乱挥舞 挣扎了几下 陡然眸中一亮 再来几个 好吃吗 不好吃 那你吐了 太好吃了 任苏猛地伸出五根白皙的手指 五年了 自从开始扮演老祖 我再也吃不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 你知道这五年我是怎么过的吗 天天吃些百年灵肝风水 千年金箔玉燕 什么玩意儿啊 秦沟一把将装满糖丸的一个小颈囊 塞进任苏手里 和蔼可亲 别说了大侄女 我真怕自己忍不住抽你呀大嘴巴子 任苏赶紧将之前得到的几颗没有吃完的糖丸 也都放回锦囊 再小心翼翼地收入纳虚界中 似乎打算节省一些 慢慢享用 秦沟语气温和 接下来 你就帮我一起为陆之礼脱罪 如何 陆之礼 任苏神色为难 证 证书啊 风雪归人一族 与我认识世家如今势同水火 以我的身份 严格来说 陆之礼已经不算是风雪归人一族 用陆昌黎的话来说 即便他回到宗族也是被赶出去的份 假如你认识在此刻失以援手 便算雪中送炭 未来好处可想而知 秦沟耐心地解释 况且 也不是让你直接为陆之礼求情 而是由你去立即挑起 石柱魔主对陆之礼的审判 正好逼得方才已经得到 空头银票的陆昌黎 不得不与我连手 倘若如此 家人魔主之后还要怪罪下来 那我这个新晋魔主 自会来与他讲明 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也保证不会祸及到你这个小家伙 你的保证 任苏一脸古怪 自己难道还能被连续忽悠两次不成 秦沟一掌将那记录下任苏把柄的烛台 拍得粉碎 现在呢 秦叔 你竟然如此信任于我 任苏难以置信地望着秦沟 修长俏丽的睫毛都在微微颤抖 用不着感动 不过是预知了你的报酬罢了 帮完这个忙 咱俩别算两千了 秦沟和煦一笑 视线巧人扫过房间的其他位置 偌大的房间仅有一盏烛台 哪儿够啊 魔主之塔内 杜忧魔主望着并肩而来的秦沟 与任苏二人 不禁语气一冷 家任大人 怎会与振玉魔主一道而来 小杜忧 本座的事情什么时候需要你来管教 对待外人 任苏双眸冷彻 态度瞬间化作了木空一切的魔主家任 杜忧面色为变 我只是希望 家任魔主 还没有忘记严前辈的警告 这我当然知晓 本座不过是与其相谈甚欢 对振玉大为欣赏 任苏整得一套一套的 还故意满脸赞许地拍了拍秦沟的肩膀 秦沟嘴角一抽 家任魔主方才不是说 有钥匙去找严前辈商讨 任苏这才点点头 嗯 那我先走一步 说吧 又冲杜忧高深莫测地挑衅一笑 背负双手大步流星而去 家任可有对您无礼 杜忧连忙来到秦沟身前 秦沟打量着杜忧魔主 胆然一笑 啊 自然没有 方才在屋内 任苏那小家伙可是眉飞色舞 会声会色地对秦沟讲述了 许许多多关于言所云 与这位杜忧魔主的风月八卦 但按照那丫头的脑回路 秦沟还是更愿意相信 这其中大部分传言 都是那小家伙自己胡乱异想出来的 那在下就放心了 但还是多嘴一句 希望真语往后 还是少要与家人魔主 产生过多瓜葛 此人形势喜怒无常 与其过于亲近 只有必大于利 说着 杜忧似乎还有其他事情 便要告辞 请慢 我还有一事 希望杜忧几乎 秦沟突然伸手 拦住杜忧的去路 微笑着询问 我刚听见你说 严前辈似乎曾对家人发出警告 并且杜忧你也一直对我表现出 超乎寻常的恭敬 便想问问 这一切是否都是严前辈的授意 这 杜忧实话实说便好 我也只是太过好奇 只想知道一个结论吧 并且向你保证 绝对不会再往下追问 秦沟温文尔雅地包拳一礼 见状 杜忧心头一慌 思索着言索云 似乎只是严禁自己 直接点破秦沟的身份 除此之外 再没有其他特别嘱咐 这才无奈地点了点头 是 这一切 的确是来自严前辈的善意 一听这话 秦沟不由的疑惑更浓 保不齐真被认苏的丫头 给猜对了 严索云针对秦沟 怀有某种特殊的目的 不然非亲非故 他严索云凭什么 偏偏要对他特别关照呢 不 绝不可能 秦沟立马强行将这等 被认苏带坏的龌龊思维 从脑海之中赶走 再度开口 那原因呢 严前辈为何要对在下这么好 他的善意从何而来 杜忧神色一正 您刚才不是说 不会往下追问 我耍赖了 秦沟脱口而出 杜忧瞬间懵了 原来这位曾经蔑视魔神的大人物 乃是这种性情的吗 严前辈确定自己没有认错人 可是一旦对秦沟说明真正原因 便会不可避免地暴露 他们已经知晓了秦沟真实来历的事实 自己断然不能违抗严前辈的命令 杜忧你就说吧 我替你保密就是啊 秦沟笑意温和地 尊尊善诱起来 其实 就像您自己说的那样啊 这一刻 杜忧绞尽脑汁 左右为难 却又忽然想起了某人曾在选招空间内 轻而易举便教他人 进阅哑口无言的一席金剧 顿时 绝处逢生般的有样学样起来 因为 郑宇大人 长得俊强 秦沟的笑容 瞬间凝固到了冰点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作品由波罗包青小说APP出品 由云天河金喵主制 后期 相逢 我的图二 竟然全是反派 第六卷 盈盈盈 第九十七集 文武双拳 不多时 在严所云的召唤下 石柱魔主汇聚一堂 方才 家任严新等人 寻到本作 试问陆之礼 究竟该如何发落 严所云目光扫视一圈 本作算算时日 也的确差不多 该正式给予陆之礼审判 只是 到底该以何等手段处置此人 还未有定论 那还用说 任苏心里揣着之前 就与秦沟商量好的说辞 打一开始便咄咄逼人 自是要那罪人魂飞魄散 陆常理眼皮一跳 看来家任魔主还未搞清楚状况 陆之礼不过是体察不严 勿将一批不够稳定的永印士兵 送入了墨青阳的地宫 这才是他唯一的过错 而非他故意刺激永印士兵 要与墨青阳拼个你死我活 否则他自己早就应该同样被封入兵内 又怎会像现在这般平安无事 任苏不屑地倾笑一声 谁又知道陆之礼是不是刻意为之 本座能为陆之礼担保 不论如何他都罪不至死 陆常理冷冷地望着认苏 眼看大事将成 陆之礼又怎能在这等紧要关头丧命 废话 你是他族中长辈 自然替他说话 我也愿意为陆之礼证明 秦沟缓缓出声 同时与陆常理相视一眼 轻微汗手 阎索云的目光瞬间落在秦沟身上 朕欲的意思是 秦沟毫不犹豫 我愿用千年才能行使一次的 魔主之令特权 护陆之礼周权 仅有一道魔主之令 恐怕还不够吧 任苏看似盛气凌人 但事实上 每次又要扭转某个重要决定 至少都是需要两道魔主之令 而早就商量好的 只要陆常理也紧跟着付出 任苏便会立马松口 反倒帮着秦沟他们卡住这个最低数量 威慑其他魔主 果然陆常理略意思索 便用力点头 我也愿 为什么不够 然而 谁也没有想到 阎索云突然用手指轻敲了两下桌面 就像凡因魔主所说 陆之礼乃是无心之过 朕狱所付出的一道魔主之令特权 已经足以换他性命 贾任 你可想明白了 任苏惊奇地瞪圆了 谋子 明 明白 如此便好 阎索云这才心满意足地朝秦沟望去 这是怎么了 秦师兄 不 恩人为何是这等神色 秦沟呼吸一致 面色泛白 之前任苏分明告诉过他 魔主之间意识的规矩 最少最少都要付出两道魔主之令 可阎索云偏偏在今日开了这么大的天窗 一时间秦沟猛地抬起头来 目光锋利如刀 坚毅不屈地与阎索云对视起来 这个老牵手 必定锁图不小 阎索云一头雾水 甚至瞬间被秦沟颇具敌意的态度 害得寒毛着束 到底哪句话说错 惹得恩人生气 陆长离忽然站起身来 那本座这道魔主之令 便请诸位 重新认可陆之礼至高济师之位 在新任魔帝横空出世之前 保留如今在深渊宫内的一切权柄 众人不禁一脸怪异 即便陆之礼一直以来都将深渊宫 一应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 可再怎么说 此人才刚免了死罪 又马上恢复他的地位 这么干是不是有些太过对不起莫青阳了 我同意 任苏轻轻点着小倒带 他挥下的严心魔主等人 一跟着表态 陆长离惊恶至极地望着任苏 实在不知道他在打什么鬼主意 本座也觉得可行 严所云也在此时微微汗手 这样一来 肯定能顺了恩人的心意 他不由地再次向秦沟的方向看去 啪 严所云双眼惶恐 手中把玩的两颗铁胆 一时手直接掉落在地 严前辈 无 无妨 严所云失魂落魄地应了一句 如果说之前秦沟看向严所云的眼神 是颇具敌意的话 现在完全就是如臂蛇蝎 尽可能地回避着他的目光 仿佛根本不屑在看严所云一眼 严所云只觉自己几乎快要彻底崩溃 从相识第一天起 师兄从未对他如此严厉 严所云终于忍不住 坠坠不安 对于这个决定 朕欲意下如何 很好 秦沟应了一声 暗中已经绞尽脑汁地模拟了 快一百种掏出严所云魔爪的大忌 而这简简单单的两个字 竟让严所云有一种如获甘霖的解脱之感 喜悦地想要来上一场千年不遇的 放肆痛哭 之后又是因为紧张过度而感到的一阵阵虚脱 只有他自己知道 师兄和恩师在他的心中到底有多么重要 倘若今日无法得到勤勾的肯定 严所云觉得自己甚至会因此产生心魔 散会之后 严所云依旧坐在原位 正正出神 一旁的杜忧恨不得马上把自己记忆清空 假装什么也不知道 陆长离第一时间找到秦沟 志得意满 朕玉贤帝 大事已成 你打算何时迎娶我族陆之力为妻 秦沟温纯一笑 姻缘之事何必急于一时啊 之力告诉过我 凡英雄之所以如此急剑 也是完全为他着想 担心他从此失事受苦 但如今之力不仅性命无忧 同时还保住了深渊公的权能 可谓皆大欢喜 朕玉的意思是 希望过段时日再成全这门亲事 是 我一定会取陆之力 但我与他二人都决定先好好相处一段时日再说 可本座却是认为 此事还得尽快 以免夜长梦多 之力一定会听从我的命令 最重要的是 朕玉你如何决定 秦沟眉头微皱 凡英的语气听起来 就仿佛是在描述一场冰冷的交易 陆之力难道不过是你随手可气的棋子 既如此 多说无益 本座不如与朕玉打个赌 不出时日 你定会重新回到本座面前 亲自恳求 尽快迎娶陆之力 陆长梦一眼神阴沉 嘴角挂着一丝诡异的笑容 此日 秦沟借助魔主之塔 与陆之力一同传送到深渊宫内 一时间 陆之力 莫宁 莫宇 三人相拥而弃 孔灵虽然没有上前 但眼中的感动绝不作为 突然 陆之力面色骤变 亲 秦胜 怎么了 陆之力眼眸死寂 面无人色 方才 老祖宗以灵力传信告诉我 这几日 巴比罗差一族敌柱 会来向我求婚下屁 让我故意与敌柱表现得清净一些 来刺激秦胜 而假如连这样也无法打动您的话 亦可就此真正地嫁给敌柱 弄清巴比罗差一族 空间灵术的隐秘 同样是 对宗族的回报 秦沟挥手间 撕开一道血污之门 师尊 您去哪 有些货色 光说是没有的 非要揍他 才知道为师文武双全 留下一句 力气盎然的话语 秦沟消失无踪 奇怪 娘你不是已经嫁给了秦沟大人了吗 老祖宗为何还要让敌柱来下聘 什么 之前老祖宗就来申冤宫告诉我们 他说保住您性命的唯一办法 就是嫁给星晶的魔主啊 事实并不是这样 陆之礼突然看向孔灵 灵儿 你听我解释 孔灵巴掌大的身子漂浮在空中 伤后 在那等生死存亡的关头 你与师尊逢场作戏一回 又何须掩饰 我们皆不会有任何异议 墨宇一本正经 我只有一个问题 无论如何 我和小清歌的称呼 都得割论个的 墨宇闭嘴 孔灵 墨宇 两位姐姐大人 突然一口同声 二皇子活得卑微 欲哭无泪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作品 半眯着双眼 显得十足惬意 这就是你的手段 令笛柱前来下聘 一定要把陆之礼 逼上绝路 清歌面色不善 语气阴冷 我昨日询问 你是否将陆之礼 当作肆意耍弄的棋子 如今你是有了答案 陆长离眼中 顿时爆发出一阵 邪意凛然的寒光 陆之礼竟敢将 本作的命令 直接透露给你 他好大的胆子 真以为 棒上了你振玉 本作就没法治他的罪了 以前是我不在 现在你敢动他分喉试试 清歌双眼冷练 陆长离一挑眉 猖狂细血 这么激动啊 看来振玉 当真是对陆之礼 喜爱有加呀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 从我知道你竟将老陆 纯粹当作交易工具的 第一天起 我就已经恨不得 打烂你的脸 大胆 清歌 你竟敢对本作 如此放肆 陆长离一掌 针碎长桌 眼中凶光闭露 真以为本作不敢动你 哪怕同为实处魔主 本作一有的是手段 针对你的亲友 族人 逼你不得不硬着 头皮应战 那就来吧 清歌斩钉截铁 猛的挥手 撕开一道血雾之门 步入其中 陆长离一面 有凝色的紧随其后 二人出现在了 魔主之塔外 旷阔无垠的 混沌空间之中 其意思已经十分明显 他清歌应战 真是自寻死路 一个走了大运的运道境修士 还是战力 雷若不堪的 无面隐士 本作一根手指 就能把你活活碾死 既然已经撕破脸皮 陆长离已不再客气 再不掩饰自己自始之中 对秦沟出身宗族的 鄙夷太多 谁说我要和你单打独斗 秦沟冷笑一声 立即传音给任苏 任苏大主女整啥呢 速来与我联手 你要是实在害怕见血 就先看准位置 再闭上眼 凭着印象打 混账 你敢算计奔作 陆长离一顿时面色微变 周身恐怖凌厉 迅速向四周扩散 警惕埋伏 他向来大肆嘲笑 无面隐士一族不善斗法 可事实上 风雪归人一族 同样也不是以 横扫千军的战略闻名 然而 就在此时 任苏回应秦沟的传音 却是冰冷刺骨 令人通啼声寒 你唤我什么 心晋魔主振狱 据说与你相谈一番之后 本作便欣然赞同保留了 风雪归人陆之礼的 至高济师之位 看来你已经知道了 我们需要单独谈谈 不会这么巧吧 每月仅有一两次 真正苏醒的家人本尊 竟偏偏出现在了此刻 秦沟满肚子的郁闷 转瞬间 那位冰魂欲破般的 冷艳美人 便已出现在了秦沟对面 于半空之中 姿态优雅 拼挺而立 家人 陆长离眼中一惊 紧接着 又马上察觉 家人那双冷册美眸 与浑身杀意的对象 并非自己 而是秦沟 家人魔主便是你找来的帮手 哼 你小子难道疯了不成 在路长离 嬉笑之声响起的同时 秦沟古井无波地注视着家人 敏锐地意识到 虽然对方嘴上 说是想与自己好好谈谈 但此刻已完全是一副 为了保守他神魂受损的秘密 欲要杀人灭口 让自己永远闭嘴的架势 秦沟怅然若失地叹息一声 唉 何必呢 一听这话 路长离嘴角微呛 朕狱此刻才想到任命服软 未免有些太迟 此等以一己之力迎战两位魔主的壮举 除却严前辈之外 也只有此刻的朕狱 有这般豪情胆气不是 话音刚落 路长离直冲天穷 单手掐出一道法掘 辽阔的混沌空间 陡然飞雪漫天 寒风凛练 无尽洁白晶莹雪片 暗藏恐怖杀机 见状 秦沟又看了家人一眼 他与路长离虽是对手 但如今定然十分乐意 看见路长离将自己生生打杀 甚至一点也不介意 为此与他联手 唉 二位真是半点也不理解 我这颗情景节约之心 说罢 秦沟用力捏碎了自始之中 都藏在袖中的魔尸一怒服录 刹那间 秦沟目光一灵 浑身气势与惊世骇俗的速度 疯狂攀升 令人震撼 这张通过我若为魔奇二任务 所获得的魔尸一怒服录 笔之秦沟从前使用过的 魔尸一击服录要强大太多 竟能让秦沟在一定时间内 彻底恢复自己处在 胡越山范围内之时的巅峰战力 警告 魔尸一怒服录虽然强悍 但在使用过程中将会对宿主情绪 性格 形式作风 随即产生一定影响 你怎么不早说 同时 猛然感受到四周看似美丽动人雪花之中 扑面碾压而来的凶利杀机 秦沟心念一动 双铜灯时闪过一亩碧青之色 蝎鱼 瞬息间 朔风凛练 滚滚气浪翻涌 将无尽雪花一扫而空 一袭神秘妖眼黑沙 漆黑双翼遮天蔽日的蝎鱼法像 立身于秦沟身后 数条修长凤尾轻武 祥瑞与蝎鱼并存 不可能 朕鱼如何会有这等可怕的威势 以明运道境修史 怎能拥有法相之力 卢长离双眼震撼 惊叹出声 自始至终 面若寒霜的冷美人佳韧 也不经神色错愕 大感不可思议 然而 让他们二人更加难以相信的却是 鞋语眨着碧青色明亮美眸 很是期待地望着凌空踏须 漂浮在自己心口处的老秦 秦沟 你快看看 我这件新裙子是不是很棒 他的声线是一如既往的稚嫩软糯 引人疼爱 已让陆长离与家人二人 惊诧艳羡地意识到了 他居然还是万中无一 无比难得的成长型法相 秦沟一回头 上下打量了一番 鞋语今日的打扮 毫不犹豫 这裙子丑得要死啊 事实上 他自认眼拙 真的没能看出鞋语这件 所谓的新裙子 与从前到底有什么区别 啊 怎么 怎么会啊 鞋语万万也没想到 一直都对自己呵护有加 不令赞美的秦沟 会突然说出这种话来 静一时彻底愣在原地 紧接着 却又听得秦沟宠溺一笑 这么难看的裙子 也只有三身有幸 能被穿在鞋语宝贝的身上 方显焦力动人啊 下一秒 比秦沟本人突然实力俱增 都更加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他这尊怪异的法相 竟也瞬间隐勇飙发 气势惊天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作品由波罗包青小说APP出品 由云天和金喵主制 后期相逢 我的图二竟然全是反派 第六卷 盈盈盈 第九十九集 帮他到底 家人与卢长黎 忽然觉得自己 有些看不懂这个世界了 只听秦沟使用人族语 哄孩子一般来了个先意后阳 这尊绝美魔女法相 就突然在一脸感动 陶醉的同时 其无形威势以惊人速度气贯长红 震撼无匹 卢长黎沉声开口 这尊法相 大有古怪 邪语带眉微醋 秦沟 他们唧里乖拉的到底在说什么 他们说的是魔族语 你听不懂很正常 放肆陆长黎 嘴窝干净点 你骂谁是黑了巴气的大怪鸟啊 秦沟灯使怒目而逝 大怪鸟 邪语必轻色邪义双眸 瞬间锁定陆长黎 暴怒的杀意转化为实质的力量 令人厚己声寒 如堕冰枯 魂长 秦沟你真当本作 听不懂你的话 我什么时候那么说了 似乎将这一切 当作了一种特殊法相操纵方式的陆长黎 顿时用着别角的人足语 破口大骂起来 邪语只信秦沟不信你 邪语冷哼一声 修长的凤尾好似一柄巨大黑刃 超尘逐电横扫而来 致命的阴森邪雾 令人心神俱阵 闻风丧怠 同时 秦沟左手唤出太号之牙 周身云霞振腾 龙形鸿芒涌动 恍若一尊将士神人 用力拔出腰间杖剑 踏跃登云 直逼陆长黎而去 天霜 陆长黎惊怒大喝一声 身后轰然显现一头悬兵巨像法像 粗壮沉重的橡笔 与谐语的凤尾正面轰击 声势惊人 震耳欲聋 这怪异嫩牙 便是清沟的本命灵具 虽不知晓你如何得来一尊法像 但这嫩牙 我却是在玄兆空间见过 其威力在本座面前 不过是个笑话 说吧 陆长黎以掌中双刃灵具 冲着迎面而来的太后之牙 立劈而下 千军一发之际 太后之牙一分为二 一道分身迎击双刃 本体要起刺目寒光 竟直接将陆长黎右臂的护体灵力 崩得粉碎 什么 陆长黎双眼惊恶 琴沟冷笑一声 樊烟 你觉得之前不过运道境的我 与此刻的我能比 一个人的修为绝不可能在短时间爆发如此大的飞跃 难道你之前一直暗中服用虚行丹 故意藏桌 陆长黎狭长双目阴沉如水 本座之前还真是看低你了 那你再瞧瞧这个 话音刚落 琴沟身法出神入化 星驰电走 迅速逼近陆长黎 挥手间剑影所命 气冲消汗 这柄地边 此剑若和 一剑惊仙 此时此刻 琴沟眼中竟是酣畅淋漓的快意 他实在已经太久太久 没有在巅峰状态下尽情出手 掌中这柄惊仙剑 终于在时隔多年之后 重新展露其无上锋芒 锐不可挡 热血喷洒长空 陆长黎一击以灵力覆盖左臂 猙獰血痕 身形暴退 原本一直观战的佳刃 悄然收敛气息 朝琴沟身后靠近 小人稍等 然而琴沟却仿佛背后长了眼一本 几乎就在佳刃魔主 刚一迈步的瞬间 直接抛出数把神秘阵旗 将自己与陆长黎二人团团包围 杀鸡无穷的古老大阵 以令人傻眼的速度布置完毕 哪怕家人魔主还未真正步入其中 都能感受到一阵阵的心迹 成长性发向 绝顶剑术 还有这等神乎奇迹的古阵造影 家人魔主的眼神已然凝重 忌惮到了极点 在他看来 眼前的琴沟简直就像是一个 一栋的藏宝库般 各种惊世骇俗的手段 层出不穷 神鬼莫测 大人 真玉 梵音 家人三人 正在塔外大打出手 独幽魔主 神色紧张 眼所云 古景乌波地坐在桌前 一幅秀 换出了三人交手场面的光幕 语气淡然 我当然知晓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可 可这绝不是寻常斗法那么简单 坟一魔主 已经出现不少伤势 大惊小怪 你再仔细看看 朕玉 分明只是在与他二人 随手切磋罢了 我深知 贪对小辈 向来很有耐心 颇为宽容 眼所云注视着琴沟的身影 毫不掩饰语气中的仰慕 这等伤势 怎么可能是随手切磋 杜幽瞠目结舌 眼所云怒气不争地瞪了杜幽一眼 废话 如若不然 凡因佳人二人 早就该在镇玉手下行神俱灭 杜幽不禁惊骇地嘴唇哆 断断续续的 镇玉大人的真正实力 究竟是有多么恐怖 我从前看不透它 如今还是看不透 但同时我也很清楚 哪怕是自己在无法依靠魔主凭证的情况下 若想要自外界强行生生闯入魔主之塔 必会遍体鳞伤 重伤难遇 眼所云再度钦佩无比地望向画面中的勤勾 更别说像贪之前那般 中途脱离选招空间 将魔主之塔当作自家庭院般来去自如 这简直可以称得上是神迹 独幽彻底陷入沉默 唯有心头寒意振振 竟未得再无法将视线从老秦的背影移去 而眼所云却一直有一句话 想要当面询问秦沟 既然能够进入选招空间 便代表秦沟体内的魔族之血绝对货真价实 而他这么做 是否便是为了满足圣君 让那个对于他人来说平凡普遍 至于圣君却难上迦难的心愿 终于能够得偿所愿呢 他的血脉实在过于异类 该死 都怪陆之里识人不明 若是当时直接选择笛柱作为第十魔主 哪会有这么多麻烦 陆长离怒不可遏 咬牙切齿 你这老货还敢胡言乱语 那不如实话告诉你 我与老陆早就相识 也深知他的魅力动人 便更加看不惯你将陆之里 纯粹当作货物 身口一般的卖来卖去 嘴上说得漂亮 可有几个男人会借一个大美人的头怀送抱 尽是些借口罢了 说到底你与本作又有什么区别 不都是打心底瞧不起陆之里吗 你说什么 陆长离眼神阴冷 卑贱的猎心蛇女 除了祸害污染宗族血脉 还有什么用处 此刻想来 本作最大的错误便是选了她来做筹码 弱大深渊 英才万千 却根本不可能会有人真心迎娶一个低贱的猎心蛇女 一派胡言 你当真以为人人都似你这般扭曲 事到如今 朕欲还何必要虚情假意 陆之里又不在此处 大可收起虚伪 说出你心中真正所想 那你可听清了 就在此时 秦沟眼中闪过一抹 与他谨慎心性截然不符 十分少见的冲动之色 作为陆之里转世以来最为信任的老友 我秦沟在此大起临世 天道见证 任何人胆敢轻视陆之里的血脉 我将挫骨扬灰 一旦他得见清心之人 我必帮他到底 不论何方神圣 婚礼我一手就包了 高堂我请够亲自来做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作品由波罗包青小说APP出品 但也不至于仅仅为了修煞陆长离 而让天道也跟着掺和进来吧 最主要就是那句单纯用来 业余陆长离 这个真正风雪归人一族长辈的 亲自做陆之礼的高堂 受叩拜之礼 静也一时嘴快 变成了必须完成的灵式内容 戏童你又算计我 宿主赐教 冤字有几种写法 那一定就是魔石之怒俘虏的副作用了 秦沟瞬间杀气腾腾的找到了一个出气筒 再次袭向陆长离 给爷死 陆长离面色铁青 此刻心中已是充满了憋屈与疑惑 眼前的秦沟根本不似一位借主经修士 但他又同样不是法相经 压根就不可能有强到如此变态程度的法相经存在 佳任魔主还不速来相助 陆长离怒吼一声 杀声鼓震之外 佳任魔主翘脸清冷 一言不发 秦沟所展现出的实力 已经远超他之前的想象 即便出手也没有把握 能够在短时间内一定杀死秦沟 那么一旦等到任苏重新掌控这具身体 后果不堪设想 杀声鼓震忽然锁定陆长离的悬兵巨像法相 全力爆发 使其动作一致 邪语身后其中一条凤尾 灯石趁机挥起一阵暗紫色的烈焰火海 迅速蔓延悬兵站向全身 使得陆长离的本体 一流露出一阵痛苦扭曲之色 若是发下灵事 从此不再过问伤害陆之力 你还有一线生计 此刻无论秦沟还是陆长离 任何一方陨落 主宰认识世家的家人模主 都会乐开花 秦沟可不愿当他的刀 助长认识世家 况且陆长离哪怕生死 也能转世重修 轻易解开来世胎中之谜 陆长离讥笑一声 可笑 你杀不了本座 因为我早已向阎前辈传音求救 如此一来 他绝不会容许此战继续下去 话音刚落 仿佛是为了印证他的话一般 阎索云与杜忧魔主等人 果然出现在了秦沟的视野之中 阎前辈 陆长离得意大笑起来 然而阎索云的第一句话便是 听陈玉的 这 什么 陆长离目瞪口呆 这是你与阵玉之间的一战 既然主动认输 自然要答应他的条件 这才合理 阎索云背负双手 语气淡然 如若不然 二位可以继续 说吧 阎索云竟直接转身便要离去 且慢 依然濒临绝境的陆长离 怎敢让自己唯一的希望就此离去 当即双目赤红 咬牙切齿 本座可以从此放过陆之礼 但却不包括与阵玉之间的恩怨 阎索云这才满意汉手 不多时 在阎索云的见证下 陆长离心有不甘地发下灵事 下一秒 阎索云猛地一掌 隔空将陆长离整个人轰飞出去 陆长离大吐一口鲜血 整个人散架般地瘫倒在地 痛苦无比 你 这一掌 是罚你故意挑起 与其他魔主之间的矛盾 同样合理 阎索云表面上神色冷峻 心头却是想着 如此一来 再怎么说秦师兄 也总该对他心生好感 秦沟注视着陆长离 扬岛惨叫的方向 心想 幸好杜忧贤帝早就告诉过自己 严老魔的真实面目 不然自己一定会忍不住 对他大声好感 既如此 秦沟暗中计算着 魔师之怒服录的剩余时间 双眼扫向佳任魔主 我也不用休息 接下来便来奉陪小任 家人面不改色地摇了摇头 从头到尾 我可曾对你出手一次 好像的确没有 秦沟面露狐疑 说是这么说 可之前这女人 对自己所展现的浓郁杀气 可一点也不思作为 那此刻振欲又何必主动于我挑衅 你究竟什么意思 秦沟眉头微皱 如果这次不处理妥当 家人之后又来胡搅蛮缠 在自己没法保持巅峰状态的情况下 可是相当麻烦 够了 家人冷册美眸 傲然注视秦沟 通过方才的观战 我知晓你花招的确不少 但若想在与我交手之时 占据上风 却还远远不足 你确定 秦沟倾笑一声 指了指家人的心口处 家人略微有些疑惑地伸手入怀 忽然掏出了一根雪白无瑕的羽毛 其中所蕴藏的恐怖毁灭之力 自己之前竟丝毫也没能察觉 你什么时候 秦沟平静反问 你什么时候产生了 我方才用尽全力的错觉 邪于宝贝的出色之处 在于他能够不断成长 终有一天所向披靡 但目前来说 秦沟的最强战力 仍是威名远扬的老朋友 神语法相 之所以在与陆长黎斗法之时 没有直接将其换出 实在是因为神语名气太大 外形辨识度极高 难保不会被人认出 家人一直谈飞白语 冷咽一笑 哼 我承认 朕欲的这等小花招 很有趣味 秦沟玩味一笑 仅仅只是小花招而已 恭喜宿主 以高深之术 成功害得深渊十柱之一 魔主佳任 心惊肉跳 汗不赶出 奖励一百功德点 什么 秦沟一脸诡异地 打亮着眼前的佳任 这女人完全一副 不为俗尘洒一雾的青霜美人模样 寒澈灵谋 纯净地找不出一丝杂志 哪里瞧得出来一丁点的害怕之色 家人倾起朱唇 冷漠道 我先走了 等会 秦沟连忙制止 在你的纳絮戒里 应该有一个白色的锦囊 同时又单独传音给家人 那糖是送给我 任苏大侄女的 她很宝贝 不是给你的 不准妄动 家人掏出锦囊 你说这个 不错 紧接着 家人竟就这么 当着情沟的面 从中取出一颗糖丸 轻轻塞进小嘴之中 笑谋微眯 你咬我 随后一转身 伴随一阵乌光 消失无踪 这娘们怎么阴阳怪气的 到底几个意思 秦沟很是摸不着头脑 恭喜宿主 成功刺激家人模组 忍不住做出幼稚笨拙挑衅 事后独自羞愧的头皮发麻 无地自容 奖励一百五十功德点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作品由菠萝包青小说APP出品 由云天河金喵主制 后期相逢 我的图二竟然全是反派 第六卷 盈盈盈 第一百零一集 我做高糖 秦沟可算明白 家人为什么会放心 平时让认苏那个愣头愣脑的丫头骗子 来扮演他 也不怕露出马脚 很显然 这娘们自己就指定有点毛病 没有去管被自己一顿痛殴打杀 又被阎索云神捕刀 而身受重伤 叫苦连天的陆长梨 秦沟冲着阎索云 杜悠等人抱拳失忆了一下 便唤出一道血雨之门 再度出现在深渊宫内 老陆 事情解决了 估计再过不久 八臂罗刹一族便会传来消息 敌注不会赶来吓聘 陆之里眨着羞男的眉毛 俏丽脸颊 酱起迷人的坨红 是 夫君 你叫我什么 秦沟脚下一个猎浅 差点跌倒 瞠目结舌 秦胜 再怎么说 做戏也要做全套 陆之里轻轻撩起长发 竟连耳垂也修成可爱的粉红 压低了声音 我之所以能够脱罪 甚至还保留了至高济师之位 一定是因为秦盛 已经与当时假扮成我容貌的女子 成婚了是吗 而即便在深渊宫 说不定也会有他人的耳目 所以 咱们还不能放松警惕 秦沟忍俊不禁 你想得还挺周密啊 怎么可能 这计划倒是不错 但那可是堂堂魔主家人 又怎么会配合我到这种程度 所以压根就不是这么回事 那 你就放一万个心吧 如今你不仅不用亡命天涯 就连陆长离也保证不会再来捣乱 秦沟郑重其事 不似玩笑 闻言 陆之里激动得都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 只得惊喜地捂住小嘴 不过嘛 本座这次帮了老陆这么大一个忙 也总算到了收获些许回报的时候 秦沟双手抱毙 意味深长地说着 陆之里会心一笑 恭敬道 秦沟您说 您对之里如山重恩 之里为您赴汤蹈火 绝不推辞 首先 你陆之里将来成婚之际 大到御天教练 小到嫁衣红妆 里里外外本作都要一手包办 陆之里眨着茫然的美眸 一头雾水 秦沟 您确定 此奈我对您的回报 您是不是说反了 其次 这婚事我要全程陪同见证 还要跟你一起参与拜堂 陆之里一脸糊涂 那您岂不成了 与之里对拜的夫君 不 是成了受你拜礼的高堂 秦沟一本正经 我想 做你的高堂之位 陆之里瞪大美眸 匪夷所思 您 您确定 不是要和我一起 当林儿与宁儿的高堂 而是 做我陆之里的高堂 废话 跟你一起当林儿他们的高堂 咱俩不就变成夫妻了吗 也是 可您 要是做我的高堂 不就变成我亲爹了吗 秦沟撇了撇嘴 狠豁地出去 反正大家都这么熟 凑我凑我得了 陆之里差点没当场 白眼一番背过气去 哭笑不得 再相熟 也没有熟到 您直接成了支里的父辈啊 秦沟探了探手 方才是谁说 赋汤蹈火都不推辞来着 您这到底是什么奇怪的癖好 陆之里欲哭无泪 我依您就是了 只是 对方却不一定答应 对方 要不我去跟他说说 陆之里翘脸一慌 小脑袋摇得跟波浪鼓似的 千万别 阿斯多明一批 还说不好呢 而且他虚伪不高 人也挺愣的 您别吓着他了 什么玩意儿 我没事吓唬人家做啥 难道在你心中 我并非一直都以德服人 您当然是 秦沟哑然失笑地摇了摇头 你口中的那个对方 是不是就是龙神岛那个 不是 老陆你居然为了另一个男人 对我说谎 我真没打算对他干嘛 秦沟很是郁闷 而且那个所谓的另一个男人 秦沟还真是骂不得也打不得 陆之里翘脸一红 但还是失口否认 真不是 你呀 秦沟无奈地摇了摇头 反正你亲口答应了 让我成为高堂之士 我可是彻底记在心底了 以后莫要反悔就行 可说完 秦沟又恨不得想要给自己两个嘴巴 自己要干的这事 咋就这么诡异呢 分身是不可能分身的 最多赶紧去修炼一门神速移动法门 带到秦沟离去之后 陆之里忽然伸手拍了拍自己的脸蛋 白痴了吗 的确说什么 也不该对秦沟撒谎 紧接着 他又突然从那虚界中 掏出一个精致的飞鸟形状传信凭证 紧握掌心 也不知想了些什么 眼眸柔情似水 如青涩少女般 心潮澎湃 小鹿乱撞 一日后 魔主之塔 魔神圣向前 秦沟还是先让大宝 确定四下没有监视之后 这才从那虚界中取出一具棺木 老洛 你要的身体我帮你找来了 为何是具尸手 废话 我难道真抓一个大活人给你来毒涉 仔细瞧好 为了帮你找到这具合适身体 我可是费老鼻子劲了 不仅符合你人魔混血的要求 还生怀一种特异体质 本来在一个小族被用来钻研其血脉体质之密 所以被各种珍贵灵液保存得极好 所以失去神魂 体内人保留一线生机 为此我可是花了大价钱才换来的 秦沟没好气地说着 而洛苍明也不过分矫情 神秘威严的魔神圣像 逐渐开始轻微颤抖 片刻之后 自秦沟面前的棺木中 一下子跃出一个纯红齿白 稚气未脱的清秀小男孩 个头紧紧指到秦沟腰部 秦沟笑着问 感觉怎么样 洛苍明活动着瘦小的双腿双脚 忽然流露出与单纯脸旁 截然不符的老流氓笑容 知音有些过于年幼 所以除了某个地方 一切都好 秦沟白了他一眼 对了老洛 我其实一直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 如今洛苍明进入这具身体之后 便彻底丧失草恐魔神圣像的能力 且实力低微 秦沟也不用再太过防备什么 据说九死圣君一直对他的亲生父亲恨之入骨 欲要把你碎尸万段挫骨扬灰 此事当真 事有这事 洛苍明没有半点犹豫 紧接着更是红光满面 嬉笑颜开 难得他有这份孝心 秦沟神色一愣 突然就彻底搞明白了 洛苍明刚才所说的 对于这具心身体不太满意的某个地方 原来指的是 你是不是脑人坏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作品由波罗包青小说APP出品 由云天和金喵主制 后期相逢 我的图二竟然全是反派 第六卷 盈盈盈 第一百零二集 再来一遍 老夫好得很 具体的之后再对你说 还是先带我离开这是非之地 洛苍明感受了一番体内的灵力 老夫可比不了 略魂行者应无声 他拥有一颗本体魂珠 哪怕多少他人 仍能保持境界 如今这副身体的修为 当真弱得可怜 秦沟点点头 收回之前的棺木 正打算唤出血雾之门 脑海之中突然想起一道传音 说 老洛你先走 不多时 秦沟在长廊上 再次见到了那位 凌若冰霜的清冷女子 只是他才一看见秦沟 一秒钟都不到 就破功地露出一抹纯真笑颜 你真的认苏 认苏乖巧点头 当然 我不是说了吗 大多数时候都是我来主导 老祖最多每个月 苏醒一两次而已 秦沟半信半疑 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老祖昨日沉睡之前 给我留了一封信 说是让我警告真弱书一番 警告 任苏从那虚戒中 掏出一张血色浮露 老祖将你之前给我的灵血 炼成了一道灵咒 说是如果真弱书 将我们的秘密抖露出去 并要催动这道灵咒 让你痛不欲生 我不是告诉过你 那灵血是假的吗 秦沟的视线 落到任苏手中的浮露上 语气轻松 可是 老祖分明说 他已经炼制成功 那你现在就尝试催动一下 说话间 秦沟暗中彻底恢复了 自己的人族血脉 叔 你确定 任苏瞪着水汪汪的眼眸 表情很是丰富 就算猜也知道 这一定会让你非常痛苦啊 没事 就试一下 任苏见秦沟的神色 很是认真 这才抿了抿唇半 小心翼翼地以灵力 催动了手中的灵咒 秦沟倒吸一口凉气 双目发红 面容之上出现 剧烈痛苦扭曲之色 任苏大惊失色 你没事吧 没 没事 秦沟说的是大实话 因为他其实真的 一丁点异样的感觉都没有 毕竟一旦秦沟将血脉转化 就连骆苍明在借助魔神圣像的情况下 亦不能影响到他 又何况只是一道血液炼成的灵咒呢 然而 秦沟还是演技爆表的吃痛 不仅仅是痛苦 我竟觉得从这一刻开始 自己根本无法再忤逆你的命令 真的 任苏早已停止催动手中灵咒 但一听这话 顿时忍不住美眸一亮 快 叫我一声苏姐姐来听听 任苏双手捂着被秦沟 一直弹得脑瓜脆响的白洗脑门 哭丧着小脸 叔你骗人 秦沟轻笑着一耸肩 鸭头骗子也太经不住考验 不过你这灵咒也的确能对我产生一定影响不假 若是此物能够打消家人的疑虑 让他以后少来找我麻烦就再好不过 对了 我昨日遇到家人的时候 总觉得此人行径颇为怪异 他一直都是这样吗 任苏有些惊讶 怪异 难道你们是商量好的 老祖同样是这样形容这一书你的 我 他说我什么了 任苏捂着小嘴笑盈盈的 老祖说 你表面上看着人魔狗 看着一表人才 其实背地里居然找他躺要躺完 就是你之前送我的那一包 还一连吃了好多 我自己今天掏出来一看 的确没了不少 什么 金钩鼻子都气歪了 他真是这么说的 而老祖他这个人 无论遇上何等险恶事态 他一直都是那般镇定滋若 楚边不惊 可谓山崩于前面不改色 海啸于后心思坦然 乃是一位真正拥有广阔胸襟 虚怀弱骨 旷达不羁的奇女子 是整个认识世家的信仰 一听这话 秦沟想起之前接连从家人身上收获的功德点 唏嘘不已 看来你真是一点也不了解家人了 不仅是你 却连认识世家也都被蒙在鼓里 为什么 任苏一脸茫然 秦沟没有解释 只是情不自禁地感叹起来 这位魔主家人 当是一位千年难得一遇的爵士影后 或者面谈患者 通过血雾之门回到深渊宫 秦沟一扭头 便在不远处的花坛旁 发现了清秀小正太模样的骆苍明 嘴角还挂着一抹快意的笑容 老骆 笑什么呢 骆苍明轻笑一声 老夫真是已经太久没有见识过 这外界的风景 秦沟同病向脸地点点头 唉 你是挺惨的 比我当初还惨 你怎么了 秦沟摆了摆手 唉 别提了 反正都过去了 还是说说 骆微伴与你之间的仇怨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老夫和微伴之间 哪里有什么仇怨 但他一直欲要取我性命 却也不假 或者说 这本就是微伴 故意想让世人所误会的 骆苍明眼中闪过一丝追忆 苦笑着 九死圣君 好大的名声 与这显赫声名相伴的 自然是数敌无数 老夫作为微伴之父 同样也就成了许多人的肉中词 那孩子 虽然赢了我许多护身之法 却仍不放心 再加上他的心性 到底彻底彻底 彻底失去利用价值 而最后 解开这道改命神魂之术的赵门 却简单 却简单无比 只要他亲眼见我一面 骆苍明的这番话非常诡异 因为正常人一定想不出 这等法子来保护自己老爹 可秦沟偏偏就信了 芷音 他虽然已经破除了 自己与小赵的改命神魂 却还是始终想不起来 这等协议的灵术 他到底是从哪儿学来的 此刻 却有一种终于破案了的感觉 我想让你见一个人 说吧 秦沟看向骆苍明身后 骆苍明同样顺着秦沟的目光看去 只见 裙摆轻盈摇曳间 一双筋谋意义生辉的敖伴威 笑颜甜美 活泼轻快走来 他 骆苍明彻底愣住 见过师尊 敖伴威冲着秦沟乖巧包拳 师尊 刹那间 骆苍明猛地一指秦沟 惊叫出声 臭小子 你居然打算再来一遍 而且还是 身份互换 反着玩 啥 勤勾意识还没反应过来 小白龙一双筋谋之中 顿时样起一抹不悦之色 闪电般一指头 轻轻弹在骆苍明额头之上 小弟弟 你怎么对师尊大人说话呢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作品由波罗包青小说APP出品 由云天和金喵主制 后期 相逢 我的图二竟然全是反派 第六卷 盈盈盈 第103集 好图二 小白龙 骆苍明被敖半位的突然出手 吓了一跳 虽然小白龙很有分寸 没有用上一丝灵力 但还是惊得骆苍明倒退几步 秦沟眼皮一跳 连忙制止了小白龙的大笑女行为 啊 半位莫要无礼 他乃是 为师的朋友 那也不能把师尊换做臭小子 欧半位皱着可爱的小眉毛 纷纷不平 小小年纪 如此口无遮拦 半位一见他对师尊如此不敬 我就气不过 秦沟眼瞧洛苍明面色铁精 已经快郁闷的一佛升天 二佛涅槃 当即咳嗽一声 为师自然明白半位的好意 不过你还是先去附近走走 为师过会再换你过来 好吧 小白龙乖乖应了一声 骆苍明目不转睛 盯着呼之急来 挥之急去的敖半位 彻底傻眼了 秦沟这才解释 他叫敖半位并非九死圣君 而是拥有 骆微半情绪残魂的小圣君之一 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骆苍明深吸一口气 一咬牙 原来你这小子之前说什么 从未听过九死圣君 是忽悠老夫的 只怕是当时还信不过我 刚才那些都是你教他的 秦沟淡然一笑 语气认真 半位本就是尊师重道的好孩子 而且老骆你也别过分 把他想象成九死圣君 他是我心爱的弟子 拥有自己独立的人格 倒是他体内的傲哀 才真正记上了 九死圣君的些许记忆 闻言 骆苍明摩索着下巴 既然如此 你肯定希望将来是由这 敖半威成为小女的主意识 待小女在她体内复苏之后 她定然能够继承 小女曾经的不适修为 秦沟点点头坦言 这也是我一直在做的 那你有没有想过 当她一起曾经的一切 儿等又将如何相处 秦沟贪了贪手 云淡风轻 顺其自然呗 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 骆苍明面色古怪 似笑非笑 可老夫要是实话告诉你 假如你这位机灵董事的龙族弟子 一旦将小女的神魂补全 记忆修为彻底复苏之后的第一件事 便是与你一起 为老夫生一个孙儿呢 你说什么 秦沟瞬间瞪大双眼 呼吸一致 这乃是曾经你与小女二人 多年以来都牵引于心 却未能完成的疏远 而就算她这次复苏 仍不能如愿 以微半了丫头的性子 也一定会先拽上你 好好尝试个上百次 才肯罢休 骆苍明没好气地瞪着秦沟 而这也正是老夫方才那般激动的原因之一 当初小女可是你的寿业恩师 之后你俩忽然结为道理 不知让多少人大呼荒唐 如今他竟然反倒变成了你的弟子 这简直就像是一场轮回 你们这俩让人不省心的小祖宗 难道是觉得这样很过瘾不成 为啥 什么 求死圣君若想要个孩子 以前不是有的是机会 此时此刻 秦沟只要一联想求死圣君以后 很可能会与自己行道理之礼 便一阵阵地头皮发麻 如果他以前真是自己的妻子 这倒也正常 但将来他所要使用的 可是老秦百般宠溺的小白龙的身体 确切来说 那一刻的他既是大名鼎鼎的九死圣君 亦是目前为止 还在自己面前百依百顺的小白龙 如此一来 自己到底还该不该如此拼命地 尽快帮九死圣君复苏呢 可就算没有秦沟帮忙 根据系统的提示 九死圣君也一定会在五年之后的某日重生 到时候 小白龙仍旧能够切身体会到 秦沟与九死二人做了些啥 想到此处 秦沟不禁老脸通红 扫得直挠后脑勺 你小子是真不明白 还是装不明白 当初你们在一起许久 都无法诞下子嗣 便是因为小女的血脉异异常霸道 乃是人魔海三族完美相容 其中的海族血脉又同时包含万寿之长的龙族血脉 与真皆海域贵族之血 骆沟鸣失笑着弹了弹手 而老夫之前 发现你小子居然不知道用了什么法子 竟也将自己化作了人魔混血 还以为你同样是在让自己的血脉 与小女更加接近 为了能够顺利淡下子嗣的目标而努力 一听这话 秦沟笑容凝固 被你给说准了 我还真是一直在以让自己的天资血脉 更加接近九死圣君努力 哦 那你现在到了何种程度 无面饮食之血就不用说了 老夫已经知晓 我体内还有少许龙族之血 秦沟嘴角狠狠抽搐 那是他苦命修炼圣龙法所带来的好处 假以时日便能成就半龙之躯 骆沟鸣顿时欣慰地笑了起来 如此看来 在贤虚的潜意识里 依旧念着小女 如今便只差贞接贵族之血 据老夫所知 十大贞接贵族行踪莫测 四那狂掏价 不业侯两族都已濒临灭中 话音刚落 秦沟双眼目呢 孽呆呆呆的 世间早已再无不业侯一族 骆沟鸣颇为唏嘘 那倒是可惜了 但秦沟的纳虚戒中 却正好拥有一瓶货真价实的 贞接贵族不业侯传承之血 老陆 你为啥要让我知道这些 秦沟一脸惆怅地扶着额头 并暗中发誓 自己还是一定要让小白龙成为九死圣君主义士 毕竟这妮子一直都这般爱戴尊敬他 到时说不定还能站在秦沟这一边 帮着一起好好说服九死 就算老夫不说 事情还不是会照样发生 也是 反正必无可避 我只能暂时先不去细想 对啊老陆 你是不是忘了一件事啊 秦沟突然想起了什么 一伸手理直气壮 你答应要还我的半琴刀呢 别装 我知道你那一定还有 骆沟鸣蹊跷声言 老夫什么时候答应你了 虽然此物对老夫无用 但就算是要给 也是给方才那个龙族女娲 绝不可能落到你这个贪心的臭小子手里 行 这是你自己说的 秦沟当即给敖半威传音 不一会儿 小白龙散步归来 你叫敖半威是吧 过来 老夫有一件东西赠你 骆沟鸣平静地注视着小白龙 老夫 秦沟在一旁解释 不错 半威你别看他容貌年少 其实比为师都要年长 乃是你的长辈 原来是这样啊 前辈 半威方才多有无理 小白龙认起错 从来没有什么心理负担 但仍旧没有认可 方才骆沟鸣 把秦沟换作臭小子行径 如果再来一次 他还是会满不高兴 无妨 骆沟鸣当即从袖中 取出一柄 灵静脆丽的半琴刀 递向敖半威 这 敖半威有些错愕 这不是九死圣君的 贴身地兵吗 为什么这个老小朋友 也会有 骆沟鸣 郑重其事 你现在还不用管这是什么 只要知道 这是一柄 非常珍贵的帝兵 定要好好保存 没错 半威你就收下吧 听了秦沟的话 敖半威这才小心翼翼地 接过半琴刀 小脸凝重 可是 半威总是笨手笨脚 丢三落四 若是一不小心 见状 骆沟鸣发现这龙族女孩 果然与自家小女的个性迥然不同 不禁微微一笑 老夫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也一定要将此物保护妥当 万万不可遗失 否则定会追悔莫及 这样啊 既然用什么法子都行的话 说话间 小白龙很是欢快地跑向恩师 眨着灵动纯彻的大眼睛 献宝般将半琴刀 双手撑到琴沟面前 天真烂漫 甜甜一笑 那就请师尊您来帮漫尾保管 这是我的好徒儿啊 一时间 琴沟 骆沧鸣二人不约而同 皆极为动容地 欲要泪流满面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作品由波罗包青小说APP出品 由云天河金喵主制 后期相逢 我的图儿竟然全是反派 第六卷 盈盈盈 第104集 灵幼青的锦囊 当琴沟的手指 刚一接触到敖半威手中 扮琴刀的那一刻 骆沧鸣气得直跺脚 你还真好意思要 又不是白拿 老秦颇为不好意思地摸了摸鼻子 当即从纳绪界中 取出了之前抽奖所得的银龙金 递给小白龙 那 半威 这个送你 维师记得你的本命凝聚 亦是绳索形态 可用此物来完成境界 多谢世尊 好 半威先不管是什么 只要是老秦给的 便欢天喜地地接了过来 可带到仔细感受了一番 便不由地瞪大美眸 怯生生的 世 世尊 半威好像从这上面 感受到了一丝同族的气息 此物名为银龙金 乃是系统经过认证 极其适合绳索类凝聚境界的帝兵 可 半威正是血脉纯正的银龙一族 秦钩挠头干笑 怎么说呢 你放心啊 维师得到此物的方式比较特殊 绝对没有伤害过任何一头龙族 我相信世尊 半威用力一点头 小心翼翼拖着银龙金 喃喃自语 而且 世尊说得不错 此物的确对半威的本命邻居 附龙绳大有好处 你说什么 我相信 不是 你的本命邻居 居然叫做 附龙绳 秦钩一脸诧异 秦钩虽然见过小白龙 多次施展过那条绳索状的本命邻居 但休士之间 一般不会特意去询问对方邻居之名 许多人都对此颇为避讳 小白龙一本正经 是啊 一开始 半威也觉得有些怪异 不过已经习惯了 秦钩微微汗手 啼笑皆非 只能说 这本命邻居 还真是过于贴合你这丫头自己的个性啊 大部分本命邻居的能力 一般从名字上就能看出些许端倪 敖半威那条附龙绳 明显是针对龙族 亦或者说针对他自己 能编 能复为小白龙自己的特别雅性 提供全方位贴心服务 把玩这手中的半情刀 秦钩闲庭信步地走在深渊宫内 如今他已经拥有三笔 但说到底 还真就是为了小白龙暂时保管 待到战斗之时 便会交给他自己使用 毕竟秦钩也不曾掌握此宝的真正驾驭之法 自己留上一笔便足矣 突然秦钩一转身 便见林又卿这傻妹 已经像个幽灵般的 鬼鬼祟祟跟了自己一路 又卿似乎有些话想单独对我说 秦钩对于林又卿 捏手捏脚的跟踪没有一丝惊讶 林又卿叹息一声 如今秦歌 竟然真成了始祝魔主之一 小生都不知道 该不该将此事上报道君王朝 加入到秦歌的圣仙榜的事迹之中 也不知道上报此事之后 秦歌还能不能继续留名圣仙榜 那就劳烦又卿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好了 秦钩失笑一声 其实他更想说 幸好你这傻妹没说要把此事记录到魔圣榜之中 为当事唯一魔圣 再添一笔令十方邪魔外道顶礼膜拜的丰功伟绩 否则老秦真怕自己当场弃绝 也是 而且为了秦歌 小生还能在搬榜丝动动手脚 好生隐瞒一番 不过嘛 说着 林又卿明澈的眼眸中闪过一抹机灵脚侠之色 小生这个忙可不能白榜 秦歌是不是也要答应我一个小条件呢 秦歌面色一僵 你不会又要提那事吧 秦歌与小生想的是一件事吗 说着 林又卿笑得如同一只小狐狸 仅有口行对秦歌说出了女装二字 秦歌嘴角一抽 顿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并十分想念子及魔尊 恨不得赶紧把小赵揪过来一顿痛便 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当初那个混蛋 给为师挖下的无敌生坑 是不是吓到秦歌了 林又卿插着小蛮腰 动作像个十足的假小子 拧嘴一笑 好了 我就是逗逗您 开个小玩笑 而小生此番真正的目的 其实是来向秦歌道别的 道别 秦歌神色一正 又卿你要走了 林又卿收起笑容 点了点头 嗯 是 家中出了些乱子 父亲已经正式以灵力传信 让小生回去 秦歌斩钉截铁 可需要帮忙 林又卿微微摇头婉拒 嗯 一些家事罢了 小生只是觉得 自己好不容易能够出来一趟 跟随着秦歌一起走南闯北 见识了好多从未见过的风景 让原本单调的日子 变得愈发多姿多彩 却仅仅数月 这么快就要回去 实在有些不甘罢了 秦歌轻轻拍了拍 林又卿的肩头 温和一笑 等你将家事处理妥当 我随时欢迎你回来 嗯 林又卿轻微点头 眼眸显得有些暗淡 秦歌知道 林又卿的真实身份 乃是无畏公主 道君仁皇唯一后人 将来更会是一个 巅峰王朝的继承者 得到这些的同时 本就意味着 会失去大量自由 所以林又卿这一去 也不知何年何月 才能再有机会外出历练 又想起这丫头 与自己之间 那道冥冥中的奇异联系 秦歌不禁心生联谊 当即从那须戒中 掏出一个巴掌大的锦囊 递到林又卿眼前 别不开心了 这个送你 这是 林又卿结果之后 不解地问着 秦歌何许一笑 一个小礼物 带到又卿需要我帮助的时候 就打开它 你秦歌一定是随叫随到 在那锦囊之中 正是秦歌当初在扶生洞内 拯救了年幼时的林又卿之后 所带出来的两件物品之一 一柄极其小巧的精致短笔 与秦歌仍留在自己那须戒的 那张穿心服一样 都是当初林又卿小时候 用来自寻短见之物 也是在自己当初的形象 被从又卿的脑海中抹去之后 为二能够证明秦歌 便是当初那位过路人的凭证 带到林又卿遭遇艰难困境 打开锦囊看见这把短笔之后 定能让他立刻安心 并马上联络秦歌 真的吗 林又卿纯净美眸一颤 眼角微红 当然 秦歌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秦歌点头一笑 还真骗了这傻妹不少 她绝对一次比一次善意 那小生 其实现在就非常需要 秦歌的某种包住 啥玩意儿 老秦的笑容瞬间死亡 同一时间 林又卿果断拉开了锦囊之上 原本系紧的红绳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作品由波罗包青小说APP出品 由云天和金喵主制 后期相逢 我的图二竟然全是反派 第六卷 盈盈盈 第105集 我想爹爹 林又卿打开锦囊仔细一看 却被一重小型账目法阵 遮蔽了视线 只能看见灰蒙蒙的一片 并通过触感 知道其中乃是一柄小巧的短刀 秦歌连忙一伸手 按住锦囊干笑 又今想要什么帮助直说便是 这锦囊啊 还是给你将来遭遇 某些特别艰难困境之事在用 老秦一边清醒自己留了一手 又不禁震惊鱼之丫头的清奇思路 想到一出便要马上辅助行动 半点也沉不住气 难怪在盗君王朝 被称作什么无畏公主 完全就是一个愣透愣脑 一切只管忙到底就完事了的傻妹 小生的心思 秦歌难道还不懂吗 林又卿也因自己方才的冲动 有些脸红 小心翼翼地将锦囊收入纳虚界中 秦歌当然知道 这丫头对于自己的期望 除了女装 也就剩下一节尖蓝了 秦歌想了想 一摊手 这样吧 又卿 下次再见之日 我定会当面喊上一声贤弟 令你如愿以成 如何 好 这一刻 林又卿娇俏脸颊 容光焕发 美眸朔朔放光地冲着秦沟一抱拳 秦歌 后会有期 你还真是说走就走 我现在传音给大家 一起送送你 不用了 李师傅和半威那边 小生已经打过招呼了 而秦歌这番话 对于小生 已是最好的道别礼物 林又卿于微风中 绽放出一抹天真烂漫的璀璨笑颜 她是发自内心的欢喜满足 一路顺方 轻点请手 林又卿脚下一踏 凌空虚度化作一道青芒飞向远方 青沟助力原地 满脸微笑地望着林又卿所画的青芒渐渐远去 越来越小 直到完全消失不见 又猛地发现那青芒突然再次显现 越来越大 笑如指寂 转眼间 那一身男装的假小子 便彻底返回到自己面前 林又卿眨着胸奶毛子 厚着脸一抱拳 大哥 咱们又见面了 小生想死你了 青沟故意恶狠狠地瞪了这傻妹一眼 你再过来尽点 我保证不揍死你 笑声之错 不该胡闹 林又卿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转身不要再次顿走 青沟无可奈何地笑了起来 小弟慢走 蔡刚踏出一步的林又卿 陡然相间一颤 旋即回过毛子 笑颜尤为灿烂 包含纯之美好 令人心动 贤弟去呀 青沟哑然失笑 你算什么贤弟 挺多算个余地 熊掌说什么都是对的 傻蛋 当晚 青沟想要了解一番古飞燕 秦源他们那边的情况 询问他们有没有顺利见到木唐纯 便在梦中魂灵具的梦境空间之内 尝试呼唤小燕 却收到这样一条系统提示 古飞燕现处于闭关状态 无法回应宿主呼唤 是否强行召唤 不用 秦沟拒绝之后 直接苏醒了过来 诶 小燕怎会一声不响地突然闭关 秦沟颇为疑惑 因为以古飞燕善解人意的性子 像这么重要的事 一定会提前告知自己才对 难道是突然遇上了什么护士 而不得不闭关疗伤 想到此处 秦沟眼中闪过一抹浓重的担忧之色 但无论如何 他此刻也不能强行呼唤古飞燕 在梦境内见面 否则便会有害的小燕走火入魔的风险 此日 秦沟醒得极早 或者说本就不曾睡稳 紧一睁眼 脑子里便又开始思考小燕与阿元 可能遭遇的状况 砰砰砰 房门清响 秦沟只当是深渊宫内 为自己送来早善的侍女 仍旧躺在床榻之上 淡淡地说了句 请进 父亲 这一声熟悉的声线差点满原本闭目思索的老秦 惊得神魂离体 阿元 秦沟不禁猛地扭过头来 睁打双眼 面前这位笑意洒脱 一袭白裙 气质干脸的动人少女 不是他的宝贝明珠秦源 还会是谁 父亲现在阿元是不是非常意外 秦源古灵精怪地冲着老秦 俏皮眨眼 嘴角笑意上扬 秦沟脸上已是抑制不住的温纯笑容 可太意外了 为父方才还在想你和小燕的事 小燕呢 她找哪了 娘亲不在 阿元是一个人来的 秦沟不解地追问起来 为什么 小燕怎么了 她现在何处 健壮 秦源抿嘴一笑 语气轻松 我知道您关心娘亲 但真的不用如此担心 她目前在一座秘境之中闭关 接受那位大能残魂的传承 而那座秘境阿元也心里有数 乃是天底下数一数二的安全 原来如此 秦沟这才放下心来 却又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 拉了拉自己的被子 裹得更严实了点 不过你这丫头也是淘气 小燕一闭关 你马上就闲不住了 才不是 父亲之前不是说了吗 想和我一起去见一见 那个太平楼主慕唐纯 所以阿元才尽快赶来的 秦源摸鼻子的动作 与某人如出一辙 理直气壮的 清沟失笑 胡说 微夫说的明明是约好 在那座太平楼碰面 可没说让你这丫头千里走单旗 一路跑到深渊宫来 小燕所在的秘境 一定是人族地界对吧 毕竟魔族的秘境 对她根本无用 你之前若是直接前往太平楼 怎么也要比跑到深渊宫来 找我更近 被清爹瞬间戳穿谎话 阿元满脸腼腆羞涩地 挠着小脑袋 也是尴尬 那也是有原因的 啊 什么原因 因为 秦源小脸一红 小心翼翼地坐在秦沟的床踏边缘 背对着老秦 小手纠缠在一起 声线含羞又带着一抹柔情 阿元希望能和爹爹 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相处 我想你了 说吧 秦源小脸飞红 静静等待着老秦的回应 毕竟自己并非经常 将这些温情的话 说出口来 一时竟还有些不太习惯 而参考秦沟以前的方式 应该很大概率 会马上就从身后紧紧搂住 安慰自己了吧 秦沟略显尴尬的声音响起 你从床上下去 下次来找为父 能不能先选好个合适的时候 秦源一头雾水 很是迷茫 啊 阿元说错什么了吗 你不是 是 是为父现在略微有些衣衫不整 老秦老脸通红 他既感动 又满是无法掩盖的害臊 如果换作其他人 只要不是阿元这个小克星 秦沟肯定不会像此刻这般羞恼为难 实际上他压根就是光着 啥也没穿 况且这个时辰 还是准时准点 雄击昂首的一大清早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作品由波罗包青小说APP出品 由云天和金喵主制 后期 相逢 我的徒儿竟然全是反派 第六卷 盈盈盈 第106集 逢赌必赢 这一日 位于深渊宫的第10柱 镇域魔主圣像 在秦沟的强烈要求下 被蒙上了一层正法 再难以看清其真实容貌 凋零破落的无面影视一族 也因为这位年轻组长的关系 得以从此在摩地城附近 安居乐业 虽然秦沟不可能直接带领他们 去攻城掠地 但近些天来 拜访者们接连不断献上的鹤里 已然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收获 陆之礼和莫宁都已经得救 此间获释算是圆满解决 虽然过程错综复杂 让秦沟幽闷不已 挠了不知多少次头 但当现在孔灵丫头 蹲坐在秦沟的掌心 泪眼婆娑地告诉秦沟 多谢世尊 他终于可以借此机会回家 亲眼见见多年不得谋面的双亲之时 秦沟又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干劲 他或许远远没有曾经修为强大 却依旧愿意拼尽全力 为麾下的孩子们遮风挡雨 阵狱 血雾之门凭空浮现 插命魔主应无声 身着一袭黑袍 缓步走到秦沟面前 插命魔主有何要事啊 秦沟将身形小巧的孔丫头 放在自己肩头 轻笑着望着应无声 虽然秦沟之前由于被陆长黎 误认为应无声 借着他的身份而省去了不少麻烦 但仍旧对于此人 不过一时兴起 便将一名与墨语交好多年的深渊味 直接灭魂夺赦的霸道行径 没有任何好感 应无声眼神阴冷 鱼气深沉 你似乎一连多日都在深渊宫 而未及时返回魔主之堂 莫不是打算坏了规矩 闻言 坐在秦沟肩头的孔灵 不禁望向他的侧脸 眸中闪过一抹忧心之色 这位插命魔主 乃是出了名的冷酷无情 手段残忍 修为神秘莫测 秦沟叹了叹手 我没有左右深渊宫内的任何大事 亦没有仗着魔主之位 欺压其他魔族 应无声冷冷一笑 你这三言两语 还打消不了本座的怀疑 立即与我返回塔内 我为何要打消差名的怀疑 你又不是魔神 你说什么 石柱魔主通常情况下 不得过分染指深渊所示 以权谋私 却也不代表一定要死守在魔主之堂 我此刻还不想闭关也不允许 插命魔是以为我连这个都不懂 秦沟双眼微眯 谁让你来故意找我麻烦的 是陆长离 插命此番只怕是从陆长离那 得了不少的奈何识吧 应无声面所未变 可怕的不是秦沟能够猜到 究竟是谁指使了他 而是他竟然连陆长离 到底献给了他何种宝物 都一清二楚 如果不是二人间 实打实的仇怨 应无声都要怀疑这一切 都是秦沟和陆长离串通好的 一派胡言 你到底有没有 无你魔神将之所定下的规矩 又岂能听你一家之言 况且张口便污蔑本座 你难道是心虚不成 应无声眼中戾气净险 秦沟云淡风轻 那你让魔神亲自来找我 记得带两上界的土特产 别空着手来就行 应无声瞳孔一缩 你说什么 我不是忤逆了魔神旨意吗 让魔神亲自来审判我不就得了 秦沟笑着一耸肩 又突然话锋一转 还是说 插名是打算替魔神代劳 由你直接对我降下责罚 您配吗 不知差别是第几株来着 比之小刃如何 我一时给忘了 小刃 这两个字眼 仿佛狠狠抽了应无声一介耳光一般 令他面色通红 这一位小刃 可是他应无声都一直不敢得罪的家刃魔主 他知道秦沟之前曾让家刃魔主 在没有十足把握的情况下 被迫临时收手 却怎么也想不到 此人在接连死死得罪了陆长黎 家刃二人之后 还敢这么张狂 一言不合也要对自己出手 他难道就不怕以后的所有提议 都被自己等人联合起来 集体无视 否决不成 应无声面沉如水 咬牙切齿 我会将你的话 紧接一五一十地告知他那其他同道 慢走不送 秦沟和颜月色的挥手道别 在应无声通过血雾之门消失 秦沟牛脸看向自己肩头的孔灵 忍俊不惊 为什么用这么奇怪的眼神看着为师啊 孔灵小脸一红 眼眸营绕着崇敬与眷恋 惊叹 看来徒儿以前 也是被关于一众魔主的各种凶恶传言 神话洗了脑 说到底 还是师尊宁比较狠的 午后 秦沟找到敖半威 秦源 打算今晚让所有人都在深渊宫 与陆汁里一家好好聚一聚 却半天也没能寻到 混账圣女的身影 秦沟满脸不解 李渊真又跑哪去了 我怎么发现她这两日总是造出晚归的 师尊 元真姐姐说 如果是您找她的话 定能百分百猜到她去了什么地方 一听这话 秦沟果然毫不犹豫传言给莫宁 小脸 在这摩地城内玩的最大的赌方是哪一家 千秋赌方 李渊真翘着小脚 把玩手中一块气韵充盈的高阶零食 百般春风得意 看来贫道运气不错 贵人 你何止是运气不错呀 这几日你都一连赢了多少局了 至今也未输半块零食 我千秋赌方上百年来 都未曾遇到过这等稀奇之事 一名魔族庄家双目齿红如丧烤笔 说着说着更是悲从中来 眼看必要落下几滴眼泪 李小狗一双瑞凤眸子满是得意 笑得合不拢嘴 哎呀 时也韵也 多少双眼睛都看着呢 贫道可绝对没有出千 真的假的 就你这臭手能赢这么多 说着 秦沟一手搭在李元真肩头 猛然间李元真双眸一颤 犹如生锈的机械般 脖子僵硬地扭过脸来迥笑 好巧啊 阿琴 你来一起玩吗 小你个头 这才几天没有看着 你是不是连自己性什么都快忘了 秦沟瞪了李元真一眼 走 回去我陪你玩 说吧 还没等李元真回应 秦沟便十分熟练地 一把将毒狗圣女拦腰抱起 扛在肩头 扬长而去 一众魔族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头 名为李元真的毒怪 终于被人降服 进阶欢呼雀跃 感激体灵 由于早就知道 她乃是深渊宫里的贵人 他们才始终不敢对其 使出什么特殊手段 可这女人实在太过恐怖 不论什么毒法 她都无比精通 逢赌必赢 只是不知为何 每次开赌之前 她都会做出一个 收件的习惯性动作 与她对赌之时 时间也会过得特别快 每天玩个不到十局 天就黑了 这些可怜的魔族 恐怕永远也不会知道 与堂堂纵意仙子相比起来 诸位可能不是人 但她是真的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作品由菠萝包青小说APP出品 由云天河金喵主制 后期相逢 我的图二竟然全是反派 第六卷 盈盈盈 第107集 受死 昨夜众人齐聚一堂 欢度晚宴 唯独老洛没有参与 白日里就与秦沟交换了 传信凭证之后 只身离开了深渊宫 据说是担心 他多年前藏下的宝贝 有没有遭殃 但秦沟却严重怀疑 这老头是生怕 再被自己打破砂锅 套话到底 一不做二不休 赶紧跑了路 灵州翱翔天际 渐渐远离摩地城 为了保险起见 不让义无声等人 抓到把柄 牵连莫宁等人 秦沟特意没有选择 直接使用深渊宫内的 传送阵离开深渊 这时 秦沟从那虚界中 掏出一个飞鸟形状的凭证 一行行文字 出现在他的脑海之中 竟是来自陆之里的 灵力传信 阴郁道友进来可好 带到将来你到深渊宫做客 我想为你介绍一个朋友 他是一位十分强大可靠 为日正派的修真界态度 在我深渊 被列为人族一周之上 是对我非常重要的人 你以前或许在神龙岛 与他有过几面之缘 但一定不曾深入了解 陆之里居然想把秦沟 介绍给一语相识 不过他这几句修真界太懂 人族之盛 倒是让老秦眉开眼笑 心头大悦 当即以灵力写下自己的回应 圣后所说 可是那位志勇双全 风度翩翩的秦沟大人 他的确是位 不可多得的侠义之士 乃是在下一直以来 发自真心憧憬之人 圣后居然能与这等贤才君子为友 实在献煞旁人 考虑到龙神岛与深渊宫的距离 秦沟还特地等了半晌 才把此信发出 之后便满心期待地 等待着陆之里的回信 然而万美想到 老秦心心念念 好不容易等到的回应却是 秦圣 你干嘛故意截回我的灵力传信啊 隐语道友才不会这般的插科打混 你真是像极了小孩子 幼稚 这一次的传信甚至还浮现出了陆之里 当时犹如被偷看了日记的少女一般 羞丧的小脸通红的称怪模样 以及一丝一眼看穿秦沟捉弄使坏的小骄傲 通过一处隐秘法阵 重新返回人族地界 请勾确定魔主法一 已失去沟通魔主之塔的能力 其他魔主同样不能再通过血雾之门 立即寻到自己踪迹之后 这才在心中 系统 你之前说的进阶升级可以开始了 进阶期间 本系统将进入沉眠 数日内无法陪伴宿主 还请宿主悟念 切莫思念成疾 秦沟笑眯眯的 你放心 我肯定不想你 然而等了许久 他都没有再得到系统的回应 这就直接开始进阶了 连个提醒都没有的 秦沟一头污水 又尝试着呼唤了几声 依旧没能听到那熟悉的叮叮声 行吧 我承认 秦沟哑然失笑 低声喃喃自语 这么多年以来 这过第一次陷入沉眠 我还真是有点不太习惯 本系统正式进入进阶沉眠 系统原本一直冷静到极致的提示音 竟出奇地流露出一丝小得意的意味 靠 清沟顿时笑骂起来 这老虎鸡还真是长本事了 阿晴 李元珍修长白皙指尖 夹着两颗头子 翘脸庄严 语气肃目 今时今日 贫道定要一血千尺 灵州朝着木唐纯所在之地飞渡 而在旅途过程中 与毒狗圣女大战三百回合 已经成了他们这一行人固定的消磨时间方式 只是今日 旁观者除了小白龙之外 还多了阿元 数颗头子 在李元珍手中玩出各种花招 让人眼花缭乱 这狗子对于各种赌具的运用 已然神乎奇迹 只可惜落到一招先吃遍天的老秦手里 还是输多赢少 小白龙对此情此景已经见怪不怪 秦源却觉得无比新奇 之前在千秋赌方 抓到李元珍的时候 他也在场 可是亲而听说自己心目中伟大的诸邪真君李元珍 哪怕是把他的聪明才智运用到赌斗耍钱 这等歧途之上 依旧是卓尔不群 登风造极 逢赌必赢的存在 没曾想这一落到自家老爹手里 高下立判 实属云泥之别 待到片刻之后 李元珍已经地不知道多少次 把自己整个人都输得一干二净 满地打滚 汪汪大哭之际 秦源更是不禁感慨万千 父亲 我何时才能像您一样优秀 封南城 也就是穆唐淳目前暂居之地 秦沟等人并未霸道地让灵州 直接在城内降落 而是选择和其他修士一样 在附近收起灵州 步行朝城门而去 秦沟未雨绸缪地提前联络了穆唐淳 却被告知这唐妮子 此刻正在封南城附近的一处有宗之内 与人异室 但会尽快赶回来 爹爹 既然穆唐淳不在封南城 我们为何还要进去 秦沟一耸肩 那丫头说自己已经启程 在回来的路上 我们去当那太平楼等等就好 秦源轻轻点了点头 可阿元确实听说 那太平楼的规矩 似乎有些奇怪 那穆唐淳可曾给过爹爹入楼的令符 那倒没有 不过阿元你显然是不太了解 像太平楼那种只要是修士 再加上肯花灵石就能进的地方 哪有咱们进不去的道理 说着 秦沟似乎想到了什么 又一指秦源的脸颊 轻笑起来 再者说 就凭阿元你这张脸 肯定只要一踏入封南城 便会立即受到意想不到的热烈欢迎 秦源软耳一笑 意思是 他们会直接把我当成穆唐淳 他的容貌与我真有那般相似 秦沟点头一笑 等到你们二人相见之时 阿元可不要太过惊讶就好 而如果一会儿进入太平楼 对方长过因为丫头你的容貌 连我们的零食都不敢收 那可就是名副其实的靠脸吃饭 闻言 秦源心中一切不知所起的紧张感 顿时减轻了不少 奄然一笑 看来 突然冒出一个跟我长相差不多的太平楼主 好处还不少呢 话音刚落 四十九道灵力剑气 自四面八方极速斩向秦沟等人 最主要的目标正是秦源 剑碧木唐淳 受死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作品由菠萝包青小说APP出品 由云天河金喵主制 后期相逢 我的图二竟然全是反派 第六卷 盈盈盈盈 第108集 四大才子 李元珍行云流水间 拔出身后蜿蜒剑 朝别处一点 此乃问剑门主之宝 顶尖帝兵妙用无穷 一剑祭出 万剑俯首 八方剑气瞬间受到强烈牵制 方向大乱 再无法锁定秦源 十余人自各处献出身形 显然 已在这条穆唐淳回归封南城的必经之路上 埋伏已久 但如果以灵力仔细观察 便会发现 除却其中三人之外 其余人身上皆无一丝一毫的生灵气息 乃是被灵力掌控的机巧傀儡 罗行不易毙自毙 穆唐淳 今日便是你灵死之计 说吧 三人立即操控十余傀儡 气势汹汹 袭杀而来 难道这就是爹爹您刚刚说的热烈欢迎仪式 阿元满脸冤枉 当即配合李仁珍 傲万威等人予以还击 而且 方才对方那句 剑壁穆唐淳 实在让他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这很奇怪 他分明还连那穆唐淳的样子都没见过 却总觉得自己也同样受到了侮辱一般 闻言 秦沟不禁迥笑一声 并细细打量那为首的三人 他们口口声声说什么多行不易 一副穆唐淳罪大恶极 人人得而诛之的苦大仇深模样 这让秦沟非常疑惑 在遇见秦沟之前 穆唐淳在太平楼的地位 更像是一个吉祥物 说是太平楼主 但其实什么重要决策都没他的份 又能行什么不易 还是说那唐妮子乃是最近突然犯下了什么恶事 十几头灵力傀儡 一旦对上情缘 便仿佛遭遇了天敌一般 原本矫健迅猛的身手 进阶无用 仅仅一道目光 便让他们当场实话 静止不动 被轻易回去 由于还想要问清对方的来路 不可直接斩尽记忆 这对李元珍来说 其实是一种很大的限制 但她到底是货真价实的朱邪峰圣女 未来的赌命门主 对付起同境界之人 哪怕自负一臂 依旧手到擒来 不多时 这场本就毫无悬念的战斗 在根本不消秦沟出手的情况下 便已落下帷幕 前来袭杀的三人一起被秦 秦沟面色狐疑地走上前来 诸位 你们和穆唐春到底有什么仇怨 怪在 以这三人的实力 哪怕不是恰巧撞上他们一行人 遇上真正的穆唐春 也是自寻死路 他们到底哪来的勇气 而且 她根本不是穆唐春 李元珍无奈摇了摇头 一听这话 其中一人面色微变 难道 然而 她刚一开口 几乎是同一时间 三人猛然喷出一口心头之血 刹那之间 生死盗销 秦沟立即以灵力扫过 面色有些难看 是灵咒 或许是远程控制 或许是到了实现 此地不宜久留 秦沟飞快以流影灯 记录下三人容貌之后 众人一起远顿 彻底远离了之前战斗之地 秦沟沉生 那三人自己明显有一些事情 被蒙在鼓里 最后更是被直接当了弃子 秦沟一耸肩 啼笑皆非 看来 突然冒出一个 与阿元容貌相似之人 也并非全是好处 秦沟微微汗手 你的确不好在意 本来面貌进入封南城 为父现在 更倾向于改容换帽之后 再注入太平楼 仔细观察一番 此番作为旁观者 或许更容易看清真相 只是我可以利用 无面隐士之血一行 你们的易容之法 却躲不过唐妮子的 同类邻居 只怕到时会轻易露馅 秦沟若有所思 父亲之前曾说 穆唐纯的邻居 乃是和我一般无二的 韶华谋 正是 那就简单了 我的邻居早已进阶 秦沟眸中闪过一抹 幽蓝光华 淡然一笑 同出一缘 且阿元的邻居在他之上 自然有的是办法 帮助元真大人和半威 扰乱他的探查 如此甚好 片刻之后 秦元 李元真 敖半威 三人从灵州内走出 已经化作秦月容貌的秦沟 惊讶地发现 这三人竟然全部 易容成了男儿之身 李小狗还是一袭 蓝白灰三色道袍 却收起了长剑 手托一柄洁白浮尘 容貌俊俏 气质出尘 好一个道家俊才 秦元则是白衣书生打扮 手持折扇 风流倜傥 举手投足间 道不尽的雅人身智 还不忘得意洋洋地 给老秦一记飞眼 像极了一个斯文败类 唯独小白龙这逆子与众不同 无论李元珍还是秦元 即便易容成男子 也是颇为柔和的年轻少年 可小白龙这个明显自身性情 最为柔弱之人 竟直接易容成一个五大三粗 人高马大的胡子大汉 一脸凶横 气势十足 秦勾甚至还从他此刻的容貌里 看出了不少其父敖君灵的影子 秦勾哑然失笑 你们为何全部都易容成了男子 秦元微微摇动折扇 笑眯眯的 一时兴起 我就知道是你这丫头的主眼 秦勾无奈而又宠溺地看了他一眼 秦元抿嘴一笑 那爹爹觉得阿元此刻的相貌如何 我去不去 李元真手持浮沉 一饶有兴致 贫道也想听听阿琴的评教 闻言 秦勾拖着下巴 仔细打亮了二人一番 微微汗手 很不错 你们俩的易容之法都极有水平 神采樱拔奉表龙姿 一个道家军秀 一个仗剑书生 十足的潇洒风流 痞之与我都仅仅只差了半仇而已 世尊 那我呢 小白龙以铁塔般的高大身躯 低头俯视三人 一脸期待 嗡声嗡气 秦勾嘴角微微抽搐 板威也挺好 非常有特点 这时 秦元又突然从那虚界中掏出数把折扇 分给了李元真 敖半威 以及秦勾三人一人一把 扇面之上的丹青水墨皆有不低的噪音 好了 咱们这就前往太平楼吧 秦元心满意足 笑得很是开怀 秦勾把玩着手中折扇 阿元你这是做什么 这折扇似乎并非法宝 没事 只要拿在手中扇扇风 做做装饰便好 易容之后咱们总得有个新身份 新名头不是 说着 阿元突然一探手 与自家老爹勾肩搭背 兴高采烈 神采飞扬 秦哥哥 从现在开始 咱们就是丰南城四大才子 我怀疑你缺少父爱的独岛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作品由波罗包青小说APP出品 由云天和金喵主治 后期相逢 我的图二竟然全是反派 第六卷 迎迎影 第109集 对视 丰南城太平游 此地只接待修行中人 且收费极为高昂 秦哥一行人步入之中 眼见大堂内龙蛇混杂 各门各派修士荣聚一堂 其中不乏有一些水火不容的死对头 竟也凑在一起推杯换盏 畅饮交谈 脸上笑嘻嘻 心里恨不得将对方生死活吞 当真是一奇景 慈眉善目的大掌柜笑眯眯的 诸位所为何事啊 三必同进界修士追伤 五日 大掌柜微微汗手 五眉靠见灵石 他也不怕秦沟等人说谎 毕竟谁都知道 太平楼不会保护主动坏了规矩的客人 收下的灵石一概不退还 秦沟眼皮一跳 掏出灵石的同时忍不住暗道一句 这草泥子可够黑的 大掌柜收下灵石 掏出几块令符交给秦沟等人 他们被分配到了饼字客房 这客房的平街倒不是按照身份地位划分 而是看客人们在外所惹出的乱子大小 如果是直接惹上了法相真人 那便是妥妥的甲字客房严加保护 当然所要向太平楼付出的代价也不会再是五枚高阶灵石这么简单 在大唐随便找了个地方落座 秦沟寺人表现得和其他客人无异 听说太平楼主慕唐淳纳最近一直坐镇于此 不知道是真是假 是真的 我前几日都有幸见过慕楼主 他似乎是在等什么人 等人 说不定等的便是传言中慕楼主的未婚夫胡岳山秦沟 大唐内一众修士谈笑风生 有的单独传音 但大部分都没什么顾虑 说起这胡岳山秦沟 如今位列圣仙榜的楚州天师王玄 据说呀 从前便是那位摩世老祖的一句身外化身 直至后来机缘巧合之下 服下了一宝产生了自主意识 是有这个说法 我前些时日啊 便在行语城得见了那位天师王玄 实在是位不可多得的妙人 他高达法台以自身魁道筒 指点各路通道 令许多慕名而来的人受益匪浅 只是当时呀 在下囊中羞涩 未能亲自领教天师的教诲 当真是一汉事啊 竟有此事 不知兄太能否告知那王玄现在何处 无非也想一睹天师风仪 当时天师大人说 过断识人 可能也会到这封南城讲道 可是像他那样的大任务 行踪不定 谁这是真是假 同一时间 听了这些话后 李元真 敖半威 秦源三人 都直勾勾地望向秦勾一人 老秦一脸无辜地贪了贪手 看我做啥 之前我不是一直都在魔族深渊吗 而且 这什么世道 只然有人敢如此明目张胆地冒名顶替他人 真实是无耻之忧 李元真很是赞同地点了点头 不错 假如能抓到那冒牌货 定然是要好好教训一番 他这么干 不就是剽窃阿秦的创意吗 再不济 骗来的那些灵石 也该分咱们一半吧 李元真大人真的很缺灵石吗 小毒狗一本正经 不缺 但是贫道又怎能容忍这些萧小之徒 接连骗取不义之才 然后又被他们用这些灵石 去行罪恶之事 还不如借贫道之手全部输光 千金散去 挥馈世人 或许 这就是行侠仗义的真谛吧 秦元彻底听傻了 大概这就是自己与这位正义化身之间的差距吧 是自己的造诣还不够 恭迎楼主 就在此时 是从恭敬的声线自客栈之外传来 秦沟等人同时寻声看去 只见一头白发 气质淡雅出尘的木唐唇 轻挪帘步 鸟鸟停停地出现在众人的视野之中 他 刚一看清木唐唇的容貌 秦元立即捂住小嘴 惊得差点没能忍住尖叫出来 之前秦沟的描述还真没有半点夸张的成分 这木唐唇的容貌除了头发之外 与自己根本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而且阿元自己本来就是同类邻居拥有者 且比木唐唇的韶华谋品阶更高 瞬间就判断出此人绝对没有施展任何易容灵术 那几位贵客可是已经入住 木唐唇有些期待地望向大掌柜 大掌柜摇摇摇头 禀老主 老夫这几日都未能见到您描述的那几位贵客 不应该啊 木唐唇谋中闪过一抹失望与疑惑 阿元激动地用力一拍大腿 疼得自己小脸一抽 杏仁 连声音都这么相似 秦沟轻笑一声望向秦源 怎么样阿元 为父没骗人吧 阿元依旧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木唐唇 轻轻点头 别说 这位太平楼主长得还挺俊 秦沟差点没被一口茶水当场枪死 哭笑不得 阿元你说的什么鬼话 女孩子家家能不能矜持高冷一点 你看那唐丫头 别管真实性情如何 此刻装得还挺像那么回事的 阿元很是诚恳 抱歉爹爹 我学坏了 是和哪个厚颜无耻的独自论 秦沟吃一欠掌一掷 立马开口 那你就学点好的 其实吧 阿元在没和爹爹在一起的时候 也挺会故作清高的 只消简简单单说上三言两语 任凭对方修为再高 也绝不敢在我面前喧哗多嘴 哦 那你是怎么说的 阿元顿时蜘蛛在卧般地高声一笑 直接告诉他们 阿元耳朵不好使 以后少对我说话 这时 心头不免有些失落的木唐唇转过身来 淡漠冷册的双眸扫视大躺一圈 明明有那么多人都以好奇 谦逊的目光注视着他 却冥冥之中 唯有秦媛的视线引起了他的注意力 木唐唇眼神疑惑地直视秦媛 原本与自家老爹插科打混 谈笑风生的秦媛 也瞬间收起笑容 平静与他对视 二人不语 肆逆相对 秦沟察觉到阿元的异常 用手势示意他暂时不要暴露 却无济于事 秦媛好似根本没能注意到他的暗示 一时间 两人仿佛突然进入了一场 看谁先眨眼的荒诞比赛一般 谁也不愿移开自己的目光 秦媛满腹疑云 这傻姑子干什么 难道这么快阿元就露馅了 木唐唇一头雾水 这哪来的傻小子 为何生得如此符合我的审美 假如下辈子变成男人 肯定也想长成他这样 行 你看我 那我也看你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作品由菠萝包青小说APP出品 由云天河金喵主治 后期相逢 我的图二竟然全是反派 第六卷 盈盈盈 第110集 阿元的惊恐 秦沟见气氛明显不对 当即冲着阿元拿起酒杯 隔断了二人的视线 贤弟 围兄敬你一杯 阿元这才回过神来 与秦沟干杯 他手中酒杯的角度 要比自家老爹低上不少 以自己的杯口 碰到老秦的杯身 这丫头总是在一些奇怪的细节上 颇为偏执 碰 两杯相碰的同时 慕唐淳已然走到了他们桌盘 慕唐淳打量着四人 若有所思 诸位看着眼生 想必并非封南城修士 秦沟千和有礼的一抱拳 在下李父亲 见过木楼主 李元真神色一正 阿秦这绝对是明目张胆的创意剽窃 小生一夜秦 我们兄弟几人来自北郭城 人称翩翩卓氏家公子的北郭四大才子 木楼主怎么可能不曾听说呢 秦源自信满满 如此犹强滑调 便是要对方再难看破自己真身 而听了这话之后 木唐淳的内心果然只剩下了一个想法 爵士的容颜与智商当真不能并存 如此俊俏的小哥 脑子却明显不太灵光的样子 这人怕不是个傻子 秦沟嘴角抽搐 此时却不好当场发作 而是认真的望向木唐淳 其实木楼主来得正是时候 在下刚好想要向楼主禀告 说着秦沟向木唐淳以灵力复原出了之前所遇到的三名歹人的容貌 当时他们密谋欲要半路袭击楼主 恰好被我等撞破 同时秦沟开始仔细观察起木唐淳的反应 只见木唐淳眼中闪过的一丝茫然 不向座位 我与他们素不相识 不知这三人现在何处 他们身中灵昼 进阶身死到消 灵昼 木唐淳眼波流转 似乎想到了什么 梁公子 您这是 我听闻木楼主已经归来 怎么 你们这太平楼 还当真再不允许本公子登门 轻挑巨傲的笑声响起 一名白衣圣雪 配胯弯刀 腰间宝玉神异的贵气年轻难修 不顾侍从阻拦 走入大堂之中 锐利的双眼瞬间锁定了 秦沟等人身判 亭亭玉立的木唐淳 此人似乎在封南城名气不小 只因他刚已现身 原本集中在木唐淳这位 太平楼主身上的视线 进阶转移到于他 且个个又进又卫 全场鸦雀无声 木唐淳带眉微醋 雪白俏丽的小脸之上 仰起一抹不悦之色 梁灵天 我似乎说过太平楼不欢迎你 闻言 梁灵天轻笑着探了探手 木楼主这是什么话 你这太平楼的规矩 分明是只要肯付出零食 人人皆是贵客 又凭什么唯独不欢迎我 我梁灵天又哪次少过 你太平楼的半块零食啊 太平楼的宗旨是为修行中人 提供庇护之所 护其周全 但在这林南郡 又有几人敢惹上梁道友 阁下来此的目的 明显另有用心 木唐淳早已不是第一次应付此人 于其有些不愤 这个本公子倒是承认 比方说我今日前来 便是邀请木楼主一起前往寒潭宫 此秘境既能共赏美景 又能历练神魂 实乃两全其美 妙不可言之地 不知本公子 有没有这个荣幸能得到木楼主赏脸啊 梁灵天笑眯眯的 木唐水人眼眸冷澈 我不会真的蠢到以为 以梁道友的身份 如此死缠烂打 仅仅只是为了儿女私情那么简单 但不论如何 我想自己已经向梁道友解释过很多次了 你难道直到此刻还不明白 我究竟是谁的道理 一听彻话 梁灵天笑意更浓 眼神戏谑地突然冲木唐淳传音 木楼主又想将 御魔之师那尊恐怖存在 搬出来吓人 你们太平楼一直声称 木楼主与那魔尸关系匪浅 可在本公子得到的情报之中 事实似乎并非如此 而这份情报 同样是出自你们太平楼自己人之口 你胡说什么 怎么 木楼主难道是担心我将此事公之于众 放心 本公子暂时还没有这个打算 木唐淳没有继续传音 翘脸冰冷地开口 我不过是懒得听你胡言乱语 搬弄是非罢了 梁道友莫不是忘了 我的修为在你之上 梁灵天毫不在意 很是好笑 木楼主说笑了 你难道是打算亲自破坏掉 在太平楼之中绝对不容许动武的铁律 而且木楼主也应该清楚 若是本公子少了一根毫毛 周遭武郡之地的所有太平楼所属势力 可都得跟着遭殃啊 木唐淳眼眸恼怒 梁道友是在威胁我 无备真正敬重的 乃是阁下身后那位存在 只是希望木楼主以后对我的态度 莫要这般恶劣罢了 本公子不过想与木楼主交好一份 你又何必疑神疑鬼 总要怀疑本公子的目的不纯呢 梁灵天一脸人畜无害的笑容 木唐淳一咬银牙 当初在知晓我便是太平楼木唐淳之前 梁道友的猖狂顽固态度 可是比我现在恶劣得多 我不是没见过梁道友的真面目 阁下现在才来展示君子风采 不明有些太迟了 梁灵天依旧面不改色 侃侃而谈 有道是迷途之法 回头是案 难道还不允许我梁灵天 对木楼主一见倾心之后 痛改前非吗 够了 木唐淳似乎因为非常忌惮 此人身后的某种势力 而一忍再忍 最终却再也无法安纳本心 恼怒至极地一甩红袖 最后再说一遍 木唐淳早已心有所属 胡岳山主人是我的道理 太平楼便是我的嫁妆 话音刚落 秦沟突然被阿元抓住肩膀一阵摇晃 老秦一头雾水转过脸来 只见秦沟竟已是满脸惊恐失色 阿元 你没事吧 秦沟面色慌乱地赶紧传音 爹爹 木唐淳口中那所谓的道理 是不是你们之前商量好的 好让他借着您的名头 逊色扩张势力 不 这里面有些误会 阿元你到底怎么了 脸色为何如此难看 秦沟小脸煞白 不敢置信 这个混账女人 木唐淳他 他一提到爹爹的名字 那一瞬间的眼神 此等柔情蜜意 竟与娘亲说起您时如出一辙 大有问题 大有问题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作品由波罗包青小说APP出品 由云天和金喵主制 后期 后期相逢 我的徒儿竟然全是反派 第六卷 盈盈盈 第111集 谁打谁 阿元你先冷静 秦沟有些后悔 没有早点给秦源打预防针 那绝不是文晴的眼神 不论这里面存在什么误会 他一定都当真了 秦源几乎要将羞愧的小脸 埋进自己的胸里 握紧粉拳 一副无地自容 又羞又恼的小模样 这个坏女人 阿元不承认她是我的分身 这绝不可能 秦沟哭笑不得 亏你这丫头 能从一个眼神里 读出这么多东西 难道这就是 所谓女人的直觉 不过说实在的 慕唐纯定是与你之间 有着十足深远的联系 否则她的本命 邻居韶化谋 又怎么解释 天元凑巧 世间难以出现相同的邻居 却也不是概率为零 那她的容貌 太巧了 秦沟俯着额头诗笑 这话你自己信吗 我要与她低血验亲 一定要证明 无量毫无关系 秦沟欲哭无泪 还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 秦沟摸了摸鼻子 颇为尴尬 这话为父当初也对她讲过 结果还反被那唐妮子 教育了一顿 说我没有常识 阿元你应该也是知道的 低血验亲 证明不了任何事情 一听这话 秦沟用力捂住了自己小脸 咬着银牙 要是苏月露在此 事情就简单了 以她的灵血巡源之术 一定能还阿元一个清白 也不知道这父亲 有没有隐世慈国的入口 老秦轻轻点了点头 看来穆唐纯对于阿元的冲击 实属不小 秦沟果然还是得尽快 帮助穆唐纯认清 她与秦沟之间 真正的掌幼血缘关系 这时穆唐纯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 话锋一转 在场只要是听说过梁道友名头之人 应该都知道 周遭武郡之地 梁道友这一脉势力 对于灵咒一道的钻研精通 可谓数一数二 梁灵天也不知穆唐纯为何会突然说起这个 仅是探了探手 是又如何 有其他道友告诉我 曾有一众歹人 欲要在半路上袭杀于我 且他们个个身重灵咒 穆唐纯双眸微眯 梁灵天痴笑一声 你怀疑本公子 开什么玩笑 如今谁不知道 本公子乃是真心想与木楼主交个朋友 又怎会做出这等蠢事 穆唐纯无可奈何地失笑 梁道友到底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 你我心知肚明 你想让我去当那被人圈养的蚕虫 有什么手段光明正大的使出来便是 又何必非要在男女情义上做文章 蚕虫 听得这两个字 情勾阿元二人不禁相视一眼 蚕乃铲丝之宠 而穆唐纯同样能够掌握除了他之外 唯有情缘还能凝练地定魂线 这梁灵天难道是已经发现了 穆唐纯这等极为强力的天生 义人天赋 我真不知道木楼主到底还要冤枉 本公子多少次 梁灵天陡然面色阴沉 这封南城的人都知道 本公子向来不是一个任人责辱之辈 如今多次对你穆唐纯真诚相邀 却受尽冷眼 可知道本公子的忍耐已到了临界 今日之后 这座太平楼或许也会像格物城那两座一般 一夜之间消失无踪 梁灵天 你 穆唐纯美眸一灵 我 梁灵天冷笑一声摆了摆手 木楼主这是什么眼神 本公子知道 你敬畏的是我郎臣镖局的老祖宗 而非我梁灵天 对吧 这话你已经对我说过很多次了 本公子的耳朵都快起茧了 穆唐纯怒目而逝 但是这一刻梁灵天可谓真正达到了他的痛点 这座太平楼乃是他与相公约好的相见之地 而秦沟亦告诉过他 除了自己之外 还会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客人会来 他原本打定主意 定要好好招待那些客人 若到时贵客来临 眼见这座太平楼早已面目全非 岂不是让秦沟大跌颜面 穆唐纯低下擒手 握拳至关节泛白 语气很是艰难 那寒谈宫秘境 你的情节可以留下 我相信梁公子乃是真心追求木楼主 就在此时 秦沟突然站起身来 梁灵天饶有兴致地看向秦沟 穆唐纯一头雾水 李夫卿道有 你这是 木楼主 我知晓你为人谨慎 但有时谨慎过头了 也不是好事 秦沟笑容满面 侃侃而谈 梁公子的所作所为 我们在场的所有人都看在眼里 他对木楼主明显是一片痴心呢 闻言 穆唐纯面若寒霜 梁灵天却不禁得意长笑起来 说得好 你叫李富卿对吧 知我心者 富卿也 千万别 我可没造过这种孽 秦沟暗道一句 又望向木唐纯 笑眯眯的 可若是木楼主人 就因为那些关于梁公子的 种种不好传言而心存怀疑 也算不得什么难事 只要梁公子 能够再好好证明自己一番便是 梁灵天一脸欣赏地望着秦沟 怎么个证明法 说来听听 秦沟耸了耸肩 测个谎不就得了 多简单的事 梁公子难道就没有一点身为修士的觉悟 什么 测谎灵石 秦沟直视梁灵天 梁公子莫不是没有 可需要我借你一枚 说着秦沟自那须界中掏出一枚半透明灵石 胡闹 梁灵天毫不犹豫 一掌打飞秦沟手中的测谎灵石 面沉如水的怒吓 众目睽睽之下 让本公子接受测谎灵术 可笑 姓李大 你竟敢如此拿本公子来寻开心 好大的狗胆 这么想死啊 本公子今日便成全于你 秦沟无奈地摇里摇头 可惜了 我原本只想在孩子面前斯文一些 道有这又是何苦 你说什么 秦沟淡然一笑 没有答话 望向牡堂唇 牡楼主 如果有人在太平楼内动武 会当如何 太平楼将毫不留情 对其处以急性 正合我意 剑秦沟突然无视自己 梁灵天更是怒不可遏 宁笑起来 怎么 你是觉得现在有太平楼护着 本公子就动不了你 你难不能还能一辈子都躲在太平楼之内 待你踏出太平楼半步之时 就是本公子将你活活打杀之日 本公子 啪 骤然间 反手狠力一掌声声甩在梁灵天脸庞之上 使其灯石喷出一口血沫 天旋地转 整个人直接蒙圈数息时间 猛然爆发出一阵野兽般的嘶吼 清沟和煦一笑 不耻下问 谁打谁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作品由波罗包青小说APP出品 由云天和金喵主制 后期相逢 我的图二竟然全是反派 第七卷天师无双 第一集不得例外 这一掌打得全场寂静 秦沟动用了灵力 在梁灵天的左侧脸庞之上 留下了一道深深的星红五指之印 眼看着一个飞扬跋扈的二愣子 无比得寸进尺 咄咄逼人的调戏自家闺女 秦沟思以为任何一个老父亲 都无法容忍这么一幕 你找死 暴怒之中 梁灵天抽出腰间利刃 裹挟着赤裂的熊熊火炎 直取秦沟首级 无形的丝线 如清风吹拂般荡漾开来 瞬间令梁灵天手上动作一致 如比蛇蟹般倒退束锅 由此可以见得 此人与穆唐纯之间 真正的实力差距 穆唐纯眼神复杂地看了秦沟一眼 双眸充斥着温柔 感激 以及一丝不忍 此人将由我太平楼处置 还请梁道友 莫要坏了规矩 梁灵天额头青筋暴突 怒意滔天 嘴迟明日 本公子定要亲眼见到此人的尸首 还有他的三魂七魄 必须交给本公子金字 借你姥姥去 梁灵天的话只说到一半 谁也没想到 秦沟居然再次一个剑步上前 为梁公子的另外半张脸 也同样补上一记响亮的耳光 你 秦沟笑意如常地耸了耸肩 反正在下也是债多不压身 本公子 必要将你碎尸万段 梁灵天歇斯底里地怒吼一声 手中利刃猛地爆发熊熊红颜 同样的 木唐添挥洒定魂线 再次将其死死阻拦 梁灵天近乎咬碎钢牙 双目赤红 木唐添 你竟敢故意纵容此人 在太平楼行凶 只是一时失误罢了 来人 将他拿下 木唐添摸了摸穷鼻 双眸故意飘向别处 而就在庶民太平楼修饰面面相去 磨磨蹭蹭围上秦沟的同时 秦沟突然一转身 冲木唐添高高抬起了右手 好生有趣的人 这般想着 木唐添一挑淡眉 机灵如他瞬间领会精神 当即一抬小手 与秦沟完成了一记漂亮的击掌 梁灵天彻底看傻眼 你居然还与他击掌 你们是早就串通好的 错 我乃是一掌封进了他全身的灵力罢了 木唐添背负小手 青阳翘脸 讲得一本正经 你 木唐添 梁灵天面色铁青 气到难以呼吸 机遇窒息 整个人暴跳如雷 将他带下去吧 此人将由我亲自出行 梁道友 恕不奉陪 说话间 木唐添便要将秦沟押走 梁灵天杀气腾腾地盯着二人的背影 怒急返笑 胸利惊人 好 好的很 既如此 本公子会立即派人守在这太平楼外 静候木楼主明日正午之前 将此人的尸首悬挂施政 与此同时 秦沟利用九曲护灵官 悄然给予了秦源等人一道传音 让他们不用慌张 自己去去救回 而就在秦沟走后 秦源又与李元珍 敖半威 二人小声说了些什么 便轻咬手中指扇 踏出了太平楼 悄然尾随着梁临天而去 很快 木唐添让一众手下退下 自己单独押送秦沟通过一处暗门 二人一起走入了一处地宫之中 地宫内 一块块珍贵奇石散发光滑 木唐添指向一个石仪 坐下吧 秦沟微微汗手 很是配合 又忍不住私下打量 望着周围石壁之上 那数量惊人 目不暇接的各类残酷刑具 嘖嘖称奇 木唐添叹息一声 百感焦急 为什么要那样帮我 秦沟云淡风轻的一笑 一时意气难平罢了 木唐添眸中 让起一抹挣扎之色 摇摇头 你我非清非故 何至于此 还是说 你根本不明了 这太平楼的规矩 父亲倒有可知晓 接下来 自己将会遭受何等对待 非清非故 你确定 秦沟轻笑一声 一挥手 恢复了自己本来面貌 你是傅君 木唐添相间一颤 眉眸发亮 让起一抹狂喜之色 嘴角已是藏不住的绚烂笑意 不是说好不准再叫傅君 相公 大灯 木唐添翘脸仗红 跌着小脑袋 老实芭蕉的 爹爹 秦沟欲哭无泪 韩夫君相公的时候 你倒是理直 其妆面不改色啊 为什么偏偏称呼一句 最为正常的爹爹 反而让你这小脸蛋 红得跟后屁股似的 说着 秦沟自己也不禁老脸一红 褚儿以后 肯定多多注意 不再可恶啊 你呀 秦沟丑得头皮发麻 无可奈何地长叹一声 现在知道我当时为何会突然出手了吧 那梁林天明显学为不如于你 是他身后的势力才让你如此忌惮 是 秦沟一边思索着 为父放在仔细听了你们俩之间的交流 他似乎是想从你这里长期得到定魂线的攻击 穆唐淳请点请手 根据淳儿得到的线索 的确如此 当初淳儿刚到封南城 便莫名其妙被这位土皇帝命令手下围堵 也怪我太不小心 与其一番斗法之时 竟被他手下一名邻居神异者 发现了定魂线的秘密 哼 这将我想得到没 秦沟冷哼一声 那定魂线最大的特点 便是只要小心谨慎一些 人人都可以使用 若将此物用在暗杀一道 当时强悍无疲 那个 爹爹 穆唐淳突然面度犹豫不决之色 怎么了 淳儿有一句话 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但说无妨 我若是讲了 还请爹爹请不要激动才是 穆唐淳这才点了点头 请咬了一下唇瓣 就是关于爹爹方才在大堂之内 为了帮助淳儿所做的一切 所有出身于太平楼之人 自然也包括唇二 都曾在木婆婆的命令下 发下过一道灵事 定要对胆敢在太平楼中 动物之人严惩不待 任何人都不得例外 秦沟难以置信 什么 就连为父也不能例外 灵事已成 绝无魄力可能 穆唐淳神色很是复杂地 拍了拍自己的头 一步步逐渐朝秦沟逼近而来 秦沟嘴角狠狠抽搐了一下 唐妮子 到底打算对我做什么 您放心 淳儿一定尽量温柔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作品由波罗包青小说APP出品 由云天河金喵主治 后期 相逢 我的图二竟然全是反派 第七卷 天师无双 第二集 狂扑 等会儿 秦沟又一次看向了四周墙壁之上的 各类外形夸张恐怖的刑具 与一开始嘖嘖称奇的轻松心境 已是截然不同 难道说这便是所谓的好心美好报 清沟很是汗颜 唐妮子 你究竟倒在干嘛 什么就温柔一点 你先给威夫讲明白 爹爹放心 牡堂唇眨着灵动美眸 抿嘴一笑 是这样的 虽然每个太平楼出身之人 都曾发下灵试 定要以最残酷的方式 将破坏规矩的萧小处以极刑 以请校友 但淳儿还是特地留下了一道后手 那便是那所谓的疏喜之行 疏喜 秦沟的神色有些不解 牡堂唇点点头 对 此等古老刑罚的具体过程 我还是不要向爹爹具体解释了 淳儿虽然也没有亲眼见过 但光凭当初古籍上的记载 也足以让人反胃 您可以理解为一种 类似于灵池的酷刑 但笔之还要残忍 而现在 我们只需从字面意思上来完成就可以了 秦沟思索着 也就是说 我不用再接受什么酷刑 也同样可以帮你完成灵试了 不堂唇轻点请手 不错 灵试的内容还包括 行刑者必须是处于那一处太平楼中 地位最高之人 这也就是方才淳儿一直犹豫不决的原因了 李父亲道友 虽然是为了帮淳儿出头才坏了规矩 但要是让淳儿亲自为他完成书席 多多少少 还是会有些不好意思的 一听这话 秦沟面色微变 你亲自 没办法 这已经是淳儿当时唯一能够想到的 有着双重意思的酷刑了 好不容易才得到牧婆屋的城镇 木唐唇小脸微红 简简单单的两个字 不仅包括残酷刑法 同时亦有洁面 换发 以及沐浴的意思 温暖的浴池之中 老秦面色复杂地盘膝而坐 在他周围笼罩着一层账目阵法 堂堂太平楼主 其实就站在他身后不足三步之地 能够在那等暴虐残忍的灵世之中 偷偷留下一个小心眼 足见木唐唇本质的善良 如果这丫头与自己没有那一层关系 秦沟说不定会坦然接受这一切 反正她也不觉得 自己会有什么吃亏的地方 不 严格来说 如果此刻把木唐唇换作秦园 老秦肯定也不会有这么多顾虑 毕竟就算阿元真瞧见了什么 也最多直接吐槽几句 老秦这句身躯真是过于年轻 之类的 这堂妮子就不一定了 就在这时 木唐唇曼妙身姿轻轻蹲坐下来 将一块白布探入账目大阵之中 您再往后坐一点 抬一下手 承儿才好服饰 秦沟刚一抬起右臂 不由得神色一正 您怎么这么清楚我的位置啊 木唐唇突然陷入沉默 气氛凝重僵持了片刻之后 他才有些腼腆 怯声声声的 承儿 可是同类邻居拥有者 账目大致哪能防得住我 你 秦沟面如黑炭 机遇泪流满面 混丫头 这我当然知道 可你就不能自觉一点 不要唤醒本命邻居吗 纯儿出身卑贱 是个大老粗 一直没什么素质 也不自觉 木唐唇一双灵动美眸 心虚地飘向别处 我输了 秦沟哭笑不得 一咬牙 索性直接挥散了毫无意义的账目大阵 牛脸一看 唐妮子一双毛子 果然亮得跟俩电灯泡似的 爹爹的脸为什么这么红 体温也滚烫得害人 秦沟双眼空洞 因为我恨 恨 恨我思想太不纯洁 硕大的圆境前 秦沟正经微作 身后木唐唇 一丝不苟地梳理着他的中长发 爹爹似乎有些拘谨 木唐唇水汪汪的大眼睛之中 尽是不解之色 秦沟微微汗手 因为实在是太久 没让别人替我梳头梳发了 多少有些不太习惯 木唐唇颇为好奇 那不知 上一个帮爹爹梳发之人是谁 秦沟有些怀念地笑道 叶七双 木唐唇惊讶不已 那叶祖是不是也服侍过爹爹墨月 住口 秦沟差点没气个半死 咬牙切齿 根本就没有过这种事 混丫头你莫要胡思乱想 这绝对是大实话 毕竟木唐唇完全说反了 如今的玄女公主叶七双 胡月山上温婉可人 红袖天香的小双二 绝对是秦沟所有徒儿之中 最为符合一手养大 这个形容之人 封南城 繁华皆是之上 所有过路的修士 进阶主动避让着正在气头上的凉灵天 秦沟悄然尾随 发现此人这一路之上 已经不知道施展了多少次灵力传信 显然已对秦沟与木唐唇恨入骨髓 路过一个拐角 秦沟闪电般躲了进去 动作极快 当他再出现时 竟已是一袭神秘黑袍 头顶一对特制兔耳朵 面带一个怪异的白色面具 会刻着一道道古老灵纹 就连同类邻居拥有者 也无法再轻易看透他的真实容貌 啪 秦沟身发惊人 宛若鬼魅 陡然上前轻拍了一下梁灵天的肩膀 梁灵天头皮发麻 含毛拙束 这一瞬间 他想到了很多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才能如此无声无息地接近自己 此人既能做到这一点 自然也能在自己 毫无察觉的情况下 痛下杀手 转过身来 梁灵天眼神惊异地 打量着眼前 打扮古怪的秦沟 在他藏在秀中的右手掌心 已经紧紧握住了一道保命灵衣 梁灵天表面冷静 不卑不亢 不知阁下有何贵感 秦源伸手入怀 掏出一块血色令牌 在梁灵天眼前随意展示一番 这是 梁灵天自诩见多识广 当即惊呼起来 藏魂种 天谴十二只 所谓藏魂种 乃是一派极为精通 暗杀一道的强大组织 天谴十二只 便是藏魂种之中 最为可怕的十二位杀生堂主 正是 在看阁下的这身打扮 梁灵天面色骤变 不敢置信 可是十二只的狂兔 天魔榜地久 一夜道有当面 不错 阿元顿时轻笑起来 这个身份真是许久不曾使用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作品由波罗包青小说APP出品 由云天和金喵主制 后期相逢 我的图二竟然全是反派 第七卷 天师无双 第三集 巴掌印 得到情缘的确定之后 梁灵天深吸了一口气 赶紧平复了一下心头的慌乱 故作镇定 在下梁灵天 并未名列各大绝杀榜 狂兔道友 定然不该是为我而来 梁道友不必慌张 我真正的目标的确不是你 不过是听说梁道友 乃是这封南城的风云人物 这才预要见识一番 顺便 向你打听些有用的情报 梁灵天面色微微缓和了一些 但也没完全放松警惕 语气谨慎 不知狂兔道友 需要何等情报 他之所以不怕木唐纯 是因为木唐纯千板诸多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妙 他可以用自家势力威慑 使其无比忌惮 但此刻 所面对的藏魂种十二只 却是彻头彻尾的亡命徒 他们甚至连固定的宗派山门都没有 各个胆大颇天 百无禁忌 且不少人都拥有多重身份 眼前这个 头顶一对特制兔耳朵 穿着打扮看似荒诞滑稽的女子 更可谓是神鬼莫测 要知道 能够名列天魔榜之人 基本都是一方巨拨 法相真人 唯有像是魔族长公主 和偷乡魔女等 极少数几个西式奇葩例外 这狂兔便是凭借曾以一己之力 斩杀了一位名列天魔榜 多年的前辈大能 从而一举登临天魔榜 第九之位 许多人猜测 他当时大抵是使用了一些特别的招数 比如将对方引入某处不为人知的显地 胜之不武 奈何天魔榜 只看结果 梁道友可曾见过此人 秦源一挥手 以灵力绘制出之前埋伏偷袭的三人之中 为首那人的相貌 见状 梁灵天面色一变 秦源寒声追问 梁道友可是见过此人 梁灵天犹豫了一下 曹辉 此人乃是我狼臣镖局出身 但并非是我的亲信 难道 他便是狂兔道友此次的目标 此人究竟做了什么 得罪道友 秦源请点请手 只是有人想要他的性命 而我刚好在这封南城附近 就顺手接下了这笔买卖罢了 梁道友说 此人不是你的亲信 那他究竟是谁的手下 他倒是时常为西总管做事 西总管 亦是狼臣镖局之人 此话当真 梁灵天用力点头 千证万确 我又怎会为了这么一个小角色 对狂兔道友说谎呢 那就多谢梁道友了 说话间 秦源双眸之中 陡然样起一抹幽蓝色的光滑 他打算将梁灵天直接制服 再搜身一番 看看还能不能找出 其他更为可靠的有用信息 你 梁灵天很是敏感地惊叫一声 用力一捏掌中的保命符禄 却为时已晚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一道浑厚的咆哮声 在秦源耳畔乍起 贼子 赶上我儿 你好大的勾胆 霸道气势席卷而来 必然是法相真人无疑 秦源没有一丝一毫的迟疑 修长玉址 幻影般掐出一道法印 整个人化作一团阴晕灵雾 随风而散 其实 哪怕是一般法相真人 以现在的他 亦能站上几个回合 根本用不着如此仓皇远钝 怎奈何如果全力出手 必然会暴露出一些 他标志性的天赋灵术 到时候穆唐晨 可就要背上好大一口黑锅 顿玉福禄 好大的手笔 头戴微貌的中年文士 语气微压 梁灵天望着对方的背影 父亲 您怎么来了 此人正是狼尘总标头 梁竹孝 为父正巧要去楚州一趟 路过此地便来见见你 未曾想 竟有如此胆大包天的 孽畜成兄 梁竹孝背对梁灵天 以自身灵力细细感应 想要找出秦源远顿的方向 不愧是顿玉福禄 即便是为父也束手无策 想必此人出身不低 父亲 他乃是藏魂种 十二只杀生堂的堂主之一 狂兔 什么 梁竹孝猛地转过身来 难以置信 你怎么会惹上这群蜂魔 你 天儿 你的脸怎么了 之前他一直没有细看 此刻才惊愕地发现 他这个生性强势 盛气凌人的大儿子脸庞之上 竟出现了一左一右 分别两道星红的五指之印 这掌印 竟然还特意加持了某种灵术 使其无法短时间内恢复如初 究竟是何人居然如此放肆 梁灵天面色阴沉如水 儿子对天发誓 自己绝对没有主动得罪过天遣十二只 至于这里 乃是一个不知死活的孽障所为 不过最迟明日 儿子便能亲眼得见他的尸体 闻言 梁竹孝轻拍梁灵天的肩膀 二人一道凌空踏虚 语气凝重 先回风难分舵 你再对为父 仔细说说关于那狂吐之事 是 梁灵天轻微点头后 眼中闪过一丝狐疑之色 父亲 您今日为何要一直以为帽遮蔽面容 一听这话 梁竹孝呼吸一致 苦笑连连 无奈长叹一声 你还不知道 总谈发生了一些意外 就连你祖父也受到了牵连 说吧 梁竹孝摘取围帽 露出真容 在他的左右两侧脸庞之上 竟清清楚楚地伸印着两道火辣辣的掌印 父子二人如出一辙 只是梁竹孝脸上的巴掌印 明显要比梁灵天的鲜细些许 梁灵天目瞪口呆 惊骇至极地尖叫起来 父 父亲您的脸是怎么了 这 这掌印 居然也和天二的一样 被特意加持了某种灵术 使其无法短时间之内恢复如初 究竟是何人居然如此大胆 梁竹孝咬牙切齿 眼中恨意涌动 何人 是个该死的臭娘们罢了 梁灵天猛然神色一正 语气古怪 臭娘们 你娘 还是我娘 混账 梁竹孝当时蹊跷生烟 怒斥起来 兔崽子 你胡说什么 梁灵天很是汗颜 干笑一声 可是 除了他俩之外 儿子当真想不到 还有哪个女流之辈 竟然有这么大的胆子 敢对父亲您如此无礼 确切的来说 是个假女人 那个当今修真界 最为凶残可怕的假娘们 梁竹孝双瞳之中 闪过一抹深深的后帕之色 心有余悸 赵新婷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作品 由波罗包青小说APP出品 由云天和金喵主治 后期 相逢 我的图二 竟然全是反派 第七卷 天师无双 第四集 搂搂抱抱 郎臣标局 梁氏夫子 返回封南城 分舵的同时 秦源已经回到了太平楼 且再次易容为 之前的男子容貌 化名 一叶琴 阿元你干嘛去了 为父没撒谎吧 这太平楼 绝对不会为难于我 秦源好奇地 打量着秦沟 爹爹已经对木唐纯 显露真容了 秦沟点头肯定 可为什么 您连之前所穿的衣物 也一道换了 秦源双眸中 闪过一抹狐疑之色 秦沟面色一僵 为父顺便洗了个澡 洗澡 阿元不禁更加疑惑 老秦面色尴尬 重重地咳嗽了一声 这涉及到太平楼的 一项特别规矩 不然为父可 没这么容易脱身 原来如此 秦源这才点了点头 有些自觉惭愧 阿元还以为 是那木唐纯 非要服侍您沐浴更衣呢 哎呦 捂着是怎么了 脑子里尽是一些 奇奇怪怪的想法 一旁敖半威 捂着小嘴轻笑起来 师姐这想法也太夸张了 这怎么可能呢 也是 秦源一自嘲一笑 唯独老秦已然吹着口哨 假装被大唐内其他人的交谈所吸引 可难道说 这就是传说中的心灵感应 秦源再度向秦沟传音 对了 爹爹 我方才其实是去找到梁灵天 受法逼问了一番 据他亲口所说 之前袭击我们的三人 乃是阳臣镖局 一位人称西总管制人的属下 解决掉此事 以其梁灵天对木唐纯的纠缠之后 我们便 尽快离去好了 走 阿元难道忘了 此行最大的目的 是让你与唐妮子相识一番 想办法搞清楚 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怎会出现如今这等情况 我只是 暂时不想以这面目 与他相认了 此人与我想象中完全不同 秦源低下头 眼眸很是挣扎 阿元有些恐惧 怕他会把您抢走 傻丫头 秦沟的心彻底融化 迈不上前 将阿元温柔地搂在怀里 和声细语 你不要胡思乱想 除非有一日 是阿元自己嫌弃我 这个老东西了 否则只要为父还活着一天 便会一直保护你 至于唐妮子的事 其实还是你对他不甚了解 这样吧 为父也不逼你 你大可在 不暴露真面目的情况下 与他相处几日 如果到时候 还是不能够解开心结 便待以后再找机会 与他相认也无妨 嗯 阿元轻轻枕在秦沟肩头 双眸亮晶晶的一片 不知为何 之前的一切烦恼忧闷 在此刻都已一扫而空 唯有十足的安心感 让他浑身温暖 阿卿阿元 你们两个注意一下影响 突然 李元真略显怪异的声线响起 秦沟顺着他的视线看去 发现在这大唐之内 已有不少人开始围观自己 在秦沟的视角 他非常清楚自己怀中之人 乃是易容之后的自家亲生闺女 可是在其他人看来 确实在光天化日之下 两个大老爷们 毫不避讳地 缠缠缠缠 搂搂抱抱 最要命在于 由于身高的原因 此刻分明顶着一张 白镜俊俏小声容貌的阿元 竟还轻轻点起脚尖 下意识显露出一副 小鸟依人的可爱姿态 这一刻 秦沟只觉头皮发麻 他张了张嘴 却发现自己似乎 根本无法解释清楚 而在那些汇聚而来的目光之中 有人面露错愕 神色异样 却也有人乃是满眼的加油骨劲 当日 穆唐纯在此处太平楼的天字雅间内 大摆炎炎 李元真与敖半威都已恢复本来面貌 秦沟一指情缘 那两位都早就与唐妮子相识 便不多介绍了 至于这位 夜秦道友乃是为父极其欣赏的一位小友 差点忘了 阿元起的这是什么鬼名字 原来把秦沟和夜七双 一成影三人的姓氏结合起来 竟会有如此害人的效果 穆唐纯温婉一笑 彬彬有礼 见过义道友 秦源一言不发 淡然抱全回礼 义道友似乎对我有些敌意 穆唐纯不禁颇为疑惑 他之前明明也与此人有过一两句交流 当时只觉他实在有些自大 张口就夸自己是什么大才子 此刻为何就仿佛变了个人似的 没有吧 秦源浅浅一笑 穆唐纯摇摇头 义道友可能还不知道 以我的本命邻居 的确能够清晰感受到 旁人的情绪变化 一听这话 秦沟忍不住插话 唐妮子 其实小姨亦是同类邻居拥有者 与你一样 秦源轻轻点头 不错 穆楼主此刻所感受到的 大抵是我的邻居品阶 对你无形中的压制 之前在大唐的闲杂人等太多 穆楼主没能查去罢了 这样啊 穆唐纯姓姓姓的点了点头 却也没太放在心上 当即从纳虚界中掏出树壶穷江 笑盈盈的 爹爹 这是友宗献上的方罪灵酒 我们今日刚好可以一同品尝 好 所有人都珍满了灵酒 秦源小小尝了一口 便面色怪异地放下了酒杯 穆唐纯望向秦沟轻笑着 爹爹觉得如何 秦沟点头和煦一笑 我是觉得不错 此灵酒应该对修行大有好处 那我敬点点一杯 穆唐纯笑颜如花地向秦沟一敬之后 直接将杯中灵酒一饮而尽 之后穆唐纯接连与秦沟推杯换展 秦源却仅是静静地打量着穆唐纯的侧颜 若有所思 突然 秦源从纳虚界中取出一个白痴小瓶 又伸手拍了拍穆唐纯的肩膀 对他做了一个复而过来的手势 穆唐纯疑惑地凑了过来 便听秦源柔声道 不喝口味的话 就把我这瓶灵液 加入一些到你的酒水里吧 什么不喝口味 穆唐纯愣了愣 当时一道有 杯中的酒水似乎都还未曾冻过 我明白 你想讨秦师欢心 但还是不要这般过分勉强自己 竟连自己最忌讳的味道 都一下子喝了这么多 穆唐纯双眸一惊 你怎么知道 同一时间 秦源便已经将手中灵液 倒入了一些在穆唐纯的酒杯之中 抿了抿嘴 再尝尝 这可是我亲手炼制的灵液 绝对符合你 大多数人的喜好 穆唐纯疑地拿起酒杯喝了一口 陡然间 清泉般澄澈的美眸为之一亮 连好看的嘴角都下意识勾勒出 一抹美妙的浅相 这绝对是穆唐纯这辈子 所喝过的最为符合他口味的灵液 一时间 穆唐纯再度看向情缘 不禁深深感叹 此人长得好看也就算了 竟还有如此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作品由波罗包青小说APP出品 由云天和金喵主制 后期相逢 我的徒二竟然全是反派 第七卷 天师无双 第五集 天师之女 与丰南城同属一郡之地的万和城内 一名双柄微白 容貌俊朗的中年男子 步入楼阁之中 此人正是这一连几日 在万和城内出尽风头的 楚州天师王玄 但外人怎么也不会想到 就在此时 他竟突然摇身一变 双眸密青色灵纹闪耀间 显露真身 化作了一位身姿娇小玲珑的妙龄少女 咱们的天师大人回来了 拿着吧 这万和城的肥羊当真不少 今日收成不错 多分你一份 一名赤袍修士 笑眯眯地递给少女一块零食 她嘴上说得好爽 但实际上少女所得到的 仅仅只是一块 普普通通的中品零食 少女紧握着零食 语气不分 你们到底打算什么 收放了我娘 赤袍修士背负双手 笑容满满 不是早就说好了吗 三年 你为我等效力三年 便能重获自由之身 三年 少女眼中闪过一抹痛苦 惨笑起来 三年之后又三年 到底还有多少个三年 你们根本就是满个谎言 赤袍修士也不再伪善 骤然面色一冷 那又如何 谁让你的本命邻居 与那王璇的窥盗童如此行似 要怪也只能怪你自己命不好 你那邻居若真有王璇窥盗童的一半真才实学 又岂会落到无备手里 只能靠着冒充王璇来骗骗那些修为低微的蠢货 闻言 少女泛红的双眸浸满泪水 咬着银牙 倔强娇和起来 我父王璇 若是知晓此事 知道你们这些歹人 竟敢求解我娘亲 如此对我 定不会放过你们 赤袍修士仿佛听了个笑话般 狂笑起来 我真没想到 王启思 你竟然还没有清醒 总是幻想的王璇总有一天会来搭救你们母女 可事实上这么多年过去 她又在哪 原本的王璇宣布归隐山林 久不在修真界现身 无备只当她已然作画 万没想到 前不久竟然再度活跃 甚至名列圣仙榜 可那又如何 四一代楚州天师那般人物 只怕早就忘了你王启思母女 这等卑微存在 哪怕想想也知道 她这种各大宗门座上之宾 深判必定是美女如云 只怕早就忘了你娘亲 那笔不知多少年前滥债 你胡说 一时间 王启思泪如雨下 气不成声地哽咽 你根本就不明白父亲与娘亲 直接生后的起因 她一定是有更加重要的大事要做 身不由己才一直没有来找我 你若是再敢诬险我父姨去 我王启死 死也不会再为你们做事 赤袍修士眼神一灵 你敢 你敢 否则你这辈子都别想再见你娘一面 你应该知道 吴辈绝对是说到做到 我 王启思张了张嘴 竟一时再不敢反驳一句 只得眼眸哀痛的抹泪抽气 哼 闹够了就滚 莫要在吴辈面前碍眼 这万和城的肥羊也骗得差不多了 再待下去恐怕会引起怀疑 明日一早 咱们便要启程 前往此郡最为繁华的那座大城 赤袍修士自时点到了王启思的死穴 顿时好不得意的一笑 咱们此番定要干上一票大的 去那封南城 另一边 封南城太平楼 慕唐纯感受着那甜蜜满足的滋味 忍不住望向秦园 义道友 不知你这灵液叫什么名字 圆圆快乐水 慕唐纯哑然失笑 这名字当真有趣 秦园抿嘴一笑 你光知道名字也没用 这灵液乃是小生亲手练制调配 全天下独此一份 那不知 义道友可否将这配方 如果道友忌讳的话 全当是我酒后失言就好 慕唐纯很是腼腆地说着 他当真是一下子就爱上了这种灵液 这辈子都没想过 原来以灵液修炼 竟也能成为一种享受 否则此刻也不会这般红着脸蛋 小心试探秦园 慕唐纯 慕唐纯想要配方 当然没问题 秦园眨了眨脚狭毛子 俏皮打趣 只要你叫我一声大哥就好 大哥 慕唐纯毫不犹豫 白嫩小手恭敬抱拳一礼 声陷温婉 你 秦园瞠目结舌 不敢置信 堂堂太平楼主 怎么让你叫你就叫啊 慕唐纯一本正经 难道太平楼主 就一定要很有骨气吗 秦园彻底愣住 只道着慕唐纯的性子 果然与自己大不相同 注视着秦园此刻的呆滞模样 慕唐纯忍不住银灵般娇笑起来 好了 其实是因为 我知道这毕竟只是个玩笑 一道有可是爹爹的朋友 我相信他所看好之人 肯定不会害我 这一下就夸了俩人 秦园不禁暗暗感叹 这慕唐纯看来 并不像表面上那么笨拙 不过也是 人家到底是天师之女 即便失去再多记忆 又能少到哪儿去 怎么好像在夸我自己 夜间深沉 此番由于有了 源源快乐水的关系 慕唐纯喝下了太多灵酒 此时已有些双眸迷离 娇曲微微摇晃 察觉到这一点后 小姨 你先送唐妮子回房吧 好 秦园微微搀扶慕唐纯 早就跟你说过 这灵液加入酒水之后 会使灵酒尽力更足 一次性不要喝下太多 你偏不听 我没事啊 没你个头 秦园当即在慕唐纯耳畔 不想在秦师面前耍酒疯丢脸的话 就赶紧跟我走 话音刚落 慕唐纯顿时老老实实地被秦园逼流出屋 路上半醒半醉的慕唐纯有些口齿不清 依道友 我真的觉得好生奇怪 你为什么会这么了解我 秦园明知故问 有吗 当然 方才 你不仅知道 我讨厌那方醉灵酒本来的味道 就连我喜欢吃什么菜肴 都一清二楚 真的很不正常 说着 慕唐纯突然蹲住脚步 抓着秦园的双肩 直勾勾地打量着她 似乎想将她彻底看透 秦园面色微变 内心大叫一声完蛋 自己这个傻瓜 刚才真是太过活了 这下定然是被慕唐纯识破真身 正打算张口狡辩 你简直 比爹爹还要像我爹爹呢 慕唐纯翘脸脱红 语气激动 满口胡言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作品由菠萝包青小说APP出品 由云天河金喵主制 后期相逢 我的图二竟然全是反派 第七卷天师无双 第六集我去 旭日东升 慕唐纯自闺房内转醒过来 睡眼朦胧地 努力回忆着昨晚发生的一切 我好像是被 一道友送回来的 一想到此处 慕唐纯不禁内心一慌 惊异不已 我当时都被灵酒醉成那样了 爹爹怎么会放心 让一个男子单独来送我回房 可当慕唐纯发现 自己全身穿戴整齐 屋内还留有一根 已经燃尽的解酒灵香之时 又不禁松了口气 感叹起来 一道友虽然说话自负 为人大胆咧咧 但果然还是位 非常正派的君子 梳洗一番后 来到大堂 慕唐纯发现秦沟 阿元等人 已经在一起享用早膳 刚想加入其中 却见那名自己 怎么也不想再见的 不速之客 竟也大不留心地迈入店内 梁灵天脸上的长印 以及消失 又恢复了 颇为英俊的小白脸蛋 双手暴毙 笑意玩味地望向木唐纯 哼 李父亲死了吗 李父亲在死了 秦沟秦源妇女二人 动作一致地抬头怒视 同时在心头大骂起来 父亲 她 的确已经付出了 生命的代价 木唐纯清点秦手 语气冷静 乃是我亲手之行 任何人都不可能 违背太平楼的铁律 秦源当即一脸古怪地 瞧了自家老爹一眼 秦沟面色发黑地 俯着额头 这便是所谓的 弄巧成桌吧 那她的尸首何在啊 梁灵天眼神狐疑地质问起来 木唐纯带眉微醋 自然早在昨日便被复制一句 梁道友不是早已派手下 在我太平楼外暗中观察 可有发现我将李父亲私自放走 若还不相信 亦可问问我这楼中的其他客人 自你昨日离去之后 他们可还见过李父亲一眼 梁灵天眼中闪过一丝怒意 面色铁青 可本公子之前分明说得很清楚 必须亲眼见识那孽障的尸首 还特地让木楼主 定要留下他的神魂 交给我郎臣标局好好处置 木唐纯语气坚定 不卑不亢 但我似乎没有答应梁道友这等要求 这也并不符合我太平楼的规矩 木唐纯 梁灵天面色阴沉 怒笑起来 居然有胆子如此敷衍本公子 木唐纯 你当真是不把我郎臣标局放在眼里 不若本公子再告诉你一个有趣的巧合 就在昨日 我赴梁竹笑 梁道友确定 还要不依不饶地继续这等无趣的话题 你说什么 就在此时 木唐纯忽然沉默了一下 眸中暗藏一抹疑惑的开口 梁道友这几日 不是一直都想邀请我 一同前去寒潭宫秘境 我 我答应了 梁灵天眼中闪过一抹惊异之色 一旁的琴沟不禁一头雾水地望向木唐纯 此话当真 梁灵天双眼之中精光大盛 木唐纯皱了皱带眉 当然 梁道友可以将勤俭留下 今日正午之时 木唐纯定会准时去寒潭宫赴约 那便一言为定 本公子就暂时不再继续提那扫兴之事 可木楼主应该知道 本公子今生最讨厌的便是爽约之人 木楼主千万莫要再薄了本公子的好意才是啊 梁灵天玩味一笑 略寒深意地说着 同时又将一份淡蓝色的情节 轻放在大唐柜台之上 梁灵天总算得逞 便暂时放下了关于李富卿的恩怨 带他走后 轻钩迫不及待地向木唐纯传音询问起来 唐尼桑 既然你知道那小子乃是心怀不轨 你又何必答应他 一听这话 木唐纯相间一颤 整个人愣在原地连忙回应 是一道友方才私下传音让我这么做的呀 夜里居然不知 我还以为 这一切都是您的妙计 什么 秦苟匪夷所思地望向秦源 小姨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你们放心 我自有妙计 不论如何 也绝不会让木楼主吃亏 秦源叹了叹手 拧嘴一笑 玄机又背着木唐纯向秦沟传音 正午之时 便由阿元陪梁灵天一同前往寒滩宫秘境好了 阿元只要把自己的头发幻化得修长一些 再变成银白之色 便与木唐纯没有半点区别了吧 秦苟眉头微皱 一口回绝 你去 不行 秦源胸有成竹 自信满满 父亲您就放心吧 阿元对付起这等包藏祸心 又死缠烂胆之辈 很有一套的 保证今日之后 他再不敢来太平楼捣乱 那也不行 为什么 秦苟无怠叹息 因为我是你爹 为父见不得你冲着那等放浪行 还飞扬跋扈的恶少笑脸相迎 哪怕是逢场作戏也不行 秦苟正了正 心头一暖 微微低下小脑袋 眼眶微红 父亲 你怎么了 秦苟只觉鼻子一酸 声线都有些颤抖起来 没什么 就是 父亲如此关心我 阿元真的受宠若惊 那黑袍一定也非常关心你 只是他嘴上不说 那家屋的性子 大概与我有不少区别 说着 秦苟伸手温柔轻拍阿元的后背 安慰起来 原本在秦苟知道阿元乃是由于遭受歹人袭杀 命悬一线才碰巧激发了天生亿人天赋 来到这个世界后 便一直对那黑袍很是不满 认为那小子一定对阿元非常轻视 属于对自家女儿的保护 才导致了阿元差点生死盗消 直到亲眼见识到那黑袍不惜一切代价 打破无数壁垒 只为弥补曾经的过失 永远守护阿元之事 秦苟这才释然 黑袍对阿元定也是真心实意 嗯 秦苟用力地点了点小脑袋 眼中闪过一丝惭愧 此事 的确是阿元考虑不周 实在应该先与爹地商量一番才是 可我方才都已经让木唐纯答应了两年天 您不愿我去 肯定也不会乐意真让木唐纯前去 无妨 你俩谁都不用去 可是 秦苟清点自己眉心 暗中吹动体目无面隐世之险 心一横 邪气一笑 我家闺女岂是那么容易让人调戏呢 你老子我亲自去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作品由波罗包青小说APP出品 由云天和金喵主治 后期 相逢 我的图二 竟然全是反派 第七卷 天师无双 第七集 动人 您亲自去 这怎么行 秦苑一下子瞪大双眸 一旁 木唐纯一边小口喝着热气腾腾的青粥 一边静静欣赏着秦沟 秦苑二人一惊一乍的神态 用脚趾头想 也知道他俩正在私下传音 但仍旧乖巧地没有打扰二人 有何不可 秦苑一咬牙 既然这小子这么想玩 就用韦父陪他好好玩玩 玩 秦苑神色一正 也不知道想到了啥 小脸一红 您打算和他怎么玩啊 秦苑顿时恶狠狠地瞪了这丫头一眼 别逼韦父给你单独进行饲养教育啊 说吧 秦苑这才望向木唐纯 正午之时 你继续和平日一样待在太平楼即可 便由我去赴那寒潭宫之约 这一方面 是为了彻底断绝梁林天对木唐纯的纠缠 另一方面 秦苑也是觉得 或许自己不在的时候 秦苑与木唐纯二人才更好相处 列阳高涨 秦苑一头银发 以木唐纯的容貌出现在封南城之外 一处闭波荡漾的林间湖畔 值得一提的是 他这次的异形仅仅只是改变了自己的脖子以上的外貌 以及大致的身高 除此之外 仍旧是自己原本的身躯 至于原因 如果真从上到下里里外外 全都完美一行 被秦苟轻易洞悉一切私密 木唐纯会不会不满 秦苟不知道 但阿元定是会百分百修得满地打滚 拿头撞树 毕竟严格来说 阿元比他娘亲古飞燕都要年长几岁 绝对算不上小孩子了 木楼朱果然守时 梁灵天笑容满面 既然秦苟答应了梁道友 我自然不会食言而非 说着 秦苟从纳虚界中 取出那份淡蓝色的情节 此处便是寒潭宫秘境入口 不错 梁灵天同样拿出一份情节 木楼朱只要以灵力 催动手中信物 便能直接进入秘境之中 秦苟微微汗手 下一秒 二人的身影同时消失在湖畔 寒潭宫秘境 金银白雪 悠悠扬扬洒落 似落花片片 飞絮萌萌 各类起草仙趴 家木成林 银庄素果 美无胜收 作为紫禁魔尊口舟 世间第一等的爱雪之人 见此美景 秦苟不禁轻笑着感叹起来 应是天仙狂醉 乱把白云熟碎 妙 梁灵天压抑地望向秦苟 此乃木楼主亲手所作 别助听呢 秦苟随口说着 又不禁眼中一亮 此地灵气阴晕程度 实属罕见 即便不刻意运功吸收 亦在源源不断地进入体内 这是由于木楼主乃是第一次 进入寒潭宫秘境的关系 比较特殊 似本公子这等来过多次之人 就没有这样的待遇了 梁灵天点点头 很是得意 怎么样 这寒潭宫秘境 没有让木楼主失望吧 信了 说着 清沟盘膝而坐 掐绝念咒 吸纳起自四面八方 狂涌而来的天地灵气 你 木楼主 你方才说什么 梁灵天静一时怀疑 是不是自己听错了 清沟失笑一声 男人手短 对你说个谢子 阁下何必大惊小怪 我向来对事不对人 此刻受了梁道友恩惠 对你表达感谢 却也不妨碍咱俩之后继续互看不顺眼 拼个你死我活不是 有意思 真有意思 梁灵天仔细打量清沟 笑意玩味 既如此 本公子不如再卖木楼主一个人情 特地告诉你一番 此处还不是寒潭宫秘境灵气最为充盈之地 越过灵阶之后的寒潭池 不仅灵气惊人 亦可淬炼神魂 走 清沟本着有便宜不占王八蛋的态度 二话不说 站起身来 冲梁灵天做了个请带路的手势 不多时 二人出现在一座白玉台阶前 梁灵天双手抱毙 很是从容 这灵阶需要考验一个修士 对于自身灵力最为细致的掌控力 与境界无关 以本公子的水平 自然可以轻松度过 不知木楼主 可需要本公子帮衬一二 话音刚落 秦沟已然一马当先 没有丝毫停顿地迈步上了十层 你 梁灵天眼中一惊 前十层的确比较轻松 从第十一层开始啊 秦沟一脸轻松地站在了第二十层 俯视梁灵天 梁道友怎么还没上来 难道是想让我拉你一把 大概是本公子太久没来这寒滩宫秘境 不小心记错了吧 应该是从第二十一层开始 难度才会 木楼主你别着急啊 留步啊 等等本公子 当梁灵天气喘吁吁 面色苍白地来到灵街尽头 秦沟已然恭候多时 秦沟笑容和煦 很是体贴 梁道友辛苦了 来 喝口灵茶 梁灵天饮了一口 这雾倒茶只怕品质不低啊 倒是让木楼主破费了 无妨 说着 秦沟笑眯眯地一指 那清澈见底的冰寒幽潭 颇为警惕 这便是梁道友口中的寒滩池 究竟该如何借助这等福地修炼 麻烦梁道友为我示范一番 自然是进入池水之中便可 梁灵天语气轻松地点了点头 当即迈步踏入寒潭之中 盘膝而坐 忽然细血一笑 木楼主还等什么 对了 这池水仅仅只对人体无害 木楼主身上若是有什么重宝 还是先行取下 免得被腐蚀一空 同一时间 秦沟细看之下 发现梁灵天身上的衣物 果然早在进入池水的一瞬间 便已经消失无踪 整个人不着寸缕 他此刻的语气 更是已经得意地没编了 搞了半天 这小子总算是图穷比线 我这就来 秦沟淡然一笑 毫不迟疑地做事 便要伸手退下自己的衣物 梁灵天登时目瞪口呆 一脸蒙 就在他一愣神的功夫 秦沟已然进入池水 只是脖子以下 尽皆被灵物遮挡得严严实实 在秦沟看来 本来就是俩大男人 的确没啥不好意思 可梁灵天却彻底傻了 这木唐淳开什么玩笑 还真就当着他的面 退去衣物 即便有灵物遮挡视线 对于寻常女修来说 也绝非易事 她是为了勾引自己 按照俩人 本就争锋相对的态度来说 自不可能 那便只有一个原因 这个女人向来 就是如此洒脱不羁 一时间 梁灵天不禁沉默了下来 过了许久 他眉头微皱地望向 闭目冥想的秦沟 与其狐疑 本公子觉得 木楼珠有些奇怪 与往日大有不同啊 哪里不同 秦沟依旧没睁眼 随口问着 也不知道 是不是我的错选 梁灵天想了想 忽然哑然失笑 接下来的一句话 却是令秦沟 陡然之间毛骨悚然 今日木楼主 当真是 格外动人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作品由菠萝包青小说APP出品 由云天河金喵主制 后期相逢 我的图案 竟然全是反派 第七卷 天师无双 第八集 苍天有眼 秦沟猛地睁开双眼 死死地盯着梁灵天 匪夷所思 你他娘都胡说什么 原来木楼主 也会这般口无遮了 梁灵天靠在寒潭边缘 双手抱毙 惊讶不已 本公子竟觉得 直到今日 我才第一次认识了 真正的木楼主 信不信我当场 大耳瓜子抽你 秦沟嘴角抽搐起来 这人怕不是有大问题 木楼主怎么一下就急了 难道是修到了心里 秦沟已然从纳虚界中 掏出了一把锋利的宝剑 嘴角似笑非笑 梁灵天赶紧解释 本公子只是觉得 今日木楼主身上那种 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的 强烈自信 是曾经从未见过的 仅此而已 吓老子一跳 还以为真应了那句 在大多数情况下 男人其实更应该 喜欢跟男人一起玩 一时间 秦沟好不容易松了口气 又不禁大为庆幸 还好没有真让秦源 代替木唐纯前来 这梁灵天明显是个怪胎 之前唐妮子对她好声好气 彬彬有礼的时候 这货便盛气凌人 猖狂无比 似秦沟这般从头到尾 对其干净利落 毫不客气 她反而觉得相处愉快 秦沟突然话锋一转 那是因为 此刻我已经决定 与梁道友开门见山 彻底说个清楚 说到底 梁道友一直纠缠 木唐纯的目的 便是为了那定魂线 没错吧 梁灵天眉头微皱 木楼主经又要污蔑 本公子清白 秦沟语气凌厉 说实话 话音刚落 梁灵天陡然觉得自己腹部 没来由地生起一阵疼痛 面色微变 这是 你方才喝下的雾道茶 不可能 本公子分明仔细探茶 那茶水 自然不可能那么简单 就让梁道友察觉 秦沟云淡风轻地探了探手 那茶水之中暗藏一根 叶化后的太号之牙分身 被梁灵天喝下之后 此刻才在秦沟的催洞下 恢复真身 梁灵天咬牙切齿 木楼主可知晓 这么做的严重后果 狼尘标局的确是他 但梁道友也别忘了 太平楼当属谁的麾下 梁灵天痴笑一声 你又想搬出那位 胡月山主人来唬人 可笑 本公子不是早就说了 埋在你太平楼的探子 早已将事实告知于我 你木唐纯能骗得了别人 却绝对 梁灵天的话只说到一半 便如被一只无形之手 死死地掐住了咽喉般 瞠目结舌 只见就在秦沟身后 以两万功德点修复的 天师之魂静静助力 手持天阶灵具 昆蓬善 宛如一尊白衣真神 不怒而微 最重要的是 此刻天师之魂的脸庞 还特意变得与紫禁魔教内 那尊圣像极其相似 经过多重美化 见眉心眸 俊朗如仙 与秦沟本人的真实容貌 最多也就剩六分相似 这 这是魔 是天师 秦沟 秦沟 秦沟语速飞快 梁灵天 有点没搞明白 对方为什么要像火烧屁股一般抢答 啊 秦沟 干渴一声 指向天师之魂 我不知道梁道友是从哪里得来的愚蠢情报 但在亲眼见识到这一切之后 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梁灵天 面色苍白 额头冷汗层层 这容貌 世人皆以为 郎晨标局乃是一派极为中立的大势力 但事实上 他们这一脉早就与紫禁魔教暗中勾结多年 郎晨总坛内 虽然没有明目张胆的雕刻魔师秦沟圣像 但从紫禁魔教所流传出的魔师真容画像 梁灵天可是从小看到大 此等人间仙客 浮世清风 定是胡月山主人无疑 更何况 在那虚影掌中的昆蓬善邻居 所自然散发的一丝丝恐怖天阶气息 更是不得作语 梁灵天猛地跃出寒潭池 浑身光滑一闪 穿着整齐的立身于池畔 语气惊骇 原来木楼主 当真是魔师老祖的道吕 当然不是 秦沟瞬间脱口而出 不论是魔师还是道吕 尽是一派胡言 梁灵天一头雾水 那你为何能换出这道虚影 庇护己身 秦沟内心郁闷到极点 表面上还是冷彻一笑 蜘蛛在握 你可以理解为 我与胡月山主人 自是关系匪浅 但绝对没有任何男女之情 至于太平楼 为什么会一直打出 天师道吕这个旗号 很简单 因为这一点 的确可以好好利用 一听这话 梁灵天心头俱阵 难以置信 本公子所得到的情报中 木楼主被描述成 太平楼墨婆婆的傀儡 若有诏一日被人识破 借势之际 便会被直接推出去替死 但此刻看来 本公子真是大错特错 这一切 竟然 尽皆是木楼主 自己的阳谋 甚至敢于将当世唯一魔胜 胡月山 秦沟老祖 都当作仙仙小手中的 一枚妻子 木楼主当真是为 不可多得的奇人啊 废话少说 我只问你 那定魂线你还要不要 秦沟双眼 古井无波地 注视着梁灵天 梁灵天当时笑意爽朗 多人所爱 非君子所为 本公子以前 不曾直接出言讨要 以后更加不会 识相 秦沟一挥手 散去了天师之魂 若有所思 接下来 我还想与梁道友 讨论另一件事 便是关于贵宗的 那位西宗官 两道湛蓝色光滑闪过 秦沟梁灵天二人 离开寒潭宫秘境 重新出现在林间湖畔 见状 立身于天穷之上 中年文士打扮的梁竹孝 悄然冲秦沟隔空一指 却在得到自家儿子的一道传音后 连忙收手 秦沟心满意足地走了 这一次寒潭宫秘境之行 他不仅成功淬炼神魂 自身得到了大量好处 还令得梁灵天要向太平楼 献上一笔不菲的赔偿 之前梁灵天导致两座太平楼关停 这次将由郎臣标局 完全负责重新建造武座 且再不会敢对木唐纯的定魂线 产生丝毫非分之想 天二 究竟怎么回事 不是说好 你将那木唐纯 引出丰南城 别由为父出手先将他擒下 梁灵天一脸惭愧地摇了摇头 意味深长 是天二错误估计了此人的背景 况且天二之前仅仅只是为了那重宝 定魂线 才对木唐纯百般纠缠 但现在 父亲 我有救了 什么 梁竹孝很是疑惑 一时间梁灵天握紧拳头 抬头瞭望远空 热泪盈眶 我梁灵天 今生今世 竟第一次真正对一个女子兴趣盎然 就是她 此人与天二之前所遇到的任何女子 都迥然不同 她似乎有一种其他女性都没有的 特别的美丽 梁竹孝目瞪口呆 也就是说 我儿并非天生的龙阳分逃之好 梁灵天用力一点头 苍天有眼 一时间 梁竹孝望着秦沟远去的方向 大为振奋 老泪纵横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作品由波罗包青小说APP出品 由云天和金喵主治 后期 相逢 我的图二 竟然全是反派 第七卷 天师无双 第九集 命不久矣 秦沟回到太平楼 向大掌柜询问了一下 穆唐纯的所在后 便来到了并不对一般客人开放的后院 穆楼主真是胡说八道 一道有你才是无力去闹 原以为即便自己不在 穆唐纯缘二人也能相处融洽的秦沟 灯师惊讶地发现 这俩妮子此刻竟已是争论不休 穆唐纯 小一 二位子吵什么 秦师你回来了 那梁林天 放心 梁林天定没有胆子再来纠缠 都是你们俩 怎么忽然就吵起来了 秦源气呼呼地看了穆唐纯一眼 向秦沟解释 您是不知道 木楼主他居然嫌弃自己太胖了 想要减肥 还自称什么小胖妞 岂有此理 这难道不是胡说八道吗 胖 秦沟诧异地看了一眼 曲线玲珑的穆唐纯 这等曼妙身材 再怎么也不可能用胖来形容 不过老话说得好 哪怕再显瘦的女子 也永远想着减肥 所以穆唐纯这么说也实属正常 她觉得自己胖就胖呗 这和你又是 话只说到一半 秦沟恍然大悟 阿元和穆唐纯的身材 可谓是一比一完美复制 毫无二致 所以穆唐纯的一句自嘲 同时也深深痛击了秦源脆弱的小心脏 秦源苦着小脸 委屈巴巴 真是太侮辱人了 穆唐纯一脸腼腆 纯儿只是觉得自己的构头略矮 如今稍显风雨 所以才想变得更加苗条一些 也不知道怎么就刺激到了一道用 秦源瞬间穆光呆滞 欲气颤抖 本姑 穆楼主似乎也就比一般男性稍微矮一点点而已 你还想要多高啊 这就属于个人审美的问题了 秦源怒气不争 你 你这个异端 不论如何 女子本来就是要有一点肉感才显得动人 似你现在这般就很完美啊 之前我在大唐都听到不少修士 私下称赞穆楼主端的是 国色天香仙女下凡 可你如果再瘦下去 就彻底变成干巴巴的杨柳汁了 穆堂淳顿时侠飞双甲 一道有 仙女什么的 也太羞人了 阿元小脸一红 我倒觉得这话说得 好生动听 那要不 去由爹爹您来说吧 到底是肉肉的好 还是苗条的好 穆堂淳忽然掉转矛头 望向秦沟 秦源自信满满 秦师肯定是听我的呀 为什么 因为它是我 好气啊 但还是要保持微笑 秦源满脸尴尬 他本来想说秦沟是他亲父 但仔细一想 在这一点上 自己治愈穆堂淳 好像并没有任何一点优势 秦沟一脸无辜地后退半步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一时间 他不禁大为后悔 自己怎么就好巧不巧 介入了这场小女生间的古怪对话 况且 手心手背都是肉 在他俩意见相搏之时 秦沟还真不知道 究竟该支持谁的说法 就在这进退两难之时 秦源 穆堂淳二人 朝秦沟身后望了一眼 突然不约而同地安静下来 方才还争论不休的二人 转眼就个顶个儿的岁月静好 秦沟压抑地转过身去 只见身姿修长 如萨爽剑侠二一般 逍遥不羁的李元珍 正朝此处轻快走来 老秦心头莫名样起一丝醋意 无论是阿元还是穆堂淳 似乎都对独狗圣女大为仰慕 甚至比对秦沟这个亲爹 还要尊敬尤家 李元珍兴高采烈 神采奕奕 阿秦 你猜频道打听到什么好消息了 哦 说来听听 小独狗一脸期待 频道方才从其他修士口中得知 咱们之前听说的那位冒牌天师王璇 居然真的来封南城了 咱俩要不要一起去见识一下 行啊 秦沟毫不犹豫地满口答应 倒不是他针对那冒牌王璇有多大的兴趣 而是现在随便任何人能找一个理由 救他脱离苦海 都是一种巨大的恩惠 小姨 唐妮子 我和元珍去去救回 可是 穆堂淳似乎还想说些什么 秦沟赶紧向小独狗悄然使了一记飞眼 长久地配合无见 让李元珍瞬间心领神会 当即亲热地挽过秦沟的手臂 展颜一笑 哎呀 阿勤 就别唠叨了 今儿你说什么都得陪我 食不我带 咱们快走吧 说吧 小渡狗看似任性 不由分说地将秦沟强行拉走 秦沟脸上无奈 心里却已经喊上了一百遍 狗结吻吻的 然而 当二人刚从后院 步入太平楼大堂之内 您是 千师王璇 真的是王璇大人 我之前在封行城啊 曾有幸与王璇大人有过一面之缘呢 秦沟 李元珍二人顿时相视一眼 还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 此人居然就这么自己送上门来了 这般想着 秦沟仔仔细细地打量起不远处那名白衣中年男子 在他左右 有两名形影不离的赤袍修士 大概是他手下的护法 而观此人的容貌竟真的与秦沟印象中王璇的相貌一般无二 看来这一伙人为了不露出马脚 还真是做过不少功课 这位贵客 有何贵感 慈眉善目的大掌柜 不卑不亢地望向那白衣人笑道 以王璇相貌世人的少女王启思 在内心叹息了一声 自然是打算暂住几日 为封南城的诸位修行人讲道 大掌柜笑眯眯地点点头 抱拳毅礼 多谢王天师厚爱 您一旦在本楼住下 莫名前来之人定会络绎不绝 大掌柜根本不知道这王璇身份真伪 但看见此刻大堂内一众修士 对此人的追捧程度 是真是假 也就不再那么重要 王启思神态平静 轻微汗手 刚想迈不上楼 耳畔却突然响起一道传音 在此处就要下套 你真是疯了 副匪一句 王启思眉头微醋 但感受到身旁赤袍修士 暗藏威胁意味的眼神 他只得抬起头来 目光扫尸大堂 最终落到李元真身上 不由地心中感叹 真是好漂亮的师姐 进而又看向了李小狗身旁的琴钩 这位道友 一时间 王启思眼中闪过一阵闭青色光滑 摇指琴钩 笛气十足 本作关你恐怕命不久矣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作品由波罗包青小说APP出品 由云天河金喵主制 后期 后期相逢 我的徒二 竟然全是反派 第七卷 天师无双 第十集 死人 原本琴钩还想着 要不就直接给木唐纯打个招呼 将这一伙江湖骗子 随便打发滚蛋算了 可谁知道 自己都懒得找他们麻烦 这位所谓的天师王璇 竟好死不死 主动撞上枪口 秦钩向前迈出一步 似笑非笑 你有素未蒙面 阁下何出此言 一般在这个时候 鱼儿已经抛下 王启思就该故作神秘地 再不回应半句 只等对方之后 主动求上门来 但今日也不知怎的 他偏偏语气深沉地 多补了一句 方才本作已斗同一关 阁下先天之气 疲彼不足 有命犯桃花 想来如今 行得夫妻之礼时 已渐渐心力焦脆 力不从心 假以时日 必有性命之忧 用通俗一点的话来说就是 你甚虚不太行 秦钩神色一正 这人难不成是 故意跑来胡闹的 王璇的窥道童 什么时候拥有这种 贴心呵护他人下三路的神奇功效了 身判的李元真更是一脸梦 心力焦脆 力不从心 这人怎么能说谎呢 同一时间 王启司已经不再看向秦钩 在他身侧的那名赤袍修士 悄然传音 语气冰冷 死丫头 你为何多此一举 非要加上后面那近乎羞辱的一句 若是没有说中 还怎么让飞扬上当 冯光切 你的吩咐对义务是照做了 你还想怎样 王启司反问一句 没有正面回应 还请王天师 指点迷津 在下最近修行过程中 遭遇一道稚固 还请天师大人指教 王寻大人 这时 大堂之内逐渐开始有不少修士凑上前来 试图亲身领教那鼎鼎大名的窥道童 冯光剑却当即轻轻一拂袖 诸位少安勿躁 王天师一路奔波 初到封南 今日已有些疲乏了 还是明日一早 再正式为各路朋友讲道 王启司也很是配合地点了点头 玄机迈步离开了喧闹的大堂 有些古怪 秦沟望着王启司离去的背影 喃喃自语 就在这时 熟悉的声线响起 这位王玄的真身 乃是一名女子 秦沟一牛脸 便见穆堂淳与秦源二人 并肩迈步而来 穆堂淳眸中 湛蓝光滑闪动 而且 他似乎对身旁那位 看似随从下人身份的赤袍男子 非常忌惮 秦源一表示赞同秦微点头 秦沟饶有兴致 看来这一伙人的确有点意思 不如就容他们在这太平楼住上几日 唐妮子的意思呢 如果不行就算了吧 穆堂淳颇为不好意思地一笑 其实只要客人没有在太平楼里动武 坏了规矩 竹儿本就没有任何理由赶他们离去 毕竟咱们已经收了零食 而打死你我也不退款 就是我太平楼的第一服务总指 干得好 老秦一脸欣赏 接下来的时间里 秦沟发现 虽然那位已经被穆堂淳 看破了女儿身的天师王璇 再没有现身于大堂之中 但他手下数名的赤袍修士 却是一点也没闲着 他们仗着王璇手下的身份 接连拜托大量修士 以灵力传信的方式 将此事传扬出去 似乎势必要在明日之前 让天师王璇亲自驾灵的消息 想撤整个封南城 次日清晨 让小毒狗抓到把柄 被迫连夜证明了一番 自己的身体仍旧非常健康的勤勾 再次不如大堂 却见今日的太平楼 可谓坐无细地 刻如云集 像自己这般早早住下的老客人 别说坐下喝口清茶 吃些早膳 就连在大堂内正常行走 都已是磨肩擦肿 非常艰难 秦沟来到柜台前 大掌柜 这是 白发苍苍的老掌柜 愁眉苦脸 贵人 您若是需要用膳 老朽马上命人 直接送到您的卧房之内 这些修士 全都是为了见到 王璇大人而来 这一下子来这么多客人 好事啊 大掌柜何顾面色这般难看 老掌柜笑意苦涩 嘿嘿嘿 他们如果真是乐意花费零食 在楼内住下的客人 老朽只怕做梦也会笑 可惜他们 紧接只是为了听那王璇讲道 此刻将咱们太平楼 里三层外三层 围得水泄不通 已经严重影响了 我们的正常生意 和其他贵客 不掏零食还影响生意 你就让他们赶紧出去啊 要知道 哪怕秦沟自己 也不是仗着和穆唐纯的 关系白住 而是第一天来的时候 实打实在大掌柜这里 花了真金白银的 老掌柜百般无奈地长叹一声 唉 老朽又何尝不想如此 但此事毕竟涉及到 那位鼎鼎大名的王璇 老朽不敢私自做主 只能等待楼主大人亲自定夺 就在此时 风兄 风兄 玄师何在 昨日与王璇同行的 那位赤袍修士 出现在大堂之内 马上有昨日见过之人 热络讨好的询问起来 诸位放心 玄师很快便会亲自前来讲道 风光剑目光扫射一圈 嘴角闪过一抹完味的笑意 忽然分开人群 来到大掌柜面前 与其平和 能否借一步说话 老掌柜微微汗手 当即与手下之人吩咐了几句 便离了柜台 与风光剑来到一处安静之地 真没想到 今日居然来了这么多道友 定是给贵宗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风光剑面带歉意 老掌柜无奈一笑 嘿嘿 不知道友能否劝说玄师 去寻找一个更为合适之地讲道 太平楼毕竟还有自己的买卖要做 风光剑淡然一笑 这就是阁下有所不知了 玄师并非是第一次与你们太平楼合作 外面那些道友在玄师一声令下 想必还是会非常乐意上脚一定零食 正式成为阁下这座太平楼的客人 阁下的意思 冯光剑眼神玩味 在太平楼中绝对不准动武 并且会全力保护客人的安全 玄师对这一点非常满意 所以才时常与你们合作 而外面那些道友可以说 九成九都是为了玄师而来 所以贵宗此番赚到的所有灵石 定然也要孝敬玄师一份 老掌柜眉头微皱 可事实上 大量普通灵石 哪怕巨少成多 对我太平楼来说也 老九主要是担心他们 会影响到那些愿意付出 更为珍贵代价的贵客上门 但事已至此 玄师恐怕也没有十足把握 能让那么多道友全都乖乖听话离去 冯光剑意味深长地说着 道友 难道是在威胁老九 老掌柜也是人精 顿时听出了冯光剑的弦外之音 如果不合作 对方大可让那群修士一直围堵在外 冯光剑只笑不语 看来阁下一早就在打这种主意 突然 秦沟的声线在二人身后响起 冯光剑眼中一惊 但看清秦沟的容貌之后 忽然笑了 还请掌柜 立即让这闲杂人等离去 秦沟哑然失笑 我可不是闲人 不如就换我来替老掌柜与阁下聊聊合作之事 不用了 朋友可还记得悬尸之前对你的评价 冯光剑毫不犹豫地摇头回绝 细血一笑 哼 我不和死人说话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作品由波罗包青小说APP出品 由云天河金喵主制 后期相逢 我的图二竟然全是反派 第七卷天师无双 第十一集 恶人还须恶人魔 冯道友 一时间 老掌柜怒吓一声 浑浊双眼中寒芒涌动 语气深沉 老朽不管你这话的初衷如何 但最好对待秦爷 奉尊重些 穆堂淳早已特意吩咐 秦沟乃是贵客中的贵客 绝对不容许任何人有丝毫怠慢 冯光剑神色微压 秦爷 阁下在这封南城内 似乎拥有不小的视力 眼前的秦沟看模样非常年轻 如果不是因为他仔细体会之下 也并没有从秦沟身上感受到那种极具压迫感的可怕气势 凭借一代太平楼大掌柜这一句恭敬至极的称呼 冯光剑说不定还会将此人错认为是活了不知道多少年的老怪物 秦沟淡然一笑 他算是彻底搞明白了 如果是其他修士 且不知晓对方压根只是冒牌祸的真相 在当场被那鼎鼎大名的天师王玄以窥盗筒点出死照 此刻只怕早已成皇成孔 不寒而栗 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恳求玄师开恩 指点迷津 他秦沟就是这伙江湖骗子 在这太平楼之中所描上的低头大飞扬 这时秦沟想到了一个更加合适的人选 算了 此事不该我管 文言 冯光剑只当是秦沟担心惹得王玄不悦 所以服软 当即颇为得意地看向老掌柜 那您的意思 老掌柜很是为难地陷入了沉默 见状 冯光剑倾笑一声 转身走向大堂之内 望着乌殃殃的人群 诸位少安勿躁 冯光剑背拂双手 笑眯眯的 事实是 我等此刻与太平楼 在为各位朋友讲道仪式之上 出现了些许分歧 所以 玄师才迟迟不能现身 不过 各位大可放心 哪怕我等 最后仍旧无法与太平楼意见统一 待到玄师下次再有机会来到封南城做客之际 定会全力满足大家的求知之心 一时激起千层浪 冯光剑这一番话 瞬间让众修士炸开了锅 下次 玄师 神龙剑手不见尾 行踪不定 天知道他老人家下次是何年何月 不错 好不容易才盼到玄师亲自驾临 这太平楼难道是存尽与无备 常反调不成 今日若是等不到玄师 我等着待在此处不走了 老掌柜面若寒霜 这冯光剑 竟敢如此煽动他人威胁我太平楼 同时 秦沟还敏锐观察到人群中叫嚷得最凶 疯狂煽风点火的几人 竟不凡是昨日与冯光剑同行而来的那几个熟面孔 秦沟若有所思 老掌柜 若是将这群人进阶强行驱赶出去 算不算坏了太平楼的规矩 老掌柜面色苦闷 此乃他们放肆在先 我等自然可以使些强硬手段 但也一定会被有心人谣传 说是太平楼自己坏了不可在楼内动武的规矩 对方必然是早就算计到了这一点 既如此你们都不用出手 有的是恶人还需恶人魔 咱们的最佳人选已经在赶来的路上 鬼可 您的意思是 秦沟玩味一笑 把玩着手中一个小巧精致的传信凭证 掌柜的 您看 不是我冯光剑不卖力劝说他们离去 实在是诸位道友过于热忱 冯光剑得了便宜还卖乖 重新回到秦沟二人面前 神色故作为难 恨是无可奈何 秦沟略含深意 冯道友还是先关心关心自己的安全为好 秦兄是在威胁我 你可知道我何人的手下 冯光剑颇为诧异地看了秦沟一眼 我冯光剑所追随之人乃是正气浩然 逃离无数的一代天师 名列圣仙榜第三十七位 哪怕玄女公叶祖都敬畏有加的万事实表 秦沟眼中精光大盛 还有呢 还有呢 大声点 多说点 冯光剑一头雾水 匪夷所思 阁下什么意思 你竟敢调笑暗讽当事天师 秦沟满脸无辜 哪能啊 听个过瘾也不行吗 冯光剑彻底懵了 这人什么脑回路 难道以为自己再夸他不成 饶命 就在此时 太平楼之外突然传出一阵激烈的打斗之声 来了 秦沟嘴角顿时酿起一抹得逞的笑意 一个大部分封南城修士都无比熟悉 宛如噩梦般的声线响起 一群混账东西 都围在这干什么 没长眼不成吗 乌泱泱的人群万般自觉地分开了一条道路 一个腰悬宝刀的白衣公子 双红自虽 笑意狂傲 大不留心地走入太平楼内 听说 这封南城除了本公子之外 竟还有人敢在太平楼如此放肆 不知是哪家的畜生 有胆子就站出来 让本公子好好见识见识 梁灵天霸道的目光扫尸一圈 根本没有任何一名修士 敢与这位封南城土皇帝对视一眼 这是怎么了 此人是谁 一时间冯光剑惊愕地发现 整个太平楼大堂瞬间鸦雀无声 针落可闻 梁公子 秦沟笑眯眯地向梁灵天打了个招呼 梁灵天迈不上前 上下打量了秦沟一番 你是何人 木楼主的朋友 朋友 梁灵天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你就是方才那道灵力传信中 所提到的秦道友吧 事情的经过 本公子已经大致知详 说吧 梁灵天又望向大堂内的一众修士 听说诸位今日聚集在此多时 却始终不愿付出灵食 一群混账东西 你们可知道 哪怕是我梁灵天 每次来这太平楼做客 也都是按规矩办事 见状 冯光剑赶紧来到梁灵天身边 恭敬的一抱拳 这位道友 在下冯光剑乃是玄师的手下 就是你小子叫冯光剑呢 够了 住口 梁灵天望了冯光剑一眼 皮笑肉不笑 本公子不和死人说话 什么 话音刚落 两名梁灵天的手下 突然在一左一右 把冯光剑死死擒住 将其强行拖动 梁灵天笑意冷冽 轻轻一扶长袖 如同胆掉了一只苍蝇 将这丝拖出太平楼范围 当场打杀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作品由波罗包青小说APP出品 由云天和金喵主制 后期相逢 我的图二竟然全是反派 第七卷天师无双 第十二集 你不是他 饶命 一时间 冯光剑惊恐万壮地不停挣扎 尖叫起来 大掌柜 太平楼绝不容许动武 你们怎能放纵此人 强行将我带走 闻言 老掌柜以询问的目光 看向秦沟 虽然梁灵天此刻不知何种原因 站在了他们这一边 但如果真让冯光剑 就这么轻易地被掳走 的确与太平楼的准则不符 对太平楼的名声 乃是一种不小的打击 而秦沟亦是颇为惊异 他本想着先将梁灵天招来 再追追诱诱导一番 想办法让他站在冯光剑等人的对立面 却没想到 今日的梁灵天怎么会如此配合 住手 沉稳的声线响起 王启司在庶民修士的簇拥下 出现在众人面前 这位道友 门下多有无理之处 便由我来替他向你请罪 王启司来到梁灵天面前 抱拳毅力 梁灵天上下打量着对方 眼神狐疑 阁下便是传说中的玄尸 王启司内心叹息一声 正是 梁灵天伸手摸缩着下巴 若有所思 听说 阁下曾经是那位存在的身外化身 但你的容貌 却和本公子想象中不太一样 王启司仅是微微汗手 没有过多回应 其实就连他现在也没能搞明白 自己的亲生父亲 究竟是怎么和传说中的胡月山主人 撤上关系的 本公子自然愿意给玄尸一个面子 不过 梁灵天瞥了冯光剑一眼 这场闹剧究竟该如何收尾 本公子想要听听玄尸的意见 闻言 王启司先是在冯光剑那里了解了大致经过 这才望向一众慕名而来的修士 本作既然决定在这太平楼传道 自然也要遵守贵宗的规矩 诸位道友如果愿意留下 还请向太平楼支付足够的零食 如若不忍 虽然遗憾 但还是请回吧 而这些灵食 我王悬意不会强取一分 王启司的语气有些不太客气 他本来就希望越少人上当受骗 立刻当场离去越好 甚至巴不得自己的仇人冯光剑 在梁灵天手下吃尽苦头 怎奈何自己娘亲的下落还在他们手上 这才不得不站出来解围 玄师果然是明理之人 既如此 你们都听见了 梁灵天嘴角微翘 一时间虽然也有不少修士心中不愤 但眼见玄师都已开了口 又迫于梁灵天在这封南城积累多年的凶威 一部分人当即选择了付出零食 而另一部分 无力应对太平楼刚昂收费的修士 只得就此离去 没过多久 原本摩肩接踵 人生鼎沸的太平楼 便去了大阪修士 整个大堂一下子宽敞了数倍不止 放了他 见状 梁灵天一挥手 命手下松开对冯光剑的束缚 唏嘘不已 就这点金粮也敢来太平楼捣乱 这兔崽子运气倒是不错 遇上了心地善良脾气又好的本公子 若是撞上前几天那个风魔李富卿 说着 梁灵天还不经心有余悸地倒吸了一口凉气 已经恢复如初的脸旁 都有些隐隐作痛起来 四弟 居然还有比这个一言不合 就要将我活活祭天的梁灵天 还要疯电猖狂之人 冯光剑劈头散发 面无人色 不禁开始深深怀疑自己一行人跑来封南城行骗的这个决定 是否从一开始就是错的 这时 王启司坐在一旁长椅之上 望向那些剩下的修饰 面色平静 从现在开始 从现在开始 诸位道友可以依此来我面前接受窥道童的传道 他眸中萦绕一抹淡淡的碧青之色 隐藏着心头的哀痛 这一幕早已在冯光剑等人的威逼下表演了成千上百次 立马便有修饰上前请教 在下 已经陷入困境七年之久 还请玄师教我 秦沟溢在一旁 仔仔细细地观察起了王启司对旁人施展的窥道童的全部过程 想要看看这位冒牌王璇到底有多少真功夫 与自己这位童走无期的正牌天师比之如何 禁止朝太平楼后宅而去的梁灵天 笑眯眯地冲迎面而来的牧唐唇挥了挥手 这不是巧了吗 梁道友 你怎么 梁灵天摊了摊手 放心 答应过牧楼主之事 本公子绝不会失言 我从前的确过于莽撞了一些 再说了 今日不还是牧楼主你主动通过灵力传信 换我而来的吗 真正使用灵力传信的是秦沟 不过此事牧唐唇也已经知晓 牧唐唇倾点情手 谦逊有礼 方才知事 真要多谢梁道友正义相助 小事一桩 何足挂齿 梁灵天毫不在意地摆了摆手 忽然话锋一转 对了 应是天仙狂醉 乱把白云揉碎 当日在寒潭宫 牧楼主所做的这首美词佳作 如今可有补权 那是什么 牧唐唇一头污水 当时爹爹与梁灵天同去寒潭宫 爹爹他居然还有如此雅兴 但表面上 牧唐唇还是顺水推舟 语气遗憾 诗词本天成 哪是那么容易 是吗 一听这话 梁灵天不免有些异省阑珊 果然如此 让梁道友失望了 梁灵天哑然失笑 不 当时牧楼主分明说这词乃是从别处听来的 怎么今日本公子随便一诈 便又承认是自己所做了 牧唐唇毫不迟疑 当时乃是自迁的说法 没想到竟然梁道友误会 是吗 梁灵天淡然一笑 摇了摇头 只怕并非如此啊 本公子也早有怀疑 牧唐唇面色疑惑不解 梁道友究竟是什么意思 在那寒潭宫之行后 本公子又仔细回忆一番 我与牧楼主也算相识多日 可在与牧楼主的相处之中 本公子从未领教过那一日的风情 梁灵天直视牧唐唇 目光深沉很是笃定 那一日与我共度的仙子并不是你 哪怕是现在 仅仅与牧楼主聊了不到一炷香的功夫 也让本公子深深地体会到 他的美好动人 牧楼主根本不及半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作品由菠萝包青小说APP出品 由云天和金喵主制 后期相逢 我的图二竟然全是反派 第七卷天师无双 第十三集可怜人勤勾 梁道勇你说什么 这一刻穆唐唇觉得自己的灵魂 都仿佛受到了一次电闪雷鸣般的强烈冲击 注视着穆唐唇的震惊模样 梁灵天更加确信了自己心中想法 微微一笑 让本公子猜猜 不然就是你们二人本就长得极其相似 再加上他的性子比之木楼主要强势得多 那等一切尽在掌握的自信格外动人 所以他大敌与木楼主有着一定的血脉关系 说不定还是你的长辈 你的长姐 梁道勇的猜测 可真是 以穆唐唇的视角看来 梁灵天可谓半个字都没能蒙中 什么长辈 姐姐 那分明是他的夫君 这梁灵天也是神了 如今不打算抢举丁魂线 却直接来跟他抢人了 本公子之前就极其不解 木楼主口口声声说自己与胡月山主人关系匪浅 与我的情报截然不符 如今想来 真正与胡月山主人有一定联系的 应该是他才对 梁灵天一通分析猛如虎 还好 他也说过 自己对胡月山主人 仅仅只是介事罢了 木唐唇眼眸呆滞 陷入了彻彻底底的蒙状态 张嘴想要说些什么 又半天也蹦不出一个字来 生怕不小心说错什么 梁灵天兴致勃勃地笑道 对了 之前在大唐内遇到的那位秦道友 如果本公子没猜错的话 想必他才是木楼主真正的一中人吧 毕竟 在之前木楼主传递给我的灵力传信之中 本公子还是第一次见识到 木楼主对一位南修做出那么高的评价 一时间 木唐唇面色古怪 不由得对秦沟亲自给予梁灵天 灵力传信的内容 好奇到了极点 那究竟是一种多么精湛绝伦的自脉自夸 梁灵天张口就来 本公子实话实说 二位当真是郎才女貌 天生一对 木唐唇成彻双眸顿时一彩连连 此言当真 当然 梁灵天很是真挚地点了点头 若有朝一日 二位才子佳人正式结为道理 我郎臣标局 定当会第一个送上丰厚贺礼 只要 说着 梁灵天故意停顿了一下 旋即图穷笔线 双眼深沉 只要木楼主愿意告知于我 他的下落 那位误闯俗世的御人 是否仍在这封南城中留恋 这对见证本公子乃是真正的铁汉男儿 证明我不过只是宁缺勿滥 精益求精的清白 非常重要 大堂内 一名修士在得到王启司的指点之后 竟一时忍不住感激万分 替似庞陀 多谢玄师 玄师 您简直就是在下的再生父母 王启司眼眸疲惫地点了点头 冯光剑便十分熟练地 将那名修士带到一旁 向其收取零食 这已经是得到了王启司指点的第五人了 众目睽睽之下 王启司所展现出的神奇力量 竟真与那传说中的窥道童一般无二 李元贞就坐在秦沟身畔 整个人懒洋洋的惬意半趴在桌上 悄然传音 阿勤 这也太奇怪了 咱们不会是撞上正主了吧 他真的继承了王璇的窥道童 怎么可能 窥道童的传承至今还躺在我的纳虚界内 而且唐妮子昨日也说了 此人乃是女儿之身 就算他传承并非唯一 他也并不符合继承身份 成为第五代王璇的条件 关于楚州王璇的秘密 在这世上 除了曾经强行闯入其故居的秦沟 李元贞 囚灵运等人之外 大抵再无人知晓 真正的初代王璇 因修为难以寸进 将死之时 仍心有不甘 便留下遗言 替他生者得其道童 此事发展至今 已陆续出现过三名继承者 他们得到了自己想要的 亦付出巨大 一旦继承窥到头 虽然风光无量 却必须终生以王璇的身份试人 甚至还将静静断绝 手缘骤减 这便是秦沟 一直都没有正式接受传承的重要原因 这对他来说实在是得不偿失 李元贞想了想 可那些修士 分明一个个兴奋的好似 吃了寿元果一样 要不 阿琪你亲自去试试 让他对你也指点眼 为什么不是你自己去啊 哎 凭到昨晚太过辛苦 现在还没缓过来呢 李元贞脚侠一笑 秦沟嘴角一抽 哭笑不得 昨日到底是谁出力最大 李元贞 生而为人说话可是要讲良心的 小独狗微微一歪脑袋 清纯的翘脸尽显无辜 阿琴 不要过度美花我啊 赢了 秦沟苦笑着站起身来 朝王起司走去 在下也想接受玄师指点 话音刚落 秦沟发现冯光剑 看向自己的眼神 很是灵力不善 不禁轻笑 不行吗 冯光剑咧了咧嘴 哪能啊 只要怀有一颗求知之心 玄师自是来者不惧 不过既然无辈遵守了太平楼的规矩 秦兄也得知晓玄师的规矩不是 零食是吧 放心 一个字也不会少 说吧 秦沟迈步来到王起司面前 笑意何须地抱拳一礼 而王起司看向秦沟之势 眼底却藏着一抹浓浓的诧异之色 阁下当真有求于我 而非别的什么原因 秦沟只当此乃试探 当即微微汗手 我身陷困剑 还请悬尸赐脚 王起司有些懵了 这是什么情况 之前他耍起性子 为了小小地抱负逢光剑的刻薄 分明已经用那种近乎羞辱 只差直接说明你甚虚 不太行的方式来暗示此人 他所述的话 以及这个所谓的玄师身份 其实并不准确 大有漏洞 可此人怎么还会 难道 易雨晨晨 一时间 王起司看了眼清沟 又瞧向几乎与他 形影不离的李元珍 内心不禁万分同情 请坐吧 秦道友 从这一刻起 王起司的声线 忽然变得尽量温柔体贴起来 这位不幸的兄太 分明拥有那般 匣子月韵 褚褚动人的道理 却因造化弄人 换得这等影集 实在与我一样 都是命途多船的可怜人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作品由波罗包青小说APP出品 由云天和金喵主制 后期相逢 我的图案 竟然全是反派 第七卷 天师无双 第十四集 这等爱好 秦沟察觉到王起司 望向自己的眼神 竟有一种 说不清道不明的怪异情愫 而王起司满脑子惊识 对方都已经如此可怜 自己又怎能再骗其钱财 为他造成双重伤害呢 王起司的刺血木 终究不是他父亲王玄的窥盗童 根本就没有那一眼洞悉大道 一眼力挽狂澜的玄奇伟丽 方才得到了王起司指点的五人之中 实则有三人 都是和冯光剑一伙的 另外两名真正的受害者 都是被他引进据点 以一段玄之又玄 不明觉厉的空话 直接搪塞过去 不可能对其产生 任何实质性的帮助 愁眉紧锁 王起司还是按照流程 催动了自身刺血木 直视秦沟的双眼 从表面上看 他本命邻居的灵文 当真与窥盗童相似至极 你陷入这种困境 多久时日了 一听这话 秦沟眼中悄然闪过一抹玩味之色 说实在的 他在修行上还真没什么太大的困境 差进至极的天资 已经有了很大改变 他如今已然拥有了 与六弟子木蛮儿同等的资质 但此刻 为了好好见识一番王起司的真正本领 他自然要把问题说得越严重越好 我自小便是如此 养求玄师救苦救难 助我脱离苦海 秦沟眼神悲哀 痛心疾首地握紧了双拳 一时间 王起司倒吸一口寒气 双目圆征好似同灵 神色间竟是浓浓的震惊与怜悯之情 这也太可怜了 还真是天生的 我昨日的随口胡说八道 既是刺刺应眼 我昨日明明是为了劝他莫要上当 才故意骂他有先天之急 却没想到 是将其不为人知的痛处公之于众 在他伤口上撒盐 当时这位兄台 究竟会有多么的痛心与绝望 王起司内心惭愧无比 充满歉意 甚至已经再没有勇气直视秦沟的双眼 只因他仿佛能够从对方的眼底 看见了昨日那个丑陋 可恶 令人做好的自己 而察觉到王起司如此异常的神态 秦沟经过仔细分析 终于得出结论 他懵了 这孩子直接被自己问傻了 这时 王起司咬了咬牙 似乎做下了某种重大决定 心一横 这样吧 道友 本座只问你 对于解决这等困苦 你究竟愿意付出多少代价 同时 他又颇为忌惮地看了身判的冯光剑一眼 冯光剑双眼微眯 意味深长 显示 这恐怕不太好吧 王起司摇了摇头 偶尔一次 坏不了大事 见状 秦沟大感好奇 便顺着王起司 只要宣师能够帮我 在下定当竭尽所能 绝不让宣师失望 那好 王起司用力一点头 郑重其事 你先去一旁稍等片刻 之后来我房间一头 啪 秦源从身后轻拍了一下正望着一层花朵正正出神的木唐唇 我观察木楼主许久了 怎么一个人在此处发呆啊 是一道友啊 我只是突然发现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 想告知相公 又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木唐唇小领微红 很是为难 秦源嘴角一抽 少要胡说 他不是你相公 木唐唇犀利糊涂 不是我相公 难道还是一道友的相公 你 秦源浑身一颤 咬着银牙 很是崩溃 还是先说正事 你到底发现什么了 木唐唇有些难堪 之前 像 爹爹不是以我的身份 与梁灵天一同去了寒碳宫秘境吗 而就在方才 梁灵天突然对我说了许多奇怪的话 总而言之就是 他似乎对于爹爹非常轻木 什么 秦源猛地后退半步 不敢置信 木楼主口中的轻木 于我所想的 应该不是一个意思吧 木唐唇 木唐唇啼笑皆非 就是那个意思 不然我哪会这般为难 秦源面色一冷 眼眸凌厉 梁灵天 这个找死之徒 混账 我要揪着他的鼻子 来上一起过肩帅 抓住他的头发 把他转成水凤车 一道有哪里学来这些好笑荒诞的怪话 我知道你正在气头上 但还是要好好考虑 如果告诉梁灵天 当日与他同去寒碳宫之人 乃是男二之身 那误会是不是就解开了 可是 天真 秦源出声打断 语气无奈 木唐唇一脸不解之色 秦源顿时用他自小在亲父身边 耳濡目染 长扮高人得自心 从而远超木唐唇的丰富阅历 满脸担忧 怕就怕 梁灵天会说上一句 男二之身 那岂不是更好 又指点了庶民修士 王启司宣布今日的传道就此结束 但明日仍会在封南城停留 并且在迈步回房之际 还特意深深地看向了秦沟一眼 示意他可以跟来 秦沟与李元珍交换了一下眼神 当即站起身来 却见梁灵天正满面笑容地朝自己走来 秦道友 梁灵天轻轻以抱拳 笑眯眯的 关于秦道友的好事 本公子已经知晓 当时要提前预祝你与木楼主 二位才子佳人的美满良缘 天长地久才是 秦沟脚步一顿 整个人愣在原地 你说什么 梁灵天依旧朗声笑道 到那大喜之日 秦兄可千万别忘了 也留给本公子一份情节 我郎臣标局 定会献上一份丰厚贺礼 是木楼主对你说了什么 他只是说笑罢了 秦沟嘴角抽搐了一下 干笑起来 梁灵天不禁眼神狐疑地 上下打量秦沟 一位女子 哪有在这种事情上说笑的 秦道友并不想承认 自己与木楼主的道理关系 做过的事情翻脸就不认账 这与秦寿之举何意呀 秦沟咬牙切齿 欲哭无泪 什么道理 穆堂淳说是道理你就信 我说我是他亲爹你信吗 我真是他爹 啥玩意儿 梁灵天愣了一下 旋即露出一副恍然大雾之色 猛地竖起一个大拇指 乖乖 木楼主那么个知书达理 紧心秀口之人 居然还有这等爱好 好一个爱称啊 他可藏得够深的 兄弟 你拔剑作甚啊 秦道友 你冷静啊 本公子向来守口如瓶 为二位好好保住这个秘密就是了 你干什么 这可是太平楼 难道你真要效仿那人做死的那个风魔礼副经不成 太平楼管不了我 凭什么 就凭你是木烫纯的男人啊 混账 我要揪着你的鼻子来上一起 固肩摔 抓住你的头发转成水风车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作品由波罗包青小说APP出品 由云天和金喵主制 后期相逢 我的图二竟然全是反派 第七卷天师无双 第十五集 情人 提剑撵着梁灵天 在太平楼大堂溜了整整两圈 青沟最终还是收手 没有真的发作 若是当场 再把梁灵天揍得满头大包 为了维持太平楼 在其他宾客心中的形象 自己又要再换身份 但此刻他还得去赴王玄之约 而梁灵天这货也是个奇葩 不仅从头到尾 没让自己的手下插手 更是始终挂着一脸 偷听到了俩夫妻小秘密的见笑 不停高呼着 真男儿必将手平肩口 一诺千金 也不知是真心实意 还是故意业余调笑 没办法 青沟只得哭笑不得地留下一句 此事绝没有梁公子 想象中那般低爱 便赶紧上楼 令得梁灵天不脸满脸惊诧 停在原地仔细琢磨着 这等小小情趣 难道还有更加高级的调调 从而一个人苦思冥想了许久许久 前往王玄所在的半路上 秦沟耳畔响起了冯光剑的声线 秦兄 恭候多时了 牛头一看 只见此人正立身于一处拐角 搓手而笑 冯道友可是来为我带路 冯光剑笑里藏刀 微微以抱拳 十枚极品灵石 此乃秦兄这次接受悬石指点 所需要支付的报酬 秦沟语气诧异 十枚 冯道友确定是极品灵石 而非高阶灵石 我看之前接受指点的几人 可不是这个价钱 冯光剑摆了摆手 这一次的单独传道非同小可 毕竟秦兄自身正处于何等艰难困境 你自己最清楚不过 而既然能够被太平楼大掌柜 尊称一声秦也 想必秦兄在这封南城 也必定是家大业大 秦沟略意思索 可以 只不过 若到时候 玄师的指点对我没有帮助 这灵石我是会拿回来的 说吧 秦沟自那续界中 掏出十枚光滑流转 灵气惊人的极品灵石 冯光剑手法飞快地掏走灵石 效益浓郁 话里有话 秦兄开什么玩笑 玄师大人的指教 怎么可能没有帮助 但最主要的 还是要看秦兄的慧根 看你自己能悟到多少 秦沟云淡风轻的一耸肩 我刚刚说的是 自己亲手拿回来 又没问冯道友你同不同意 你 冯光剑没来由的后脊背一寒 面色惊变 刚想再说些什么 秦沟却已经与他擦肩而过 独留下冷汗层层的冯光剑 忽然只觉自己手中的树莓灵石 变得无比滚烫起来 这小子究竟是什么来头 风南城这鬼地方 当真不可久留 你来了 刚已步入屋内 原本被对大门的王启司 当即转过身来 妄想勤勾 轻声询问 方才在冯光剑那所付出的代价 只怕不便宜吧 这价钱难道并不是这位悬尸 说的算 十枚极品零食 与我猜得差不多 王启司微微汗手 犹豫了一下 我为你治疗的手段 看起来或许会有些怪异 但你不用毒心 秦沟一头雾水 治疗 王启司愣了一下 暗骂自己 怎能不考虑到对方的敏感 歉意至极 是我口误 考虑不重 应当是指点才对 那不知玄师打算 如何指点于我 你可以理解为 我会赐你一滴灵血 王启司语气郑重 虽不知能不能真正完美奏效 但我会全力以赴 那就请玄师刺激 秦沟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他倒不担心 对方会借此机会 种下灵咒 大不了全力激发 无面隐尸之血后 将其干掉 灵咒自然破除 话音刚落 王启司清澈双眼 让其一抹地青光滑 但与之前不同的是 他又突然伸手 在自己眉心用力一点 紧接着 便见一滴散发微芒 暗含道运的血泪 自他右眼缓缓溢出 伸手 闻言 秦沟当即张开手掌 王启司面色微微泛白 咬指秦沟 那滴血泪便凭空飞起 瞬间落入他的掌心 消失不见 这是 秦沟刚想问个究竟 猛的感觉 自己仿佛在酷暑之日 被当头浇下了满满一桶 清澈干裂的仙泉一般 整个人都为之精神一震 身清气爽 感觉怎么样 王启司声线有些无力 秦沟双眼放光 感觉自己浑身气力 都增进不少 很好 可以有解决你的问题 问题 他到底有什么问题来着 秦沟摸了摸鼻子含混 应该解决了吧 王启司忽然面色微红地 腼腆 那要不 你现在就亲自去试试看 怎么是啊 王启司羞脑称怪的一瞪眼 问你自己到旅去 秦沟一肚子糊涂 王启司又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 一灵力悄然扫向屋外 紧接着果断道 还有那十枚鸡品零食的代价 实在是太昂贵了 这其实并不是我的本意 秦沟惊异 宣师 可是有什么难言之言 王启司苦笑着摇了摇头 不用问了 你帮不了我 看在我为阁下杀费苦心的份上 还请保守这个秘密 你可以走了 已经被下了逐客令 但满心疑惑的秦沟 还是继续问道 那如果我自有办法 将那些灵师收回 玄师可会借业 不会 王启司毫不犹豫 一听这话 秦沟微微一笑 那好 还请玄师在这屋内 稍等片刻 我很快回来 说吧 秦沟转身离去 路过一处无人之地 瞬息间就化作了王璇的容貌 竟直朝冯光剑 所在的饼子客房而去 房内 冯光剑一见秦沟 顿时颇为玩味 玄师 可是已经大功告成 秦沟模仿着王启司的语气 微微焊手 不错 秦道友已经离去 他所支付的报酬何在 哦 差点忘了 还有咱们大天师的一份 冯光剑大笑一声 掏出一块平平无奇的中品零食 递向秦沟 剑撞 秦沟眼皮一跳 秦道友亲口所言 他给你的乃是十块极品零食 废话 那小子要敢少半个子儿 我非要了他的命不可 冯光剑咧着嘴 晃悠着手中的中品零食 骂骂咧咧 赶紧接着呀 看傻了不成 的确是中品零食 这两日收获颇风 才特别赏你的 原本听到前半句 秦沟目光渐冷 但到了后面 他恍然大悟 一把接过零食 推门而去 那个易容成王璇的女子 原来根本就不是 冯光剑等人的同伙 否则又怎会在 整整十枚几品零食之中 仅仅只被分到这么一丁点 连蚊子肉都算不上的 中品零食 甚至还算是 所谓的特别赏赐 他极有可能 只是一个被冯光剑 他们所胁迫的 可怜人罢了 秦沟迈步重返 王启斯的房间 而且他还特意 没有解除自己的异形 并是要让他知道 自己已经知晓了 这一部分秘密 并要仔细问个究竟 轻轻推门而入 王 你还有脸回来 秦沟怎么也想不到 再次回到王启斯的面前 而且还是在以王璇的容貌 世人的情况下 所迎接自己的 竟是这样一句痛心疾首 并带着些许哭腔的贺骂 我 我来晚了 秦沟面色古怪 难道还有故事 这一刻 王启斯哪怕施展自己的同类邻居 也没从对方的容貌之上 看出任何的破绽 于是 再也按捺不住 狂勇的思念 他泪如雨下 显露了自己娇小玲珑的女儿身 连忙奔向秦沟 悲痛痛哭颤抖着 扑进她的怀抱 低声乌咽 我嘴笨 不玩 即使一点都不玩 一时间 秦沟大彻大悟 短短三言两语 她就已经完美理解了 事情的大致经过 显而易见 这名女子 乃是王璇老贼的旧情人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作品由波罗包青小说APP出品 由云天河金喵主制 后期相逢 我的图案 竟然全是反派 第七卷 天师无双 第十六集 血浓于水 秦沟无奈地注视着自己怀里 已经哭成一个累人的王启斯 根据他的年龄 与修为推测 他大抵是与第四代王宣 本名仁孝生之人有关 从方才他那饱含 忧伤哀怨的话语听来 他似乎已经被冯光剑等人 胁迫了许久 人类吞声地默默等待了 仁孝生很多年 的确是个十足的可怜人 但秦沟虽然已经打算帮他 却也万不可能大公无私道 替仁孝生直接背下这口 抛弃道理的大黑锅 毕竟他本来也不了解 仁孝生的为人语言行举止 此刻还好 一会儿被对方看出马脚 当面戳穿 那才叫尴尬 秦沟眼神平静 和声细语 你受苦了 但我并不是 我不苦不苦 王启司抽气着 使劲摇晃小脑袋 明亮眼眸中 浸满晶银泪水 真正受苦的人是他 他 还有 还是孩子 秦沟语气真挚 丫头 我不能骗你 其实我并非王玄 王启司微微一正 玄疾乖巧点头 我知道 您是秦沟 你知道 秦沟一脸匪夷所思 王启司很是郑重 是 圣仙榜上 不是早就公之于众了吗 您曾经乃是 胡月山主人的身外化身 之所以一直化名王玄 便是为了躲避那位存在 启司能够理解 不 这误会大了 我的确是秦沟 但从来也不是王玄 秦沟汗颜贪手 而王启司直到现在 仍紧紧地抱着自己 好似生怕他会跑了一样 启司都要被你搞糊涂了 世人接着王玄 一世秦沟啊 毕竟圣仙榜 绝不会故意欺骗于人 否则 盗君王朝 将会遭受天道的严酷制裁 王启司说的句句在理 圣仙榜的确是不会骗人 怎奈何有人能骗得了圣仙榜呢 这时王启司忽然从那续界中 掏出一卷小心珍藏已久的圣仙榜 正是秦沟初次登榜的那一份 指尖营绕灵力 在纸面上清点了几下 请您也注意一次灵力 秦沟有些不解地度入灵力 下一秒 圣仙榜第三十七位 属于秦沟的名字 陡然酿起绚烂的灵王 这其实是名列圣仙榜之人 一种用以证明自己身份的特殊方式 健壮 王启司不禁绽放出一抹 予有容烟的美好灿烂笑颜 美眸中藏着思思崇拜 而秦沟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千方百计搞到的王璇身份 也会有一天让自己这般有口难辩 那我换个说法 丫头 我真的不是你想象的那个人 不是你的道理 话音刚落 王启司原本好不容易止住的泪水 再次决堤 甚至更胜之前 声泪俱下 很是心疼的神手轻浮 躲在秦沟的额头之上 爹爹 您是不是修行之上出现了什么意外 怎么满口胡言乱语 秦沟呼吸一致 你 你叫我什么 爹爹 为什么 王启司小脸腼腆一笑 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不过真是好久都没有当面换您了 秦沟双目远睁脱口而出 人笑声竟然还有这种爱好 人笑声 王启司听得这个陌生的名字 一头雾水 秦沟哭笑不得的轻点自己人心 恢复了本来面目 你看仔细了 这才是我的真实容貌 王启司眨着清澈的眉毛 你 秦道友 原来 您早就来了 爹爹这几日 一直都陪在启司生判 秦沟双眼震颤 难以置信 都到了这个时候 丫头你为何还要坚信我是王璇 用不着如此迷信的圣仙榜吧 定是因为我们是夫女啊 体内流淌着一样的血脉 冥冥中就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而且我刚刚还以本命邻居 一眼就认清了 您绝无作为 王启司想了想 生险忧伤 我不知道 在您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您放心 关于过往的记忆 启司一直深藏心底 定能帮您好好回忆起来 这话若是让人笑声停了 非得从棺材里弃活了不可 不过 秦沟神色惊异 原来你真是王璇的女儿 不然呢 王启司只觉莫名其妙 秦沟敢笑一声 之前一切都发生得太快 他也有些梦了 所以从一开始就陷入了一种误区 因为面前女孩的容貌 与自己印象中的王璇 当真没有半点相似之处 便压根就没往他乃是 王璇的后人那方面想 但此刻冷静下来 他最大的几率 乃是第四王璇 人笑声的后人 当然不可能与真正的王璇 容貌相似 这时王启司面露古怪之色 怪子 我用刺血目 观察您前前后后两副容颜 怎么得出的答案都是真容 因为我身怀无面隐尸之险 可施展其天赋之力 至于我为什么会拥有 这若真解释起来 大概能说到明天早上 要是我当年修行过一些 检验血脉的灵术 或者是法宝该多好 哪里还会这么麻烦 秦沟很是郁闷地苦笑起来 测血法宝 我有 秦沟眼放金光 此言当真 王启司直接从那虚界中 掏出一盏影青色的小酒杯 递向秦沟 秦沟万分激动 那就好 现在你我二人 便以这法宝检测彼此血脉 一切都能真相大败 而且有了这个宝贝 唐妮子那边也能 既然您非要如此的话 王启司眸光温柔 似乎再次回到了之前 生怕刺激到秦沟 敏感内心的状态 在他说话的同时 便很是配合地 射出一滴灵血 落入那影青酒杯内 秦沟已毫不犹豫地 将自己的血液滴入 一时间 两滴血珠 在杯壁内 不停上下盘旋 最终相撞 在一阵淡淡的鸿芒内 融为一体 化作了一块半透明的血色结晶 王启司展颜一笑 天真烂漫 楚楚动人 秦沟却彻底蒙了 他虽然自己不曾修炼过 测血灵术 却也还是知道 像此刻这等两滴灵血 瞬间化作结晶的情况 便是血脉完全吻合 血浓于水的最佳证明 天鬼了 这一刻 秦沟只觉自己的视线 都开始有些恍惚 脚底虚浮 大脑飞速回忆着 自己是不是真的干过啥 却猛地想起 就在不久之前 这王启司 不是才将一滴什么灵血 堵入自己体内吗 你这丫头 不会是算计好的 之前没入我掌心的 那滴灵血究竟是什么 一听这话 王启司小脸一白 完了 那是万灵血 什么 王启司神色颇为难看地 捂着小脸 我本命邻居 能够赐下 七种灵血之意的万灵血 除了会带来 之前那等好处之外 还有着一个 比较特殊的奇怪作用 在往后很超一段时间内 你再与任何人相互检测血脉 从表面上 都将百分之百被判定为 其血清长者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作品由波罗包青小说APP出品 由云天和金喵主治 后期相逢 我的图二竟然全是反派 第七卷天师无双 第十七集 我真是个大好人 百分百判定成功 你确定 秦沟语气有些古怪 王启思点点头 根据我过往的经验 的确如此 除了您自己之外 他人很难辨出真假 我自己如何辨明 王启思将那血色结晶 放在秦沟掌心 您用灵力仔细催动 看查一番 秦沟当即照做 或觉掌心一阵刺痛 在他的视线内 陡然出现了一个血气凝结的大字 否 这一刻秦沟总算彻底松了口气 如此看来 这万灵血绝对当得上是忽悠人一道的神物啊 秦沟看小王启思 笑问道 启思 你确定像方才那样 为我增进了些许气力 才是这万灵血的主要作用 而此刻这等几乎毫无破绽的七世之力 仅仅只是附带 王启思怠眉微醋 难道不是 给你神器你不中用啊 秦沟哭笑不得 应该反过来才对吧 啊 王启思瞬间逮入目击 小脑袋里嗡的一下子 仿佛打开了新世界大门 秦沟不由地流露出一抹怜惜的眼神 这孩子 言行举止看起来也不像个傻姑子 应当是从小就没有一位修士长辈在旁关爱教导 严重缺乏对自己本命邻居的认识 否则不太客气地说 像之前万灵血 稍微给自己增加了一点气力的好处 秦沟纳虚界中不少丹药 也能轻易做到 真只有那么一点能力的话 他的本命邻居也过于无用了 那不知您方才催动探查那血色结晶的结果是 我看见了一个血气凝结的否字 同时秦沟换出了本命邻居太号之牙 来增加自己的说服力 圣尖蟒虽然也记载我疑似多保圣体 但事实绝非如此 怎么会这样 王启思下意识后退半步 程彻的美眸在这一刻暗淡无光 神色极为落寞 引人怜惜 丫头 我知道这很难接受 但 王启思满脸愧疚 抱着小脑袋 不敢直视情勾地痛哭起来 我早该猜到的 父亲您之前都主动承认 自己一直先天有期 难以销售美人啊 又怎么可能戴上我这样的后代 难道是 是娘亲她 不 我的确没有资格换您一身父亲 我都未能继承您的血脉 我不配 傻丫 秦沟差点气得背过气去 咬牙切齿 不是 你这丫头怎么就死人 我心里有急了 那不过是随口胡说罢了 我家闺女可要比你都年长得多 这话若是让阿元听了 怕是不太乐意 那 秦沟一脸郁闷 我的意思是我并非王璇 仅此而已 不过你放心 即便如此 我也会救你脱离苦海 不再被冯光剑等人胁迫 骗取不义之才 闻言 王启司相间一颤 您为什么要帮我 秦沟面不改色 理直气壮 承恶扬善 当是天师应尽之物 王启司忽然想起了什么 惊叫起来 您并非父亲 之前却承认自己乃是 胡月山主人的身外化身 这妮子过于可怜 老秦当真不忍再与他说半句谎言 其实连化身也不是 我就是秦沟本人 花音刚落 王启司小脸煞白 如必蛇蟹般不停倒退 紧接着脚下一滑 不小心跌坐在地 生现慌乱至极 你 你是摸摸 秦沟面色尴尬 赶紧重重地咳嗽一声 你莫要听清外界那些 不切实际的流言蜚语 所谓眼见为实 丫头你与我接触到现在 难道还觉得我是 传说中的那等歹人 我 我不知道 王启司怯生生地蹲坐角落 眼眸畏惧 抱紧双膝 可是 启司曾在家乡亲也得见 您的清传弟子 学你罗刹公叶族 将一族修真事下 境界灼灭 此上刀下血流成河 鸡犬不留 王启司坠坠不安 心有余悸 显然此事让他留下了 终生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 轻钩惊异 什么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许多年前 那时 启司 尚且年幽 秦沟眼神狐疑 那你可知晓 小双儿当时何故大开杀戒 小 小双儿 王启司等圆了眸子 仿佛听到了世界上最恐怖的事情 他相信 如果真当着一代玄女业祖的面 喊出这三个字 一定极少有人能够活着离去 秦沟毫不在意地摆了摆手 只是一个称呼罢了 丫头你冷静一点 王启司老老实实地点点头 深吸一口气 努力平复着心情 我记得 当初叶祖之所以勃然大怒 似乎是因为那一族少主 曾经想对齐司家乡的一位 以卖花为生的启儿姐姐做些什么 但不知怎的 她竟突然追随了叶祖 卖花启儿 你的家乡乃是城路城 正是 杀得好 秦沟眼中掠过一抹寒意惊人的杀鸡 当年城路城卖花果腹的无名启儿 正是今时今日 依旧与百花为伴的孤影圣主 依承颖 那傻椅子一直都说 城路城之人皆是与人为善的好人家 对他多有照顾 却始终没有告诉自己 当年他险些便要万劫不负 就是这段眼神 传言中 叶祖乃是您一手欲成的儿徒 看来是真的了 王启斯面无血色地颤抖起来 在他的视线中 此刻杀鸡毕露的秦沟 与记忆中叶七霜的身影 竟在这一刻交叠重合起来 很显然 当年杀法果断 手段暴力的叶七霜 便是王启斯难以忘却的童年阴影 看把人孩子吓成这样 请够顿时收敛杀鸡 干笑起来 其实我平时并不是这样 只是突然得知真事的人 竟险些受辱 这才 这样吧 丫头 你可知小问剑门 王启斯小气啄米般点头 问剑门乃是十大名门之一 万民称颂的修真界正道领袖 那你稍等 我就交给人了 得知他的真实身份之后 你就会明白 本座绝对是一等一的大好人 说着 秦沟推门而去 赶紧去找混账圣女救场 没想到还没下楼去到大唐 秦沟就瞧见李元珍 正巧迎面而来 似乎也在寻找自己 你怎么来了 啊 啊 阿晴去了那么久 贫道好奇找来看看 来得正好 你过来帮我一个忙 秦沟笑着拉住李元珍白皙的小手 哎 那孩子居然不相信我乃是一个仗义行事的良善之人 你说可笑不可笑 李元珍惊叫出声 什么 竟有如此愚昧之人 秦沟顿时感动不已 还是一代正道圣女有见地啊 那当然了 李元珍一本正经地摸着自己的良心 如果那玩意儿真的存在的话 也早就和他一起打包书给阿晴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作品由波罗包青小说APP出品 由云天和金喵主制 后期相逢 我的图二竟然全是反派 第七卷 天师无双 第十八集 锁魂 戴秦沟带着李元珍敲开王启司的房门 却发现王启司此刻已经恢复了王璇的容貌 屋内还多出了冯光剑 以及另外几名同行的修士 他们似乎在商讨什么 冯光剑一见秦沟 眉头微皱 秦兄 阁下不是已经解决修行弊端 为何去而复返 秦沟还没开口 李元珍便心领神会 很是配合 只因平道义有些疑问 欲求悬尸解惑 哦 这位仙子方才为何没有直接在大堂内请教 此时劳烦悬尸单独指点 所需的灵石可是不菲 与秦兄一样 十枚极品灵石 人是我带来的 灵石字不会少 秦沟面色淡然 冯光剑顿时眼中一亮 又看了看其他庶民修士后 那我等便不再次打扰仙子与悬尸了 秦兄 在下会在老地方恭候 说吧 冯光剑春风得意地带着其他修士陆续走出王启寺的房间 李元珍突然望向秦沟 十枚极品零食 是 怎么了 一时间小独狗猛地看向冯光剑离去的方向 满脸忧怨肉疼地轻咬了一下猪唇 愤愤不平 待会儿贫刀一定要亲手斩了它 真当阿琴的险是大风刮来的不成 我的 那个都是贫刀的血泪呀 琴狗赶紧咳嗽一声 用眼神示意王启斯可还在一旁看着呢 这李小狗难道忘了要帮自家秦沟证明清白不成 说好的正派圣女 张口就要为了临时砍人可还行 琴师 已经不用演戏了吗 忽然 李元珍话风一转 自那须界内掏出一柄洁白如雪的浮沉 轻轻搭在小臂之上 气质济月清风 冰魂雪破 好一味不失人间烟火的高岭之花 王启斯被李小狗的突然变脸震撼得不清 这位师姐到底是何方神圣 大圣州 问剑门首席 李元珍 什么 世界你居然就是 之前看不出来吧 李元珍腼腾玩耳一笑 装作一位适度如命 行事资意 百无境界地逍遥散修 而不是时时刻刻彰显我的出身 反而更加有利于频道在外历练 说话间 李元珍又取出一块能够证明他身份的问剑门首席之令 心念一动 当时令王启斯感受到了一丝精纯至极的见义 脑海中隐约浮现出了问剑门的山门 这可要比王启斯曾经遇见过的一名同样出身问剑门的修士 所展现的令符要强大得多 王启斯不由得惊叹不已 特意扮演一位适度如命之人 实在是有损一袋 纵意仙子的形象 李师姐牺牲好大 李小狗笑颜温柔 至美如蓝 为求大道 那又何妨 王启斯用力点头颇为欣喜 李师姐先进高原 我大有不如 能够在枫南城见到李师姐这等人物 真是我之信念 其实频道原本大多数时候都只在大盛州出没 之所以会来这枫南城 皆是因为情诗的关系 情诗 王启斯怯生生地看了情沟一眼 李元珍会心一笑 经一次偶然相遇之后 频道为情诗的品行风度 所深深折服的躬身躯背 甘拜下风 五体投地 如今已然与他结伴而行 闻言 情沟不禁嘴角一抽 不知怎地 如今听李元珍说话用词 总觉得会有什么其他意思 而王启斯却已然被震惊地正正出神 他之前一下没反应过来 是啊 这二位竟然也能成为形影不离的同伴 摩尸与圣女 这是什么组合啊 又想到 他之前甚至还错以为情沟与李元珍 乃是那种狼情窃异的道理关系 王启斯不禁小脸通红 那个 李师姐此时过来 难道也是为了对启斯 失忆援手 李元珍轻点情手 容美一笑 当然 凭到天生渐心通明 极恶如仇 怎能容许那等歹人 在我面前欺凌弱行 一听这话 王启斯双眸威红 感动不已 启斯 启斯真的非常感谢二位高义 之前虽然因为秦氏的名声 有些惊慌畏惧 心里还是明白 启斯总不可能真的大费周章 来戏弄启斯这一般 不值一提的小人物 但此事实在太过复杂 启斯甚至都不知道 自己到底该不该反抗 见状 秦沟追问 丫头你到底在顾虑什么 我 我娘亲早已被他们囚禁 而我根本不知道 她的具体下落 平日与她交流 都只能哀求逢光剑 通过一个桃冠模样的法器 来换出娘亲的虚影 只能隐缘看到 她被囚在一处漆黑的洞窟之中 王启斯苦涩一笑 很是感伤 虚影 秦沟眼皮一跳 启斯 你被冯光剑的人 胁迫多久了 一共走过了多少地方 有六七年了 地方的话 去过汉州 也去过楚州 王启斯不解地问 秦氏为什么这么问 一时间 秦沟与李元珍 不禁相视一眼 王启斯的意思是 她娘应当是被关押 在一个固定的地方 然后由冯光剑 通过某种法宝 在距离极远的情况下 还能换出她的虚影 然而 就算世上真有这等法宝 恐怕也不是冯光剑这等境界平常的修饰能够拥有 一丝不好的预感萦绕心头 在秦沟看来 王启斯所描述的 实则更像是一种歹毒的锁魂法器 是秦兄让你为我引路 在老掌柜的带领下 冯光剑颇感困惑地步入了绝不像一般客人开放的太平楼后宅 刹那间 寒芒如灵蛇吐信 李元珍一剑点在冯光剑的喉头 秦沟面色阴沉 冯道友 敢问王启斯的娘亲何在 冯光剑先是一惊 旋即咧了咧嘴 宁笑起来 原来如此 不过秦兄可知道 只要我冯光剑受上半点伤势 那女人也活不成了 果然是这样吗 李元珍语气骤冷 瞬息间银剑斩出 本面邻居斩无形 恍若急风骤雨般落在冯光剑身上 外表看不出来半点伤势 却只听扑通一声 原本得意洋洋的冯光剑猛然跌坐在地 神色呆滞 嘴歪眼斜得朝李元珍拍着巴掌 吃傻憨笑起来 妈妈我想吃狗山药 贫道看你像个山药 一掌射来冯光剑的纳虚剑 仔细寻找之下 终于从中找出一个暗灰色的陶冠法器 但灵纹并不完整 似乎是为安全起见 用来妥善解封开启着陶冠的其他物件 大抵是在其他同伙手中 而望着陶冠最中心那一圈阴森的锁魂灵纹 秦公李元珍二人 眼中同时流露出一抹深深的不忍之色 王启斯的娘亲已死 至少他曾经的身体早已不复存在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作品由菠萝包青小说APP出品 由云天河金喵主治 后期相逢 我的图二竟然全是反派 第七卷 天师无双 第十九集 天师有 命老掌柜将冯光剑押入太平楼之下的地牢后 秦沟又让王启斯将其他同伙进阶引到后宅制服 成功从其中一人的那须戒中 寻到了开启锁魂陶冠的特殊令符 手持陶冠 秦沟的面色非常难看 其中所封印的那一缕魂灵 应该就是王启斯的娘亲 但由于这具锁魂法器的品质低劣 又没有高阶修士护友 年身日久 导致他的魂力严重溃散 这名可怜的女子已是时日无多 据说这段时日以来 冯光剑等人的敛财行径愈发疯狂 想必也是考虑到 很快就会失去这个用来控制王启斯的最大把柄 秦沟将陶冠与令符一并交给王启斯 叹息一声 启斯 此物乃是一种非常歹毒的锁魂法器 所以我希望你能做好心理准备 话音刚落 王启斯小脸苍白 修长亮丽的睫毛都在微微颤抖 他没有加入过任何一派宗门 父亲常年不在身旁 娘亲的修为也不高深 至于恋气一道可谓一窍不通 但关于锁魂法器的阴邪之名 多少还是有些耳闻 如今得到了秦沟的肯定 他便再也无法欺骗安慰自己 一时间 王启斯小心翼翼地将陶冠捧在怀中 眼眸哀痛 不乏沉重地转身而去 那过分纤细单薄的背影 着实令人心疼 至于冯光剑等人 可以告诉唐妮子 太平楼地牢内的那数量惊人的各类刑具 大可不易再当摆设 秦沟猛地一副长袖 李元真沉默地点了点头 轻轻握住了他的手掌 一注相吼 王启斯再次出现在秦沟面前 虽然他极力掩饰 但此刻那双通红的眼眸 与白皙脸颊上挂满的泪痕 都无声地表明了他此刻的巨大痛苦 秦施 娘亲他恐怕已经坚持不了太久 王启斯败倒在地 声陷甘涩地祈求起来 启斯恳请秦施 若是能救娘亲一命 启斯此生为怒为逼 做牛做马 一定要报答您的如善众恩 然而 秦沟虽然的确持有一些巩固神魂的丹药 太号之牙也能化作拥有类似作用的灵草 却竟是给活人服用 系统或许能够提供帮助 但秦沟早已呼唤了许久 陷入沉睡的他根本无法做出半点回应 至于最后 也是最为极端的夺舍之法 似王启斯娘亲那般已经不能再虚弱的状态 也根本不再具备任何可能 秦沟无奈地摇了摇头 抱歉 我帮不了他 王启斯的视线一阵模糊 面如死灰的苦涩一笑 这不是秦施的错 娘亲他 方才还告诉我 自己如今唯一的愿望 就是期盼能够再见父亲最后一言 可他 王启斯与他娘亲恐怕都还不知道 无论是王璇还是仁孝生 都早已生死盗孝 但此时秦沟又怎能说出事实 再为这对令人怜惜的母女 造成如此沉重的打击 你们为何都用这种请求的眼神看着我 就在秦沟面露不忍之际 忽然察觉到了李元珍 与王启斯二人的目光有些古怪 秦沟神色一正 直向自己的脸庞 难道说 你想让我去见你的娘亲 这样 至少能让娘亲 不会带着悲伤离去 王启斯泪眼婆娑 语气却格外坚定 李元珍一劝说起来 阿勤 阿勤 你就帮了这个忙吧 健壮 秦沟深吸一口气 当场化作王璇的容貌 凝重地开口 你娘 她叫什么名字 田师勇 姓田 启斯 你的名字可是你父亲取的 是 王启斯 斯之一字便是甜在心上 那人孝生终生都不能在田师勇 王启斯母女面前 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也因为继承了窥道童的原因 不得不远离妻女 打着所谓隐世闭关的名义 前去赴死 但与那个临死仍放不下思念的女子一样 她亦是对这段情意刻骨铭心 深入神魂 她留下过一些珍贵的功法典籍 却还是只希望自己真实之人能够平静地度过一生 不敢让他们与王璇之名扯上半点关系 只因她永远也不会知道 下一代王璇会是一个怎样的人 又会如何对待他们 这或许便是人孝生最大的悲哀 走入屋内 秦沟终于见到了那位名为田师勇的女子 她没有美的经验 但眉眼间极尽温婉 乃是一种小家碧玉的柔美动人 玄哥 真是你吗 见了秦沟 田师勇极不稳定的半透明身躯明显一颤 谋中竟是难以置信的狂喜 秦沟没有承认 声线已是温柔到了极致 十二 我来见你了 田师勇来到金钱 轻柔地俯在秦沟连家 她没有真正触碰 也早已没有了那个能力 玄哥 一走多年 但终于 还是被十二等到了 田师勇生先颤抖 但还是努力绽放出了一个格外灿烂的笑颜 她已经没法哭了 自然要笑得最为动人 是我来得太晚 负责由启荣那群该死的歹人剑将你害成这样 轩哥 我不要你说这些 我要你看着我 我曾幻想过许多次与轩哥再次见的场面 而像今日这般 其实也非常不错 你知道的 我修为那般低微 说是还有身体 也定然早就年华老去 白发与皱纹一样少不了 我万万也不要玄哥看见我那个模样 玄哥还是这一般风度翩翩 气雨轩昂 真好 我也永远不会有人老珠黄 令你深夜的那一天 特别好 这个女人 秦沟曾以为 自己会成为田石勇大土苦水的倾诉对象 却没想到她竟如此豁达 可越是如此 便越叫人怜惜 在我王璇心里 时而永远都是最为美好动人的存在 这一点 无论如何也不会更改 真的 绝无半句虚言 田石勇一笑奄然 可在他笑得愈发迷人的同时 他的魂体一再不停地淡化 溃散 能听到这些 是要真的很高兴 我当真已经许久没有像今日这般开心 这才说了许多没用的东西 让你一直这般容忍我这个死鬼姑娘的废话 真的非常感谢您 轻盈后退一步 田石勇眨了眨灵气活泼的双眸 开朗得不似一个将死之人 言语间竟是感激之心 陌生人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作品由波罗包青小说APP出品 由云天和金喵主制 后期相逢 我的徒二竟然全是反派 第七卷 天师无双 第二十集 喊对了 什么 秦高不禁心头一惊 他究竟是哪点暴露 我对道友感激不尽 但实话实说 那个木头脑袋 绝说不出像道友这般动情的话来 田石勇无奈一笑 别看王璇在外界叱咤风云 唯独在我这 像那都跟个梦葫芦似的 但我却明白 这才是他真正放松的状态 秦高很是汗言 所以他最大的错误 竟然是将情感表现得过于丰富 用力过猛 此刻可是生离死别啊 这人笑声田石勇二人 当真是一对奇葩不成 田石勇眼神温和 想必是奇思那孩子 拜托道友前来安慰我的 是 事已至此 秦高总不可能再继续演戏 那孩子总是这么天真 而这世上 也的确没有那么多天云凑强 他终究还是没来 田石勇虽然仍带着浅浅的微笑 但秦高却从他已经不再明亮的双眸 读出了一抹深深的哀切 我 秦高面露犹豫之色 他不知道 这一刻自己究竟还该不该向田石勇坦白说明 人笑声至今都没有现身的真相 田石勇摇了摇头 这当然不是道友的错 若是我自始至终 都没有发现道友的真实身份 也并不是什么好事 那样完全将道友这般好的人 当作贪的替太平 实在是太不公平 太委屈人了 都到了这个时候 田道友居然还在为别人著想 一时间 秦高竟然觉得自己有些看不透这个女人 田石勇眼嘴一笑 脚下的眼眸灵气十足 即使马上就要厚着颜面 有求于道友 还不得赶紧奉承几句吗 说是我还有身子 说不定已经慢弄着半老徐娘 谨慎的那点风韵 为道友当场武上一端 田道友 你可真是 秦高不禁哑然失笑起来 那不知 我有什么能帮上道友 还不知晓您的名讳 秦高 秦兄 田石勇彬彬有礼地身诗一礼 收敛玩笑之色认真起来 如今在这世上 我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奇思那孩子 不知能否恳求您 在我魂归天际之后 对那孩子照料一二 我会告诫于他 往后定要好好听从秦兄吩咐 田道友如此信任于我 田石勇轻点禽手 我相信那孩子看人的眼光 既然奇思会让您此时来见我 说明他对秦兄已是非常信赖 秦高嘴角微微一抽 实在有些不好意思告诉田石勇 自己与王奇思 其实才刚刚认识一天 当然 我也不是让秦兄护他一世 只求您能够将他送到 秦星轩虎魂前辈身边 这位前辈 与我田家仙人有救 若是向其说明 奇思已是我田家唯一后人 定会愿意收留 我明白了 秦高郑重其事地点了点头 我答应你 多谢秦兄 田石勇眼中一亮 万分感激 秦兄如山众恩 田石勇 如果说今生今世 莫齿难忘的话 会不会显得太无耻了些 毕竟 我本来也没有 剩多少时间了 秦高哭笑不得 田道友 一定要用这种方式来玩笑吗 田石勇轻笑着贪了贪手 也算是一种另类的苦中作乐吧 还劳烦秦兄将奇思现在换来 我想再与他吩咐几句 行 秦高点点头 掐绝便要传音 秦兄 然而秦高才刚与王启斯取得联系 田石勇便再次喊了一声 语气显得有些急切 秦高疑惑地抬头看了过去 竟猛然发现 就在这一瞬间 田石勇原本就极不稳定地半透明身躯 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不断溃散 只怕用不了多久 就会彻底消失在秦高的视线之中 田石勇双眸黯然 笑容苦涩 秦兄 原来 真到了这一刻 我果然还是会心有不甘啊 分明都已经交代好了一切 我却还贪心地想着 要是能够再多陪陪其次一段岁月 那有多好 话音刚落 田石勇缓缓地闭上了眼眸 双手轻轻垂下 同一时间 有一道火红的身影 自秦高视线中飞速掠过 一袭红裙分外妖娆的莫清新 慵懒地打了个哈欠 一只洁白如玉的小手 稳稳地点在田石勇的眉心 莫清新展颜一笑 美滋滋的 秦老大爷太好了吧 妾身才刚一睡醒 就要有好吃的了 秦高眼皮一跳 赶紧出声制止 小忠住手 你今晚莫要回来 不小心吞噬了田道友 难道 他不是您特地为妾身准备的 莫清新神色一正 秦高咬牙切齿 当然不是了 莫清新别了别嘴 一脸遗憾失望之色 王起司怎么还未敢来 秦高焦急地望向窗外 自语一声 见状 莫清新好奇地问道 秦老大似乎 与这女残魂有些交情 不愿她就此消散 是 莫清新嘴角微微 让其一抹潜笑 秦深如今倒也算是半个鬼羞了 可以分出少许魂力 慢慢滋养于她 虽不至于让其瞬间化作全胜状态 但却能在其沉眠过程中 帮她慢慢恢复 毕竟 这残魂已经沉弱到这种程度 妾身要是稍微大方一点 还真怕她虚不受补 彻底魂飞魄散 秦高惊讶地望着莫清新 此话当真 可没听说过其他鬼就拥有这等能力 以前也没有听你说起过这些啊 以前妾身只管胡之海塞 也没有这等好好表现的机会啊 说着 莫清新自己也有些不好意思地撬脸羞红 况且 妾身再怎么说 也曾为戒主之身 我的鬼羞魂力 乃是含有戒主本源之力的存在 或许是这天底下独一愤浪 哪里是寻常鬼羞能比 不愧是瓷国圣族 秦高只却峰回路转 不由得很是振奋 哎 小莫小莫 我当真是没白养你这么久 听了这话 莫清新陡然相间一颤 撩人心魄的魅眸之中 充斥着不可思议之色 这 秦老大 先生不会是在做梦吧 一时间 苦命的小冲受宠若惊 激动的声线都哽咽了起来 您 您居然喊了切身的信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作品由波罗包青小说APP出品 由云天和金喵主治 后期相逢 我的图二竟然全是反派 第七卷天师无双 第21集义父 待王启司匆匆赶来 却再也寻觅不见自己娘亲的身影 一时花容失色地惊叫起来 秦 秦师 我娘他 放心 秦沟将手中的锁魂陶罐 递向王启司 温和一笑 现如今天道友仅仅只是陷入沉睡 待魂力慢慢滋养 假以时日定能恢复 唯独要注意的是 还得尽快把这等低劣的锁魂法器换掉 免得再害田道友的魂力白白亦散 闻言 王启司连忙接过陶冠 仔细查探一番后 不禁激动地双眸通红 带着哭腔 启司扣谢秦师 说话间 王启司面冲秦沟煽染泪下 双膝跪倒在地 快快起来 秦沟当即以一道温和的灵力 将王启司轻轻拖起 王启司感激涕铃 启司真的大错特错 要真实地向秦师 忏悔道歉 我之前万不甘提醒那些 对秦师恶意抹黑的谣言 你与其师不过是萍水相逢 却不求任何的悔报 使我脱离苦汗 拯救了命学一线的娘亲 如此才高行洁 黯然忍者 却被秦司放在那般误会 必如蛇心 秦司当真不是惭愧 无敌自容 更是对那些 污蔑你生命的歹人作呕 这 这孩子 如此可教议 秦沟敦时满面红光 精神焕发 昂首挺胸 所谓不知者无罪 启司倒也不必自责 毕竟本作 本就更喜欢用事实说话 况且能够顺利救你娘亲 也绝非我一人之功 真正出力最大的 还是她 说吧 秦沟心念一动 默秦星娇艳火红的身影 瞬间自她怀中的 胭脂和空间的飞出 拼挺而立 王启司恭敬地望着默秦星 不知道这位前辈 村姓大名 秦沟轻笑着出声介绍 她叫默秦星 小冲陡然一声惊呼 秦沟一头污水 你怎么了 你又喊对了 这次还是全名 默秦星若吸紫捧心般 双手搭在自己激动 起伏不断的胸口处 大喜过望地交呼起来 击中了切身的心脏 秦沟啼笑皆非 咱能不能有点出息啊 察觉到一旁 王启司满是茫然错愕的眼神 默秦星也不由地俏里一热 这位前辈 难道你是秦氏的道理 什么 可使不得 那就是奇思会错意了 见状 王启司很是不好意思 方才见默前辈 难是自秦氏怀里献出身形 这才以为二位 应当是非常亲密的关系 不不不 小丫头你记错了 气身不过是秦老大的 接下求伴了 毕竟说者无意 听者有心 可不能让如今自称 敖半威的盛君大姐头 误会了 王启司愣了一下失笑 前辈玩笑了 其实是认真的 如果真算起来 小冲倒也的确是 被我从某地强行掳来 秦沟摸了摸鼻子 一听到小冲这个称呼 默秦星敦是怠眉微醋 化身怨妇 可没办法 生怕他再像之前那般 平地惊雷一惊一乍 秦沟哪敢再正经换他 王启司目光崇敬 不 您就不要戏弄我了 启司绝不相信 对我恩仲如山的秦师 会做出这种事情 启司真是个好孩子呀 秦沟顿时满脸欣赏地 拍在王启司的肩头 以示鼓励 默秦星满脸黑线 不过自己如今追随秦沟 也的确是带有 愿赌服输的自愿性质 并非真正丝毫不讲道理的胁迫 秦师 这时 王启司的语气突然严肃起来 之前启司说过 若是您能够救娘亲一命 启司此生甘愿做牛做马 粉身碎骨也定要报答您的恩情 此话绝非细言 启司参见主公 行了 丫头你成我的情 只要记在心里就好 秦沟笑意和煦地摆了摆手 明镜栽星是一方面 但从此刻开始 只要主公之令 启司哪怕肝脑涂地 亦会竭尽全力 这是我欠您的 王启司语气真挚 绝无作为 既然这丫头的话都说到了这个份上 秦沟总不可能硬生生拦着不让人家心怀感激 好吧 不过主公这个称呼还是算了吧 您是觉得别扭 那要不 义父 秦沟悍言不已 主公别扭 所以你就换了个更别扭的 还是叫秦师吧 王启司小脸一红地挠了挠头 可是 启司到底不是您门下的弟子 若是让叶公主知晓 定是徒增误会 我怕 王启司对于叶七双的忌惮 居然已经到了这种程度 文言 勤勾不禁沉默下来 这番话 真是让他深刻地认识到 自己可真是老大不小了 就连当年不够两个巴掌大 每天在床单上尿地图 愁坏了自己和赵兴廷的小双耳 都能成了他人的童年阴影 此日 启司 带着你的便携法器来帮我一个忙 王启司轻点琴手 抿嘴一笑 是 义父 清沟呼吸一掷 无奈笑道 你这丫头还当真了 以后便一直换我义父了吗 要是您觉得为难的话 那不如 我以后就换您 主人 千万别 王启司展颜一笑 没事 齐司不觉得委屈 不 我是担心你的人身安全 至于原因 你很快就会知道 清沟摇头一笑 伸手轻抚在自己腰间的吞海背上 算算时间 清瑜这一次的失眠 也快要结束 王启司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小脑袋 对了 义父 您让我戴上侧鞋法器 可是打算与他人便便血脉 考虑到自己取了王璇之名 多少也算是成了人孝生的因果 这一次 清沟也不再纠正王启司的称呼 淡然一笑 不错 那咱们是要去骗谁啊 清沟嘴角一抽 不是骗 可您如今身怀万灵血 那叫智取 一旁的李元珍 当即在王启司耳畔轻声教导起来 王启司一脸茫然 啊 这难道是什么暗语吗 李元珍顿视一本正经地 拍了拍王启司的肩头 一副叛奇成才的过来人模样 语气勉励 向着阿晴好好学吧 深奥着呢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作品由波罗包青小说APP出品 由云天和金喵主治 后期 相逢 我的图二 竟然全是反派 第七卷 天师无双 第二十二集 我不想听 很快 秦沟又找到仍旧以一叶情容貌事人 俊俏书生模样的秦元 时至今日 阿元你与淳儿之间相处得似乎还不错 秦元微微点头 善尽人意 您的意思是 打算要正式向牧唐淳说明真相了 不错 但主要还是要看阿元你是怎么想的 倘若人心存芥蒂的话 为父当然也不会逼你 秦沟柔和地注视着阿元 阿元顿时心里一暖 生现清脆 那我就和爹爹一起去吧 经过这几日的熟悉 木楼主的确不是阿元 之前想象中的那种洪水猛兽 相反 还颇为温柔伶俐 这可不是自卖自夸 您知道的 阿元与他的性子可是完全不同 秦沟嘴角含笑 是吗 可在为父看来 阿元自然也是相当的温柔伶俐 一听这话 秦元古灵精怪的 眨了眨水汪汪的美眸 笑盈盈的 那大概是因为阿元的家教和基因 都实在太好 想不出色都难 却并非是阿元自己的努力 你这孩子 怎能如此妄自菲薄 看清自己 阿元所言句句发致肺腑 傻逆子 承认自己优秀有这么难吗 这话分明就应该是由我来反问爹爹 阿元何时才能像您那般优秀啊 宝贝 父亲 一注香后 秦沟秦元二人手拉着手并肩走 满是志同道合 却又意犹未尽之色 毕竟若不是主动克制 这俩人相互添花乱坠 疯狂吹捧个三天三夜 也不会是什么难事 秦沟与阿元二人 一起步入木唐纯的屋内 王启司与李元贞 则在大堂暂坐等候 木唐纯明显察觉到 二人此刻眼中的严肃 爹爹 一道友 你们这是 唐妮子 你可还记得 我之前向你提起过的阿元 木唐纯回忆了一下 阿元 是 之前在子急魔教 你好像的确对我说起过 阿元 他好像和我一样 没错 一样都是 胡月山主人的未婚妻 住手 刹那间 秦沟秦元妇女 异口同声 秦沟蹊跷生烟 咬牙切齿 我之前分明已经 向你好好解释过一次 她是我的女儿 姓秦明媛 你当做耳旁风了不成 我 我是真的服了 服了 阿元脸蛋仗红地 跟着重复 那可能 穆唇儿不小心记忏了吧 穆唐纯不好意思地捋了捋耳畔银发 秦沟面色发黑地叹息一声 一指秦元 向你重新正式介绍一番案 那 她就是阿元 话音刚落 秦元浑身光滑闪斗 瞬间恢复了自己的真实容貌 但穿着打扮仍是那一起雪白的男子长衫 以至于胸口处略显突兀 穆唐纯一头雾水 一道友就是阿元 你 你为什么要突然变成唇儿的模样 秦元无奈地摊了摊手 这就是我的本来面貌 前几日第一次看见你的容貌 我也是笑了好大一条 穆唐纯水灵眸子里 竟是惊恶之色 一道友 阿元没骗我 这世上竟有如此巧合 巧合 秦元哑然失笑着摇了摇头 不 其实有很大可能 你我曾经压根就是同一个人 阿元别逗我了 穆唐纯有些好笑 突然催动了自己的本命邻居 韶华谋 直视秦元 秦元耸了耸肩 眼中灵魂闪烁 同样样起抹动人的湛蓝色光滑 且自然散发的威仪 明显要比穆唐纯上数仇不值 韶华谋 穆唐纯惊叫起来 满眼的难以置信 又一挥手 展现出自己独有的一人天赋 指尖营绕着 树根微光点点的半透明丝线 秦元毫不犹豫 同样随手凭空抓出树根定魂线 这 郊躯猛的一颤 穆唐纯目瞪口呆 彻底傻了 秦元深吸一口气 虽然早就听爹爹说过 但这辈子第一次亲眼见识到 有人同样能够凝聚定魂线 我也有些被吓到了 穆唐纯伸手搭在胸前 努力平复着心头的惊涛骇浪 双眸不断上下打量秦元 见状 秦元一直试着穆唐纯这张 无比熟悉的脸颊 若有所思 穆唐纯神色认真 不论如何 有些东西 我一定要确认清楚 秦元抿嘴一笑 如此看来 你我果然是心有灵性 事先说好 此乃自愿 绝非强迫 无论结果如何 你我都不得动怒 秦元很是赞同地点了点头 一言为定 一旁的秦沟却是满脸糊涂 忍不住开口 你俩到底在说什么 阿元与木楼主 定是想到一块去了 据说某些双胞胎 都会有心灵感应 能够轻易明白 对方的心意 我俩之间 指不定还要更胜一筹呢 秦元胸有成竹地 看向穆唐纯 要不我们一块告诉父亲 好啊 秦元直接迈出一步 大大咧咧 咱们把鞋子脱了 来比大小 你说啥 秦元瞠目结舍 甚至怀疑 是不是自己的耳朵 出了什么毛病 穆唐纯却娇哼一声 直接做事 拉着自己心口的衣领 露出一片雪白 刹那间 秦沟反应极快 火烧眉毛般冲出屋外 猛地关上大门 你要做什么 父亲你去哪 快回来救我 阿元的尖叫声 不断响起 秦沟嘴角一抽 让我回去 你们俩到底在做什么 只要不是为父想象中那样 木塔穿疯了 他把我衣服 老爹救我呀 此时此刻 阿元的声线竟展现出 一抹十分少见的扭捏羞怯 尖叫连连 不女孩们 你赶紧住手 我就是舍不得把你打伤了 我才 你指头在叫你灰飞烟灭 老爹还愣在外面干嘛 快来救我啊 你看真的能够救你一个人 秦沟汗颜无地 满脸尴尬的大喝 这种警官 你老自我能进去吗 片刻之后 屋内渐渐安静下来 爹爹您可以进来了 你确定 秦沟将信将疑地推开房门 只见秦远 木唐纯二人 虽然的确已经穿戴整齐 却莫名其妙地 调换了彼此的衣物 阿元穿着木唐纯的羽长 唐妮子便是一席 阿元之前的男子常山 太可怕了 木唐纯双眸呆滞 什么 秦远苦笑着解释 除了他那一头白毛毛之外 我们俩的外貌 果真毫无二致 木唐纯一小鸡灼米般点头 伸出小手 情绪异常激动地 不断比划着某种曲线 就连身材也是 胸部的丰满程度 还有我们的 混丫头 我不想听 你也不用用手势给我形容 秦沟老脸通红 欲哭无泪 甚至直接做出了一个 想要自戳双目的架势 恼羞成怒 我脑子里有画面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作品由菠萝包青小说APP出品 由云天河金喵主制 后期相逢 我的图二 竟然全是反派 第七卷 天师无双 第二十三集 小红红 纯儿 当真是被吓到了 意识到自己的失言 穆堂纯也不禁小脸一红 目光闪躲地低下头去 秦沟苦笑一声 虽然让穆堂纯 喊了他这么久的爹爹 但从他方才下意识的表现看来 这丫头自始至终 也还是打心底 没将老秦 真正当作自家老头子看待 否则要是换作阿源 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自己面前 大谈如此暧昧的话题 父亲你一定想不到 除而他如此激动的最大原因 秦沿瞧了穆堂纯一眼 忍俊不惊 之前阿源不是与他就 想要变苗条的问题 争论过一次吗 这傻妹妹为了受成一条杨柳枝 甚至专门修行过一种 能够令身段更为纤细的辅助功法 结果呢 还是与阿源体型一致 文言 秦沟不由地想了许多 如此看来 在秦源与穆堂纯二人冥冥中的联系里 谁才占据真正主导位置 已是显而易见 唐妮子 你此刻能够理解了吗 自己和阿源之间的联系 已经与我的关系 穆堂纯盘坐在床榻之上 捧着小脸 语气古怪 可是再怎么说 我与阿源乃是某人一分为二之事 也太过离奇 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说明唐妮子对于自己的一人天赋 还是不够了解 离奇 她要是知道 其实自己和阿源 甚至根本就不是在这个世界诞生的 恐怕更要蒙了 而且就算这是真的 阿源应该也不是您的亲生女儿吧 你说啥 秦源匪夷所思 头皮发麻 秦沟亦是满脸不见 为什么这么说 毕竟 这几日相处下来 淳儿看您和阿源之间 经常勾肩搭背 推散玩闹 真没得点像是妇女 反而更像是 挚友 或者一节金兰的兄妹 二位分明是平等的存在 一听这话 秦沟与阿源不禁相视一笑 在修真界 掌幼间的尊卑的确十分严苛 虽不至于像凡俗界那般 逆胸一眼 仗打八十 但似秦沟与阿源之间的 这等相处方式 仍是一大罕事 比如古飞燕 每每参见自己的父亲 众魔圣教古金红 都是绝对的毕恭毕敬 真要小燕也一样 跟古金红勾肩搭背 不仅小燕自己做不出来 古金红自己也得蹊跷生烟 唐妮子你这些年 一直生活在太平楼 的确一时没法理解我和阿源 不过 现在想要证明 我们之间的血缘关系 也很简单 秦沟微微一笑 传音给了大堂内的王启司 不一会儿 王启司便步入屋内 又按照秦沟的吩咐 以特殊灵术 催动了自己掌中的变血法器 那眉小小的影青色酒杯 秦沟率先射出一滴灵血 用眼神示意木唐唇 见状木唐唇心领神会 但还是略微犹豫了一下 这才缓缓伸出小手 同样将一滴灵血 落入酒杯 紧接着 王启司单手掐出一道灵绝 酒杯内的两滴鲜艳灵血 转瞬间便相互交融 最终果真顺理成章地 凝结成一小块 形状不太规则的血色结晶 在秦沟目前身怀的万灵血作用下 这本就是理所应当的结果 哪怕直接随便到大街上 硬拉一个人过来 老秦也能瞬间化身其血清长辈 真假莫变 秦沉 木唐唇双眸惊恶 彻底呆住 秦沟知道 对于这一事实 的确需要容唇二 一定时间接受 便默默地将那一围血色结晶 收入了自己的纳虚界中 而一旁的王启司 却在此时终于忍不住 向秦沟传音 义父 启司真的没有搞明白 您到底为什么要用万灵血 来故意玩笑木楼主啊 秦沟认真解释 什么玩笑 她本就是我女儿 哪怕没有万灵血 这也是事实 王启司戴眉微醋 一针见血 可我看您方才 也没有通过那块血色结晶 来主动确认 真正的便血结果 便直接将其 收入纳虚界内 这又是为何 秦沟当时双瞳一颤 暗道一声 这丫头的观察 怎会如此敏锐 我 我明天一定是确认 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秦沟真正的顾虑确实 时至今日 她仍旧没能探寻清楚 阿元和淳二身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 究竟为何会出现 这等一分为二的情况 而倘若木堂淳 这句几乎就是凭空 多出来的身躯 真就与她没有一点血脉关系 这上哪儿说离去 爹爹 方才那杯血色结晶 能送给春儿吗 木堂淳突然开口 秦沟有些迟疑 那东西为父还有些用处 过几日子给你如何 闻言 木堂淳眼中不禁闪过一抹狐疑之色 但还是点了点头 那这样吧 假如 楚儿是说假如 这一切都是真的 您是我的亲父 那不知楚儿的娘亲乃是何人 她又现在何处 娘亲如今在秘境之中闭关 你一时半会儿还见不到她 秦源解释了一句 至于她的身份 还是爹爹您赖说吧 秦沟微微汗手 唐尼自可知晓 众魔圣教 那是楚州一处中心宗门 你没听说过也实属正常 但 秦沟的话还没说完 木堂淳陡然语气微压 众魔圣教 从而当然知晓 众魔圣教现在这么有名了吗 秦沟有些不解 众魔圣教虽然曾经有过不俗的辉煌 但早已是数百载前的陈年往事 木堂淳轻柔一笑 木 虫儿之所以知晓 是因为那 毕竟是小红红的宗门吗 小红红 古青红 秦沟刚抿了一口的茶水 瞬间狂喷而出 他乃是众魔圣教之主 这我当然知道 秦沟的神色极为精彩 满眼错愕 可你怎能叫他什么 小红红 为什么不可以 修真切达者为尊 小红红他自己也觉得这样比较亲近 木堂淳一耸相间 不吝赞许 小红红很是仗义名理 虽然淳儿当初对他的相助已过去数年之久 但时至今日 他仍称淳儿为救命恩公 每每相见 还都要向淳儿行那最为庄重的三桂九寇 拜祷行礼 当是一位十足的知恩图报之人呢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作品由波罗包青小说APP出品 由云天和金喵主治 后期相逢 我的图二竟然全是反派 第七卷 天师无双 第二十四集 那命来 注意到秦沟与阿元二人瞠目结舌 呆若目击的神情 木堂淳大祸不解 你们怎么都突然不说话了 秦沟好不容易缓过神来 先是让王启司暂时回避一下 这才深吸一口气 你说自己曾经相助过古金红 你到底帮了他什么 那是数年前的事了 木堂淳老老实实地点着小脑袋解释 当时小红红受人追杀 走投无路之下便趁着夜色 直接一头闯入风平郡的一处太平楼 考虑到对手的实力 利弊权衡之下 墨婆婆需要让她付出非常高昂的代价 才会保证她的安全 那是当时淡尽凉绝的小红红 根本拿不出手的 虽然也可以让她当场发下灵事 种下灵咒 以其他方式偿还报仇 但最终 却是淳儿出面将她保下 理由是 淳儿下意识觉得她颇为面熟 可能与自己失去的记忆有关 而从那以后 小红红便一直对淳儿感恩怀德 清沟嘴角抽搐 可即便如此 古金红也不用每次见你都庄重地 仿若静神一般的三跪九寇吧 木唐纯小脸无辜地 眨了眨纯净毛子 淳儿也劝过好多次了 可那都是小红红自己主动的 还说淳儿之余她 就值得这般尊敬 一时间 秦元面红耳赤 用力捂着自己的脸蛋 我头好晕 阿元感觉自己快要疯了 清沟若有所思 阿元应该还未与古金红见过 我见过她 但她并不知晓我的存在与身份 哦 那就好 清沟服额叹息 木唐纯一头雾水 二位到底干嘛又如此一惊一乍 大惊小怪的 淳儿真是彻底糊涂了 秦元满脸黑线 你管这个叫一惊一乍 清沟亦是哭笑不得 唐妮子 你可知道自己口中的小红红究竟是谁 小红红我自然很是了解 可我们之前不是在说阿元的娘亲吗 怎么就突然谈到小红红身上了 她总不可能 木唐纯一脸莫名其妙 摸不着头脑的懵懂模样 秦元郑重其事 因为咱俩的娘亲正是众魔圣教古惊红的三女儿 古飞燕 一听这话 木唐纯顿时情不自禁 迎灵般娇笑 阿元姐 咱们说正事呢 你能不能不要总斗啊 小红红的三女儿 一个根本并非与我们同一世代的晚辈小妹妹 这年龄也对不上啊 甚至要是跟爹地比较起来 她简直就年轻得像个小宝宝一样 如此天差地别 谁会下得去手啊 怎么可能嘛 话只说到一半 木唐纯又猛的神色一正 很是不解 你们怎么都不笑呢 只有纯儿一个人在笑 老秦面色发绿 咬牙切齿 阿元 你马上向她解释清楚 一注香后 木唐纯眼中竟是茫然与震撼之色 一人天赋 另一个世界 我 我头好晕啊 纯儿感觉自己 可能疯了 木楼主干嘛要如此一惊一乍 大惊小怪 阿元瞬间脱口而出 你管这个叫大惊小怪 木唐纯瞪大美眸 风水云溜转 阿元抑制不住地满脸笑意 神清气爽 得意洋洋地端起一杯香鸣 那叫一个解气啊 秦沟总算松了口气 语气缓和下来 唐妮子如今可算明白了一切的来龙去脉 可要为父再帮你礼上一礼 你娘是 木唐纯轻轻点头 是众魔圣叫古飞燕 秦沟会心一笑 那你优秀的父亲 唐妮子无比坚定 是那黑袍 秦沟再度一口喷出 彻底明白自己今日肯定是没法好好喝茶了 你 秦沟欲言又止 身子一晃 下意识亮腔后退半步 父亲 您没事吧 秦沟 木唐纯同时关切地站起身来 为父头疼 我感觉自己 已经疯了 秦沟 机遇泪奔 想去迎着清风与阳光 只为寻求一丝安慰 片刻之后 走出木唐纯房门的仅有秦沟一人 秦沟拍着胸脯 赌咒发誓 用他实灵叔叔的向上人头保证 定要与木唐纯好好整个明白 而果然 这一整天 秦沟与木唐纯二人都再未踏出屋门一步 甚至当晚 二人都睡在一起 莫清新娇艳的倩影 突然出现在秦沟眼前 老大 方才慈国子民通过圣像告知于我 你那位可怕的徒儿 竟又再次踏入慈国之内 你说的具体点 到底是我哪个徒儿 没办法 老秦自己也清楚 他的每一个弟子 似乎都挺令人畏惧胆寒的 子吉摩尊 赵兴廷 小赵 他又跑到隐士慈国去做什么 秦沟神色疑惑 小赵之前不是已经决定 正式重新掌控 坐镇子吉摩叫了吗 到那时 小椅子便能如愿以偿 再无顾虑地重获自由之身 他似乎 是为了再获取欲打的玉女岔痕 接近打包带走 您这位徒儿 难道是真把妾身的影视慈国 当成了能够任意反复探宝 循环利用的无主秘境而不成 莫清新哭丧着脸 委屈巴巴 就是我的补魂品内也尚存一缕的 不论男女凶事一旦继承之后 再换出本命灵具法相 就会瞬间自然化作 刹女玉体 天人之姿的那个 玉女叉魂 秦沟迷惑不解地难难自语 小赵如今还要那玩意干嘛 妾身只知道 自己真是倒霉头了 莫清新一脸的胜无可恋之色 同一时间 一个太平楼守卫忽然面色怪异 眼神冷酷地朝穆堂淳所在的房间而去 该死的穆堂淳 竟让那梁临天回到我头上 海德老夫不得不抛弃掉西宗馆那个绝佳的身份 才好不容易在梁朱孝手下死里逃生 此仇不报 怎能罢休 如今 没有莫婆婆那位最大的仪仗常伴左右 老夫倒要看看 你一个名不副实的太平楼主 到底还能不能活到明日 这么快就回来了 亏你还知道心疼我 这一整日口干舌燥 还都没怎么吃东西 秦源突然笑盈盈地打开房门 牡堂淳你拿命来 太平楼后厨 亲自下厨的牡堂淳 很是茫然地打了个喷嚏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作品由波罗包青小说APP出品 由云天和金喵主制 后期相逢 我的图二竟然全是反派 第七卷 天师无双 第二十五集 道理算什么 次日 忧心忡忡的秦沟 一大清早便前往了 牡堂淳 与秦源所在的房间 可还未等真正步入屋内 就听得一连串婉转动听 扬扬银耳的娇笑声响起 明显充斥着一种十分愉快的氛围 屋内 转让来尝尝这个 嗯 好吃 再看看这只领宝钗子 真好看 那就送你好了 秦沟惊讶地发现 秦源正一手轻抚过 牡堂淳头顶柔顺的银发 笑颜分外宠溺 这一幕的画面格外暖人 分明是两位容貌 几乎一般无二的少女 却又是如此宫寿分明 阿元姐 你对我真是太好了 牡堂淳俏脸洋溢着满足 没办法 谁让我就是这么了解你呢 毕竟咱俩的喜好 可以说是完全一致 说着 阿元又冲秦沟笑颜颜地挥了挥手 阿元 你们这究竟是 秦源当即向牡堂淳嘱咐了几句后 站起身来 于秦沟走出房门 来到一处僻静之所 秦源这才志得意满 父亲 您放心好了 今日起 淳儿他保证再不会对您出现 半点鱼归跃绝之局 此言当真 嗯 至少在表面钩斧上 淳儿一定会狠守规矩 秦源犹豫了一下 不过 至于他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阿元就真的管不了了 昨夜我们聊了许久 原来淳儿自诞生一时起 脑海中便只记得您一个人的身影 在阿元四海逍遥的这些年里 他却一直被太平楼 木婆等人不断暗示 教唆 以胡月山主人未婚妻的身份 活到现在 甚至正是为死而活 真不是突然一句 你是我另一个世界的血亲 就能轻易改变的 而且 哪怕是阿元 也根本无法做到 真正与淳儿感同身受 她的情况过于特殊 最值得庆幸的是 还好当初淳儿最先接触到的 乃是人族 若是被灵兽或者魔族收养 阿元都想象不出 她又会被教导成一种 什么样的姿态 文言 秦沟眼中流露出一抹 怜惜心疼之色 我也知道 那孩子这些年受了不少苦 阿元可知道 唐妮子如今这名字的来历 据那墨婆我所说 仅仅只是因为 当初遇到唐妮子的地方 刚好有座牧堂城 看她记忆全无 像个痴儿 便随口唤她牧堂痴 只是后来发现了 惊人的利用价值 这才为她改成一个 较为动听的唇字 秦沟点点头 所以阿元也非常为难 最后便只得以 类似约法三章的方式 告诉唇儿 哪怕她真的有什么 特别大胆的想法 欲要付诸行动 也绝对不能抢在 她阿元姐前面 否则的话 啪 秦沟猛地伸手 搭在秦元尖头 原本的伤感 转瞬间只剩下惊吓 秦沟声线颤抖 谁 定是为父听错了吧 你方才说 唐妮子不能抢在 谁前面来着 秦元一指自己鼻尖 紧接着 又实在捧不住地 扑呲一乐 父亲如此慌乱的模样 可真是不多见啊 不过 这话当然只是 说给秦儿听的 否则若是阿元 直接把路完全堵死 不给人一点希望 秦儿又哪会乐意呢 秦沟大松一口气 原来如此 父亲您就放心好了 阿元生来就是为您分忧 是绝对不会给您找麻烦的 秦元眼眸明亮 笑颜如花 秦沟柔情一笑 你这丫头 以后 要是谁能娶了我家阿元 这般精明能干的女孩 可真是天大的福分 谁都娶不了我 秦元摊着小手 一本正经 阿元都已经有淳儿了 干嘛还有嫁人 秦沟猛地瞪圆了双眼 神色惊异 你说什么 父亲您想啊 如今这天底下 不论是男是女 是人是鬼 有谁能像阿元和淳儿一样 知己知彼 无比了解体贴对方的一切 如果一定要有一个 常年相互扶持之人 淳儿不正是阿元的最佳选择吗 阿元现在猜测 说不定我和淳儿就连寿元都是一样的 这可是多少痴情儿女求得求不来的 真正意义上的难舍难分 同生共死 说着情缘愈愈发得意地灿燃一笑 所以道理算得了什么 是淳儿不够好 还是阿元守不巧 阿元的意思是 之前随娘学习过一段时间的手工针线活 自然也可以一车空降会淳儿 秦沟人懵了 这妮子满嘴胡话 只一顿屁股开花 却又让她不禁觉得有理有据 一时不知如何反驳 情缘眼波流转 赶紧转移话题 对了 差点忘了 您大概还不知道 昨晚阿元又被错认为淳儿 当真气死人了 还顺手擒下了一个 伪装成太平楼守卫的魔族之人 那家伙现在就被关押在地牢之内 魔族 不错 那人还嚷嚷着什么 是淳儿害他失去了什么 西总管的身份 就在这时敲门生起 穆堂淳的声线显得有些古怪 爹爹 阿元姐 那梁灵天 姓又来了 秦沟打开房门 只觉莫名其妙 不是 此人到底想干什么 这一天天来得如此勤快 要不他直接在这太平楼住下算了 省得这一趟趟的来回赶来赶去的 穆堂淳犹豫地看了秦沟一眼 又望向阿元略寒深意 梁灵天乃是为了那位 与淳儿容貌相仿的家人而来 此刻 在场的穆堂淳与秦沟皆十分了解 那位所谓的家人究竟是谁 唯独分明作为当事人的秦沟 仍稀里糊涂 秦沟 谋中闪过一丝怒涩 这家伙 我正愁没说找他呢 就让阿元去会会的 说吧 便毫不妥倪带水地走向大堂 也就是说 梁灵天这次其实是为了阿元而来 他们什么时候有过接触啊 不禁全然不知啊 一时间秦沟也不由地面露韵怒之色 咬着牙 梁灵天这混子 之前放弃了唐妮子 现在又来找上阿元 是和我老秦家彻底杠上了不成 竟砖打我宝贝女儿的主意 不 爹爹您误会了 见状 墨唐春翘脸憋得通红 带着小手 用一种比蚊子还小的声线 唯独这一点 纯儿可以保证 如今梁灵天真正想要纠缠到底的对象 早已不再是您的女儿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作品由菠萝包青小说APP出品 由云天和金喵主制 后期相逢 我的图二竟然全是反派 第七卷天师无双 第二十六集 他的名字 情缘气势汹汹地走来 刚欲开口说些什么 梁灵天便不由地眼中一亮 很是惊喜 难道是你 不是 秦远脚步一顿 毫不犹豫 至少并非是你想象中的那位 梁灵天眉头微皱 大祸不解 秦远语气淡定 你大可以将我理解成 木唐春的姐姐就好 梁灵天不禁惊叹起来 姐姐 木楼主究竟有几位姐姐 而且你们的容貌 竟还都生得如此相似 难道这位道友与木楼主 还有当日与我共探寒潭宫的那位仙子 皆为同一日降生的孪生姐妹 不可胡言 秦远顿时面色一娇 他和淳儿怎么样都好 可唯独那位仙子 万万容不得梁灵天胡言乱语 秦远斩钉截铁 有些事情 阁下还是不要知道的过于清楚为好 只需明白 此刻的我正是代表你口中的那位仙子而来 即日起 梁公子莫要再来太平楼寻他 他亦绝没有可能 和梁公子进行任何深入接触的意愿 这是为何 他不愿意 也不可能会愿意 就这么简单 秦远亦咬银牙 而且奉劝阁下 最好不要将我的画纸当作耳边风 如果是觉得这份警告由我来说 显得没有分量 而屡教不改 下一次出手之人 只怕会让阁下追悔莫及 谁要对我出手 谁又敢在这封南城 对本公子出手啊 梁灵天实在觉得有些好笑 语气傲然豪迈 充斥着自明得意之情 完全不像一个前几天 才刚刚挨过结结实实 两个大耳瓜子的人 秦远冷哼 哼 不知 阁下可知晓赵新亭这个名字 此刻秦远也不好再化身狂吐 以免让太平楼宇那个麻烦的身份扯上关系 又因为早已知晓梁灵天背后的狼尘标局 与紫禁魔教之间那千丝万缕的联系 便心一横 直接搬出了自己敬爱有加的大师兄来 梁灵天眼皮一跳 语气惊异 赵新亭 倒有的意思 难道是说 自己竟能请到那位 子吉摩尊 阁下想不想见识一下 我与他之间的传信凭证 秦远伸手放在自己的那续剑上 不过 其实就连他自己也没有尝试过 这份传信凭证 究竟还能不能联系上现在的赵新亭 不用了 本公子只能说 道友还真是木楼主的亲生姐妹啊 梁灵天耸耸间哑然失笑 木楼主他多年以来 一直借着胡月山主人的事 而你 一口口声声自称 与子吉摩尊关系匪浅 秦远美眸微眯 你当真不信 梁灵天大笑一声 摇了摇头 子吉摩尊作为修真界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的一代巨博 每日将他挂在嘴边上的人 可谓是数不胜数 道友还不如直接号称 自己乃是胡月山主人的千金呢 也只有那样 才真正有那么些许可能 实现你方才的那段荒唐狂言 你 秦远一时语色 紧接着 梁灵天突然摆了摆手 直接与秦远擦肩而过 算了 即便仙子他不愿意见我 本公子一可主动前去寻他 定要问个明白 站住 秦远娇吓一声 梁灵天毫不在意 你再走一步试试 梁灵天仍旧大步流星 对 就是这样 继续 秦远眼中陡然闪过一抹得逞之色 下一秒 梁灵天整个人瞬间被一条条 隐藏极佳的定魂线 从上到下缠的岩石 死死禁锢在一旁的树干之上 你 你做什么 此处可是太平楼 梁灵天惊怒交加 秦远一本正经地点着小脑袋 对啊 我知道的 太平楼内不得动武 可我哪里对你出手了 分明是阁下自己不听我方才的好言相劝 而不小心触发了楼内禁止 秦远显然没有用上权力 否则此刻的梁灵天根本就不可能还说得出话来 阁下真当我是三岁志同不成 梁灵天恼怒不已 咬牙切齿 速速助我脱困 否则 行了 反正该说的我都已经做到人之意尽 梁公子若还是想不通 偏要一意孤行 那便留在此处 再好好冷静几个时辰便是 说着 秦远一脸心累地摆了摆手 便要离去 请慢 梁灵天面色阴晴不定 你之前说过 自己乃是代表那位仙子而来 那么 此刻对本公子做出如此无礼之躯 难道也是受了他的指使 不错 正是如此 秦远果断再添一把火 他真是巴不得梁灵天赶紧浪子回头 与他口中的那位仙子老死不相往来才好 原来如此 好 真是好得很呢 一时间 梁灵天狂笑一声 奋力挣扎了几下 本公子何曾体会过这等戏呢 此生此世 还从未有过任何一个女流之辈 胆敢对本公子这般放肆 我可是梁竹孝之子 郎辰标局少主梁灵天 本公子还真是要好好感谢道友 让我真正看透此人 说着说着 梁灵天的双眼愈发凛人明亮起来 那个女人 那个女人果然是最为特别的一个 原本已经走出几步的情缘 瞬间僵在原地 小脸煞白的仿佛大白天见了阎王 另一边 唐妮子你别说话只说一半啊 什么叫做梁灵天想要纠缠的 早已不是我的女儿 她今日难道不是在打阿元的主意 秦沟直勾勾地望着 一连老半天都语焉不详的木唐唇 面露胡疑之色 梁灵天此番 的确不是冲着阿元姐而来 秦沟更糊涂了 不是你 又不是阿元 那她这几日三番两次 想要相见的那人 究竟是谁啊 淳可不敢说啊 秦沟难以置信 对我都不能说 说 木唐唇小脸之上 竟是为难之色 但她也知道 此事定不能让秦沟 一直蒙在鼓里 左思右想之下 最终只得小心翼翼地 旁敲侧击起来 要不 您仔细琢磨一下 此人的名字 天师大人 名字 不就是梁灵天吧 难不成 她还有其他名字 秦沟简直都被唐妮子 这般胆小怕事的 小怂包模样给气笑了 这傻丫头 居然还难得一见地 尊称自己为天师大人 可真是 等会儿 这一刻 经过呆若木鸡 不寒而栗地 再重复道出那三个字眼 梁 梁 天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作品由波罗包青小说APP出品 由云天和金喵主制 后期相逢 我的图案 竟然全是反派 第七卷 天师无双 第二十七集 第五弟子 与秦源 此刻 木唐淳口中的 林天二字 已然变成了 逼林于一代天师的意思 如此暗示之下 本就颇为热衷于 文字游戏的秦沟 又怎会还不明白 那个混账居然是 是来找我的 秦沟面色铁青 又突然想到了什么 仔细打量着木唐淳 唐妮子 之前在紫禁魔教 以及最近几日 你怕是没少跟李源真接触吧 木唐淳虽然不懂秦沟 为什么这么问 但还是乖巧点头 语气软糯 纯儿与纵义仙子的关系 一直很好啊 这等生陷 在大多数时候 都和小男孩 没什么两样的阿元身上 可太少见了 我猜到了 秦沟意味深长地长叹一声 若不是有着李小狗 那个什么好词 到他嘴里 都能瞬间玩坏的 曲解词意大师的高人指点 木唐淳又怎能对 梁灵天的名字 得出如此清奇的解读 不过 前几日对付冯光剑的时候 我分明就与梁灵天聊过许久 如果他现在来太平楼 来得这么勤快 真的是为了寻我的话 我们不是早就见过面了吗 爹爹 您当真想得太简单了 木唐淳苦笑一声 梁灵天真正想见的 并不是所谓的秦道友 而是曾与他共有寒潭宫一日的那位神秘仙子 闻言情勾莫名其妙 可为父当日改容换帽用的是你的容貌与身份 即便被惦记上了什么 梁灵天不还是来找淳儿你的吗 不不不 爹爹您还不知道 梁灵天后来说起此事之时 对于淳儿乃是如何评价的 不好的回忆涌上心头 木唐淳顿时小脸苦闷起来 他说什么了 他当着我的面直言不讳 认为淳儿身为一名女修 根本就没有任何吸引力 万万不齐那位神秘仙子的魅力半分 而当时淳儿巧然施展韶花萌 一发现梁灵天所言 绝对拒绝是他的掏心致腹 肺腑之言 说着 木唐淳不禁大感尴尬地 捂住了自己泛红的小脸 爹爹 淳儿在您眼里 难道也是这般 一派狐言 秦沟顿时伸手搭在木唐淳的肩头 眼神锋利 那梁灵天只怕是有眼无珠 在为父看来 淳儿活泼可爱秀外惠中 怎么到他嘴里就尽是些胡言乱语 此人定是疯了心了 此刻的秦沟可谓是典型的老父亲心态 不论何人 敢明目张胆地缠他女儿 他必将怒气冲天 可要是有人完全不将他的掌上明珠荡一回事 亦会觉着无比纳闷 简直矛盾的老秦自己都懵了 真的吗 木唐淳眨着水汪汪的清澈眸子 显得极不自信 这两日 他所受到的震撼冲击实在不少 梁灵天最多只能算个引子 真正重磅的还是眼前这位 当然 为父说话向来正直真诚 童所无欺 不信你看阿元 你俩容貌如此相似 多少青年才卷都对他 秦沟说到一半 突然僵住 他本来打算海夸情缘一顿 来侧面宽慰淳儿 却突然意识到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 这么久了 在阿元身边 别说男性修饰了 就连交好的朋友都没见过几个 秦沟唯一认识的 也就只有那位对原丫头的感情 颇为复杂的瓷国公主苏月璐了 然而 察觉到沐唐纯因为自己话语的戛然而止 而愈发狐疑的眼神 秦沟嘴角一抽 瞬间舌灿莲花 随便举个例子 就比如 为父天师阁的那位第五弟子 此人便对阿元精心爱慕的无人能及 常年与阿元那丫头形影不离 难舍难分 这一番话 哪怕沐唐纯当场催动韶华谋 也绝看不出来任何破绽 完美诠释了老秦自己独具特色的 童走无期 除了童走 是活的兜期 您的五弟子 纯儿好像从未听说过他的声明 秦沟言之凿凿 那小辈低调做人是好事 但为父保证 那孩子的出类拔罪 绝对不可能输给阿元分好 所以 纯儿又何必把一个有目无睹的 梁林天的鬼话当真呢 听为父的 根本无需理会那等蠢不可及的胡言 听了这话 善解仁义的沐唐纯 自然明白秦沟所说的一切 都是为了宽慰自己 顿时心房暖意涌动 柔美一笑 嗯 纯儿听话 不过纯儿还是要提醒爹爹 那梁林天似乎 当真对您还有一些特别的意思 行了 是真的 阿元姐也猜测 梁林天说不定就是喜欢男子 不 为父的意思是 我真的一点也不想知道这些 秦沟蹊蹊跷冒火 倒不是他解决不了梁林天 而是只要一想到 自己改容换帽之后 竟还真收获到了一个愣头青的真心青木 便是瞬间头皮发麻 毛骨悚然 您不想理会 不错 若是再有人提醒梁林天那混账 喜欢男修之类的什么怪话 为父定会当场发疯 秦沟用力地咬了咬牙 拉着牧唐纯的手腕 行至太平楼后宅之中 牧唐纯不解 爹爹 你要带我去哪 地牢 阿元不是说 昨夜你们一起勤住了一个魔族 至于搞定梁林天的事 为父相信阿元的能力 说话间 秦沟与牧唐纯二人步入地牢 只见 一名太平楼守卫打扮的男子 被树根微光流转的定魂线 结结实实地禁锢在原柱之上 很快 秦沟便惊诧地发现 那背靠原柱的男子 早已成为了一具冰冷的尸体 此人 竟已拒绝身亡 牧唐纯惊疑不定 什么 怎会如此 昨日蠢儿与阿元姐 根本未对他痛下杀手 此人又怎会突然与命 紧接着一声凄厉的惨叫响起 秦沟与牧唐纯立即寻声探去 便见地牢入口处 一缕半透明的苍老男子身影 正被一道强力静置法阵 轰击得哀嚎不已 你们死定了 该死的卑贱人族 得罪了无辈伟大宗族之辈 必将万劫不复 神魂俱灭 苍老男子充满杀意的怒吼起来 那眼神轻蔑藐视到了极致 仿佛是在看向两个下贱的重置 此人乃是鬼胸 木唐纯眸中湛蓝色灵纹闪烁 有些不好确定 秦沟却是云淡风轻地注视着老者 半透明体内的那颗暗紫色魂珠 成竹于胸 不 他乃是魔族深渊掠魂行者一族 与那个曾被秦沟数语喝退的 差命魔主应无声 属于同意出身 一听这话 苍老男子眼神一凝 玄机再度痴笑一声 你这小小人族还算有点见识 即使如此 丁也应当知晓 无辈身为一代魔主 做下圣族的伟大 便告诉那个猖狂无匹的黑发木唐纯 看 纯儿 哪知道 秦沟似乎压根就没把自己的注意力 放在那苍老男子的身上 反而直接自顾自地从纳虚界中 掏出一根斜一森森的暗红色挂坠 望着唐妮子 温文尔雅地和煦笑着 你乔为父这枚魔主令符 戴哪合适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作品由波罗包青小说APP出品 由云天河金喵主制 后期相逢 我的图二竟然全是反派 第七卷 天师无双 第二十八集 跑了 这些年以来 穆唐纯虽然一直被太平楼墨婆婆 当作傀儡管教 但好歹走南闯北也见过不少世面 自然深知此物背后所代表的可怕意义 但真正让他始料未及 百思不解的 还是老秦如今都被各大巅峰王朝所颁布的魔圣榜 清定为当世唯一魔圣 各路外道邪魔 赤魅亡俩 无人不知 居然还觉得不过瘾 便一不做 二不休 又跑到深渊 成就了石柱魔主之位 分明想要重振天师圣号 却一间担起各种混世魔王之名 他的老人家 难道是要亲身验证 那物极必反 匹极太来的玄傲道理 你 参见魔主 苍老男子又敬又畏 诚惶诚恐地抱拳行礼 他作为魔族之人 在秦沟取出那暗红挂坠的一瞬间 便只觉有一道惊雷 深深轰入自己的四肢百骸 连他左臂上的魔纹 都因感召而黑芒大盛 根本无需再怀疑真伪 秦沟微微汗手 听说你的另一身份 还曾是这封南城 狼尘标局的总管之一 如实讲来 你到底在执行何等任务 文言 苍老男子面露犹豫之色 朝沐唐纯看了一眼 语气深沉 这位太平楼主 哦 放心 他不是外人 话音刚落 原本立身于秦沟身判的唐妮子 陡然身子一矮 面向秦沟单膝跪倒 眸中闪烁着狂热的前程 奴言媚谷 净若神明 沐唐纯的性命 早已为大人一人所有 秦沟轻抚着唐妮子头顶的银发 心头暗道一声小机灵 嘴角酿起了一抹淡淡的笑意 大人果然不同凡响 苍老男子顿时满眼的惊恶与崇敬 自己忙前忙后 焦头烂额 结果只落得一个阶下囚的下场 魔主大人却是离停扫穴 直倒黄龙 直接从根源下手 另一代太平楼主心悦臣服 训良归顺 明明大家都是人面兽心的天生坏种 怎么人家就能如此优秀 这就是彼此做魔的差距啊 肉眼可见 好似天谦 不过随手俘获一个人族丫头 想要起来解解闷子 何足挂齿 秦沟邪气一笑 唐妮子嘴角一抽 不由暗道 爹爹在演义起 较为禽兽人士时 当真颇有一套 但堂堂太平楼主 又哪里是什么普通人族丫头 一时间 苍老男子目光轻佩地用力点头 向眼前的秦沟唯唯道来 晚辈掠魂行者一族应迁举 原来是由于太平楼总坛 与掠魂行者一族的秘密深渊阵法 同处一周之地 再加上太平楼为各类修饰 提供安全港湾的独特经营模式 已然在不经意间 坏了掠魂行者一族的许多好事 一众渗透在人族低界的掠魂行者 便报仇心切地玩起了 他们最为擅长的把戏 以独门夺舍天赋 挑拨各大势力与太平楼的关系 这应迁曲就是其中之一 让梁灵天再偶然间 发现了定魂线的秘密 以灵咒强行控制 狼尘标局之人半路袭杀 便是这位西总管的 离间手段的一部分 当然 即便穆堂唇没有定魂线 应迁曲也会主动捏造出 其他东西来引起梁灵天的贪念 只为配合其他周郡的同族 给同样分布甚广的狼尘标局 与太平楼的交物添一把火 虽然一开始 应迁曲就打算在合适的时机 牺牲掉西总管这重身份 换取最大礼仪 却是万没想到 偏偏遇上了秦沟一行人 这个变数 令他不仅还没能取得 任何显著成果 便不得不放弃西总管的身躯 以躲避梁竹校 就连好不容易潜入这处太平楼 打算趁真正掌权的墨婆婆不在之际 哪怕和穆唐纯两败俱伤 亦要给太平楼一个血的教训 又好死不死撞上了战力惊人的情缘 倒霉透顶 同归于尽并不存在 大耳瓜子倒霉少哀 所以晚辈实乃义气难平 若非这长蛇妇当日非要在寒滩宫 与那梁林天多嘴多舌 郎臣镖头梁竹校 又岂会这么快就怀疑到晚辈头上 应迁去眼神阴冷凶利的 瞪向穆堂唇 却莫名地从对方的眼底 读出了一丝同情 秦宫摩拳擦掌地怒笑起来 混账东西 你说谁堵嘴 应迁去神色微变 摩主大人 您 秦宫双眼喷火 别误会 我一点也不生气 甚至非常欣赏你这小妹 希望你能从此追随于我 这 应迁去心头充斥着不好的预感 但他身后却是退无可退的禁制法阵 之前王启寺之母田施勇的事 让秦沟意识到自己之于神魂一道 终究有些浅薄 此刻突然有一名自己在见过应无声之后 就一直大感兴趣的掠魂行者族人 主动送上门来让他钻眼 又怎能轻易放过 暗中传音一番 穆唐纯立即身影无垫 出现在圆柱旁 将那具冰冷的尸身收入纳虚界中 即便是掠魂行者一族 在没有身躯寄托的情况下 亦会站立大减 而通过此人既然能够从梁竹孝的手中逃脱 便判断出 他的远顿功夫也是一流 此刻地牢之中设有禁制法阵 还不用担心 可一旦想要将其带出去 并保持清醒状态 便必须想办法暂时遏制住他的行动能力 小冲 你能否制服此人 妾身可令其失去逃顿能力 可若他一心散魂求死 便不是妾身能够控制的了 那我补魂瓶中的那女玉女差魂呢 你可否命他往后老实一些 妾身可以算作他的缔造者 他本就应当听从我的命令 那就好 突然间 秦钩子腌制空间内 取出了空无遗物的补魂瓶 冲着变颜变色的应千曲 微微一笑 可以容你一盏茶的时间传信回宗族 再让他们通知应无声亲自前来熟人 应千曲自知再无退路 面沉如水 咬牙切齿 还不知 魔主遵命 你无需知道 反正应无声一旦知晓此事 定能立刻猜到我的身份 咱们谁跟谁呀 亲哥们一样 片刻之后 秦钩把玩着手中的补魂瓶 与木唐纯一同走出地牢 瓶中的应千曲似乎也挺响得开 此刻已是闭目盘息 与世无争 恍惚间 一里青芒自秦钩怀中 飞射而出 疯狂远钝 玉女岔魂 那丫头 小双 这是怎么回事 她怎么跑了 莫清新极为震惊地声线响起 这 这家伙疯了不成 她连行程回宿都算不上 在白日里根本就跑不了多远 而且 她怎敢不听我的 木唐纯出声提醒 爹爹 那玉女叉魂所去的 好像是阿元姐和梁灵天所在的方向 那没事了 青芒顿时面色缓和下来 成竹于胸 尽在掌握 这等玄妙体制 若是被阿元继承 只会大有益主 至于梁灵天 玉女叉魂对于南修的轻蔑不屑 严重偏见 为父当初可是亲身体会 大抵 连看都不会看她一眼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作品由波罗包青小说APP出品 由云天和金喵主治 后期相逢 我的图二 竟然全是反派 第七卷 天师无双 第二十九集 先想兄弟 与沐唐纯一道速速赶来 秦沟见阿元与梁灵天二人 神色颇为古怪 便知定是被那方才的 玉女叉魂吓了一跳 毕竟那小家伙一身打扮 极其唬人 霓裳羽衣 光伦普照 玉带翩然 比她的圣祖娘娘都要奢侈 不知道的还真以为 是什么了不得的神女显盛 秦沟走上前来 阿元感受如何 感受 我不生气 秦沟神态轻松 很是大度的摊了摊手 虽然阿元有点没懂 方才那小家伙 为什么要把我身上 有什么恶魔的气息 梁灵天捂着心口 神色诡异 你当然不会在意 关键那怪异灵体 乃是侵入了本公子的体内 不过我此时 好像还没有感受到任何的痛苦 反倒直接突破了一重小境界 是巧合 还是 秦沟猛地瞪大双眼 你说什么 那灵体 怎会进入你的体内 本公子问谁去 只是听到灵体 嘴里不停嚷嚷着什么 只要能够逃离 那个圣祖娘娘都无力反抗的恶魔 就算是条狗我也认了 接着本公子就被他当场给入了 话说 那家伙是不是在侮辱我 梁灵天满脸狐疑 还有 那所谓的恶魔 把那灵体害得那般惊恐万壮之人 究竟是谁 现在何处 若非是他 本公子又岂会无缘无故 被一个鬼羞缠身 秦道主与木楼主一路追来 想必知道什么 秦沟一脸无辜 他怎么就恶魔了 不仅从来也没折磨过 与女叉魂那小家伙 对待莫清新的待遇 也是极好的 没看前几天宝宝冲 还都欢天喜地 喜极而泣呢吗 那小家伙的心理承受能力 也推差了点 在这儿呢 牡堂纯突然举起了秦沟的右手 但双眸所看向的 却是秦沟掌中 补魂瓶内一脸茫然的硬千曲 杀人出心 杀人出心啊 是他 梁灵天疑惑地望着 破口大骂 却由于秦沟暗中催动补魂瓶 而无法让他人听清半个字的硬千曲 此人到底在说什么呢 他是在怨恨梁道友 竟夺了他千载南方的大好机遇 秦沟当即一本正经 梁道友似乎误会了一点 那就是方才进入你体内的灵体 并非什么鬼羞 而是一种天赋赐福的具象 一旦梁道友与之完美相容 便有可能令你自身诞生出一种极为强悍的特异体去 梁灵天惊奇不已 竟有这种好事 梁道友方才自己都说 竟陡然境界突破 便知道我所言非虚 秦沟的神色愈发苦闷起来 指着补魂瓶内面如黑炭的硬千曲 而此人已被我与木楼主联手致服 那灵体与特异体质 也本该是秦某人的能中之物 谁曾想 竟被他意外出头 反倒让毫不知情的梁道友你摘了头子 王八蛋说瞎话 秦沟此刻甚至能够对天发誓 他所言字字非虚 同时这一是小毒狗 向来对于老秦最为钦佩的一点 满嘴大实话 却又忽忽悠悠把人全给吼弄瘸了 一时间梁灵天心花怒放颇为玩味 那我岂不是还要多谢秦道友 秦沟满脸懊悔 垂胸顿足 梁道友得了便宜还卖官 当真少要来调笑我了 最终梁灵天仍是在秦沟的建议下 迫不及待地赶回封南城附近的狼尘标局分部 欲要在父亲梁竹孝的帮助下彻底搞清楚 自己是不是真正因此诞生了什么了不得的特异体制 秦沟这边则总算松了口气 不过却也没有想要直接拍拍屁股走人的意思 反正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用秦远的话来说就是 你梁灵天这个奇葩 指不定到头来还要谢谢您呢 然而整整两天之后 自当日一别 梁灵天便仿佛彻底人间蒸发了一般 再无半点音讯 按照秦沟与田施勇的约定 他会亲自护送王启司前去宜兴轩 面见虎魂长老 今日便已是正式启程之时 问国木唐淳是否要与他们同行 但唐妮子由于太平楼与其他宗门的一些合作事宜 仍需在封南城停留一段时日 秦沟便将之前暗自用流影灯 所记录下的应迁曲亲口承认略魂行者一族 故意挑起各派势力 与太平楼交物的证据交给了牧唐淳 并且笔之疑新鲜 封南城也的确要离古飞燕所闭关的秘境较近一些 如果时间凑巧的话 小燕出关后马上就能与牧唐淳相见 万和城 之前在阿元生辰之日 陪他一起穿街走向的经历 老秦便已是痛病快乐着 这次又多了起司丫头这个义女 秦源突然指着前方不远处 一名一席翩翩公子袍男装打扮的娇艳女修士 父亲您看 那名女修是不是有点眼熟 其次也觉得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位姐姐 秦沟当时神色未变 何止是眼熟 就在此时 那女修士亦发现了秦沟等人 当即走上前来 你是大唐淳 秦源差点气个半死 谁叫大唐淳 我乃秦源 有自己的名字 老秦干笑着摸了摸鼻子 明知故问 阁下是 那身姿奇长曼妙的女修士 顿时面色一苦 伸手拔掉头上一柄金钗 瞬间恢复了自己的本来容貌 不是梁灵天又能是谁 梁灵天欲哭无泪 果然连秦道友都认不得本公子了吗 梁道友怎会出现在这万和城内 你都完全不问本公子 刚刚为何是那等容貌可还行 梁灵天满脸黑线 那可不是本公子的特殊爱好 还不是前几日的那里灵体害的 本公子的确得到了一种非常稀有 增幅极强的特异体制 但谁能想到 这体制的副作用却是 一旦本公子换出本命邻居 便会直接化作一具货真价实的女儿之身 只因万万不敢让我父亲知晓此事 本公子这才随便找了个由头 外出历练 既有此事 秦沟 李元珍 敖半威三人 不敢置信的惊恶神情如出一辙 梁灵天深深地叹息一声 更重要的是 如今这样 本公子还有何颜面 再去寻那寒潭仙子啊 寒潭仙子 怎么感觉与那文明圣仙榜的 真寒仙子乃是一对 秦沟嘴角猛地一抽 没想到梁道友竟还挺性情的 不过好处就是 本公子总算亦能光明正大地去找赵兄 小钱 孙贤弟 李公子 以及周 打住 我要收回放在内话 梁灵天掰着指头 仔细盘算 秦沟很是汗颜 这梁灵天难道是终于找到理由 将错就错不成 梁灵天当时愤愤不平 天经地义 怎么 我看秦道友是完全不懂吧 所谓性情中人 出了这等事情 第一时间自然还得是先想到自家兄弟啊 此乃多少豪情男儿少年时的仗义约定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作品由波罗包青小说APP出品 由云天和金喵主制 后期相逢 我的图二竟然全是反派 第七卷 天师无双 第三十集 替师分忧赵新婷 梁道友好生伟大 此时此刻 除了伟大二字之外 秦沟便再也找不出其他更为生动有力的词汇 来形容眼前的梁灵天 还真被秦元给说准了 若这小子知道玉女差魂的真正来历 指不定还要谢谢秦沟 伟大谈不上 只是那年少时的诺言仍旧在记忆里熠熠生辉 而本公子堂堂铁鞋猛男 自是言而有信 话虽这么说 梁灵天眼中还是闪过一抹自得之色 遂一本正经地拍了拍秦沟的肩膀 语重心长的勉励 秦道友此刻 恐怕还无法感同身受 但如果在你身上也发生了与本公子相同的奇遇 我相信你的德行为人 一定会做出与本公子同样的选择 不 只有你会 秦沟一阵汗言 那我就祝梁道友一路顺风吧 你是说历练之事 秦道友 其实本公子之所以与你说的这般详尽 实在是有个不情之情 梁灵天郑重的一抱拳 看在相识一场 秦道友能否容许我暂时与你们同行 秦沟面露不解之色 这是为何 梁道友不是正赶着去找什么赵兄弟孙贤弟 梁灵天敢笑一声 说来也不怕秦道友笑话 本公子自幼锦衣玉食 再加上天资尚可 哪怕每日怠惰修行 也渐渐被世家资源堆砌到了如今这个境界 却自始至终 也未曾像此番这般独自一人外出历练 所以只求秦道友能关照一二 带到路过本公子相熟弟兄的宗门 我自会离去 而在此期间呢 梁灵天定会对秦兄马首是瞻 一切听从你的安排 闻言 秦沟略以沉默 玄疾突然想到了什么 嘴角含笑 倒也不是不行 只不过梁道友所言 往后一切听我指令 不知是真是假 梁灵天言之凿凿的一派胸脯 当然 我梁灵天的承诺 秦兄还信不过吗 信得过 必须信得过 秦沟顿时想起了梁灵天口中的 少年仗义约定 原本一直以为这祸 就是个嚣张跋扈的坐死顽固 但此刻看来 在言出必行 关怀挚友这一点上 梁道友绝对是无人能及 值得尊敬的存在 那现在我就对梁道友 做出第一条案吧 郎臣标局势力分布甚过 梁道友如今外出历练 万不可大张旗鼓 所以梁灵天这个大名 肯定是不能用的 秦沟的语气怨念极深 以后你就叫梁厨弟吧 灵州之上 什么 梁灵天满脸讶异 秦兄的本名 视为秦沟 可是那铁化银沟的沟 那岂不适合胡岳山主人的尊名 一般无二 我就是胡岳山秦公 老秦毫不迟疑 梁灵天顿是情不自禁地 捧腹大笑起来 你 哎呦 秦兄啊秦兄 木楼主他常年见秦师之士 胡假虎为也就算了 你可倒好 直接就胆大包天地冒充 他老人家本人了 哎 要我说秦兄与木楼主果真是 金童玉女天生一对啊 你再骂 秦沟鼻子都气歪了 恶狠狠地瞪了梁灵天一眼 梁灵天失笑不已 况且就算你要冒充 那也得提前多做做准备不是 你瞧瞧自己目前的容貌 到底哪点与那位老祖相似了 秦沟嘴角抽搐 那你倒是说说 我究竟哪里不像 那位秦老祖的画像 本公子是从小就见过 以秦兄现在的面容 至多也就像上三层罢了 梁灵天很是无奈地摇了摇头 你那画像 梁灵天顿时双手抱毙 胸有成竹 乃是从子级魔教夺来 可信度极高 破案了 事实上不论是紫禁魔教 还是玄女罗刹宫 所供奉的魔师秦沟圣像 除了老秦本人一厢情愿地认为 唯妙唯孝之外 小独狗 小白龙 每一个亲眼见过之人 都只觉赵教主与叶公主 早已将自己印象中的老秦 美化到了一种不可理喻 面目全非的程度 再说了 秦兄贾借谁的身份不好啊 直接搬出那位老祖 也实在太过夸张 倘若你要真是胡叶山主人 本公子还是那藏仙绝燕楼的当事花魁呢 梁灵天啼笑皆非地摆了摆手 藏仙绝燕楼 你不知道 自打上一代花魁不知所踪 世人皆在猜测 到底哪位女修将会那般强韵 成就藏仙楼的下一任万花之主 行虎城 替天宗 原本在秦沟的自在意形体帮助下 改变了体型的木蛮儿 亦随着时间的推移 恢复了自己的本来容貌 一个古灵精怪 粉雕玉镯的娇小妮子 回到自己的卧房 木蛮儿第一时间就发现了 那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 木蛮儿一双小手 用力揉着乌黑毛子 清脆甜美的声线惊叫出声 大 大师兄 虽然他由于境界与拜师时间的原因 与赵新廷一直都没有什么交集 但在胡岳山勤沟的书房内 永远都挂满了所有下山出师徒儿们的画像 时常一个人在屋内安静地哭作出神 久而久之 木蛮儿对于这位大师兄的容貌 也是相当深刻 且即便外界早已将这位大师兄 传言成生引人血的霍氏妖魔 他也愿意相信 对方绝不会对自己出手 木蛮儿 天师阁六弟子 赵新廷含列清泉般 澄澈明亮的双眸 静静地打亮着眼前的小不点 你的特殊情况 我都已在师尊那里知晓 来瞧瞧这个 说吧 赵新廷张开掌心 竟是一缕闭目沉眠中的玉女岔魂 原本 即便赵新廷同为人神界主 也不可能如此轻易地强取这等奇物 怎奈何影视词国小玄界法则的真正主人 莫清新已是现在那等半死不活的可怜状态 这是 木蛮儿眨着水汪汪的灵气毛子 满是好奇 片刻之后 来 试试换出你的本命邻居 木蛮儿乖巧点着小脑袋 下一秒 她整个人被一阵圣洁白亡掠过 眨眼间便化作了一位 肤弱凝脂 身姿玲珑的灵秀少女 看起来是十六七岁的年纪 浑身洋溢着动人的青春气息 又绝非像秦沟当初那般 单纯地放大 拉长 翘脸白溪如雪 纯真可人 乌黑毛子清零脚霞 一平一笑间 令人心神摇曳 久久难忘 只是那天性 仍旧是那般令人头疼 师兄你看 马儿只要一散去邻居 就又会恢复原状 我变小啦 我又变大 马儿再变小 马儿再变大 马儿再 疼 一时间 木马儿捂着小屁股 委屈至极 怎么除了师尊之外 大师兄也还揍人屁股啊 赵新婷美好气地瞪了这皮丫头一眼 接下来 有什么打算 马儿要回家一趟 然后马上去找师尊 他老人家的胡雁山小豆丁终于长大成人了 什么 我的意思是 你之前不是告诉师尊 之所以想要拥有如今这等样貌 乃是为了更好地代表替天宗 去与其他宗门合作 不至于被那些同类邻居拥有者一眼看出破绽吗 师兄 对马儿来说 这些琐事哪有给师尊一个惊喜 亲眼看见恩师惊讶欣慰的笑容重要吗 闻言 赵新婷望着木马儿激动了满屋子走来走去 疑似突发小儿多动症的兴奋小模样 也不禁会心一笑 恩师的确为他们这些弟子付出良多 如今他赵新婷成就一事借助 也该是到了为师尊分忧的时候 这次帮了木马儿 下一步就是去选女工 留下一具身外化身作证 替小双二暂时庇护做下众生 毕竟那丫头已经求了赵新婷许久 即便她当真莫名其妙 偏偏不肯对赵新婷说清楚 暂离选女工之后到底意欲何为 难道真是女孩外相 如今都已经开始嫌弃师兄这个老家伙 觉得没有共同话题了 冷横一声 内心不免有些吃味 但只要是赵新婷身边的人 却都清楚知道 紫禁魔尊无论如何也绝不可能 对玄女公主真正动怒 甚至每每只要一听到她的名字 赵新婷的双眼便会瞬间柔情温暖 仿佛又看见了那个只要被师尊说了重话 就一定会跑到她面前哭鼻子撒娇的小双耳 那一年的胡月山 秦赵二人严父子母的绝妙分工 角色定位 那是相当明确 对了 还有一成影 小双外出潇洒 游戏人间 又怎能忘了那个老苦功高的小丫头 这两姐妹竟同时如此渴望外出历练 也是凑巧 这一刻的赵新婷怎么也不会想到 叶七双 一成影 二人解放之后的首要目的地 可谓完全一致 要是被师尊知晓 新婷如今全心全意试试为她解忧 天师哥弟子如此团结互助 必会对我赞不绝口 本想以灵力传信的方式 向师尊勤勾好好表一表自己的丰功伪绩 但转念一想 还是戴叶七双 穆满二 一成影等人亲口说出自己这位模范大师兄的天大功劳 才更有面子 一时间赵新婷双手暴毙 姿态轻傲 谋中满是期待 三日后 方颖逆踪 沉寂许久的木姓游侠 邪剑仙子 功力大增 撕妖邪破玉 再临江湖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作品由波罗包青小说APP出品 由云天河金喵主治 后期 相逢 我的徒二 竟然全是反派 第七卷 天师无双 第三十一集 虎与兔 疑兴轩 风景秀丽 山林叠脆 恍若世外 桃源 麻烦通报一声 贵宗虎魂长老 我等是 受成禄成田家后人 田师勇之托而来 很快 秦沟等人 就被疑兴轩弟子 恭敬请入了 一处待客之所 烦请诸位稍等片刻 虎魂长老 已经知晓此事 即刻便会前来 会见诸位 疑兴轩弟子 奉上茶水 说明了一句之后 便彬彬有礼地退下 整个大堂之内 便只剩下秦沟一行 梁灵天突然 摩索着下巴 面色古怪 一路看下来 这疑兴轩的女弟子 占比未免 也太高了一些啊 秦沟略以思索 随口聊道 这到底是由于 疑兴轩的功法 比较适合女子 就在这时 秦源突然站起身来 冲秦沟一抱拳 二元突然想起一些事情 需要确定一下 去去救回 秦沟微微汗手 倒也没有多问 走出待客厅 秦源自那虚界中 掏出了属于 藏魂种十二只的 狂扑令符 稍加催动之后 仅仅等待了 不过十息左右 便真的得到了 某人的回应 经过一连串的传音指示 秦源十分娴熟地 行走在疑兴轩地界 不多时 便在没有任何弟子 胆敢阻拦的情况下 迈入了一处 守备森严的洞府之内 狂兔 老朋友 好久不见 淋浴凋砌的宝床之上 半躺着一名 兵机圣雪 云环苏妖的 雍兰女秀 分明已至正午时分 她却仍流连床踏 而让人最为不解的 莫过于她 可人的容颜之上 竟还顶着一对 极为明显的 乌黑眼圈 略显好笑 让人光是看着 都要替她感到 十足的疲惫 秦园细细打量着 对方的面容 不禁立刻询问起来 虎魂 病虎 你这是又有多久 没能好好睡过一觉了 此人 能见光的身份 正是宜兴轩 虎魂仙子 上官局 同时 亦是秦园 曾一度加入的 暗杀势力 藏魂种的 十二只 杀生堂主之一 又名病虎 具体已经记不清了 大概至少 也有两年左右了吧 我的情况 你又不是不了解 哪怕强行封闭 无感 或是激晕自己 亦会很快惊醒 上官局的声线 都给人一种 懒洋洋的柔弱之感 而现在 哪怕是再净纯的 陈棉丹 也已对我毫无作用了 秦园无奈地摇了摇头 你也真够惨的 若是一般人像你这样 只怕早就不知道 死伤多少回了 他知道 上官局的古怪不眠症 乃是由于一次 走火入魔引起 事后虽然 堪堪捡回一条姓名 却也让他 从此一半是自嘲 却又实至名归地 被冠以天前 十二只病虎之名 上官局 没好气地撇了撇嘴 这么久未见 小兔子就不会 挑点好听的说吗 你专程前来 就是为了揭我的短 秦园哑然失笑 哪能啊 我也是正巧来到了 这疑心轩 才突然想起 你当初似乎 曾和我说过此地 刚才你手下的弟子 应该已经向你禀告 有一伙人 乃是受 田师勇之徒而来 而我便是其中之一 一听这话 上官局双眼微眯 颇为警惕 田前辈 乃是我非常敬重的存在 小兔子可梦 要对他后人呼来才是啊 你别瞎猜了 我这个组织里 出了名 不好好干活的 典型人物 你还不放心吗 秦园摊了摊手轻笑 我此番的确是为了 护送田师勇的女儿 王启司而来 不过还是先不谈这个 我之所以单独先来见你 乃是另有原因 希望你能认真回答我一个问题 上官局这才面色缓和了一些 你想知道什么 一时间 秦园收敛笑容 语气凝重 这么多年过去 对于那位目标 你应该已经放弃了吧 对于秦园口中语焉不详的目标二字 同属十二支的上官局 自然能够轻易心领神会 事实上 藏魂种 这一连固定宗门都没有的 诡谴怪异势力 达一开始 就是围绕一具名为 堕玉碑的奇异灵宝所创 此物来历神秘 或是自然应运而生 或是来自上古大能 且早已诞生自主灵智 威力极其惊人 而时至今日 藏魂种之中 依旧没有任何一人 能够与堕玉碑真正缔结契约 将其化为己用的最大原因便是 此等重宝的认主仪式 尤为独特 天谴十二支的每一人 皆从这堕玉碑的气灵那里 各自得到过一个名字 只有将自己所被分派到的目标 彻底抹杀 才能真正得到堕玉碑的认可 掌控盖世灵宝 但这一众目标人物 对于所有天谴十二支堂主来说 几乎都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艰难任务 比如秦源 他被分配到的目标 便是一位身份万千 神龙剑手 数百年间就连各大巅峰王朝 都始终无法洞悉其真身的千面星君 更有甚者 乃是直接要面对一位 早已不问世事的戒主竟存在 上官举余有些好笑 怎么可能放弃 你又不是不知道 堕玉碑对我有多重要 我也向来不建议承认自己加入葬魂种的唯一原因 便是为了那堕玉碑 一听这话秦源目光一宁 略含深意 但你也应当清楚地明白 倘若一直这般执迷不悟 当真胆敢皮肤旱数 等待你的唯有身死刀销 魂飞魄散 我又没说现在就要去自寻死路 反正其他同道的目标 同样无比坚决 我还有得试时间 说真的 我都已经有点后悔 当初与小兔子你相互透露 自己亦要抹杀的目标了 上官举余站起身来 气质脱俗 奇长玲珑的身姿令人心醉 叹息一声 从前的你就是这样 一直劝我放弃 听得我耳朵都快要欺减了 若不是数次患难与共 十分了解你的性子 我都要真以为你狂兔 是想用这种方式 减少一个竞争对手了 但是不论如何 多余悲 我上官局都势在必得 所以 不惜一切代价 说话间 上官局顶着一对黑眼圈的 慵懒眷谋 陡然坚定起来 已然决然 我一定要杀了他 胡月山之主 摩尸情高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作品由波罗包青小说APP出品 由云天和金喵主制 后期 相逢 我的图案 竟然全是反派 第七卷 天师无双 第三十二集 血眼谋 就你这妖苏体软的病秧子 能杀得了谁啊 阿元一点没留情面 皱了皱穷鼻 颇为嫌弃 况且以某人向来主张 明日复明日的怠惰性子 只怕现在都不曾寻得 特别可靠的画像 连对方到底长什么样子 都不知道 毕竟 上官局若是知晓老秦真实的容貌 那么此刻多少应该也能 从情缘的面容之上 看出一些情沟的影子 上官局眨着明眸 展颜一笑 这不是还有你吗 小兔子不是号称 上之天文 下之地理 对着修真界的各类情报 进阶烂书于心 而你我姐妹 可是过命的交情啊 阿元一咬银牙交哼 过命 说得不错 我此刻还真想当场 就锁了你这病老虎的小命 许久不见 小兔子什么时候 变得这般风趣了 上官局抿着小嘴 睁大眼眸 很是配合地 做出一副西子捧心 担惊受怕的小模样 秦源一脸无可奈何地 叹息一声 懒得与你废话 反正我还是那个意思 劝你趁早放弃自寻死路 回头是岸 此刻阿元的内心可谓极其矛盾 他的朋友本来就不多 可即便友情再深 你呀也不能成天想着弄死我爹啊 一行轩待客近视 秦沟有些压抑地打量着 与阿元一道归来的那名陌生女修 那女子好大的一对熊猫眼 离远了看 自己差点还以为对方是不知道 从哪儿倒腾出了一副墨镜 而她的面色亦是呈现不太健康的苍白 虽然这些对于高洁修士来说 皆能轻易隐藏 却也不知道对方是早就放弃遮遮掩掩 还是本就生性洒脱 毫不在乎 上官菊柔和一笑 笔人疑星轩虎魂长老 上官菊 见过诸位同道 原来他就是田师勇 委托我要找之人 看样子 阿元似乎还与这疑星轩的虎魂长老 颇有交情 正当秦沟这般想着 阿元却突然一道传音告知于他 万不可对这上官菊放松警惕 不知哪位才是田前辈的孙辈 秦沟当即 请拍王启司的肩头 让他上前一步 片刻之后 王启司又为上官菊详细解释了 一番事情的来龙去脉 竟有此事 上官菊嫌疑的双眸之中 猛地闪过一阵凌厉的杀机 那群肖小歹人 当真是胆大包天 说吧 上官菊又快步来到王启司审判 握着他的小手轻声道 丫头你大可放心 田前辈对我上官菊 恩重如山 当初若非是他鼎力相助 我只怕早就因走火入魔 神魂崩散而亡了 如今 我亦不可忘恩负义 定会在这宜兴轩 全力为你遮风挡雨 提供最为优务的修炼资源 多谢虎魂前辈 可是 王启司心头很是感动 但又询问般的望向了秦沟一眼 这还可是什么 上官菊大大咧咧的 一会儿我便下令 宜兴轩寺院任丫头 你随意挑选 对了 还不知道你如今修行的 乃是何等功法 所衍生的本命邻聚 又是哪种类别 我只有知道了这些 才能更好助你修行 王启司与其平静 我的功法便是家传的银心法 至于邻聚乃是灵童一类 竟是罕见的同类邻聚 那岂不是与田前辈一样 是的 而且与他老人家年轻时一样 皆是赐血母邻聚 你 你说什么 上官菊愣了一下 陡然双眸震颤 难以置信 此话当真 王启司虽然有些疑惑 但还是清点眉心 眸中顿时 酿起一阵闭青色的灵纹 苍天待我不薄啊 这一刻 上官菊简直激动得 仿佛回光反照一般 苍白的面色 都出现了一阵涂红 丫头你可知道 这刺血母 乃是极有可能 进阶成为一种 名为血眼眸的邻聚啊 当然 那不正是他老人家的 本命邻居吗 上官菊哪里还有半点 之前的慵懒之色 而那血眼眸 又会自然产生一滴 弥足珍贵的安魂血 田前辈曾言 或许只有这等奇物 才能真正解决 我的不眠异症 但他曾经拥有的 那一滴安魂血 早年 并为他人用掉 我本已是心如死灰啊 王岐司恍然大悟 轻轻点了点头 虎魂前辈的意思是 若有朝一日 我的刺血母 也能像他老人家一样 进阶为血眼眸 便可助你一臂之力 我一定会全力帮助丫头你 达成最完美的邻居进阶 并提供极为优越的条件 数件重宝 与你交换的安魂血 上官菊打亮着 王岐司眸中的 碧青色灵纹 一刻也不愿 移开自己的目光 就仿佛是在欣赏 一件举世罕见的 无上至宝 一听这话 王岐司摇了摇头 温和一笑 光是助我邻居进阶 虎魂前辈就要付出良多 令启司受之有愧 我又怎么可能 还要求虎魂前辈 给予其他重宝 倘若启司 真的能够进阶为血眼眸 那安魂血目 当献给前辈 你 上官菊大受感动 越看王岐司 越觉得亲切可人 便直来直去 从此刻起 丫头你就与田前辈一样 皆是我上官菊 万万不得辜负的恩人 虎魂前辈言重了 启司哪里当得起 王启司受宠若惊 上官菊双眸热气 毫不犹豫地直接改口 不 那是因为小恩公 你与我相处的时间不长 还无法理解 我这些年月 被那不眠医症 所折磨的痛苦 否则 定能明白我究竟 为何如此激动 不能自已 青沟轻轻拍了拍 此刻略显紧张的 启司丫头的尖头 温淳一笑 如此看来 哪怕丫头你往后 常驻疑心轩 虎魂长老也定会 对你百般体贴关照 田道友 他总算是能够放心了 闻言 王启司不禁伸出小手 温柔地俯过腰间 一枚美玉 上官局察觉到 王启司与秦沟 似乎非常亲近 还不知这位道友 尊姓大名 我名清月 秦沟淡然一笑 心头想着阿元之前的警示 并未吐露真名 同时 王启司目光恭敬地望向秦沟 义父对启司之恩 山高海深 若非是他 启司根本不可能活到今日 话音刚落 上官局猛然朝秦沟走近几步 直勾勾地注视着他的脸庞 仿佛直到此刻 才真正开始用心端详他的容貌 喃喃自语 清月 秦沟眼中微呀 难不成这清月之名 对于上官局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一旁的秦源亦不禁满心猜疑 虽然老秦流传在外的那些画像 都没有特别真切传神 但要是上官局常年累月 总是详视某张画像 待看到秦沟本尊之时 多多少少也的确会产生一些 特别的熟悉之感 难道被他猜到了 然而谁都没有想到 就这么傻梦了老半天 好不容易回过神来的上官局 却是立即用一种非常羞涩 惭愧的眼神望向秦源 赶紧传音求助起来 妹子 我没念过学 你快点教教我 这位恩人的义父 我究竟该如何称呼 恩父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作品由波罗包青小说APP出品 由云天和金喵主制 后期相逢 我的图二竟然全是反派 第七卷天师无双 第三十三集 噩梦 阿元美好气地白了上官局一眼 叫祖宗吧 小兔子 你 你找我也没用啊 什么恩人的义父 世上哪有这种称呼 况且秦源非常了解上官局 别看现在和和气气 落落大方 一旦被他知晓自家老爹的真实身份 天知道这虎娘们会当场发什么疯 而亦是由于实在念及旧情 秦源还是打算等到一行人彻底离开疑心宣后 再告知秦沟真相 给他一个机会 盼望有朝一日 那虎娘们能够彻底放弃那个危险的念头 听了这话 上官局无奈选择放弃了原本 反正嘴甜又不要钱的想法 之前我有正式见过清月道友 实在是我的疏忽啊 毕竟他之所以想要在此刻 对秦沟表现得尤为尊敬 完全是看在王启司的面子 否则的话 凭水相逢 对方又非田前辈之后 他何必硬要强凑上来讨个自来熟 秦沟云淡风轻 上官道友严重了 不 听小安光方才讲 若非是清月道友 他只怕还要继续在那伙该死的 萧小歹人手下受苦 就连田师勇也将沦落得魂飞魄散 此等高一波云 令我钦佩 这个倒是实话 上官局并不知晓秦沟与王玄 人孝生他们的那一层因果 所以在他看来 秦沟的一系列举动 完全能用大公无私来形容 文言 秦沟又不禁客讨了几句 但心里却想着 虽然阿元让自己要对这上官局小心一些 但仅从目前看来的话 此人还是挺上道的嘛 就在此时 突然一声十分清脆的铃声 在秦沟脑海之中响起 秦沟 你与上官道友慢聊 我先离开一会儿 秦沟画风一转 毫不犹豫转身步入另外一间近视之中 独处之时 秦沟不禁微微一笑 当即在心头呼唤起来 老虎鸡你醒了 系统进阶完毕 解锁新的选项加深 宿主好久不见 听得这熟悉的语调 不知怎地 秦沟今日竟从系统的声线之中 隐隐约约感受到了一丝重逢般的喜悦 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 其实也就这么几天的功夫 只是你突然沉眠 倒是让我挺不习惯 说是沉眠 实则为本系统进阶过程中 无法与宿主交流 期间依旧暗中陪伴宿主经历种种 就知道你阴魂不散 口误 就知道你是不会离我而去的 宿主可欲知晓 全新选项加深的具体功效 说说吧 秦沟哑然失笑地点了点头 从今往后 宿主可消耗一定功德点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 如力战强敌之时 以加深选项激发本系统 进入天师之魂 或是直接暂时替代宿主本人 度过重重磨难 任务与惩罚期间除外 那不就是带恋吗 秦沟嘴角一抽 而且说什么能代替我战斗强敌 老伙计 你当真确定自己暂时控制我身体之时 就一定能发挥得比我本人好 要知道 斗法之时瞬息万变 绝非单纯看谁的灵术运用娴熟 或以境界压人就一定能赢的 最关键的还是要比谁够脏 斗智斗勇 系统突然不再回应 也不知是老伙计又开始了他的装死大法 还是已经彻底无言以对 秦沟摸了摸鼻子干笑 当然了 我也不是说你这大费周章的好一番进阶 真就对我完全无用 只是的确没有想象中那么 倘若在加深过程中 使宿主本体出现任何伤势 将一切皆由本系统承担 秦沟的话还未说完 系统便突然插嘴 且语调都仿若赌气一般 明显要比之前大上几分 好 一时间 秦沟连连鼓起掌来 笑容满面 听你这么一说 我就放心了 不愧是老伙计 从不让人失望 而且 咱们也没说这加深选项 就一定要用在战斗之时 不是吗 以后啊 像是跑路啊 挨骂啥的 就麻烦辛苦老伙计了 我会 不能耽搁了 该回去找起司丫头 一起在这秦沟轩好好转转 老秦冲耳不闻 转身必要迈步离开静世 发布突击任务 雪中送太 宜行轩虎魂长老上官局 常年义正缠身 苦不堪言 已尽极限 特令宿主施以援手 想方设法使其安稳入眠 一夜好梦 奖励 两次抽奖机会 限时 一个时辰 任务失败 则强制惩罚宿主 不着寸缕 当晚夜席 凉凌天 难题 混账 虽说两次抽奖机会也不错 但这惩罚未必也过于疯癫了 报复 这必然是报复 上官道友 回到众人身边 秦沟打量着上官局的面容 毫不犹豫 我看你的气色 以及方才提到的不眠异症 突然想到 自己或许能够帮助道友 暂时缓解一些痛苦 说着 秦沟从纳虚界中取出晕神手帕 又将其化作一顶围帽的形状 微微一笑 至于此物的功效 上官道友可以理解为 与高阶陈眠丹类似 闻言 上官局压抑地看了秦沟一眼 玄机摇了摇头 清月道友有心了 但是如今 哪怕再精纯的陈眠丹 对于我来说 也早已如糖豆一般 再无半点效用 此物只怕也 然而 话只说到一半 上官局又牛脸 若有所思地望向王启斯 不过 倒也不妨一试 即便是没有帮助 能借此机会 让小丸人多少了解一番 我那该死的不眠医症 也是好的 道谢之后 接过围帽 问清楚用法 上官局便毫不犹豫地 将其带好 又稍微等待了数秒 不禁笑意苦涩 让清月道友费心了 可惜 我还是根本无法睡去啊 瞬息间 上官局一头栽倒 清沟连忙上前 刚要露出一抹成功的笑意 却恶然发现 上官局似乎已然苏醒 可他才刚刚烧动了一下身子 便又在晕神手帕的作用下 猛然晕厥 晕神手帕经历过一次进阶之后 效力早已增强数倍 而上官局自身的诡异症状 亦是更像一种 歹毒至极的恐怖诅咒一般 令人触目惊心 以至于短短片刻间 上官局就这样反反复复 在昏迷与惊醒间不断循环 凹凸有致的婀娜郊区 仿若静巒 秦沟瞬间收回晕神手帕 上官局当即 翘脸苍白地伴坐起来 呼吸急促地大口喘息 秦沟蹲下身来关切 上官道友 你没事吧 我 我怎么了 上官局脸颊苍白 冷汗淋漓 很是茫然地抓住了 秦沟的手臂 秦月道友 我刚刚是不是真的睡去了 我好像 做了一个非常恐怖的噩梦 什么梦 被一个我一直想要交受的人 疯狂地折磨 说话间 上官局心有余悸 非常后怕地 下意识将秦沟的手臂 当作救命稻草般 抓得更紧了些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作品由波罗包青小说APP出品 由云天和金喵主制 后期相逢 我的图二竟然全是反派 第七卷天师无双 第三十四集换个名字 是我的错 秦沟望着上官局 慌乱苍白的面色 眼中流露出一抹歉意 什么 不 不是秦月道友 方才在那噩梦之中 对我百般折磨之人 乃是 上官局面露犹豫之色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的确有些不便提起那个名字 就是我呀 秦沟以温和的灵力 堵入上官局体内 希望能让他好受一些 由于我轻视了 上官道友的不眠异症 才导致了这等状况 秦月道友 我的意思 就在方才的恍惚间 我仿佛看见了 秦沟一本正经的解释 刚才上官道友 短时间内经历了 数次沉眠与惊醒 这才出现些许幻觉 但说到底 令道友备受折磨之人 仍旧是我 好吧 就是阁下 总行了吧 上官局无可奈何地望着面前 满脸惭愧的秦沟 感受着对方的好意 便也不再辩驳 只是突然发现 自己与对方所说 似乎压根就不是同一话题 唯独一旁的秦源 小脸憋得胀红 神色间尽是欲言又止 赶紧捂出了自己的小嘴 此刻他多想就这么 脱口而出一句 其实你俩说的都对 在秦沟的搀扶下 缓缓站起身来 上官局察觉到 对方手中的晕神手帕 不禁揉了揉 自己充满丧气的熊猫眼 还算豁达地淡淡一笑 所以 哪怕是清月道友这句血宝 也依旧对我无用 对吧 其实 也不是完全没用 秦沟略一思索 走到王启寺身边 在他耳畔 轻轻吩咐了些什么 闻言 王启寺乖巧点头 虎魂前辈 您能不能释出 一滴自身鲜血 并非灵血 只需要一滴寻找血液便好 依附他真心希望 能够弥补方才为您所带来的痛楚 哦 上官局不解地看了秦沟一眼 但如今自己无比看重的 王启寺都已开口 又发现不远处 曾一度同甘共苦的狂兔 亦对自己微微点头 便当即与指尖射出一粒血珠 并不免有些感叹 这清月在王启寺心中的沉重地位 以及不知这他与狂兔 又到底是何种关系 一身手换出梦中魂灵具 请勾将上官局的血液 滴入白纸灯罩内 又再一次 将那画作为貌形态的 晕神手帕递了过去 烦请上官道友再带一次 还来 上官局面露后怕之色 清沟自信满满地开口 这一次一定成功 我刚才的样子一定很傻 上官局俯着额头 哭笑不得 清月道友可要保证啊 无论成败与否 这一定是最后一次 当然 清沟用力点头 只觉这位虎魂仙子 当真是心直口快 大大咧咧的爽快人一个 没有丝毫架子 急易相处 也不知阿元此前 到底要自己警惕他什么 上官局将信将疑地 接过帷茂 又一次戴上头顶 紧接着 不出所料地再次晕厥 向后扬倒 被秦元稳稳掺住 同一时间 秦沟亦毫不犹豫地 催动手中梦中魂灵具 顿入梦境之中 虎魂道友 伴随一声呼唤 上官局神色懵懂 眼神疑惑地出现在了一处 纯白空间之内 望着眼前的秦沟 秦月道友 此奈何处啊 秦沟温唇一笑 一个梦 借由我的本命邻居 便能在这梦境之中 无所不能 自然亦可帮助 上官道友好好休息 此话当真 上官局自然不可能立刻信服 一事便知 秦沟胸有成竹地朝上官局摇摇一指 对方的身影灯石消散无踪 陷入了更深一层的梦境之中 随后 秦沟又催动灵力 在上官局消失的位置 做出了一个虚握的手势 哄 伴随一阵嗡鸣 秦沟以梦中魂灵具 第三能力 长眠囚笼 将上官局的意识 强行禁锢在梦境内 为期五个时辰 做完这一切 重新睁开双眼 回到现实的秦沟 当即朝秦元所在的方向 仔细观瞧 只见 被阿元扶到一旁 长椅之上的上官局 此刻果然已是双眸紧闭 呼吸平稳有序的香甜入梦 义父 虎婚前辈他 秦沟笑着点了点头 总算是成功了 在我灵具能力 长眠牢笼的制约下 上官道有被迫入梦 难以苏醒 借此来对抗他的不眠异症 也算是以毒攻毒吧 至于系统的奖励提示 大概还要等到上官局 度过五个时辰 沉眠后的苏醒之时 现在 便通知几名疑心轩弟子 送上官道友回房去吧 说着 秦沟又望了一眼窗外的天色 一身轻松 至于咱们 就陪着起司一起到处走走 多多熟悉一下 这疑心轩的环境可好 当晚 上官局睁开双眸 从自己闺房精致的玉床之上 猛地坐起身来 稀里糊涂四下张望了许久 这才好不容易回过神来 慢慢溢起之前所发生的一切 两年了 自带沉眠丹彻底失去效用以来 我竟然又一次 上官局原本引人怜惜的苍白脸颊 竟在此刻因过于激动而显得一片潮红 再也难以遏制狂喜的心情 立刻走出了自己的洞府 砰砰砰 伴随着激烈的扣门声 阿元一脸无奈地打开房门 我就知道 你一定会来 上官局激动得小脸通红 以灵力确定秦沿洞府之内再无外人之后 当即打开了话匣子 兔子 秦月道友真的成功了 这一次 我竟整整睡了五个时辰 秦元摊了摊手 瞧你激动的 我当时就是看着你入睡的 能不知道吗 上官局一把拉过秦元的小手 感动得几乎语无伦次 小兔子 你可真的是我福星啊 这一次 不仅带来将来大有可能帮我彻底解决医症的起司丫头 还有那位手段惊人的秦月道友 他的本命邻居 竟能令我强行入梦 我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而且 你也应该知晓 这对我意味着什么 多年以来 这不眠异症 害得我心境紊乱 战力大减 还如今 有了秦月道友的帮助 假使有一天 姐姐我真的正面对上胡月山的那位存在 也一定会更有把握 一天正缓 秦月面色已僵 你是说 希望清月她能帮你好好修养 逐步恢复实力 甚至更上层楼 这样 才能助你拥有更好的状态 前去袭杀那位 胡月山秦宫 没错 上官局的谋中 竟是对清月的感激与美好憧憬 兴高采烈 如此一来 假如姐姐我真的能大功告成 大败胡月山的那位传奇得到舵玉碑的认可 那么清月道友至少也要占上一半的功劳 到时只要她开口 姐姐我将那舵玉碑介于她使用百年也不为过呀 文言 情缘呆入木鸡 当真好半天才缓过劲儿来 神情十分精彩 曲姐 现在我信了 那舵玉碑将来一定会为你病护所有 只是 或许并非作为法器被你掌控在手 而是物尽其用 就连名字大概也要换上一换 不是作为我的法器 为什么 那她将被置于何地啊 从另一座坟头 上书 并虎之墓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作品由波罗包青小说APP出品 由云天河金喵主之 后期相逢 我的图二 竟然全是反派 第七卷 天师无双 第三十五集 藏仙楼 恭喜宿主 成功挽救几乎处于崩溃灵界的 宜兴轩病虎上官局 完成任务雪中送炭 奖励 两次抽奖机会 病虎 你还挺会调侃人的 至于濒临崩溃 上官道友表面上那般开冷户的 倒是很难让人察觉 无论虎魂 病虎 皆为上官局之号 本系统绝对公正严肃 从不会调侃外人 秦功没好气地撇了撇嘴 也对 你也就撵着我一人往死里调侃是吧 而一想到上官局本人那般洒脱的态度 秦功对于病虎这个称号便也是然 这说不好就是他自己起的 突然秦功视线锁定房门所在 何人 老夫 一行选主 上官休 屋外传来中气十足的声线 以及一些守卫弟子恭敬的问安 很快 一名投数高官的中年男子 出现在秦功面前 且此人明显气息紊乱 就仿佛才刚刚经历过一场斗法 道友 名唤清悦 秦功面露不解 正是 不知一行选主这个时候前来 有何贵干 上官休微微汗手 听完宗门 来了一位能够克制菊儿不眠义政的奇人 本座这才中途出关 前来亲自面见道友 原来是强行出关 这便是上官休气息凌乱的缘由 只是何故如此急切 秦功才刚收到系统的任务完成提示没多久 他就立马赶来相见 奇人谈不上 只是我的本命邻居 刚好可以为虎魂道友带来一些帮助 举手之劳罢了 文言上官休眼中流露出一抹欣赏之色 道友过千了 这些年无数次的碰壁 让本座深知菊儿那不眠义政的根深蒂固 明日一早 他一定会迫不及待地前来对你千恩万谢 而本座 亦是因此才不得不连夜提前拜会道友 只为一个不情之请 如今 以清悦道友的能力 虽然不至于将菊儿的不眠义政根治 却能让他重拾希望 并缓慢恢复自身实力 这是好事 却又让本座无不担心 这将会唤醒他曾经的那个可怕念头 不惜九死一生 也要前去挑战那位邪门巨拨 此时之前倒也有听虎魂道友说起 他似乎有一个一直都想要交手之人 不知道究竟是哪位存在 上官修眼中闪过一丝凝重之色 面色深沉地摇了摇头 不可说 秦沟神色亚异 连名号都说不得 上官修苦笑一声 那尊存在 手眼通天 绝非小老儿能够立敌 为了避免此事不慎泄露出去 让我宜兴宣万千弟子 承受灭顶浩劫 本座万万不可多言 还请道友见谅 见状 秦沟微微汗手 也不再多问 只是竟能让一代宜兴宣主 都如此自残行贿 无比忌惮之人 到底是多么凶神恶煞的恐怖魔头啊 可怜这人世间 为何偏偏要有这么多杀千刀的恶棍存在 上官修眼中尽是无奈之色 语气诚恳 而本座只求清悦道友 能否借着为菊儿治疗 以施恩之人的身份 帮忙好好规劝菊儿一番 放弃那些冲动愚蠢的念头 本座作为他的叔父 万万不愿看着那孩子 以卵击石 作茧自负 最终 落得一个身死盗销的惨痛下场 文言 勤勾若有所思 如此看来 宣主确实一片苦心 而若是虎魂道友过于固执 宣主 只怕便会用上些许强硬手段 不到万不得已 本座义不忍心 将菊儿强行禁足 我明白了 次日清晨 兔子 你实话告诉我 你与那清月道友 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说了你也不会相信 你不方便讲就算了 上官菊毫不在意地怂怂肩 对了 关于咱俩的另外一种身份 藏魂种的病虎与狂兔 与你同行那些道友 似乎一个也不知晓 阿元眼眸复杂 我的确还未告诉他们 但也不骗你 将来我一定会说 在一个恰当的时期 说话间 二人已经来到了 秦沟的洞府之外 正巧便见秦沟推门而出 上官菊当时热情洋溢地 挥舞白皙小手 清月道友 上官道友今日如此神采奕奕 想必昨日一定休息得不错 秦沟顿时善意一笑 不妨告诉道友 我那邻居大可远程师术 假以时日 定能助道友恢复如初 彻底摒弃病虎儿子 重振虎魂仙子威名 由于系统的关系 秦沟当真单纯地认为 病虎仅仅只是 上官菊公开的字号之一 话音刚落 上官菊不禁面色 古怪到了极致 有些迟疑 那便 借到友吉言 一旁的秦源更是瞳孔俱颤 彻底愣在原地 他不敢相信 却又不得不信 这世上究竟还有什么秘密 是自家老爹不知道的 而此时秦沟的注意力 完全放在上官菊身上 倒也没太能注意到 自家闺女的异常 当即双眼微眯 不过 我还有一个前提条件 那便是 希望上官道友答应我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 也永远不要太过冲动 妄图挑战一个根本 并非处于同一层次的对手 否则的话 这一刻 秦源小脸煞白 不仅仅是你自己 就连你的亲人 这疑心轩的万千弟子 只怕都将迎来灭顶之灾 秦沟一番话说得苦口婆心 甚至重复了一些 昨晚疑心轩主的担忧 只是落到阿元耳朵里 却完全变成了 杀意十足的最后通牒 扑通一声 在老秦错愕的注视下 阿元重重地跪倒在尘土之中 眼眸泛泪 渲然欲气 神色间尽是苦苦央求 同一时间 这位道友 梁灵天突然喊出一名 疑心轩男弟子 指向不远处 那边闹哄哄的 到底发生了什么 是一名藏仙绝艳楼的直士 率先前来禀报 今日之内 藏仙楼的众伟仙姑 便会正式抵达咱们的疑心轩 申选新一代的万花之主 候选姓女 原来这一新鲜 竟是藏仙楼麾下 怪不得本公子之前就觉得 此处的男女弟子比例 极不平衡 哎 那岂不是马上又要迎来一大群 一个能顶三百只刺蛙乱叫的 像鸭子一样的女子修饰 梁灵天登时很是头疼地咬了咬牙 娘的 本公子这辈子最烦女人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作品由波罗包青小说APP出品 由云天河金喵主治 后期相逢 我的图案竟然全是反派 第七卷天师无双 第三十六集神了 阿元 你怎么了 秦沟半蹲下来 扶住了秦源的肩膀 上官菊同样一脸关切 我 大概是旧伤复发吧 上官你次去帮我寻一下 你们一新轩 拥有疗愈性灵趣的修饰 秦源深深地看了上官菊一眼 好 我这就去将他们带过来 上官菊毫不迟疑 当即凌空踏虚而去 秦源这才望向老秦 眼眶通红 满是惭愧内疚的开口 我错了爹爹 其实并虎他那白痴一样的想法 阿元早就知道 此刻 秦沟当然意识到 原来阿元只是想将上官菊支开 当即伸手一扶 有什么话 你先站起来再好好说 可是我 阿元面露犹豫之色 那你是非让为父动手咯 秦沟当即不由分说 一把将秦源贵立的身子拦腰抱起 和煦一笑 还不快点自己站好 都多大的人了 还被老弟这么抱 要是被外人瞧见 丢不丢人啊 秦源这才老老实实站得笔直 小脸羞红地咬了咬唇半 只是老秦过于不按套路出牌 让他方才几乎要夺框而出的泪水 与担忧 都被暂时冲淡了一些 丫头 你其实与上官菊早就相识 发问的同时 秦沟又以灵力 为阿元仔细清理了一番裙摆上的尘土 嗯 上官他 那是阿元为数不多的好友 秦沟恍然大悟 既是如此 那你的确该好好劝劝他了 这种事情闹不好 可是会让这病虎妮子付出性命为代价的 是是是 阿元一定好好 秦源小脸煞白 但话只说到一半 却又猛地一愣 难以置信 您的意思是 还能容许阿元趁现在好好归劝于他 当然 丫头你要是真能换得上官道友浪子回头 为父我不就省事了吗 秦沟一本正经 他本就是个怕麻烦的人 如果阿元能够代劳 好好劝导上官菊 他自然也乐得坐享其成 对那一片苦心的上官休 也好有个交代 秦源顿时用力点着小脑袋 一脸绝不辜负期望的决然 您放心 阿元一定会拼命让上官赶紧清醒过来 绝对不再让您费事 秦沟探了探手 这不就得了 你这丫头 方才又何必要那么激动 秦源握紧小拳头 满是自责 当然是因为 这种事情竟然还劳烦 父亲您亲自出面 这也太不像话了 秦沟不由地哑然失笑 傻丫头 上官他不是你的好友吗 所以即便只是看在阿元的面子上 这也是应该的 爹爹 秦源灯时捂着小嘴 感动得无以言表 秦沟愈发高大的身影 彻底占满了他的眼眶 万分心胸宽广 又这般疼惜宠溺他 绝对是这世上最好的父亲 秦沟亦是淡然一笑 伸手轻轻拂过秦源的长发 直到阿元这孩子什么都好 就是有的时候 实在过于言语律极 孝心极重 搞得秦沟都会偶尔有些应接不暇 但这终究是幸福的烦恼 得你如此 夫妇何求 这一刻 空气中满溢着 父子子孝的温馨氛围 正午时分 数艘巨型灵舟 出现在秦沁轩上空 没多久 上官修便出面宣布 由来自藏仙绝艳楼的 数位仙姑 所主持的万花之主 候选圣女甄选仪式 因为路线变更的缘故 将会提前举行 老秦很快发现 似乎除了他们这几个 外来者之外 所有宜兴轩女性弟子 都对这所谓的甄选仪式 期待已久 各个激动万分 他对这候选圣女的抉择方式 不甚了解 但据说 宜兴轩还仅仅只是参与选拔的 数个宗门之一 这也侧面证明了 藏仙楼的强大实力 与一旦成就万花之主的 无尽好处 而怀着正好增长剑文的心态 秦勾一行人自然也出现在了现场 法台之下万头攒动 人声鼎沸 但当一名蓝袍仙姑现身之际 全场瞬间安静下来 见状 蓝袍仙姑自那须界中 取出一份无谱卷轴 高高举起 声线清晰地传达到 每一个人的耳畔 仪式将在此太玄藏仙图内举行 但圣女真选绝非儿戏 在场之中 唯有内心圣洁之人 才会被藏仙图认可 寝入其中 仁爱 勇气 率真的心性缺一不可 而哪怕最后未被选定为候选圣女 只是得到认可的入途之人 仪式结束之后 皆能得到一枚荣华丹 予以勉励 至于 自知不足者 此刻便可自行离去 听了这话 金沟不禁面露惊奇之色 直接豪气十足地奖励大量荣华丹 当真好大的手笔 能够直接测出一个人心性的玄妙法器 更是闻所为闻 而若是仔细琢磨一下 自己身边之人 能够借此机会 白得一枚荣华丹的 似乎 小毒狗李元真 他很爱他 但光凭内心圣洁这一点 老秦就知道 这狗子绝对没戏 而敖半威 仁爱 率真 是当然的 唯独勇气这一点 却是为难小白龙了 起司丫头 应该能行 她的掌上明珠 阿元 必须行啊 至于秦勾自己和梁灵天 别说从性别上 就已经被排除在外 就算梁大公子此刻 主动换出本命凝聚 化作刹女玉体 大概也没啥希望 片刻之后 仅有极少部分修士 主动退场 见状 蓝袍仙姑 清点请手 平静开口 那么 甄选仪式 正式开始 说吧 他指尖清点 手中骨骨卷筹 法台之上 巨大话却 徐徐展开 仙芒大胜 一位为宜兴宣女修士 周身闪烁着 代表着认可的白色光华 瞬间身形无踪 进入藏仙图内 可惜 这仪式乃是在特定的法际中举行 行了 咱们没戏看了 秦沟异性蓝山地摆了摆手 做事便要离去 起司 阿元 你俩倒是可以留下 即便对那候选圣女之位没兴趣 一枚资荣养颜的荣华灵丹 对于女性修士的可贵程度 我还是多少有些了解 话音刚落 一抹要远的圣洁白芒 自秦沟深叛亮起 引得秦沟赶忙扭脸看去 却是令他彻底目瞪口呆 小毒狗你 李元珍浑身光滑流转 瞪圆了眉眸 一脸大白天见了鬼的错愕神情 阿琴 你快看频道 圣洁 人爱 哎呦 神浪 秦沟此刻的惊异程度 绝不低于李元珍 但还是忍不住哭笑不得的大声道 连你自己都这么惊讶是什么鬼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作品由波罗包青小说APP出品 由云天和金喵主制 后期相逢 我的徒二竟然全是反派 第七卷 天师无双 第三十七集 圣洁之心 而几乎就是这么一愣神的功夫 李元珍便被那夺目的白芒 以肉眼难辨的极快速度 送入太玄藏心图内 元珍姐 见状 秦沟不禁惊叫一声 然后突然望向自己的一双小手 竟也被那一层雪白的光滑包裹其中 阿元 好丫头 果然没有辜负为父的期望 老秦原本是打算这么说的 并复之欣慰一笑 但此刻总觉得有什么地方怪怪的 紧接着又是一阵光滑闪动 世尊 小白龙刚想说些什么 便被直接送入藏仙图内 随着身边之人 一个又一个的接连收获太玄藏仙 藏仙图的认可 秦沟眉头微皱 突然望向了一旁满眼好奇 却似乎始终没有受到任何选招的王启思 启思丫头 你难道是主动拒绝了藏仙图的力量 你就不打算进去收获一枚荣华丹吗 王启思一脸无辜 没啊 启思很想得到荣华丹 可启思从头到尾 也没有感受到半点的选招之力 大概是启思 还远没有云真姐姐那么的优秀 不足以被藏仙图认可吧 秦沟顿时干笑起来 如果不是对这丫头还算了解 秦沟都要以为她此刻是在故意阴阳怪气了 毕竟如果仔细分析一番 那蓝袍仙姑方才所提出的几大条件 启思丫头分明是完全契合 仁爱 对待起当初不过萍水相逢的秦沟 她便不惜耗费大量灵力 送出了一份弥足珍贵的万灵血 勇气 曾多次激烈反抗冯光剑等人的胁迫 一度欲咬蓝爱同焚 率真 为报秦沟大恩 愿一生马首是瞻 绝不食言而非 可即便如此 在自己身边的所有女修士之中 竟唯独只有她被那藏仙徒拒之门外 叔弟 怎么了 梁灵天双手抱毙 不解地忘了过来 帮个忙 赶紧换出你的本命灵具 化作刹女玉体 为啥 做个试验 怕什么又不会少块肉 行 谁让本公子早就答应 在此期间 一切听从秦兄的安排 闻言 梁灵天也不推脱 失笑者点了点头 双眼朝四周扫视了一下 确定并没有外人关注自己 当即闪电般的一探手 凭空抓出一根滑贵金颤 转身间斜入发际 当他再次正面朝向秦沟之时 便已是言姿俏丽 轻谋流判 除去双手插腰 昂首挺胸的站姿过分豪迈之外 乍一看上去 任谁都会真心称赞一句 好一位娇俏育人 秦沟笑眯眯地竖起一个大母哥来 端的是好一位娇俏育人 秦兄 梁灵天一脸郁闷地瞪了老秦一眼 突然话锋一转 娇滴滴地一跺小脚称怪起来 你讨厌 我去 秦沟灯时面色发绿 你大爷的 怎能别这么恶心吗 梁灵天颇为暗爽地撇了撇嘴 是谁先恶心我的 紧接着 一缕白芒自梁灵天脚底升起 刹那间便将他全身进阶囊括 梁灵天目瞪口呆 这 我惊了 就在梁灵天一脸懵 被生拉印拽进入藏仙图的同时 秦沟彻底明悟 如果不是这太玄藏仙图的气灵 对于圣洁仁爱等等人族所定义的品性 存在什么巨大误解 那就是之前那个看着人模人样的 蓝袍仙姑纯粹是在扯淡 单纯表演了一番个人行为艺术 连灵天老地都能得到认可 王启司反而不行 而要是再仔细观察一番 那些与启司丫头一样 始终未被选招的大量女弟子 便能轻易地发现一个共同点 他们的修为都比较平常 战力低微 王启司的天资尚渴 但被冯光剑等人胁迫 许久才会奖励区区一小块中品灵石的苦难岁月 实在耽误了他太多 嘴上说得那么漂亮 但终究还是要看境界修为 秦沟双眼微眯 走到王启司身判 淡然一笑 启司 怎么走 一会我亲手为你炼制一份龙华丹 义父 你 王启司小嘴微张 惊讶地指向秦沟腰间 一小头火苗般的白芒 逐渐扩张 那里正是秦沟一直随身携带的吞海贝 龙盛青鱼石棉之处 与墨青星所在的修士打造的胭脂空间略有不同 这吞海贝乃是天然形成 其中的小天地无法以灵力操控隔绝 与外界紧密相连 竟让沉睡中的青鱼 也受到那泰玄藏仙徒的选招 作死啊 秦沟眼皮一跳 一旦青鱼被外力强行惊醒 自己又不在他的身旁 根本无法想象 那藏仙徒内将会发生何等恐怖之事 这一刻 容不得秦沟半点犹豫 他立即以自身灵力 紧紧包裹吞海贝 与之一起被迅速牵引向藏仙徒 同时全力催动自身无面影视之血 化作了阿元的容貌 耀眼的白芒瞬间从吞海贝 蔓延了秦沟全身 泰玄藏仙徒内 郁郁葱葱的密林间 秦沟怀抱着熟睡的青衣少女 席地而坐 指尖轻柔拂过他柔软俏丽的睡颜 我这下 算不算为藏仙徒内的所有修饰挡过一劫 突然 察觉到有生灵气息靠近 秦沟轻拍青鱼尖头 让他再度躺回吞海位内 立刻站起身来 兔子 太好了 竟然这么快就找到你了 听到这熟悉的声线 再瞧清那一对非比寻常的熊猫眼 正是上官菊一脸喜悦地走来 你换我什么 兔子 秦沟愣了一下 指着自己此刻的面容 上官道友 是将我当作阿元了吧 上官举面露狐疑之色 你不是 秦沟挥手间恢复了自己的本来容貌 轻笑一声 是我 而这么做的同时 秦沟亦是以灵力死死地互助吞海背 发现自己并没有因恢复容貌 而带着轻鱼一同离开藏仙徒 不禁略显失望 轻月道友 你怎么会 上官菊猛地后退半步 只向秦沟的小手微微颤抖 难以置信 原来你竟是女子 不是 轻沟果断成精 上官菊连忙追问起来 那你为何能够得到认可 记得来这泰宣藏仙徒 因为我 帅真 仁爱 勇敢 内心尤为圣洁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作品由菠萝包青小说APP出品 由云天河金喵主治 后期 相逢 我的图二 竟然全是反派 第七卷 天师无双 第38集 裁决直视 可是 可是 再怎么说 清月道友也是男性啊 商官菊怠眉微醋 似乎很是不解 秦沟却猛得神色一正 这娘们是真虎啊 完全不较真那老实子的 圣洁仁爱条件可还行 这大抵是由于 这一连几日 秦沟给上官菊所留下的急功好义 雪中送炭的谦谦君子形象 本就极佳 而正所谓一物降一物 这么一来反而让向来毫不吝啬表达自己有多优秀的老秦 都难得一见的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那什么 之前似乎也没人说过 太玄藏仙图杜绝难修进入吧 上官菊更是迷惑 一针奸血 但此刻 在这藏仙图内所进行的 可是圣女真选呢 秦沟一脸无奈 上官道友其实可以简单理解为 这完全皆是犹豫一场意外 我绝非想要主动进入此地的 这样啊 上官菊想了想 失笑 我还以为 清月道友乃是为了陪伴兔 哈元妹子 这才跟我一样 走了些不同寻常的路子 得以进入这藏仙图内 什么意思 难道上官你之前并没有被藏仙图选中 我当然也得到藏仙图的认可啊 可是仔细想来 什么仁爱 心灵圣洁 这等苛刻的条件 与我是八竿子也打不到一块 大抵是藏仙楼的诸位 看在我这疑心轩 虎魂长老的身份上 给了个面子 上官菊挠了挠头 腼腆的 大概就是 关系货 这点自知之明 我还是有的 实诚 可太实诚了 秦沟忍俊不禁 上官进入这苍天图的目的 也是为了厚补圣女之威 是为了荣华丹 希望能对这个有所帮助 上官去指了指自己那俩丧气十足的黑眼圈 自嘲一笑 毕竟爱美之心 人间有之 我也总不可能一直故意遮掩他们 若是被其他同类邻居修饰看穿 反而更窮 至于加入藏仙楼 我从没考虑过 毕竟 还有其他大事要做 上官指的是 仍旧欲要前去挑战 某位凶神 不错 我还是那句话 越阶挑战 冲动形势 极不可取 上官菊 眨着明眸 点点头 倒有放心 我又不傻 还特怕死 最近这么多人相去 我已经想通了一些 即便要去 也不是现在 当然要等到万事俱备 把握十足之时了 一听这话 秦沟面色缓和了一些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也不再多话 唯有助道友将来 马到成功 为民除害 上官菊 展颜一笑 见你吉言 对了 上官可有什么法子 能直接从这藏仙图内离去 我若是知道 早就走了 上官菊 爱莫能处地摊了摊手 清沟一脸郁闷 这个就难办了 咱俩皆对着真选 没有任何兴趣 一直在这待着干嘛 而且天知道 这真选仪式 还要持续多久 我倒是无所谓 能够这么快 遇到秦月道友 也是我最大的幸运了 上官菊 眸中闪烁着喜悦的异彩 满足地笑道 就这样无所事事 不也挺好 反正 你能随时让我睡得痛快 秦沟神色一惊 上官菊 顿时满脸仗红 小手摆得飞快 我 我不是故意的 秦沟一处大殿之内 三名面容娇好的 藏仙楼女修 目不转睛地注视着 那幅闪烁无数光点的 巨大泰玄藏仙图 兰袍仙姑眉头紧皱 这太奇怪了 秦沟得到藏仙图 认可的修饰数量 怎会如此之多 那一名气质温婉的白裙女修 轻声道 原因很简单 东蕊前辈方才传信告知于我 经过圣灵大人的同意 他已经对藏仙图 甄选条件 做了些许改变 他害怕再次走眼 因为尤容 咱们的上代万花之主 是啊 他的确勇气可嘉 竟三番五次 不顾旁人劝告地 挑衅那位玄女公主 可惜那一柜 终究还是对她打击太大 竟直到今日仍下落不明 白裙女修长叹一声 很显然 咱们藏仙楼的圣灵 还是需要一位更加理智 也更为坚强的母亲 有句话怎么说的 母亲是最好的老师 而不论如何 也绝对不能让圣灵大人 踏上邪路 藏仙图密林内 星月道友 你就让我 帮我睡吧 上官菊一脸恳求 努力呈现出 他向来极不擅长的撒娇 屁颠屁颠地跟在寝沟身后 现在谁也不知道 这藏仙图内会出现何种状况 我又怎能放心强行让你入梦 秦沟无奈地看了上官菊一眼 待出去之后 上官你想怎么睡就怎么睡 那到时候 我要先睡个十天的 一年都行 忽然 一些女修相互交流的支言片语 自风中传来 似乎就在不远 上官菊突然从那虚界中 取出一顶巨大的黑色帽帽 完全遮住了自己的面容 秦沟面露不解 他们都是我一新宣的弟子 到时 就算我直说自己对后部圣女之位没兴趣 恐怕也会因为不敢得罪我 而在这甄选仪式过程之中有所顾虑 这样对他们不太好 不公平 原来如此 不多时 秦沟二人果然与那五名花枝招展的 疑心轩弟子相遇 虽然也没打算与他们有太多交流 可谁知这一众伶牙利齿的小姑娘 竟过分低估了秦沟的修为 那些故意压低的品头论足之声 简直与掩耳盗铃无异 这藏仙图内怎么会有男人 哎呀 不要这么以貌取人嘛 这可是圣女甄选仪式 男弟子哪里能够进来 要我说 他大概是出生到翠体院 对了 我想起来了 之前听说翠体院那一群丑八怪 现在还有人长出了好长的胡子 这种男不男女不女的家伙 凭什么跟咱们一起争夺圣女之位 他也配 一时间 上官局猛地顿住脚步 抱歉 情月道友 我没想到这些丫头竟然 说话间 上官局一咬银牙 面色不善地取下帷帽 您是 见过魂闸闸了 庶民疑心轩弟子顿时大惊失色 上官局翘脸威冷 刚想当场贺骂斥责几句 放肆 你们几个知不知道 这位乃是 没错 却见秦沟突然向前迈出一步 眼底悄然闪过一抹玩味之色 语气郑重 诸位似乎对于男子居然能进入藏仙图 十分惊异 的确 男子哪能成为一代圣女 比人甚至连藏仙楼长老都不是 各位方才的那些猜测 倒也颇显有趣 只可惜 我终究并非贵宗翠体院弟子 而是早已在这藏仙图内 恭候诸位多时的 这场甄选仪式的裁决直势之一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作品由波罗包青小说APP出品 由云天河金喵主制 后期相逢 我的图二竟然全是反派 第七卷天师无双 第三十九集 灵魁 什么 五名一星宣女修 瞬间小脸煞白 更有其中一人直接一屁股跌坐在地 双眸失去焦点 这孩子是最倒霉的 方才在那碎嘴子 尖酸刻薄的人之中并没有他 也就是跟着乐一乐 此刻被吓得最惨的 还是他 一名女修强忍着眸中的慌乱 心存侥幸 可是参与圣女的真血裁决直势 又怎么会是 做阁下这般的男子啊 秦沟镇定自若 你难道以为 在藏仙楼内只有女修存在 虽然在藏仙绝艳楼 似乎只有女子才能畏惧高位 但也并非是像玄女罗叉宫那样 纯粹的女子宗门 那女修感受着秦沟直视的眼光 硬着头皮 弟子当然不会那般愚钝 只是多少觉得有钱奇怪 还请大人解惑 秦沟淡然一笑地反问 那不如你自己仔细想想 作为万花之主 除却刻骨修行之外 还需担任何等职司 往往在这种时候 秦沟的思绪异常敏捷 梁灵天曾一度将万花之主 称作花魁 通常只有青楼内 最善撩拨难心的头牌娇娘 才能荣获这一雅号 虽然有很大几率乃是戏城 但也侧面说明了 历代万花之主 绝非那等不识人间烟火的存在 而是长袖善武 擅长巧妙周旋在南修之间 当然 亦有可能灵天老弟 当时只是单纯嘴欠 上官局忽然用一种赞同的语气 万花之主最重要的职责之一 便是陪伴圣灵大人 话音刚落 那名女修当时满眼懊悔惊惊惧 秦沟背负双手 饶有兴致 放心 本座向来秉公任职 不论如何 也不可能在这圣女甄选之中 循私往往 你们要信任我吗 是 是 不说还好 此话一出 一众疑行玄弟子不仅头皮发麻 心如死灰 还得陪着尬笑 可谓备受煎熬 上官局再度开口 胡荣儿 看你自己此刻这副做派 成何体统 还不快给我过来 那名打一开始 就被害得一屁堆跌坐在地 全程提心吊胆 瑟瑟发抖的少女修士 赶紧站起身来 怯生生地朝上官局走来 上官道友 这是 上官局怒气不争地苦笑一声 让道友见笑了 这还在当年拜入疑星宣 踏上修行之路的开盟第一课 便是由我主持 也算是我做下半个门徒了 哦 原来如此 秦勾点点头 目光再度看向众人 那接下来 你们便跟随我与上官道友 一同前去正式参与甄选仪式 是 包括胡荣儿在内的五名女修 双打的茄子般 打了这小脸 行路之中 上官局实在忍不住 暗中传疑 不知清月 为何要特意冒充裁局直视 那些小家伙无故如我 那就随便逗逗他们 还能解闷 何乐而不为 上官局顿时失笑起来 竟和我猜的一样 在此之前 我还从未想过 道友这般狭肝义胆的存在 竟也会如此擅长 诓骗他人 就在那一瞬间的功夫 便想到利用自己 藏仙途内唯一男性的 特殊身份 来大做文章 狭肝义胆 秦勾同样万没想到 这虎妞平日里 看着大大咧咧 却这么轻易 就看透了自己的本质 身为一代天师的高尚风仪 一时竟有些相见恨晚 是啊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之前清月 不过是初次见我 便丝毫不求回报 欲要为我失智 即便经历一次失败 也绝不放弃 当时道友的双眼 就仿佛是被什么人 以极其恐怖的代价 相避一般 炙热 且无比的迫切 上官局的语气中 充满了真挚的感激 秦勾嘴角一抽 上官你 当真是 观察入微啊 虽然如果知道 上官局 乃是阿元的友人 秦勾说什么 也定会主动 施以援手 可当时 的的确确是被 系统摆了一刀 实在不好 继续这个话题 老秦干笑着 连忙打了个哈哈 不过 上官刚刚说我 擅长匡骗他人 确实不对 若非你的巧妙配合 又怎么可能 这么顺利 对了 不知 方才你所提到的 那位圣灵大人 乃是何方神圣 上官局一脸茫然 你不知道 我还以为 自己只是帮助 清月说出了 心中所想 圣灵大人 乃是一位 天生天化的鬼羞 是藏仙绝燕楼 一切的核心 而就像我 方才所说的那样 万花之主的 主要职责之一 便是陪伴 圣灵大人 所以 真正主宰 藏仙绝燕楼的 乃是一位 号称圣灵的男羞 正因如此 方才那些丫头 才不再质疑 我的裁决 直视身份 既然需要 女子来陪伴 所以 一般都会猜测 圣灵大人 是伪男性 怎么 凭借 宜兴轩和 藏仙楼的关系 竟连你对于 那位圣灵的了解 都如此匮乏 没办法 自奈 藏仙楼最大的机密 上官局一脸无奈 却是让秦沟 对于这位 藏仙楼圣灵 渐渐多了一丝兴趣 不多时 秦沟等人 便再次偶遇了一群疑心轩修士 对方同样对秦沟竟能出现在藏仙图内十分诧异 而这一次 秦沟本不想多说什么 胡荣二突然一马当心 很有眼色地帮忙介绍 这位乃是藏仙图内的裁决执事之一 清悦大人 且对于他人的各种疑问 他也能信手拈来 一一答辩 说完还不忘悄悄看向上官局一眼 一颗欲要将功赎过之心 无比火热 秦沟也不阻拦 反而一脸欣赏 不令赞许 上官 你这门徒 大有前途啊 上官局却只得欲哭无泪地 抚着额头 大为懊悔 自己方才究竟为何 要与那宝财相认 随时间推移 只因收获了第一波信徒之后 秦沟便再不用多费口舌 渐渐地 仿若滚雪球一般 跟随在秦沟身后的疑心轩修士 最多之时竟有数十人之中 他还特地分出了一些人手 让他们前去寻找更多同门姐妹加入 这么做的主要目的 自然还是为了更快寻到李元珍 阿元 小白龙等人 上官局瞧了一眼自己身后 那一众花枝招展的阴阴艳艳 乌不担忧地传音 秦月 咱们这下子是不是玩得有点大呀 不会惹出什么乱子吧 毕竟 这些弟子这么容易信服 胡蓉二那些鬼话的最大缘由 还是因为有他这位堂堂虎魂长老坐镇 若是闹出太大的笑话 上官局自是脸上无光 秦沟和许一笑 耸了耸肩 语气轻松 哎 怕什么 咱们说到底也不过是呼朋唤友 寻来一搭帮弟子结伴同行 又能谈上什么大事 话音刚落 本座蓝素柔在此宣布 即时已至 圣女甄选仪式 正式开始 一些强硬的弟子 此刻应该早已发现 在这藏仙图内 出现了一些并不属于你们疑心轩的存在 他们皆为藏仙图所化灵魁 为了更好的区分 还特意化作了南修与灵兽的形象 虽然拥有很高的灵质 却并非真正的生灵 而诸位要做的 允许单刀直入地斩杀他们 收获体内的灵符 亦可通过其他方式 患得其真心追随 总而言之 无所禁忌 但求越多越好 下一秒 秦沟无比清晰地感受到 自己四周的几十双眸子 以惊人的速度从原本的恭敬有加 瞬间转变为了狩猎的狂喜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作品由菠萝包青小说APP出品 由云天河金喵主治 后期相逢 我的图案竟然全是反派 第七卷天师无双 第四十集 谁是猎人 都听到了 跟我来 本作这就带而等前去狩猎灵魁 秦沟语气镇定 板着一张脸 并要朝另一个方向走去 庶民疑心宣女修立即挡住了他的去路 其他人也迅速聚拢过来 成严密裹挟包围之事 是 我等亲的真切 事到如今 只是大人还要装吗 与此同时 轻行万状的一应本命灵具 闪耀着璀璨光滑 几乎完全占满了秦沟的视线 全场气氛剑拔弩张 一触即发 住手 上官局娇和一声 立身于秦沟身前 一副秀 都清醒一些 我上官局亲自作证 清月道友绝非灵魁 任何人不得伤他 是 我们明白您的好意 大姐也都了解您的性子 但方才 甄选规则已经说得清清楚楚 恐怕 只因这一句灵魁 已是您的囊中之物 而您又不愿意真正对我们下重手 所以上官长老 才要拉下身份塞这种谎话 欲让我等知难而退 而我等身为修行周人 终究不可能 永远待在疑心轩的避风港下 让您一再迁就 所以此刻更愿意与您全力公平一战 哪怕是败了 亦是心甘情愿 只能说明吴辈自身 学义不清 与后补圣女之位无缘 说吧 一众以行玄弟子面露决然之色 而上官局万没想到 自己平日里呵护晚辈 平易近人的作风 实在过于深入人心 竟会在此刻反而成为一种阻碍 而等莫要胡乱猜测 我根本无心争夺那藏仙楼圣女之位 算了上官 这时 秦沟无奈地摇了摇头 方才的甄选规则一出 我就知道再怎么解释也是徒劳 毕竟一开始 我被卷入这藏仙图 就是一场谁都没能预料到的意外 说话间 秦沟双眼微眯 又长之上云霞睾腾 一株清脆嫩芽 似灵蛇般在他指尖跃动 可是清月道友压根就不是什么老实子灵魁 此战也根本就毫无意义啊 上官局很是头疼 突然一咬银牙 道友 就看在我的份上 你先走 我不愿意伤到他们 但会为你全力阻挡 这一刻 秦沟总算明白上官局对于自家疑心轩弟子 究竟有多溺爱 好吧 我明白了 但若是之后再遇上其他疑心轩弟子多多逼人 我可不会束手就筋 上官局冲秦沟感激地点了点头 多谢道友 一时间 收回了太号之牙 秦沟当即灵魂踏虚 朝某一个方向远顿 哪里走 立刻便有疑心轩女修 欲要围追堵截 谁敢妄动 上官局眼眸凌厉 冷哼一声 请客间 地动山摇 绝世凶兽的狂怒咆哮之声 震耳欲聋 自他身后 竟凭空生出数以百计 浑身燃烧惊艳的恶虎灵体 个个张牙舞爪 眼眶有黑 胸向毕露 暴力肃杀之气 令人心头俱颤 乙行轩虎魂仙子 正是因此得名 长老 我来助你 胡蓉儿毫不犹豫 一路小跑地 站在了上官局的身边 上官局顿时会心一笑 好丫头 你小心一些 胡蓉儿笑颜灿烂 嗯 没事的 反正肯定用不了多久 执世大人就会将 此事通报上去 彻底取消这群 执迷不误大傻蛋的 甄选资格 蓉儿 上官局美眸圆争 朱唇哆哆嗦嗦 迟到现在 你竟然还相信清月 乃是裁决直视 胡蓉儿一脸懵懂 这不是 您告诉蓉儿的吗 一瞬间 上官局只觉 似有一缕清风 彻底震撼了自己那颗 早已世俗的心灵 不由地轻拍 胡蓉儿的小脑袋 眼眶微微湿润 好孩子 以后哪儿也别乱跑 容易丢命啊 这辈子啊 就好好地待在 宜兴轩 姐姐养你 这是许久都没有 这么倒霉了 无端卷入这藏仙图 又因那甄选规则 几乎要被在此的 所有疑心宣女修围攻 我 远离了上官局等人 秦沟正考虑着 是否要再度使用 无面隐士之力 尽量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却突然顿住了脚步 眼前的树干之上 留有一个记号 正是李小狗的本命邻居 斩无形的形状 而正当秦沟马上四下探寻 附近是否还有其他记号之时 一个陌生的声线 毫无征兆地在他耳畔响起 同袍兄弟 竟是一只双眼湛蓝的雪白灵猫 正敏捷地立身于 秦沟头顶的树枝之上 雪白灵猫直视秦沟 口吐人言 同袍这般明目张胆地四处闲逛 是在找死不成 什么 秦沟颇为讶异 很显然 这只灵猫便是之前 甄选规则所提到的灵魁之一 只是万没想到 对方的灵智居然高到能够主动 与自己搭话的程度 童袍 你别愣着了 快跟我来 灵猫摇晃着修长的尾巴 你想带我去哪 当然是一起去找更多的童袍 而非坐以待毙 灵猫舔了舔自己柔软的肉店 眼中陡然闪过一抹人性化的坚定 咱们要团结起来 奋起反抗 定要告诉那群黄毛丫头 到底谁是猎物 而谁才是真正的猎人 对 就是那个方向 师姐们 快跟我来 之前我就奇怪 这藏仙图内怎么会有男子 说起话来还好生狂妄 原来是灵魁所化 看 就是他 眼睁睁望着十余名 气势汹汹的怡心轩女修 正朝自己所在的方向急速赶来 梁灵天孤傲而立 泰然自若 挥手间挥出自己的本命邻居 大有一种以寡敌众的豪意 一群唧唧喳喳的丫头骗子 真以为本公子怕了你们不成 我就在此 你来便是 而带一众疑心轩女修来到近前 却是纷纷愣住 进阶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双眼 之前远看 分明是位副手而立的白衣公子 怎会突然化作一位协配金钗的美艳师姐 这位师姐 不知你有没有在这附近看见个男人 什么男人 没瞧见 也最好不要让我看见 梁灵天冷笑一声 双臂抱在丰满的胸前 振振有词 本姑娘啊 这辈子最烦男人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作品由波罗包青小说APP出品 由云天和金苗主制 后期相逢 我的图二 竟然全是反派 第七卷 天师无双 第四十一集 可以开始了 一行轩宗门大殿之内 数名藏仙楼女修 始终认真观察着眼前巨大的藏仙图 虽无法完全洞悉其中详情 但分布在各处的大量光点 也足以反馈出不少有用信息 你们看 蓝素柔忽然摇指一处光点 我观察这名弟子已久 他之前不知用了什么法子 迅速聚集了一支数十人的队伍 此刻更是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 独自连续接触了数名灵魁 并与他们和睦相处 竟有此事 另一名白群女修连忙看了过来 打亮着那光点四周一映微小的红芒 美眸惊讶 很显然 他并没有选择斩杀他们 而是获得认可 令灵魁真心追随 而且这些灵魁的数量 仍在以极快的速度增多 问题是 灵魁应当对这些女弟子 呈现反感的态度 即使是被真挚打动 也不该这么快才是 以前可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定要重点关注于她 若是不出意外 甚至仅需保持现状 一心血厚补圣女之位 必是此人无疑 毕竟一旦得到灵魁认可 之后的优势会越来越大 蓝素柔望向一旁的上官修 笑盈盈的 恭喜了 上官宣主 一心宣出了为这般不同反响的好弟子 上官修顿是红光满面 撵着山羊胡须 笑得无比畅快 与此同时 白群女修掐出一道灵绝 藏仙图之上 属于秦沟的那处光点 愈发明亮起来 较于其他人变得最为显眼 藏仙图一处地宫之内 这里 暂时是安全的 雪白灵猫的双眼 在黑暗中散发微光 妄想勤勾 此刻那些女修 都在全力搜寻我等的踪迹 实在不好再继续抛头露面 大张旗鼓地联合其他兄弟 但仅凭这些人手 又不足以掀起什么太大风浪 不知同袍你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建议 文言 秦沟先是扫视了一下四周 十余数人形兽性各异的其他灵魁 同袍为何特意问我 因为 灵猫一跃至秦沟的脚下 抬头深深地注视着他的双眼 我隐喻觉得你有些特别 和我们不大一样 有啥不一样 秦沟打了个哈哈 连忙摆摆手 但这一路上 我的确有不少疑问 同袍你之前所说的反抗 可是代表 打算将那些自外界而来的修士 尽数诛灭 怎么可能 若真是这样 藏心绝燕楼之人 绝对不会允许 毕竟 他们要是死了 可就真的魂飞魄散 灵猫摇了摇头 又跃至一旁的巨石上 语气惆怅 至多 也就是将他们制服 囚禁起来 所以同袍这么做 只是想出一口恶气 不 我的愿望是 要让这场猫鼠游戏之中 咱们与那群外来女修的角色 彻底调转 他们不是要比击败无辈最多之人 成为所谓的后补圣女吗 凭什么无辈 就必须当他们的使金石 而非掌握主动的猎手 或是他们的教官 这一次 咱们偏要反过来 将那群修士一一制服 由最后那位八面玲珑 唯一逃出升天之人 去成就圣女之位 灵猫环视众人 圣灵对此一时允许 而且一旦成功的好处 只怕不用我多说了吧 众人微微汗手 其中一头白露模样的灵魁 口吐人言 圣灵大人 会全力实现我等一个愿望 我真希望自己能拥有一具 真正圣灵的身躯 一听这话 秦宫面色突然严肃起来 据我所知 圣灵大人乃是一位 十分强大的鬼凶 那么他对神魂一道的造诣 定是极为深厚 不知圣灵大人有没有法子 能够绝对妥善安全地 将一名修饰的神魂 一分为二 并赋予他们身躯 这一刻 秦宫响起了孔灵丫头 灵猫眼中闪过一抹 人性化的为难 这个 我现在也没有给同袍保证 我只知道 圣灵乃是天生天化 与那些后天修炼而成的鬼修 截然不同 而一旦 他能与一位 合适的万花之主相遇 那么 圣灵自身境界与魂力 都会成倍攀升 多谢白兄解惑 既然能够得到圣灵的承诺 又不会破坏甄选仪式的话 那就没办法了 毕竟为师 只是个自私的人呢 同袍 你在说什么 秦宫谋中浮现一抹柔情 但隐藏极好 一闪而逝 玄疾笑得格外放肆自已 我说咱们可以开始了 同袍可有妙计 咱们欲要以寡胜多 最好的办法就是理应外合 从内部瓦解它们 秦宫想起了此刻 应该还混在那群女修当中的 李元真 阿元等人 这一点 我应该能够做到 为何 那些修士 基本只要见到咱们 便要大大出手 秦宫不好暴露自己 同样是外来者的身份 值得摊摊手 因为我的模样乃是人形 更好与他们交流 这时 另一名万贸为光头巨汉的灵魁 眨着一对硕大的牛眼 我不也是人形吗 秦宫摸了摸鼻子 咱们不太一样 光头灵魁一头雾水 用啥不一样 同袍难道非要我把话说得 这么明白 秦宫哑然失笑地摇了摇头 一伸手 冲着自己向来信心十足的 俊俏脸庞 使劲比划了一番 一时间 众灵魁大眼瞪小眼 面面相去 而后猛然恍然大悟 又同时望向秦沟 你脸后 不怕揍 同一时间 长空之上 一名面带薄纱的女子 踏空而行 其目的地正是疑心宣索在 而如果有藏仙绝艳楼之人在场 哪怕此人如此遮蔽面容 定也能一眼认出 这位风姿卓月的仙子 正是他们藏仙楼 音讯全无已久的 上一代万花之主 尤容 只见 尤容眼眸之中 寒芒四射 难难自语 此番 蓝素柔 他们定会带上藏仙图 而不论付出任何代价 当日之池 我一定要百倍奉还 或是妖女夜七双 你就等死吧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作品由波罗包青小说APP出品 由云天和金喵主治 后期 相逢 我的图二 竟然全是反派 第七卷 天师无双 第四十二集 奇才 蹭 寒芒掠过 在树干之上留下一道 斩无形形状的记号 指明方向之后 李元贞收剑入窍 连忙加快脚步 各位师姐走慢些 等一等我 一众一行选女修回过头来 各个面露无奈之色 一人语气略显不满 李妹妹 你好生磨蹭 真 真对不起 我自小体弱多病 性子也慢 是 这话你都说了快一百遍了 但你境界实属不差 居然每次都能再跟上 反正之前收下你灵丹的时候 我等便已承诺 定会对你好好关照 各位师姐 都是大好人啊 李元贞乖巧点着小脑袋 满眼真挚的感动之色 此刻她小脸呈现不健康的苍白 完全一副人畜无害 若不经风的病秧子模样 也不知从哪倒腾来一件非常合身的 宜兴轩弟子服饰 亦不再自称贫道儿子 倘若秦勾在场 定能一眼看出 这狗子指定憋着坏了 一名女修语气也语 既然如此 待会应战灵魁之时 李妹妹你就尽量靠后 至于斩杀灵魁之后 所得到的灵符嘛 反正李妹妹你只求自己不受伤就好了 对吧 那就再好不过了 我向来不敢杀生 罪害见血了 那 那我便待在后方 为诸位好人师姐诸位就好了 这一刻的纵意仙子 仿若一只柔软鲜弱 逆来顺受的天真小兽 一双明眸间尽是浪漫无邪 闻言 众女修皆不由地露出一抹浅浅的笑意 你呀 这么怯懦 真不知道是怎么混进这圣女甄选 话虽如此 但众女修在小小窃喜的同时 又不禁想到 此次圣女甄选的规则定是出了什么问题 否则似他们这般跟仁爱 率直 圣洁等必要条件 扒杆子都打不着的人 之前又是怎么得到藏心图的认可呢 反倒眼前那不安适事 纯真到有些好笑的李妹妹 只怕才是真正契合那严苛条件的最佳人选 诸位留步 就在此时 一道男子声线响起 定是灵溃无疑 众女修顿时面露警惕之色的交贺 李妹妹 你立刻退后 好 由于之前的声线实在太过熟悉 李元珍不禁略意迟疑 但还是很快退到后方 来者正是一路寻着李元珍所留下记号赶来的秦沟 而那雪白鳞猫 一稳稳地趴在他的肩头 更有一头高大白鹿 稳稳跟在他们身后 而小独狗对于老秦 居然能够出现在藏心图内 也并没有表现得太过震惊 他想得很简单 对于一代摩尸大人来说 只要想干 这天底下还真就没有什么事他办不到的 这几只灵溃 居然主动送上门来 众仪行选女修 飞快换出本命灵具 纷纷面露狂喜之色 且慢 秦沟当即顿住脚步 高声道 在下乃是主动归顺 诸位 切莫武将弄棒 兴师动众 还有这等好事 不知阁下乃是选中了我们之中哪一位 他们意识自然知晓 得到灵魁认可之后的优势会有多大 是他 秦沟毫不犹豫地指向了人群中的混账圣女 什么 同时 虽然仅仅只是一个眼神 李元珍便心领神会地离开人群 带着一脸惊喜地朝秦沟走来 李师妹你站住 笨蛋 谁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 紧接着 众人却惊讶地发现 秦沟不仅没有出手偷袭 反而彬彬有礼的一抱拳 将一枚灵气阴晕的灵符 献给了在他们看来冲动形势的李元珍 一名为首的女修语气古怪地发问 这位灵魁阁下 不知我能否问问 你究竟为何选中了咱们这位李师妹 文言 勤勾眼神温润地注视着李元珍 其实 我等灵魁的认可向来非常主观 而在这一路上 我已经观察了这位师妹许久 她的一言一行都是那一般的令人怜惜 是我甘愿从此真心追随 这自然只是临时编造的理由 而秦沟没有张口胡说 是因为纵意仙子太过仁爱 圣洁之类的 就已经很给面子了 否则以小独狗的性子 事后肯定会和老秦彼此搀扶 俩人一起吐上三天三夜 也不是不向往美好 只是觉得这样的词 用在自己这等活得真实 流连世俗之人身上 总会有些格格不入 真的吗 李渊珍名谋一彩连连 很是激动 阁下当真 愿意从此心悦臣服于我 神下 最后两个字 她声现小得唯有身判的秦沟 能够听清 秦沟嘴角一抽 咬牙笑道 日久见人心 时间自会给您答案的 若这酒服软 便不是堂堂混账圣女 只见她当即抿嘴一笑 愿你我相交愉快 而在场其他女修 却是满腹疑云 她说是一路上观察了李妹妹许久 李师妹似乎也没干什么 不 倘若仔细想想 她只做了一件事 那就是 突然 一名移行玄女修似若柳浮风 交呼着跌坐在地 小脸憔悴 各位师姐 之前为何要走得如此快 我这大病出狱 此刻实在是扛不住了 众人一脸诡异地 瞧着这名之前 分明还生龙活虎 甚至一度由于体魄强健 还差点入了宗门脆体院之人 进阶狐疑不疑 而就在此时 由于秦沟之前的嘱咐 至少在表面上 会对这群女修 尽量温柔体贴的灵猫与白鹿 立刻关切 这位仙子 你没事吧 话音刚落 众女修面面相去 皆看出了彼此眼中的 毛色顿开 下一秒 我也是 自小脸体弱多病 娘亲一直说我性子慢 怕我受人欺负 秋秋更为藏仙楼执事大人 能听见的话 就快放小女子出去吧 我向来不忍杀生 怕见血啊 这一刻 方才还气势汹汹的一众女修 瞬间化作活脱脱一窝 劳病鬼 个个哀声叹气 悲从中来 恨不得自己能当场喷出一口心头血来 期间还时不时偷偷 瞟上除了秦沟之外的灵猫与白鹿 两只灵魁击眼 见状 秦沟不知所措 视线在众女修与李元珍之间不停来回 怎么他之前与上官局所带领的那群疑心炫弟子都还挺正常的 偏偏跟小毒狗混在一起的 便尽是各顶各的西式奇才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作品由波罗包青小说APP出品 由云天和金喵主治 后期相逢 我的图案竟然全是反派 第七卷天师无双 第四十三集 要他狗命 在李元珍的帮助下 秦沟顺利地获得了这批女修的信任 并以真心愿为天真无邪的李妹妹效力为由 将他们进阶引领到了之前 与灵猫等灵魁商议反攻计划的地宫附近 动手 只听秦沟一声令下 早已潜伏在四周 蓄势待发已久的十余巨灵魁 瞬间倾巢而出 打得众女修一个措手不及 秦沟 灵猫与白鹿 直接控制住修为最高的几人 而最最令人意想不到的 还是他们那位弱不经风 人畜无害的李师妹 在听得秦沟吩咐之后 纵意仙子简直如同千锤百炼的肌肉记忆一般 根本不问任何理由 打剑就斩 也是直到此刻 他们才骇然地发现 此人的修为哪里是什么需要保护的对象 此等神妙剑法与恐怖实战经验 哪怕放眼整个修真界年轻一代 都是顶尖存在 不多时 一众女修被彻底封进修为 五花大绑地塞入地宫之中 一名为首的女修怒视李元珍 娇和起来 李师妹 你这么做 到底有什么目的 李元珍一脸无辜地望向老秦 秦沟摸了摸鼻子 笑咪咪的 烦请诸位放心 我等不仅不会伤害诸位 甚至一旦谈妥的话 还将合作得非常愉快 阁下究竟予以何为 一时间 秦沟将灵猫的想法 娓娓道来 并且已在最后关头 将放他们自由 也就是说 到时的候补圣女之位 极有可能会在仅剩的 他们几人之中产生 为好处 许诺给了众人 为首女修顿时大声娇和起来 阁下这么做 与此次操纵圣女甄选何意 岂有此理 算我一个 不 据白兄所言 圣灵大人乃是允许 等等 你说什么 秦沟差点没能反应过来 前几一脸惊异的 望向小毒狗询问 你究竟从哪找来这只 善解人意的大好人才的 李元珍一耸相间 呃 平道莫名其妙被卷入这里 短时间呢 又无法脱离此地 想在这偌大的藏仙徒内 解解闷子可是不一样 而这些师妹 其实已经是平道所追随过的第五批修士了 亦是与平道 志同道合 最好相处的一群 也就是说 之前的那四批疑心身修士 都已经 他们毫发无损 只是不会记得 平道曾一度加入的经历 啊 好了 秦沟不禁再一次感叹 小毒狗的斩无形邻居 真是太方便了 片刻之后 一番威逼利诱之下 五名疑心轩女修 再加上李元珍 便与秦沟 灵猫 白鹿等人 一起在此离开地宫 这一次 由了秦沟 女修作为保护伞 让外人误以为秦沟等人 乃是他们的下属 便能光明正大的行走在藏仙土内 更好地联合其他灵魁 而不至于 一旦被其他女修发现 就免不了一场恶战 一来二去 地宫内的灵魁人马 愈发充盈起来 在此期间 秦沟还顺手救下了 被人一路追杀的梁大公子 这可把秦沟彻底搞糊涂了 毕竟能够轻易化作 毫无破绽的女儿身的梁灵天 只要稍微机敏一些 就绝不可能落得这步田地 然而梁灵天给出的理由 也是十分令人信服 小姐之时 必须变回男儿之身 此乃本公子最后的底线 然后就好死不死 被人瞧了个正着 春光尽现 吃了大亏不说 还要被喊打喊杀 实属倒霉透顶 随后 梁大公子自然乐得 加入秦沟的阵营 同时还能一人分饰两绝 可谓兢兢业业 尽职尽责 梁灵天在引导 其他移行轩女修 进入地宫包围圈 上演关门秦贼好戏之时 助力极大 这让他很快就得到了 一大批灵魁元老 心服口服的认可 与此同时 秦沟 大殿内 秦沟愈发怪异的行径 自然也引起了众 藏仙楼女修的关注 此人 究竟在做什么 蓝素柔目不转睛地 注视着藏仙图之上 那处最为显眼 代表着秦沟的光点 喃喃自语起来 白群女修戴眉微醋 这名弟子 似乎是驯服了 一些灵魁之后 并马上联系了 其他女修 将他们纷纷安排在了 某处秘密藏深处 又逐渐引来 更多的灵魁 所以 他应该是寻得了一处 得天独厚 齐居地理优势的宝地 并故意让其他女修 在此隐藏埋伏起来 最后一起 对引来的灵魁 群起而攻之 定是如此 而且你们看 那些灵魁 虽然也出现过些许牺牲 但绝大多数都保留了下来 他一个人 总不可能同时 驯服那么多灵魁 这说明 他极有可能 也帮助了其他弟子 一起驯服灵魁 这不 他现在又联合了 一批同门姐妹 一起前往那处宝地 通力合作 有福同享 蓝素柔灯使眼眸一亮 赞不绝口 这丫头极善运筹为物 将自身优势发挥到最大 又赏发分明 绝不独占利益 当真有勇有谋 白群女修 轻点琴手 是啊 如此一来 欧补圣女之位 想必已是这孩子的囊中之物 紧接着 他又望向上官修 情不自禁地喜笑颜开 不令赞美 上官宣主 得此良才 当真是你怡心宣 与我藏仙绝艳楼之信也 上官修 朗声大笑起来 周长老谬赞 其实 老夫自己都有些糊涂 我怡心宣 究竟何时出了这么一位 出类拔萃的人中龙凤 什么人 陡然间 众人进阶收敛笑意 同时望向大殿入口 蓝素柔惊讶地望着那名 面带薄纱的修长女子 你是 花主 尤蓉 尤蓉眼神淡漠地微微汗手 嗯 我为藏仙徒而来 什么 蓝素柔脸色微冷 尤蓉 你当初一走了之 可知道自己如今 早已被取缔了花主之位 住口 尤蓉语气凌厉 若想保命 便立即交出藏仙徒 此宝如今对我大有用处 否则就凭你们几个 还不配做本座的敌手 尤蓉 你疯了不成 究竟想干什么 陡然间 尤蓉双眼杀意爆发 力声喝倒 我要叶七双的狗命 此心魔不除 本座寝食难安 长空之上 叶七双凝望着掌心 愈发鲜艳的灵血印 明眸中已是藏不住的 默默柔情 不远 便是疑心轩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作品由波罗包青小说APP出品 由云天和金喵主制 后期相逢 我的徒二竟然全是反派 第七卷 天师无双 第四十四集 自寻死路 师尊定想不到 本宫这个时候会来 叶七双谋中交织着 喜悦与期待的神采 这世上本应该已经很少有事情 能让一代叶祖兴奋成这个样子 而准确来说 就连他自己也没想到 赵星廷成功突破戒主镜之后 竟马上前来一具身外化身 帮他暂时坐镇玄女罗刹宫 使得一心为宗门任劳任怨 担惊励的叶公主 总算能够偷得福生半日闲 因为师尊的关系 大师兄似乎真的改变了许多 不仅仅是性子 但具体是什么地方不太一样 本宫又有些说不上来 叶七双左思右想 却始终得不到具体答案 唯有深深的钦佩 师尊当真是位有魔力的人啊 就在此时 叶七双毫无欲照地打了个喷嚏 不禁一脸讶异地捂着小嘴 似他这个境界的人 绝不可能是因为感染风寒 而是作为咒神之母法相的主宰 所附带的一个有趣小花招 这附近有人咒我 唯独在他的视线之中 一心宣索在方向 陡然样起了一抹微弱的鸿芒 优柔 你真是欲发狂妄无边 蓝素柔怒吓一声 立即与其他三名藏仙楼女修 列成战阵 在他们手中 琴棋书画四大本命邻居 交相辉映 上官修手持一柄 寒气四溢的亮银长枪 浑身战意十足 狂妄 尤容冷笑连连 而就在他掌中本命邻居千圣花绽放的一瞬间 万般恐怖深厚的威势 便令在场众人进阶如堕冰窟 蓝素柔大惊失色 尖叫起来 这千圣花灵具的品贱 你的境界 尤容双眸冷酷俱傲 语气中隐隐透露着一股子癫狂 宁笑起来 哈哈哈哈 本座早就说了 在这疑行轩绝没有任何一人是我的对手 况且 今时不同往日 此间哪怕是那该死的夜七双当面 在本座掌下 也唯有碎身弥骨 血溅长空的欺燃下场 紧接着尤容目光一闪 毫不犹豫立即朝藏鲜土一探手 而几乎就在这分毫不差的同一时间 无论是尤容还是其他藏鲜楼女修 皆感受到一抹绝对无法忽视的可怕气息 正朝此处迅速逼近 此处好生热闹 看来本宫来得正是时候 这平静柔和的女生 令人呼吸一致 再看仔细来者 在场除了尚观修对其不太熟悉之外 藏心楼众人只怕此生都不敢忘却她的名讳 整个大殿鸦雀无声 空气凝制了大概三秒左右 尤容双眸震颤 猛地转过身朝叶七双走去 一步两步 她坚定的步伐充满力道 犹若蓄谋数载 玄女公主 叶七双面不改色 有话直说 尤容瞬间顿住脚步 抬手 弓身 她行李的姿态一丝不苟 定当千锤百炼 荣儿就是说嘛 这小小的疑心轩 又怎会飞出金凤凰 原来是叶姐姐宁大驾光临 蓬壁升辉啊 许久不见 叶姐姐真是欲发风雨无霜 绝美如仙呢 令荣儿好生自残行晦 尤容几乎是直接扯碎了自己脸上的面纱 满面灿烂笑颜 甜美如蜜糖般让人舒心 藏仙牢众女修进阶呆若目击 即便是曾经 尤容也只会在圣灵大人面前 流露出这般毕恭毕敬的姿态 叶七双颇为不解 你是藏仙阁尤容 你我之间有这般清净 尤容神色一正地干笑 这 这不是当初您亲自吩咐的吗 只要叶姐姐当面 蓉儿定要谦逊谨慎 小心做人 在您面前 蓉儿什么也不是 顶多也就算个 蠢妹子 本宫以前的脾气 竟是如此糟糕 叶七双哑然失笑 不过 神不犯我 我不犯人 对于主动挑衅之人 本宫向来没有什么好脸色 叶姐姐教训的是 蓉儿定会好好反省 绝不敢忘 只是不知 叶姐姐贵族踏剑地 所为何事啊 蓉儿此刻正欲清理门户 在尤容看来 叶七双应当怎么也想象不到 自己的真实目的 所以只要虚与威仪一番 便不会与之起什么冲突 本宫有一个问题 然而谁也不会想到 就在叶七双的视线之中 尤容整个人都已是 泛着一层浓郁的血盲 其身后重念 根本无处遁形 你是不是 巴不得本宫去死 刹那间 尤容面色骤变 宛若惊弓之鸟般 身形暴退 果然 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小看你 叶七双 尤容面若寒冰 陡然自那虚界中掏出一块漆黑的骑石 全力以灵力催动 眸中闪过了一抹浓重的肉痛之色 这一刻 众人进阶感受到一丝 来自空间之道的特有气息 原本相距甚远的尤容 竟直接越过了四名藏仙楼女修的严密防护 一掌拍在藏仙图之上 剑碧叶七双 下次再见 便是你的死期 紧接着 一阵诡异的乌光 直接将尤容与藏仙图完全包裹吞噬 二者瞬间消失无踪 糟了 藏仙图 众女修面色惊怒地尖叫起来 叶七双仍旧助立原地 静静地望着尤容消失的方向 其实不论你是怎么想的都没有关系 这修正界日夜咒骂本宫去死的人实在太多 我早已没有那么在乎 只是 叶七双低头看向掌心的灵血印 感受着那原本近在咫尺 却又在此刻飞快远去的一线联系 美眸居然杀意惊人起来 你又何苦非要自寻此路 藏仙楼所属 在 藍素柔等人连忙应声 据说那尤容已经被你们藏仙楼取缔了花主之位 所以即便她就此神魂俱灭 想必也没有任何关系 对吧 这 我等需要立即禀报圣灵大人 算了 本宫也不过随口一问 毕竟刚才被尤容所一并带走的那位 要真出了什么闪失 贵宗圣灵 是怕也没有这个资格担待 说话间 叶七双转身而去 藍素柔等人不敢置信地惊叫起来 叶公主 您的意思是 竟有某位超凡存在 屈尊降贵 悄然进入了我宗藏仙土内 这怎么可能 一时间 叶七双无奈一笑 但更多的 却是深深的醉心眷恋 没办法 当一个人过于优秀 超群绝伦道云云正深 竟艰难以匹敌的孤高程度 这修真剑内 最不将其当作一位大人物看待的 莫过于是他自己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作品由菠萝包青小说APP出品 由云天河金喵主制 后期相逢 我的图二竟然全是反派 第七卷天师无双 第六十八集当场落泪 此事不得外传 朕的确受了些伤势 虽不严重 却因病造较为特殊 并非能够借助外力痊愈 让这位小友 待会儿当着又轻的面 为朕失智 也仅是为了能让那孩子宽心罢了 盗君仁皇这么说 其实是为了先打好预防针 暗示秦沟哪怕力有未歹 也大可当场承认 绝不会因此怪罪于他 况且 盗君仁皇也总不能真就实话实说 将自己其实是老父亲溺爱作祟 而故意装病的真相吐露出来 可落到秦沟耳朵里 却是直接坐实了方才系统任务中 所提到的某种困境 所谓病造特殊 难以借助外力 可不就是指代心魔缠身之急吗 话虽如此 秦沟略以思索 语气有些古怪 可这等恶极 即便在下愿意尽我所能全力相助人皇 若是有太多人旁观 特别是让公主殿下知晓 总归是不太好吧 怎么 你难道没有仔细听明陛下方才所讲 年终面露不满之色 盗君仁皇更是天经地义 阵阵有词 就是要让公主她旁观整个过程才是 如果不让右卿知晓全部 不让她亲眼目睹一切 这场失智将毫无意义 一时间 这主仆二人一唱一和 义正刺言 愣是把秦沟经得无所适从 这难道是盗君王朝的某种独特风俗 人情不成 偏要把自己身为男人最最私密的短处满世界嚷嚷 特别还指明要当着自家女儿的面 所谓行常人所不能行之事 在某种意义上 这位盗君仁皇还真是位不同凡响的血性奇男子了 盗君仁皇当即吩咐下来 事不宜迟 百嫁捧心殿 秦沟与何利刀二人对视一眼 只得稀里糊涂地跟上前去 捧心殿 秦沟再度见到了又卿那傻妹 终于放下心来 此刻的她除了双眸中萦绕着不少忧愁之外 似乎并未遭受什么皮肉之苦 想想也是 这丫头与盗君仁皇到底是血浓于水 林伯渊哪怕再动怒 也不可能对她太过分 想必这位道友 便是何同之寻来的高人贤士 林又卿语气谦逊 见过五位公主 秦沟一抱拳 想着尽快完成任务 才能与又卿单独一叙 便再度望向盗君仁皇 仁皇陛下 容我再问一次 您真的确定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接受治疗 当然 朕这么做 也是为了能让公主安心 盗君仁皇又想了想 突然灵机一动 不如就让又卿与小友 一同来为朕师之如何 如此一来 她之后只要一口咬定 外力的确无法带来任何帮助 又卿那孩子便再无话可说 一听这话 林又卿美眸一亮 这个主意不错 小生的青鸾扇虽然品阶不够 但同样拥有疗愈度恶之能 如果与道友相互配合 多少还是会有些帮助 等会 然而 秦沟赶紧大喝一声 脸庞之上已是目瞪口呆 这说的都是些什么啊 若是别的什么小病小灾还算合理 可盗君仁皇的这等难言之隐 是能让又卿一个大姑娘也参与进来的吗 秦沟瞪大双眼 不可思议 仁皇陛下 什么叫做让公主与我一同为您治疗 她又能帮到什么 道君仁皇昂首覆首 理所应当 自然是尽他所能 全力为朕分忧 没错 只要为了能让父皇全运 小生愿意不惜一切代价 林又卿双眸坚定 最后一个问题 秦沟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似乎已有些怀疑人声 嘴角抽搐 吴卫公主她 当真是仁皇陛下的亲生女儿 是不是我之前搞错了什么 道君仁皇很势不紧 皱气眉头 这是何等愚蠢的提问 友情自然是真的亲生骨肉 那么 你是人吗 秦沟猛地瞪向道君仁皇 那眼神仿佛要生生将其忘穿 放肆 一时间 年终以及一些侍从 纷纷沉默怯齿 怒斥起来 大概是我刚才太过冲动 稍等 我再说一次 秦沟抚着额头 认真地组织了一下语言后 再次看向道君仁皇 格外正式地重新询问 阁下 是他娘的禽兽吧 大胆 废话 这都能下得去手 岂止是大胆 秦沟匪夷所思 这可是破案了 道君仁皇 你这心魔缠身之急 果然是有原因的 岂有此理 给我拿下 年终总管怒吓一声 立即指挥一众侍从 并要将秦沟打入天牢 都住手 突然 道君仁皇却立即走到秦沟近前 目不转睛地直视于他 你怎会知晓 那心魔 秦沟不禁反问 若是连这都不知道 我还给你治疗什么 道君仁皇双瞳一颤 难以置信 有把握吗 可以 是 你随朕来 单独一叙 说吧 道君仁皇根本不理旁人 一手握住秦沟的小臂 二人一同离去 静世之中 凌伯渊不住地打量秦沟 语气中带着一丝震撼 这等隐秘 朕从未告知他人 未想到 今日却被小友一眼洞悉 陛下的意思是 公主他并不知晓 秦沟神色讶异 凌伯渊情为汉手 看来 朕与小友之间 定存在一些误会 秦沟很是汗颜 所以方才他们所说 似乎并非同一件事 什么我不知道 忽然 不知何时赶来的林又卿 突然推开静世大门 追问起来 友卿 你怎么来了 朕不是说 要与小友独处 林又卿双手抱毙 理所应当 可刚才不是说好了吗 小生会和道友 一同为父皇失智 我不来怎么行 然而 已经猜测到方才 秦沟为何会 那般激动原因的 林博渊 现实一愣 紧接着 极为窘迫的老脸发绿 机遇吐显 不用 朕改主意了 那怎么行 不明真相的林又卿 仍是不依不饶 就在这时 秦沟站起身 来到林又卿身判 看似耳语 实则暗中传音 又卿先回捧心殿 稍等片刻 我会尽快找你 传音之中所响起的 正是秦沟本来的声线 话音刚落 便只见林又卿 浑身一个机灵 修长亮丽的睫毛 都轻微一颤 下一秒 毫不迟疑地 转过身去 走出境室 甚至恭恭敬敬 十足乖巧的 威二人合上大门的同时 还抱以了一个 清零甜美的灿烂笑颜 好了 仁皇陛下 我们可以正视 你 你哭什么 一转过身来 秦沟便不知所措地发现 林伯渊竟已是虎目泛红 林伯渊不敢置信 迫切询问 小友 你这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怎会这般轻而易举 什么 不是 刚才那女娃娃 真是真的女儿吗 又轻那孩子 可这辈子都不曾这般乖巧迅顺地 轻从过朕这个亲生父亲的话呀 一时间 在秦沟错愕的注视之下 一代王朝主宰 当事雄主 竟是当场悲愁垂涕 猛难落泪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作品由波罗包青小说APP出品 由云天河 金喵主治 后期 相逢 我的图二 竟然全是反派 第七卷 天师无双 第六十九集 金兰弟兄 秦沟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 想了想 只得语气宽慰 这大概是由于 我比较乐意理解公主殿下 林伯渊沉吟了一下 虹目中的伤感迅速恢复坚毅 理解 不知小友方才 到底对公主说了什么 事实上 以林伯渊的实力 刚才分明可以轻易截获秦沟的传音 但终归还是怕惹到自家女儿不快 没改 此日 我之后会与人皇详说 当务之急 还是人皇的病情 秦沟案子算了算任务实现 可是不能耽搁 这一次的惩罚 虽然表面上 说是让自己在小双儿面前 再次丧失失导尊严一次 但以系统的尿性 后果绝对要比上一次的情形 可怕得多 林伯渊微微汗手 朕的恶极 主要还是心魔所致 逐渐蔓延至体魄 导致每每运功之时 都有明显阻碍 桎梏之感 对于朕的修行影响不小 不知陛下的心魔 究竟是因何而起 闻言 林伯渊不禁笑意苦涩 双眼直直地望着自己 左手上的一枚玉剑 有时候 朕真觉着 二人携手百年 数着对方花白的头发 一起逐渐老去 最后 相继魂归天际 也好过如今 留我一人 一时间 在秦沟眼里 即便林伯渊的外貌 仍旧保持着壮年英姿 却又着实像极了一个 身形勾搂的落寞老者 双瞳中充斥着念念不忘的幽思 果然 一切的一切 皆是由于那位先世的皇后娘娘 所谓最是无情帝王家 但这位道君人皇 显然不在其恋 他或许不是一个果决的天子 却是一位深情之人 而倘若当初没有人 能及时制止林幼青 那一次冲动的字役 就连他也走了 真叫人不敢想象 这位道君人皇 究竟会爆发出 多么可怕的癫狂 如此看来 作为一个外人 对于人皇的心魔 起不到任何帮助 秦沟自那虚界中 取出一座高大的丹炉 以及大量奇花灵果 便只能选择一些其他方式 由于燕归龙 仍在一直释放能力 秦沟此刻 无法轻易动用太号之牙 但平日里只要一有闲暇 他就会加紧凝炼 所以如今 纳虚界内早已塞满了 各类珍贵炼丹资源 小友是要为真炼丹 林伯渊好奇地 打量着秦沟的丹炉 见多识广的他能够看出 此等丹炉的品阶 着实世间含有 不错 秦沟点点头 一边着手炼丹 失笑起来 男人不像女子 只要保持年轻力壮就好 无论什么境界 总会担心 因为某种特殊原因 或是刺激 出现这等难言的状况 而在下向来习惯 未雨绸缪 以前特别清闲的一段日子里 反正也无事可做 并花了不少时间 来专门研究此道 虽然目前看来 这丹药老秦自己 肯定是不需要用上了 但能帮到道军人皇 也算是当年没有虚度光阴 一个时辰之后 秦沟将十余枚丹药 装入一个白瓷药瓶 又特意留下一枚 直接递给林伯渊 人皇现在便服下吧 林伯渊接过丹药的一瞬间 就辨明此物 大抵不会对自己 产生什么负面作用 这才直接服下 又当即运工充分吸收药力 他修为身后 化解药力的速度 自然优于常人 不多时 便重新睁开双目 神色惊异 此丹绝不简单 秦沟微微一笑 人皇感觉如何 这美美运工之时的阻塞感 竟已完全消失 小友到底是如何做到 竟能如此妙瘦成春 药到病除 林伯渊的目光中 带着几分喜色 与浓浓的震撼 既如此 这丹药就进阶赠予人皇 说着 秦沟将药瓶递上前去 全都给朕 秦沟语气淡然 不错 美伏下一枚便能康复一段时日 毕竟人皇这恶极的根源 还是心魔缠身 心魔不除 终究是会复发的 朕明白 可若是 朕将这些丹药全都用尽了呢 待我什么时候有空了 再回到君王朝 为人皇多多炼制几分 这 小友还是别卖关子了 不知能否留下丹方 这丹方实属来之不易 而且人皇也看见了 我的炼丹手法较为特殊 复杂 读术一致 也不是人人都能轻易学会 秦沟无奈一笑 而且就在之前 林伯渊睁开双目的同时 系统已经提示自己 成功完成突击任务 毕竟 他的确是让林伯渊痊愈 至于心魔所引起的复发 那绝对是有心无力 除非老秦有能力 跑去大闹森罗殿 篡改那传说中的生死部 小友放心 朕绝非想要将那单方强占 而是与你交换 不知小友需要什么 灵石 地兵 还是玄公宝典 林伯渊目光灼灼 半圆修道半圆君 使他早已不尽女色 但那恶极在修行上的困扰 也已然让他头疼太久 除非去学年终 咬牙挨上一刀 然后转修某些特殊功法 秦沟实话实说 人狂所说的这三样 我刚好多到连纳虚戒都装不下 只能大部分堆在山上 那不知小友究竟想要什么 林伯渊倒没有怀疑秦沟吹牛 他来历神秘 身份不详 但刚才所使用的那座极品丹炉 就足以让他惊讶 秦沟叹了叹手 能否容我考虑一番 见状 林伯渊微微汗手 却又忽然话锋一转 敢问小友可曾听说 原仓王朝人黄 朱颜景 天同监派祖师斗风 浮光庄主连百 不知为何 林伯渊突然列举出了 多达十数个身份与人名 其中还不乏一些 非修真门派的普通人 比如什么 天赐真修楼大厨子 某地衙门的小脖子差役 开办丝熟的酸秀才等等 秦沟又怎么可能 听说过他们的事迹 紧接着 便见林伯渊一丝不苟 郑重其事 这些位 皆是朕敬重珍事的金兰弟兄 什么 秦沟神色一正 只要小友愿意献出丹方 雪中送炭 相助于朕 并保证 绝不干涉朝市 从今日起 你是我林伯渊 永不相忘 风雨共济的义兄弟 若和 林伯渊说的一本正经 毫无玩笑之色 而这下子 秦沟可算搞明白 林又卿那丫头 以前每每哭着喊着 非要与秦沟一节金兰的神奇操作 到底是从哪儿学来的 这简直像极了某种传承一般 不过 我同意 老秦忽然坏心眼的一笑 反正先说好 咱们各论各的就行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作品由波罗包青小说APP出品 由云天和金喵主之 后期相逢 我的图二竟然全是反派 第七卷天师无双 第七十集 这不是梦 反正林伯渊居然能连珠炮般 一口气列举出这么多金兰弟兄 听起来也没有像真正的仪式人两兄弟 生死相依那般正事 秦沟便乐得将其当作一个把柄 硬了下来 不知何为各论各的 林伯渊面露不解之色 林兄放心 知晓真相之后 你一定会感谢我的 说着 秦沟很快完成一份单方递上前去 至于之所以将林伯渊称之为兄长 主要还是考虑到 以此人的境界来看 他存在于这世间的年月 与自己应该差不多 而光看外表 他又明显比自己年长一些 再加上 在老秦的想法里 自己可谓正直年轻 哦不 是永远年轻的俊俏小生才对 林伯渊当即接过单方 眼神炙热郑重 多谢 从今日起 小友便是林某人所认可敬重的贤弟 但似原仓王朝人皇珠颜景 天同剑派 行了 领袖 你的意思我明白 我也没兴趣与那么多人产生联系 你真不用当场再向我示范一番如何背诵全文 秦沟哑然失笑地摇了摇头 说实在的 这老哥能同时与那么多错综复杂的势力结义交好 也算是一种本事 这世上最为出色的交际花 只怕都要甘拜下风 至于林伯渊还提到的 某某大厨子 酸秀才等人 秦沟真是好奇 他们到底知不知道 这位神出鬼没 时常与他们谈笑风生 一醉方修的风趣中年文士 便是当今的道君人皇 一尊人神戒主 所以说到底 哪怕是修士 也总得有些示好 而让这林伯渊能够无比自得其乐的小爱好 似乎就是与各种各样 千奇百怪的人深入交流 不论出身 修为高低 只要是能让其感兴趣的 他就绝对不摆任何架子 秦沟不认为 一个从小接受皇室尊卑教育的人 会养成这种习惯 这一切 大抵还是由于那位 怎么也绕不过去的 云游一衣出身的皇后娘娘 对了 在下还有些所事 便先告辞了 秦沟已抱拳 便要向林伯渊道别 林伯渊微微汗手 贤弟请便 说着 又自那须戒中 取出一块令符 交给秦沟 有了此物 贤弟便可自由出入皇宫 秦沟顿时微微一笑 这口头上的金兰弟兄 果然还是不白当的 而直到秦沟离去之后 林伯渊开始冷静认真地查看手中的单方 忽然眉头一挑 有些好笑 伟兄弟皇丸 难道是因为 要先给朕这位 执掌王朝的伟大兄长 才因此得名 以及贤弟 难道是怕朕看不懂吗 这单方上的领讨名墓 怎都是些千百年前的古城 还真是有心哪 并且 突然意识到一个 不大不小的问题 自始至终 自己由于问极心切 好像都没有正式 问过他的名讳 对方似乎也不曾在意 告别了林伯渊 秦沟自然是第一时间 选择借住手中的令符 畅通无阻地 回到了林又卿 所在的捧心殿 你们都出去吧 没有小声的命令 不可擅自打扰 林又卿一见秦沟归来 立刻向身判的宫女 侍从吩咐起来 带到众人纷纷远离大殿 林又卿还特意稍等了一会儿 这才真正展露笑颜 美眸中尽是难掩的欣喜 秦哥 小声就知道 当初咱们约好的 你一定会来找我 望着眼前熟悉的爽朗笑容 秦沟情不自禁地又回忆起了 又卿当初突然穿回 女儿衣裙的那一幕 那丫头平时大大咧咧 活蹦乱跳 一副假小子做牌 实则身材风吟妩媚的 当真令人心跳加速 主要还是因为 突然联络不上又卿 担心你是出了什么意外 我才尽快赶来 秦沟和煦一笑 今日一见 又卿一切安好 总算是放心了 秦哥 你换小声什么 林又卿故意一撇小嘴 做出一副 大为不愤的小模样 咱们在深渊宫 可是说好了的 秦哥也早就改口 现在怎么又变卦了 一时间 秦沟哭笑不得 无奈地摊了摊手 贤弟 这才对嘛 林又卿笑颜如花 热情地将秦沟 请到茶海前落座 手法娴熟地暖杯 沏茶 声线温暖 方才 父皇他没有为难秦哥吧 秦沟点头一笑 当然 人皇非常通情达理 毕竟我是担任了 为其失智的角色 他还并不知晓我的真实来历 一听这话 林又卿很是关切 那不知 小声父皇的伤势 自是药道病除 秦沟胸有成竹 虽然无法根治星魔 但他仍有信心 只要林伯渊能按时服药 定能将那恶极全面压制 而且虽然隐约察觉到 林又卿所说的伤势 或许另有隐情 但在秦沟看来 道君人皇除了那星魔恶极之外 哪里还有什么其他顽疾 装病还差不多 真的 不愧是秦哥 小声与父皇 已经完全束手无策的状况 在秦哥面前 都能轻松迎刃而解 林又卿又惊喜 又钦佩地交呼起来 秦沟谦逊地摆了摆手 灰心一笑 就目前又轻对待自己的态度来看 他似乎还未打开锦囊 发现那柄能够证明自己 乃是他曾经救命恩人的精致短笔 参见仁皇陛下 忽然 大殿之外传来众侍卫恭敬行礼的声音 林伯渊竟同样这么快就再次回到捧心殿 林又卿顿时心透一紧 殿门大开 林伯渊第一眼就瞧见了 正与林又卿对隐的秦沟 不禁神色亚异 脱口而出 你怎会在此 方才不是说要告辞 一时间 林又卿赶紧站起身来 拦在林伯渊与秦沟之间 当机立断地维护起来 四皇何必小题大做 当然是小声让他来的 此人不就是何同志的手下吗 我对这位小兄弟颇感兴趣 便亲自命其前来拜见 他还敢违抗不成 真小题大做 只怕是又卿你又在屋里取闹吧 林伯渊当时面露不悦 语气严厉责怪 什么人都是你能如此呼之其来 挥之其去 竟还与其称兄道弟 胡闹 你这孩子 是怎么对寡人器中的贤弟说话的 啊 林又卿瞬间等圆了眸子 脸色古怪至极的突然一转身 咬指秦沟 声线出现从未有过的强势 传音道 小生命你过来 马上亲在我的嘴唇上 秦沟猛的一愣 有间 见状 林又卿不禁用力一拍小脑袋 双眸呆滞更为崩溃 哎呀 这是真的 这不是梦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作品由波罗包青小说APP出品 由云天和金喵主治 后期相逢 我的图二竟然全是反派 第七卷天师无双 第七十一集 良辰吉日 又在暗中传音审骂 又卿你不是不知道 你娘平生最厌恶的 便是士强凌弱 以示其人 贤弟 他不仅是我道军王朝的客人 更是妙手回春 医治了朕的恶极 你又怎能对他如此盛气凌人 没有规矩 林伯渊有些不满 小生没有 林又卿一时委屈到了极点 他的本意是将一切责任 揽在自己身上 以此掩护秦沟擅闯 捧心殿的罪责 而这下子 可是把他彻底弄懵了 方才 难道不是又卿自己亲口承认 林伯渊微微皱起眉头 似乎因为林又卿的狡辩 而大感不悦 见状 秦沟赶紧站了出来 淡然一笑 林兄莫要误会 实际上 的确是我主动前来 又卿不过是为了维护于我 什么 林伯渊仿佛已经秀出一丝端倪 面露古怪之色 确切来说 我如今来到道君王朝的初衷 本就是为了又卿 林伯渊狐疑地注视着秦沟 贤帝 与又卿早便相识 秦沟点头一笑 倒也并非想要故意隐瞒林兄 主要还是之前被外界的一些风言风语所误导 让我错以为林兄不好相处 如今却是今眼见识到林兄的英明神武平易静人 甚至还与我结为异性兄弟 想必定不会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怪罪于我 没人不爱听取易美之词 林伯渊的面色顿时缓和了一些 不错 贤帝乃是朕亲自认可的金兰弟兄 即使一家人又何必说两家话 一听这话 秦沟眼中闪过一丝得逞之色 不由得笑得愈发和煦起来 既如此 便容我向林兄正式自我介绍一番 就在这时立身于秦沟身后的林又卿 妾生生地悄悄拉住了他的衣角 没事 秦沟眼神宽慰地看了又卿一眼 再度望向林伯渊 微微一笑 我名秦沟 毕竟他已经看得出来 林伯渊此人绝对语音显毒辣 冷酷暴君粘不上边 倒是对自家儿女的宠溺之情 与自己颇为相仿 好熟悉的名字 想必贤弟的名气也是 秦 秦什么 瞬息间 林伯渊笑意全无 睁大双眼死死地瞪向老秦 秦沟 圣前榜秦沟 便是之前与右倾一同外出历练的那位 秦师 林伯渊瞠目结舌 正是 说话间 秦沟恢复了自己的本来面貌 笑意仍旧平静 想当初 才刚荣登圣仙榜之时 林兄便曾邀请我来盗君王朝做客 只是那时实在分身乏术 还请林兄见谅 先莫提这个 林伯渊神色怪异至极 你这次究竟是如何进入我盗君王朝境内 自然是使用灵州 有什么问题吗 秦沟很是不解地发问 确实不知道 倘若自己再晚来一两天 绝对会被林伯渊第一时间发现行踪 没什么 林伯渊摆摆手 强笑了两声 又突然想起了什么 双目锋利 他的声线加持了灵力 话音刚落 便见一袭兰衣的太监总管年终 匆匆忙忙地步入大殿之内 年终公公静静汇报 并报圣上 就在不久之前 何同志便不知为何 火急火燎地 亲自向浅龙卫申请了外出任务 并借助渡空时之力 将整座同志府 都一起挪移 聚加远去 林伯渊不禁嘴角一抽 咬牙切齿 这个混账东西 给朕追 不论如何 也定要把他带回来 是 见状 秦沟不免有些同情 刚想开口为其身便几句 便见林伯卿已经抢在自己前面 与其怀疑一针见血 父皇什么意思 和力刀他做错了什么 还是说 父皇从一开始便想故意为难秦哥 防备他前来找我 您之前可不是这么对小生保证的 林伯渊面色一窘 顿时干笑起来 有情误会了 朕不过是觉得 何同志身为国之栋梁 在黄都便有多少事等着他亲自管教 要何必特意去执行什么外出任务 也是 小生其实也明白 父皇既作为一朝人皇 定是金口欲言 一言九鼎才是 林又卿不禁展颜一笑 那也就是说 之前你与又卿所打的那个赌 也一定是算数的吧 林伯渊神情一交 林又卿赶紧乘胜追击 神采奕奕 就是那句 父皇曾当着小生的面亲口所言 只要秦歌能够在两日之内及时赶到 父皇便乐得承认秦歌与小生的关系啊 如今秦歌的确已经完成了父皇的考验 林伯渊强忍着想要当场抽上自己一个大耳瓜子的冲动 咬着牙 朕当真说过 父皇 你 林又卿成澈的双眸中 不禁闪过一抹浓浓的失望之色 林伯渊很是无奈 欲哭无泪地点了点头 好了好了 朕自是不会反悔 至于这对妇女间的对话 落到秦歌耳朵里 却只能让他想到 难不成又卿其实已经向林伯渊坦言过 他们二人所谓的一节金兰 同时 亦是仅仅因为林伯渊总算愿意承认了自己与秦歌的异性兄弟关系 而欣喜不已的林又卿 再次找回了灿烂甜美的笑颜 他们二人谁都没有想到 此刻 唯独在林伯渊心里 可谓满腔忧怨地一遍又一遍念叨着所谓女大不中流的俗语 紧接着 更是直接迈出一步 来到秦歌境前 伸手重重地派了派他的肩头 秦贤弟 若是有担当的大好男儿 便不要畏缩 今夜单独前来一趟 让朕这个做长辈的好好考教于你 倘若当真符合朕的期待 顺便商议一番女幼青的良辰吉日 也绝非完全不可能之事 林伯渊语气郑重地传音之后 便直接转身大不留心而去 仿佛已经煎熬得一刻不肯多留 来真的 秦歌 父皇方才对你说了什么 好像是打算 正式为你我二人操办一场 结义仪式 一时间 秦歌颇感茫然地望着林伯渊离去的方向 他有些没想明白 林伯渊怎会对待此事如此看重 甚至还要挑选什么良辰吉日 搞得如此兴师动重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作品由波罗包青小说APP出品 由云天和金喵主制 后期相逢 我的图二竟然全是反派 第七卷天师无双 第七十二集 沥血为氏 不得不说 何力道此人的行动力 与求生欲实在是令人钦佩 就这么点功夫 愣是带着自己全家老少 扛着整座同志斧 撒丫子跑了个无影无踪 独留下原本赞助在他家族中的 李元珍 敖半威等人 在那块光秃秃地皮的风中凌乱 心情细细 甚至当时 一成影在厨房正巧蒸熟 刚咬下一口的半个大包子 都被一起卷走 还是秦沟当即 拜托了林佑青 让其手下将他们 进阶接接入了宫内 当晚 年终总管亲自带领秦沟 步入一座大殿之中 殿内长桌之上 各类真凶美食 穷禄欲酒 映入眼帘 且除却道君人皇 林伯渊之外 再无外人 年终总管 躬身一礼 退出殿外 林伯渊面色平静地一探手 坐吧 秦沟微微汗手 当即坐在林伯渊正对面 心里想着 林伯渊说是考教自己 大概便是想彻底 搞清楚自己的来历 以免对林又卿造成威胁 二人先是对饮了几杯 期间秦沟不禁暗暗庆幸 还好这宫廷欲酒地进到 不似当初在小白龙家里 所喝到的那些 那般强悍醉人 林伯渊放下酒杯 不知贤帝目前具体是何等修为 运道境中期 那贤帝一路修行至今 又度过了多少岁月 若是算上近乎无意识的闭关状态 至少也有数百年吧 林伯渊摇头一笑 贤帝说笑了 任何人只要没有达到脱胎换骨的法相境 一旦修行至上百载 是可以被他人从灵力波动中 敲出一点端倪的 至少你朕的境界完全可以轻易洞悉 此乃常识 但在贤帝身上 朕只觉得你似乎异常的年轻 秦沟一耸肩 其实如果单论目前这个境界的话 也就不足两年 林伯渊顿时目光一宁 不足二载 运道竟终其 若非是因为秦沟这个名讳 哪怕是这世上最为妖孽的天才 在贤帝面前 已是不足道哉的营火之光 但以此便引出了一个 朕在白日里便有所怀疑之事 圣仙榜秦师 已是曾经的玄师 最为活跃的时期 乃是二百年前 而分明是近些年 才开始真正修行的贤帝 究竟是如何做到 林伯渊的神色中 带着一抹审视之色 文言轻勾淡然一笑 林兄应该清楚 我之所以能够登上圣仙榜 可不是因为所谓的王玄之名 而是受到当初的三派弟子 与福神安主唐思敏的一致认可 至于为什么会让林兄有此困惑 更是简单 只因 说着 秦沟故意顿了一下 认真地打量着林伯渊 此乃机密 我应该能够信得过林兄吧 倘若事出有因 朕自不会多言 林伯渊语气郑重 秦沟和煦一笑 那便好 实际上 所谓王玄之名 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代代相传的称号 我也是从前人那里继承而来 秦沟压根就没有真正继承王玄的窥到头 自然也不需要像当初的人笑声等人一般 应受制约 而一辈子都无法说出真相 此言当真 林伯渊神色讶异 我明白 林兄之所以这般警惕 都是出于对幼青的保护 但不知林兄有没有听闻过那句 历经扶生者 大德真盛的汉州俗语 在下 刚好便是世间为二成功闯过那扶生洞之人 此事 必然早已传到了道君王朝的情报库内 请勾一本正经 所以 林兄大可放心 同时也该对幼青抱有信心 在下若非真正仗义无私的端人正事 又怎能吸引到他的真心跟随 一听这话 林伯渊神色一正 语气古怪 原本朕听到浮生洞时 还颇为信服 可却从未见过 哪位正直不讹之人 会像贤弟这般自卖自夸 林兄误会了 其实 正是只有像我这般向来心口如衣 直言不讳的真诚爽利之人 才能毫发无损地顺利闯过浮生洞 是吗 林伯渊满脸狐疑之色 清沟洒脱的一摊手 不信 林兄大可去询问其他成功力经浮生之人 趁机灵渊人 趁机问谁 无数年前便已经元气的会夜禅师吗 林伯渊啼笑皆非 谁曾想清沟顿时笑得无比灿烂爽浪 哎呀 是啊 差点忘了 在下已是这世间唯一活着的历经浮生之人 哎呀 这上哪说理去嘛 你 林伯渊嘴角狠狠抽搐起来 他突然很想大喊一句 寡人从未见过 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但面前这祸顺利闯过浮生洞之事 却又是铁衣般的事实 不禁一声叹息 林伯渊无可奈何 唉 其实 询问了这么多 朕最想知道的 还是贤弟究竟愿不愿意 能不能真正保护好佑青 我对佑青乃是发自内心的怜惜 当然愿意保护好他 就像我曾经所做的与一直在做的 秦沟也果断不再玩笑 认真起来 与此同时 林伯渊不着痕迹地瞥了一眼 不远处一块看似装饰般的椭圆灵石 呈现淡淡的白色光滑 代表秦沟绝无欺骗 林伯渊用力一点头 最后一个问题 不知贤弟与那位 胡岳山主人的关系 究竟如何 他倒不是想借此攀上什么关系 只是关于那位传奇的种种事迹 当真让一代道君人皇 也嗅到了一丝无法忽视的强烈威胁 其实外界的传言大多不实 充满误会 而真实情况却是 我们简直好得跟一个人似的 秦沟神色云淡风轻 甚至还特意补充一句 不 确切来说 始终就是同一个人 那朕 就算彻底放心了 林伯渊长松了一口气 秦沟点头一笑 林兄问了这么多 也总该轮到我了吧 之前林兄说过 会考虑为我和又卿 挑选一个良辰吉日 到时候能否容我小小任性一番 不去行的最后一步 正是一节金蓝仪式的关键 自然就是灵血相容 而秦沟如今因为万灵血的关系 一旦在众目睽睽之下 自己与又卿的血液产生关联 那乌龙可就闹大了 林伯渊满脸糊涂 最后一步 贤地什么意思 就是利血啊 秦沟随口找了个理由 我和又卿 以前就已经私下做过了 总不可能再来一次 林伯渊顿时一口酒水 狂喷而出 沥血 私底下 等词汇交织在他的心头 脑海中快速闪过林又卿 从小到大的那一张张 纯真灿烂笑颜 林伯渊不禁猛地伸手 捂住自己的心脏处 难以置信地望向秦沟 你们楚州人士 难道都习惯将这等事情 当面告知对方的父辈不成 哪会有这种习惯 只是我思以为此事的确有必要 向林兄禀告清楚 秦沟又想了想 林兄不信的话 我还可以详细说出具体年月日 等一切细节不整 或者你直接去问又卿 我们的确早就已经 你疯了 林伯渊直接打断 气得咬牙切齿 朕一点都不想知道 为何 秦沟一头雾水 林伯渊郁闷地机遇吐血 恶狠狠地瞪了秦沟一眼 死而等这般没有儿女的小后生 哪里会懂 秦沟瞬间满脸自豪得意 林兄不知道 我也是有女儿的人 义女 亲生的 你有道理 有啊 秦沟 一时间 林伯渊一脸活生生见了鬼的表情 探出的手指都在微微颤抖 你是打算 今晚便将寡人活活气死不成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作品由波罗包青小说APP出品 由云天和金喵主治 后期相逢 我的图二竟然全是反派 第七卷天师无双 第七十三集 结义还是结亲 我干啥了 秦沟一头雾水 刚才大家不是还好好的谈笑风声 这林老哥到底是数什么呢 怎么说变脸就变脸 朕只知道 以前纵容你与幼青走得太近 只怕是朕今生最大的错误 林伯渊面色发黑 秦沟满脸疑惑 林兄能否给我一个理由 明伯渊满腔怨念 你到底哪来的颜面询问 不妨告诉我 你既然已有道理 还与幼青这般亲近 究竟是何居心 这天底下谁不知道 未来幼青将要继承朕的地位 继为一朝主宰 他又哪能 岂有一国女帝 去做他人妾室 金屋娇娘之礼 如此一来 整个道军王朝 亦或者说他们临时皇族 不就相当于江山易主 改名唤姓吗 啊 我好像是明白了 秦沟点了点头 恍然大悟 林兄难道是在担忧 我可能会追求幼青 甚至与他结为斗驴 说实在的 这不可能 我向来只是将幼青 当作一个可爱的孩子 看待 困掌 林伯渊一掌拍在暗桌 差点没气个半死 蹊跷生烟 此刻说的好听 那你之前 岂能对待幼青去行的等 夫妻道理之事 秦沟一脸荒唐 啥玩意儿 林兄这是听谁说的 究竟是哪个亲手贼子 这般污蔑抹黑我 难道不是你方才自己承认 早早便与幼青于死底下 说话间 林伯渊不禁面色阴沉如水 一听这话 秦沟情不自禁地失笑起来 放肆 林伯渊用一种 看疯子般的眼神 你还敢笑 我 误会 天大的误会 秦沟当即哭笑不得 也怪我自己没说清楚 林兄 我之前的意思是 我与幼青已经私底下 历血为势 煞血为盟 结为异性兄弟 所以不必再来一次 而不是你想象中那样的 文言 林伯渊直接拿起酒杯 一饮而尽后 直勾勾地盯着秦沟 难以置信 贤弟 你实话实说 朕看起来 难道当真像是能够随意戏弄得白痴不成 又轻他一个姑娘家 没事与你结成哪门子的异性兄弟 你这话岂非华天下之大吉 你问我 我问谁去啊 秦沟一脸无辜 他觉得自己可太委屈了 谁不知道此事太不正常 可问题事实就是如此 而且说到底 又轻偏爱与人结义的性子 还不是与你老林学的 这时 林伯渊的目光再次瞥了一眼 不远处那块拥有测谎之效的灵石 淡淡的白色光滑 代表秦沟仍未说谎 只可惜 事到如今 林伯渊对那奇石也已经不是特别信任 毕竟 之前秦沟说出 自己曾最少修行几百年之时 那块破石头同样没有半点反应 所以 贤弟的意思是 从头到尾 你都只是想与又轻结义 你们之间绝对没有一丝一毫的男女之情 不错 就连林兄口中的所谓良辰吉日 我都始终以为是要帮我和又轻取行一场正式结义一事 虽然此刻看来显然并非如此 秦沟无奈地摇了摇头 叹息一声 我的思想 还是过于单纯 很好 既如此 朕定要还贤弟一个清白才是 林伯渊双手抱毙 似笑非笑 秦沟一摊手 想要证明我的话可太简单了 林兄直接去找又轻一问便吃 只不过 今日天色已晚 不如明日再 你跑不了 林伯渊脱口而出 秦沟愣了一下 不由得啼笑皆非 啊 啥 紧接着 林伯渊挥手接撤掉了大殿内的隔音帐木大阵 很是自信地以灵力加持升线 优青 朕知道你在 进来吧 不多时 仍旧是一袭男装打扮的林伯渊 果然推开店门 出现在了二人面前 看他的神色 可一点也不像是惊醒之后匆匆赶来 到底是织女莫若妇 原来今夜 林伯渊其实一直都满心关切地 在这大殿周围徘徊 只是苦于林伯渊早早设下的大阵 无法洞悉店内的对话 只想着带二人的对谈结束之后 能第一时间询问秦沟结果如何 父皇 秦哥 这时 林伯渊先是抱拳问候了两声 颇为疑惑不解地打量着店内 似乎以隐隐有些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 见状 秦沟淡然一笑 佑青 你来得正好 赶紧帮我向林兄解释一番 我们 秦贤弟 林伯渊直接打断了秦沟的话 目光深沉 非常警惕 还是由朕来问吧 期间 你切莫要对佑青 施展任何传音 同时 暗中以灵力蔓延开来 只要秦沟 遇到暗中传音 就一定会被他第一时间发现 行 秦沟却是一脸轻松 底气十足地耸了耸肩 反正此次 他绝对是行的端 做的正 没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甚至有些期待林伯渊知晓 的确是佑青主动要与自己结议之后 到底会有多么惊讶震撼 林伯渊微微汗手 这才望向自家女儿 语气尤为严肃 佑青 朕有一个疑问 你定要诚实回应 不得欺瞒 是 林伯渊郑重地点了点头 那你告诉朕 你与秦兄弟之间 到底是想要结亲 还是结义 这小子突然变卦 朕此刻严重怀疑 他没说实话 说话间 林伯渊的视线 在林伯渊与秦沟之间 不断来回答量 什么 林伯渊眼眸一惊 直接当场蒙住 回答朕的问题 林伯渊斩钉截铁地追问 秦沟神情自若的一笑 宽慰起来 没事的 佑青 你实话实说就好 好的 秦哥 这 小生真不知道父皇 您到底是如何产生 这种荒谬 羞人的误会 林佑青顿时闹了个大红脸 非常罕见地满眼羞难 气呼呼地一跺小脚 哎呀 小生与秦哥所希望的 分明清清楚楚 自始至终都是 结亲嘛 秦沟 佑青 你 嗯 电闪雷鸣间 林伯渊飞快凳向秦沟 秦沟猛地瞧向林佑青 佑青翘脸通红 眼眸低垂地直直盯着自己脚尖 三人之间 仿佛形成联动 本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作品由波罗包青小说APP出品 由云天和金喵主制 后期 相逢 我的徒二竟然全是反派 第七卷 天师无双 第七十四集 叔叔 我 中计了 秦沟本来是这么想的 直到察觉出林佑青微微一偏头 悄悄投来眼神中的一抹妖宫之色 那活灵活现的小模样 仿佛在问 小生是不是配合得挺好 林伯渊怒笑起来 贤弟 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我 我完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秦沟不知所措地探了探手 林伯渊冷哼一声 你承认就好 我 我说啥了 秦沟一脸茫然 赶紧看向林佑青 而对方却好似生怕露馅一般 扭过小脸 特意不与他进行过多的目光交流 既如此 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朕不可能去追责贤弟的过去 但如今 你既然选择与佑青走到一起 甚至 早已目以成舟 那便只剩下一个选择 林伯渊背负双手 郑重其事 与你以前的道理 斩断情思 将其废去 不存在的 秦沟失笑一声 脱口而出 秦沟 林伯渊郁闷不已 他突然发现 眼前这祸还真是所谓 天不怕地不怕的 魂不令一个 自己分明已然将姿态放得极低 他还要怎样 见状 林伯渊顿时开口 父皇 您和秦哥都不甚了解对方 难免造成误解 此事还是让小生来说吧 你 是 秦哥向来非常乐意听取小生的意见 父皇 您带我们单独讨论一番 再做定夺也不迟嘛 林伯渊罕见地声线绵软 向父亲撒起娇来 林伯渊最为受不了的就是这个 不禁满脸苦笑地叹息一声 最迟明日正午之前 给朕一个准确的答复 说完 还不忘深深看了一眼百般无辜的老秦 很快 大殿内只愈下林又卿 勤勾二人 林又卿手法娴熟地布下各类大阵后 这才极为感激 多谢秦哥 还是兄长您机智过人 这样一来 可比麻烦李师傅帮我 要方便得多啊 秦哥犀利糊涂 你到底在说什么 还有那所谓的结亲 又是怎么一回事啊 文言 林又卿神色一正 结亲 难道不是秦哥主动向父皇提起的吗 毕竟咱们一开始说好的是结义 而小生只是顺水推舟 怎么可能 是你父皇误会成结亲 而我一直在解释 谁知你小子一来 马上就把这个结亲给落实了 我真是有口难辩呢 秦哥很是头疼地瞪了又卿这傻妹一眼 那也就是说 李师傅还没来得及 把与小生商量好的那事告诉秦哥 秦哥一头雾水 这里面到底有李元真什么事啊 是这样的 像父皇这般的一代借主 还要操心国事 在这世间可谓是独一份 所以父皇早早便有了寻一个合适时机 传位给小生的想法 可是按照道君王朝的传统 登基之日亦是历后之时 就连父皇也无法改变 便是我母后之前 那位曾意图谋反的废后 林又卿一五一时老老实实地交代 而秦哥了解我 小生对那所谓的男欢女爱 哪里存在半点兴趣 更别提要去宠幸一个陌生人 所以之前便和李师傅商量了一下 有朝一日 小生执掌皇位之时 便求他来帮忙逢场作戏 秦哥嘴角一抽 你的意思是 之前是想要立李元真为后 没错 李师傅当时说随便我 而以他的身份 问剑门首席弟子 朱邪圣女 未来的问剑门主 也可谓再合适不过啊 他是女子 小生乐意就好 到时再随口对外承诺一番 以后会多立几个男非 小生本来是这么考虑的 秦哥一扶额头 也对 不能以寻常态度来琢磨幼青的想法 所以 你方才是 秦哥郁闷至极地一指自己鼻尖 误以为我打算亲自上阵来帮你 对 林又卿小脸一红 很是羞愧地挠了挠头 我还想着 不愧是秦哥 竟能如此理解体贴小生 而这样一来 也比李师傅多拥有一些优势 能避免许多闲话 毕竟多少人还指望 小生传宗接代 旨然了 秦哥突然怀疑自己在又卿心里 怕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存在 这虽然是好事 但有时也会闹出这样的乱子 那现在怎么办 如果去向你父皇解释 我总不可能真就事事顺着他的心意吧 秦哥语气果断 说什么斩断情思 自是绝不可能 林又卿一本正经 其实不用解释 秦哥只要假意同意下来 确立了小生的登基资质 令文武百官无话可说 一切便大功告成 秦哥想了想 假意同意 难道旁人不会追查此事 还有你父皇那一关 应该很轻松就能发现 我不过只是一支拖延 根本没有采取任何实质行动 父皇那边小生可以搞定 往后他老人家的心思 将会着重在专心闭关修行 再不问外事 至于其他人 秦哥好像还没有搞清楚 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 说话间 林又卿忽然浑身气质一变 背负双手 小下巴轻轻上扬 嘴角微翘 一旦继位 便不论什么事情 都是朕说的算了 爱妃 哎呦 哥 你干嘛呀 林又卿捂着嗡嗡的小脑袋 赶忙告扰 秦哥顿时瞪了这丫头一眼 咬牙切齿 你刚刚换我什么 林又卿小脸一白 赶忙失口否认 小生什么也没说 不 你再说一遍 是我方才没有听清 秦哥嘴角含笑 同时却又摩拳擦掌 威胁意味昭然若揭 秦哥 你可考虑清楚啊 现在爱揍的小生 可是未来的天子 那你觉得 你秦哥我 像是那种三两句威胁 就会被吓趴的人吗 哼 你也是学坏了啊 如此看来 我今日当时要再送又卿一条新裙子 当场让你换上 叔叔 顺息间 林又卿脱口而出 秦哥直接愣在当场 什么 作为父皇的异地 方才小生乃是欢您 新叔叔啊 被扣住命门的林又卿 顿时缩了缩雪白的颈子 求生欲极强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作品由菠萝包青小说APP出品 由云天和金喵主制 后期相逢 我的图二竟然全是反派 第七卷 天师无双 第七十五集 代价是什么 取出之前从游戎那里得来的空间黑石 让林又卿仔细一观之后 秦哥这才知道 原来此物乃是来自于 和力刀的渡空石 显然 那小子之前应该是从什么地方 得知了上代万花之主尤蓉 乃是败于自己之手的情报 所以才会在当时 对自己表现的那般敬畏 次日 哦 贤弟当真已经同意了 朕的一切要求 林伯渊想了想 望着林又卿 那他本人怎么没来 林又卿展颜一笑 秦哥昨夜太过劳累 小生就没有喊他 劳累 林伯渊眼皮一跳 不是 林又卿顿时翘脸一红 哭笑不得 小生的意思是 昨夜秦哥不是一直都在陪父皇饮酒吗 他向来不擅辞的 林伯渊脸皮一抽 咬了咬牙 那你怎么就没心疼心疼为父 您向来都是海量 而且还是一代借主大能呢 林又卿有理有据 林伯渊不禁感受到一阵 自去歧辱般的郁闷之情 摆了摆手 不用解释了 您先下去吧 告诉贤弟一句 朕会挑一良辰吉日 带你们二人去皇后的墓前 父皇 您难道是想 那就要看贤弟自己的表现了 当着您母后的面 朕亲自为你们二人 私下见证那结乱立世之理 以后再正是公之于众 也并非不可能之事 林伯渊的笑意中尽是追忆 分外柔情 若是能出现 又情真心认可之人 就一定要第一时间让他知道 这乃是你母后当年 对朕唯一的请求 不多时 年终手捧一份卷轴 出现在大殿之内 林伯渊心领神会地 散去了所有侍从 这才开口 关于秦构领进宫内 那几人的来历 都已打探清楚 此乃老奴 自浅龙位 取来的情报 说着 年终来到案前 为林伯渊 徐徐展开了手中画卷 陛下您看 这位的来历 自不必多言 年终指向画卷中 那位盗袍附建女子 问剑门李袁真 据说他奉命追随秦师 已有不短的时日 但毕竟是大圣州 正道楷模 未来的问剑门主 定然是最为冰湖秋月 洁身自好之人 显然绝不可能 与秦师私定终生 朱邪圣女 这位不染仙尘 御人二的大名 连阵都失常耳闻 方才碰巧见过一面 其冰清玉翠 秀外惠中 却是不负圣名 林伯渊很是赞同一笑 转头望向了 敖半威的画像 这位近谋银铃少女 明显是位龙族之人 而根据乾隆尉的情报 她的父亲 正是鼎鼎大名的 他海王 敖君陵 其血脉 在整个龙族之中 都是极为纯净尊贵 不可亵渎的存在 除非日从牺牲 否则万不可能 与人族同婚 明伯渊微微汗手 光看这些追随者便知 朕这位贤弟 果然不简单 那他呢 画卷上正是身着白褶花裙的一成影 一贫一笑 唯妙唯笑 其画功神妙精湛 当时年终亲自以本命邻居 笔如嗦嗦会 见状 年终略以沉默 不禁犹为正宗 一字一句 孤影圣主 一成影 什么 林伯渊双眼一惊 难以置信 那位子籍魔尊赵新亭的克星 他怎么会与秦贤弟同行 老奴不知 乾隆卫 亦在继续调查其中隐情 但如此一来 此人同样洗脱嫌疑 便只剩下 二人的目光 同时望向了阿元的画像 这名女子的来路 最为神秘 只知他自称顾元 乃是秦师一行之中 修为最高之人 但除此之外 乾隆卫中再无半分 预知有关的情报 不过 经老奴的义子观察禀报 他明显与秦师 表现得最为亲密 也是这两日 步入秦师屋内 次数最多之人 年终挠了挠头 嘿嘿嘿嘿嘿 若是用老奴 那位义子的粗俗话来说 这女子 简直不知男女 受受不侵 修为何物 恨不得 时时刻刻 粘在秦师身边 所以 总上所述 排除掉其他修士 便只有这古元 乃是最有那个可能之人 秦贤帝的道理 林伯渊语气深沉 陛下 您难道是想 昨夜 朕一时气急 便命令贤帝 必须斩断情思 吃些将从前的道理废去 此刻细细想来 未免过于霸道 此事 又怎能操之过急 林伯渊摇了摇头 失笑起来 手指倾点阿元的画像 而即便贤帝如今已被右卿说服 说不定 也只是须与尾仪 缓兵之计 所以 朕还是打算换个法子 你现在 便去将这古元换来 是 片刻之后 在年终的带领下 秦元出现在了 林伯渊的面前 古元 见过道君人皇 秦元不卑不亢 兵兵有礼 古元小友 莫要紧张 朕此刻换你来 倒也没有别的意思 林伯渊先是笑意和煦地说了一句 随即开门见山 不知古元小友 能否展现一番 你的本命凌聚 文言 秦元轻轻点头 同时眸中冰蓝凌芒 一闪而过 竟是同类凌聚 林伯渊语气微压 旋即给了年终一个眼神 年终不由地面露为难 肉疼之色 陛下 这同类凌聚 无妨 拿出来 林伯渊的声线不容置疑 年终只得当即从纳虚界中 取出一枚灵纹密布的五色宝珠 此乃 五蜘蛛 林伯渊双手轻轻搭在岸前 笑眯眯的 此物可还入得了古元小友的眼 这五蜘蛛 足以让任何一名同类凌聚修饰心动 但不知仁皇究竟是何用意 朕自然是打算将此物当场赠予古元小友 林伯渊满脸笑容 似乎对于秦元的回答非常满意 此话当真 当然 林伯渊很是豪气 直接一挥手示意年终 将手中的五蜘蛛递上前去 然而 所谓无功不受禄 秦元当即目不转睛地注视林伯渊 毫不犹豫 那么 代价是什么 林伯渊顿时会心一笑 果然 与聪明人对话就是省事 朕要你 自愿成为秦沟的妾室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作品由菠萝包青小说APP出品 由云天和金喵主治 后期相逢 我的图二竟然全是反派 第七卷天师无双 第七十六集 人皇赠宝 什么 秦元瞠目结舌 他发誓自己这辈子绝对还是第一次听见这种程度的风话 而察觉到秦元眼眸中 那明显带着一丝丝慌乱的抵触情绪 林伯渊不由得更加确信了自己的想法 胸有成竹的一笑 骨元小友其实便是秦沟贤弟如今的道理吧 我 一时间秦元思绪飞快流转 他虽然不知道林伯渊为什么会这样误会 但想必一般人也的确很难考虑到 由于自己需要经常带着老骨 以及二人同根同源的本命邻居相互配合 探索各类秘境 以便快速增进修为的关系 按常理来说本应该朝夕相处的秦沟与古飞燕而认 实则时常分隔两地 那位真正的道理 如今根本就位于老秦形影不离 而且既然这位仁皇打算强行插手自己娘亲的感情 他阿元自然不可就此无事 不 恳请仁皇莫要误会 小女子根本不是秦沟的道理 您大可放心 曾经 现在 我从来都不是 秦沟说得尽是实话 但神色间却不着痕迹地 瞥了那年终手里的五蜘蛛一眼 同时哭丧着俏脸 做出一副显而易见的痛心忧怨模样 惹人心生怜惜 紧接着赶紧再补充一句 仿若一个小怨妇般惨兮兮 其实我自认为 绝对是这世上最为爱慕她的女人之一 也不知是从哪儿学来的这些歪门邪道 一下子就在凌伯渊与年终的心里 坐实了秦沟道理的身份 毕竟真要没有一腿 这丫头至于突然激动成这副模样 拼了命谣在二人面前撇清那个头衔 仿佛承受了天大的冤屈一般 古元小友 莫要这般委屈 朕方才所说并非强制贺令 事情还是可以商量的 否则朕也不会取出那五只猪来 凌伯渊此刻难免有些不好意思 堂堂一国之君 无端端把人以小姑娘逼成这样 若是传扬出去 定会让天下人笑话 文言情缘沉默下来 再次瞧了一眼五只猪 但这一次却是光明正大 毫不掩饰清零眸子中的渴望 带着一丝哀怯 可我真不知道 仁皇究竟想让我做些什么 见状 林伯渊嘴角微翘 看样子自己的大手笔果然奏响 当即坦然 很简单 朕并非是要强命小友远离勤沟 你只需发下一套灵事 自愿放弃 并永世不为勤勤政妻 即可 秦缘苦涩一笑 想必我没有资格拒绝 林伯渊特意不致可否 朕可什么也没说 但你乃一朝天子 自食一言九鼎 所以只要我发下灵事 就一定不用离他而去 不 哪怕仁皇再怎么命令 我也绝不可能远去 秦缘似乎都已经开始语无伦次 咬着银牙 而且这天然五只珠应当有一双才是 林伯渊笑意更浓 聪明啊 可惜朕手边仅剩一枚 但待小友发下灵事 朕便会立即命人外出 再为小友寻觅 不用了 我只要一枚五只珠 秦缘深吸一口气 声线颤抖 另外一枚 变换成一柄地兵长剑 与宝衣百花裙吧 在下另了用途 准了 哈哈哈哈 见状 林伯渊心满意足地笑了起来 按照他的计划 根本不怕对方贪得无厌 反而唯恐着古猿分文不取 万事尽善尽美 滴水不漏 不多时 在林伯渊与年终的见证下 秦缘竟一丝不苟地 发下了一道本就理所应当 天经地义的灵事 此生不为秦沟正妻 这不是废话吗 那位正妻是何人物 他亲娘啊 哪怕是那愣头愣脑 百无禁忌的木唐纯 也没这个胆啊 收下了五只珠 与其他两种质宝 秦缘看似眉精打采 垂头丧气地 向林伯渊等人提出告退 失魂落魄地走了 然而 等远离了大殿 他便瞬间在心中 大喊一声 发财了 顿时脚步欢快地 朝秦沟所在 兴高采烈地 邀功献保而去 年终苦笑起来 陛下 您方才 为何不直接了当地 让那谷员 从此远离秦师 而仅仅因为 这么点要求 咱们付出的 未免也太多了点 林伯渊却是云淡风轻地摆了摆手 蜘蛛在握 直接强迫 并不一定会这么顺利 况且也过于霸道 容易招致抵触反感 而像朕此刻这么做 便只是 算作委婉地 帮助贤弟 看清是非 毕竟 不过为了一些 珍宝财富 便能出卖 二人之间 爱意的女子 当真适合 从此携手一生吗 朕相信 这下子 贤弟 定能轻易 做出判断 不愧是 仁皇陛下 您终不禁 毛色顿看 府长大笑起来 此计可谓 大大的音顺奸华 仁皇陛下 您真是 一点没变呢 像当年 咱们一起 偷摸折断了 老大人 心爱玲露的宝巧 想要尝尝滋味 被发现之后 您也是这般 巧舌如荒 林伯渊 脸皮一抽 恶狠狠地 瞪了年终一眼 刹那间 年终总管 老脸煞白 当时仰面而倒 万般熟练地 晕死过去 林伯渊 不由地 哭笑不得 行了 趁此刻 没空与你 这小老头胡闹 再装死 信不信 朕给你一脚 话音刚落 年终便是一个 鲤鱼打挺 站得笔直 瞬间满血复活地 搓着手 陪笑起来 可是陛下 老奴斯以为 即便此番 便能大功告成 但那五蜘蛛 却是可遇不可求 您之前还是过于大方 第一时间便抛出此物 想当初 曹相爷 可是同样为了此宝 求了您许久 然而 林伯渊 却似毫不在意一般 笑意如常 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就说明 你还是不够了解 朕的那位秦贤弟 哦 朕那贤弟 毕竟名列圣仙榜 同时 又是唯一存世的 历经扶生者 似这等 正派高杰声明 越想之人 在大是大非上 就越要面子 一时间 林伯渊望向窗林 仿佛看穿一切般 成竹在胸的得意一笑 所以 不出意外 只要贤弟 一旦得知真相 为了所谓君子之风 顾全一带 楚州天师颜面 就一定会将那 得知欠妥不意的 五只猪等物 亲自送还回来 到时 朕随口推托两句 半推半就 便根本不费 一兵一卒 一砖一瓦 此刻的他 还是不太明白 今日实则 所以是自己 与那质宝五只猪的 最后一眼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作品 由波罗包青小说APP出品 由云天和金喵主制 后期 相逢 我的图二 竟然全是反派 第七卷 天师无双 第七十七集 命树交迎 数日后 道君皇陵 据林幼青所说 道君人皇 今日很可能会根据自己的表现 而决定是否当场见证 他们二人的结联立室之理 相当于定立婚约 如此一来 即便还差一则 诏告天下 二人其实也已经能够算作 父母之命 名副其实的道理 此事让老秦很是犯懵 虽然又青之前信誓旦旦的保证 自己一定能搞定林伯渊那边 令其不再干涉他俩的交往 谁曾想这下子 却是实在有些用力过猛 值得一提的是 阿元前几日还专门跑到老秦面前 嚷嚷了几句 不当正妻没问题吧 之类的怪话 还非求着老秦当面首肯 若不是那魂丫头之后 又赶紧献保保密 掏出一柄地兵长剑 与保衣花裙 说是准备和老秦 一起送给元真大人 依承颖一个惊喜 秦沟都要一度以为 这妮子是不是过于思念秦沟的 慈父连环长了 秦儿 这一刻 林伯渊的声线极尽温柔 秦沟与林又卿不禁一起望去 入眼 乃是一片纯白的花海 巨拢无尽庆人芬芳 偶有微风轻柔吹拂 便见繁花摇曳 落英缤纷 如梦似幻 在那诸围脆绕的最中心 独立一尊石碑 尚书爱妻吕青之墓 正是那位道君皇后长眠之地 或许是由于她本就起于微末 这处坟墓的整体构造 也显得极为宿景 与世间寻常百姓 并无太大差异 而在今日之前 秦沟对于林又卿 娘亲的印象 也仅限于道听途说 在心里唯有一个落落大方 温婉贤淑的模糊形象 直到此时此刻 她不可避免地看清了 那块墓碑之上的两行小字 此生走遍人间 一世就死扶伤 今朝仙界蒙难 本宫去去就回 权文既不合辙也不押韵 唯独贯穿一个皮字 当初约好的 朕定会带着又轻心仪之人 前来见你 林伯渊柔情款款地直视石碑 秦沟当即上前一步 她与清儿你一样 都是精通一道之人 此番还帮了朕好大一个忙 唯独一点 让朕难免有些忧心 但还好清儿你早有准备 说着 林伯渊望向秦沟 递出一枚白色令符 请贤帝收持此物 在秦沟接过的同时 林伯渊又将另一枚 毫无二致的令符 交到林又清的手中 林兄 这是何物 是清儿的遗物 话音刚落 两枚令符竟好似水波般荡漾 在一阵冰凉的触感中 直接没入了秦沟 与林又清的掌心之内 此乃允命一句 秦沟脱口而出 这令符所展现的灵力波动 可谓像极了他所拥有的那尊 私线人偶一句 不错 林伯渊暂许的一点头 立刻从自己的纳絮戒中 掏出了一枚蔚蓝色的母符 此物绝非伤人害命 仅仅是能够让朕与清儿 亲眼见识一番 贤帝与又清的命术交应 且绝对无法作为 然而在林伯渊催动母符的过程中 秦沟与林又清二人 却完全身不由己地 一步步走向对方 哪怕已然近在咫尺 却仍在不断贴近 脑海中突然冒出一个不好的预感 秦沟立即开口 林伯渊暂许的效果 该不会是要 且慢 行了 都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你小子还腼腆什么 若非是出有因 真以为朕爱看你们小两口亲惹不成 林伯渊没好气地一瞪眼 秦沟还想解释什么 甚至考虑着直接激发无面影视之血 或许就能摆脱这种束缚 可一切都发生得太快 他双手根本不受控制地 揽过对方婀娜的腰肢 同时 又清小脸满是茫然 意识不由自主地点起脚尖 向前一凑 猛然间 二人便紧紧地拥吻在了一起 比起郁软花柔的清甜纯败 更让秦沟无所适从的 莫过于又清这傻妹 已然瞪得跟俩同龄一般圆滚滚的毛子 他俩任何一人都没料到 那位长眠于此的皇后娘娘 居然还留了这么一手 害羞 悸动 火热 各种情绪缭绕在二人的心头 但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 一时间 这俩人竟不约而同地闭上了双眼 一起绞尽脑汁 煞费苦心地开始拼命考虑起 待会该如何顺毛 把对方忽悠消气 而与此同时 在林伯渊的视线中 却是全程注视着二人在相拥的一瞬间 天灵之上所浮现出的两个光团 刚一开始 漂浮在林又卿头顶处 属于他的那个光团 明显如风中残竹一般忽明忽暗 眼看便要熄灭殆尽 这让林伯渊情不自禁地双目冲血 揪心到了极致 直到与秦沟那团耀眼而充满暖意的光芒接触 这才重新绽放出代表勃勃生机的活力 这便是二人某时某刻的命数纠葛 林伯渊通过手中的母符 得到了一个十分难以置信的答案 但事实就是如此 假使世上无有秦沟 林又卿也将不复存在 深深吸一口气 林伯渊表面上恢复镇定 挥手间光团消散 两枚白色紫幅也从秦沟 林又卿的体内飞回他的手中 林兄 秦沟刚一开口 林伯渊却再次换出两道银芒 落入秦沟与林又卿手中 林伯渊郑重其事 朕给贤弟与又卿赔礼道歉 这一对秦新界 不仅远超纳虚界之效 亦可无视距离相互灵力传信 可谓事先罕有之物 得到秦新界的林又卿 不禁双眸一颤 林伯渊又忽然拍了拍秦沟的肩头 眼神凝重 收了朕的好处 王后若是怠慢了又卿 朕可绝不饶你 说吧 也不给秦沟回应的机会 轻抚了一下吕青的石碑 便含笑转身而去 他走得匆忙 好像有些心事 但秦沟猜测 应当是要去尽快完成 使用与命一聚之后的特殊代价 沉默了片刻 秦沟这才望向林又卿 想着稍微缓解气氛 便故意自嘲 看来今日 我在林兄面前表现得并不算好 毕竟林又卿之前说过 如果自己表现得当 林伯渊今日很有可能会为他们定立婚约 秦哥 你说反了 林又卿却是捂住小嘴 满眼修难 这衬心戒 正是当年小生父皇与母后的定情之物 咱们定要好好珍视 什么 秦沟神色一正 猛然觉得手中的衬心戒开始变得无比沉重 陪伴又卿在他母后的墓前一起待了许久之后 秦沟重新回到了自己在道军皇宫内的赞助之所 却见太监总管年终 助力门旁 似乎已经恭候多时 年终总管有何要事啊 年终抱劝欠身 大为恭敬 秦师莫怪 老奴只是来告知一声 从今往后将为您换个住处 要我去哪 按陛下的意思 便是请您正式移步捧心殿 这名字 我怎么好像在那听过 您真是贵人多妄事 年终不禁满面春风 笑意谄媚 所谓捧心殿 不正是又卿殿下的寝宫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作品由菠萝包青小说APP出品 由云天河金喵主之 后期相逢 我的图二竟然全是反派 第七卷天师无双 第七十八集求之不得 林兄 你究竟为何要下令 你这是 再次见到林伯渊 勤勾不经目瞪口呆 只见此刻的道君人皇 竟已将自己的头发 眉毛 胡须 进阶剔除 不久之前 还风度翩翩的儒雅文士 突然就变成了一颗鲁蛋 林伯渊咳嗽一声 还算镇定 无妨 无妨 明日一早 朕就能恢复原貌 是使用那与命一句之后的代价 不错 我能理解 秦沟感通深受地点了点头 虽然上一次付出裸奔代价的实则 乃是他的实灵老弟 贤弟此刻前来 是想知道 朕为何突然让你搬入捧心殿 林伯渊失笑一声 心灵神会 具体原因还不能详说 但朕现在着实巴不得贤弟 时时刻刻与佑青待在一起 这也是为他着想 毕竟贤弟也曾向朕亲口保证 定会好好爱护佑青 林伯渊脑海中 再次浮现出之前二人 秘术交迎的场景 而在他看来 那或许会是一种预言 也就是说 如今佑青在某些方面 的确需要我的相助 秦沟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哦 原来如此 如此一来 林伯渊本是因为误解了 秦沟某时某刻的命数 才做出了这等决定 却又因为不好明说 故作神秘 而说服了原本不太情愿的 秦沟同意 之后只要林伯渊不出意外 他便会愈发坚信 自己决定的正确 莫名把自己送入了 某种循环怪圈 同时 林伯渊又不禁感慨万千 记得似乎仅仅在数日之前 自己还非常排斥林伯青 与秦沟走得太近来着 又欣 秦沟怎么突然会来 捧心电 秦沟刚一开口 想要说明自己的来意 却见林伯青满眼羞涩 不禁又想起了之前 因为林伯渊施展殉命一句 而导致二人身不由己地尴尬一幕 而林伯青察觉秦沟欲言又止 亦是心肩一颤 手足无措 大为怀疑对方是为了秋后算账 兴师问罪而来 如此一来 秦陵俩人突然就默契十足地 一起化身于目疙瘩 沉默一言不发 把周围的一众宫女 都瞧得一头雾水 面面相去 说到底 还是应当由我向又卿 正式赔礼一番才是 最终 还是秦沟率先打破平静 哭笑不得 虽然当时 我也完全无法控制自己 秦哥怎么抢了小声响说的话 林又卿先是一愣 紧接着不由得十分赞同 神色激动 确实 千错万错都是父皇的错 小声当时都被吓了一跳 见状 秦沟神色惊异 原来又卿你没生气 毕竟事出有因嘛 而且小声其实还一直都在担心 秦哥你会生气 谁知道 咱俩竟然想到一块去了 林又卿轻轻点着小脑袋 实话实说 虽然每每事后想起 难免会有些面红耳赤 但他心里的确没有因此 觉得丝毫愤闷 贤弟 兄长 一时间真相大白 秦沟林又卿二人毫不犹豫地握手言欢 都不禁因为对方而感动不已 内心同时酿起了一个 至于对方无比贴切的形容词 异口同声 好兄弟 众宫女这才拍拍脑袋 恍然大悟 秦师与殿下当真是好声心颖的情调 秦沟哑然失笑 对了 差点忘了证实 林兄旺才下令 出于一些原因 让我从即日起便同样住在这捧心殿 不过又卿你也别担心 我只待在这闲厅就好 唯独这一句话 秦沟还是颇为小心警惕地通过传音的形式 没问题 林又卿毫不迟疑地硬了下来 见他如此爽快 秦沟下意识挠头 他忽然发现 又卿是当真早已不将自己当作一个大姑娘 反而是自己虽然嘴上说着理解 但内心还是没能真正扭转观念 接下来便是秦沟发挥自己的特长 耐心地为林又卿讲道 一边协助着他 二人一起进入修炼状态 以至于完全忽略了时间的流逝 等再一睁眼便已经是深夜 你们都下去吧 林又卿吩咐众宫女离开捧心殿 又卿打算休息 我也一样 说着 秦沟挥手间自纳虚界中 换出一张简单朴素的床榻 置于前厅 嗯 秦沟晚安 林又卿迈步走向自己的闺房 却又在中途一顿 以门回首 嘴角勾勒一抹俏皮的笑意 对了 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钥匙 秦沟可千万不要随意跑进小生的房内 我睡觉不喜束缚 时常不着寸缕 怕吓着你 秦沟顿时瞪了这丫头一眼 故意恶狠狠的 谁怕谁啊 林又卿这才笑盈盈地合上房门 然而 进入闺房的她 根本并未像自己嘴上说的那般习惯性地推去所有衣物 而是轻轻坐在床盘 谋中若有所思 方才那番话 似乎仅仅只是为了避免秦沟真的走入屋内 而发现什么 又卿啊 秦沟的声线自前厅响起 我觉得这秤新界 还是全都交给你一并保管才最为妥当 为何 此物意义重大 如此草率地留在我手里 总觉得是辜负了林兄与吕皇后的期望 这秤新界 本应该正式交给又卿 你未来真正清新之日 如今 实在是阴差阳错才落到我这 没错 又卿一片担心向兄长 你 秦沟无奈地摇了摇头 我绝不会干涉又卿的选择 但还是忍不住想要知道 无比漫长的修行之路 又卿当真已经下定决心 不打算为自己真正寻个值得信任 同舟共济之人 又卿一片担心向兄长 林又卿忽然重复 秦沟服额苦笑 行 你就这么继续笑 小心这秤新界 维兄以后再也不还你 屋内 向来胆大妄为的五位公主 突然无声地哭了鼻子 试着眼泪 小手轻轻整理着自己的枕头 不经意露出了一个早已被解开的锦囊 其中静静躺着一柄 令他永生难忘的精致短笔 他曾偶遇一位神龙剑手的神灵 日夜思念 便寻不见 而今才知 他从未走远 那多好 那样最好 又卿 求之不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作品由波罗包青小说APP出品 由云天和金喵主治 后期相逢 我的图二竟然全是反派 第七卷 天师无双 第七十九集 堕欲悲险 秦沟曾说 当林又卿遇到走投无路 实在束手无策的困境时 就可以解开这个锦囊 林又卿一直将他的话铭记于心 所以在被盗君人皇收缴纳虚剑 并软禁于捧心殿时 暗中将这锦囊 当作了自己唯一的后手 结果 便从中唯独发现了这柄锋利的短笔 秦沟的本意是 一旦林又卿认出了这柄短笔 明白了秦沟的真实身份 便再不要有任何顾虑地 尽量向秦沟求助就是 谁曾想 当时的林又卿 哪里还有向外界联络的自由 以至于差点让林又卿误以为 秦沟是在暗示 既然这么一点小事都搞不定 你呀不如直接拿着刀抹脖子算了 直到他仔细观察起 这柄许多年前 曾经被他用来字役的短笔 久远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 可谓是误打误撞的 认清了秦沟 之于自己的另外一重身份 那个改变了他一生命运 甚至将他重新塑造的男人 与如今他所仰慕的秦歌 视为一人 且他早在秦沟真正来到 盗君王朝之前就已经知晓 只是故意没有明说真相 一是由于 林又卿向来从未避讳 在秦沟面前暴露出自己 对那人好似着魔一般 朝思暮想 现在想来 他简直就仿佛这世上 第一等的傻蛋 既好生修人 又让人笑话 其二便是害怕 真正看清他与秦沟的距离 一位当年就能轻而易举 在盗君地宫内 神出鬼没的人物 与一个被他随手救下的小女孩 仿若荧光之于穷月般 微不足道 还是维持现状 成为一对会被外人感到亚异 却能自得其乐的古怪金蓝之交 明显更加亲密 这几日以来 求秦歌帮忙逢场作戏 因为小生真的真的对爱与被爱 没有半点兴趣 不就是一个吻 很随意的一个东西 我一点也不在乎 毕竟小生从来就没将自己当作女子 她想要拉近彼此距离的方式 有些小心过头 拙劣鲁钝 仅一味地让自己陷入最卑微的角度 但真心欢笑的次数 却比曾经数年加起来都多 并会永远义无反顾 今夜 林又卿又是伴着枕下的短笔入眠 不同的是 心心念念的人就在屋外 二人望着窗外的同样一片璀璨星汗 他终于带上了与自己成双成对的衬心界 这一日 秦沟将李元珍 小椅子 阿元等人全都聚集在一起 其中还包括了道君仁皇 林伯渊 只因如今已是燕归龙见孝之事 虽然不知缘由 也不知会通过何种方式 但系统保证 那多余碑定会出现在秦沟面前 同时这也是秦沟这么久 一直待在道君皇宫不走的原因之一 天使大人苦心研究了数百年的神药 伪兄弟黄丸单方 哪里是简简单单一句贤弟就能换去 林兄既是一代借主 自当除暴安良 能者多劳吗 贤弟 你到底有什么话 就直说吧 在右卿真正登基之前 林伯渊似乎还不想改口 清沟摸了摸鼻子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有人想要我的性命 甚至要一路追到林兄你的地盘 这能忍吗 何人竟敢如此大胆 贤弟不用担心 如实讲来 朕自会为你做主 清沟顿时很是感动 葬魂种 什么 然而林伯渊突然面色一变 贤弟你没开玩笑吧 清沟不禁面露疑惑 难道藏魂种的势力真就如此惊人 竟连林伯渊都忌惮三分 见状 林伯渊神色古怪地解释 贤弟你恐怕并不知晓 那寿鼠曾代表藏魂种 与我朝立下契约 绝不会接受 针对进入道君王朝境内的 任何暗杀委托 所以 即便有人被高额悬赏 一旦此人进入我道君王朝 藏魂种所属便会立即罢首 除非 除非什么 只有所要追杀的对象 行事过于天怒人怨 丧尽天良之时 他们才好打着这个旗号破例 林伯渊满脸狐疑 贤弟你 该不会是真在什么地方 曾犯下过某些 特别伤天害理之举 这才 怎么可能 我仅够向来打工无私 仗义形势 林兄难道还信不过我 说的也是 林伯渊不禁失笑一声 微微汗首 倘若那藏魂种当真不守承诺 朕自然也要让他们承受坏了规矩的代价 文言 秦沟淡然一笑 刚想再感谢几句 却见瞬息间 整片天穷都居然一暗 他来了 秦沟感受到手中的燕归龙 直接消散 抬头一看 只见黑沉沉的天幕之上 唯有一块邪气盎然 古朴的石碑 恍若霸道地吞噬了人世间所有的光滑 阁下是 堕玉碑 林伯渊脚下一踏 凌空踏须 与其对峙起来 道君仁皇 本座补算到我的人 竟深陷于你道君皇陈 信你危在旦夕 你就不打算给我一个解释吗 堕玉碑寒霜般冷傲的声线 响彻了整座天空 一听这话 秦沟瞬间明悟 所以燕归龙其实是误导了 堕玉碑的补算结果 从而将他骗了过来 你的人 林伯渊双眼一灵 朕不知你在胡说什么 这时秦沟阿元等人 突然感应到 有一丝灵力飞速扫握 堕玉碑的声线极为震惊 你是秦沟 他果然有方法 变出自己的真实容貌 秦沟不禁感叹 自己上一次 与堕玉碑见面之时的 改容换貌有多么明智 你的真正目的果然是他 见状 林伯渊冷冽一笑 当初你藏昏虫 主动与朕立下的契约乃是 若非接到大量同意委托 占据大义 追杀真正灭绝人性 禽兽不如之徒 你藏昏种 就绝不得在我道君王朝 胡作非为 而今 你若是换一个目标 故意诬陷其伤天害理 朕还没有十足的把握 但秦贤帝 却是名列圣仙榜 人称楚州之圣 更是唯一存世的 历经浮身考验之人 似他这般除类拔萃的修士 朕倒想听听 你究竟有什么理由诬陷他 秦沟 然而 想起之前的补算结果 又发现了秦沟身判的阿元 多余悲的声线顿时追心气血 满意着彻骨的仇恨 立合起来 有什么把戏 你向我出手便是 如今情下我的阿元 我为的宝贝女儿 你算什么东西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作品由波罗包青小说APP出品 由云天和金喵主治 后期相逢 我的图案竟然全是反派 第七卷天师无双 第八十集小冲开饭 这卑卑到底在胡说些什么 他居然还真把阿元 当作自己女儿了 这让秦沟不禁再度想起 上一次他区别对待 阿元与上官局时 那亲妈与后母般 无比明显 转换自如的精湛 变脸记忆 对此秦沟眼中尽是茫然 同样一脸懵圈的 还有林伯渊 竟对于多余悲的话 莫名产生了一种 同病相怜之情 不由得回过头 用一种十足诡异的眼神 望向秦沟 贤弟 林兄你不会真就信了他的鬼话 秦沟嘴角一抽 立即说道 也罢 朕还是先将其击退再说 林伯渊无奈摇头 瞬息间 一掌向堕雨杯射去 巨大的声浪 反衬出林伯渊 这看似反谱归真的一掌 究竟蕴藏多么可怕的威力 然而 杜雨杯却似乎从一开始 就没有与林伯渊 硬碰硬的打算 惊人的顺身挪移之法 使其眨眼间 粉碎重重无形的禁锢 出现在秦沟近前 阿元 跟我走 娇喝一声 一道近乎透明的奇长乌魔 看不清容貌的女子倩影 自堕雨杯拖出 并指为剑 直取秦沟手机 哼 好胆 林伯渊冷哼一声 打一开始 他的灵石便暗中密布在秦沟等人四周 就是为了避免堕雨杯的偷袭 而说时迟那时快 抢在林伯渊反击之前 秦沟 阿元二人 就已经出手 一人一掌 林立耀眼刺目 将那半透明倩影 生生逼退 阿元 你 真正将堕雨杯净退的 并非招式的威力 而是秦沟毫不犹豫 向自己出手的这一举动 秦沟神色冷静 语气坚决 前辈 你我虽然是合作关系 但你万万不该对他出手 什么 堕雨杯难以置信 那 我只要带你离开就好 秦沟却果断退了半步 前辈大可放心 我留在这也非常安全 并无性命之用 话音刚落 他的一声 那倒属于 堕雨杯的半透明的身影 犹如玻璃支里粉碎般 直接崩散开来 甚至被林伯渊 以一道道封印 不断压制 他也毫不在乎 我认输 堕雨杯一字一句 但求与阿元一叙 至少 让我明白真相 林伯渊 摇了摇头 认输 倒有说笑了 大名鼎鼎的堕雨杯 倘若你全力远顿 只怕林阵 都没有十足的把握 将你困住太久 我同意 贤弟 秦沟淡然一笑 林兄放心 我虽然无法将其彻底击败 但他同样伤不到我的性命 况且 我也的确有许多东西想问 大一开始 秦沟便是为了搞清楚 对方为何那般惦记他的性命 以及希望能从堕雨杯的身上 成功找出 邪雨进阶的可能 如今更是多了一个 他到底何苦要与自己 共享养娃的疑惑 而非直接将其泯灭 林伯渊思索了一番 深深地看了堕雨杯一眼 只要在这道君皇宫 朕便能保证 没有人能伤到贤弟分好 但他身份特殊 被各路修士亏计已久 只多一日 绝不可在此久留 秦沟一抱拳 诚挚道谢 多谢领兄 片刻之后 一处静室内 秦沟将一块从林伯渊那得来的庇护令符 放入怀中 注视眼前苍凉 协议之气四溢的堕雨杯 现在我们应该能够好好谈谈 胡月山秦沟 我只愿与阿元一婿 你走 堕雨杯不容忤逆地说着 秦沟失笑着摇了摇头 但在此之前 你必须回答我几个问题 若能让我满意 待会自然会让你与阿元相见 青贼 只听一声交互 猛然间 一个云环苏妖 玉骨兵姬的绝美女子 出现在了秦沟的眼前 一袭脚若秋月的宫装长裙 雪白披薄如风拂柳 竟显清雅飘逸的出尘气韵 那双顾盼生辉 极为干净澄澈的清谋 更是与身叛邪气森森 令人心计的可怕堕雨杯 产生了惊人的强烈对比 秦沟很是惊愕 你谁啊 我名堕雨 乃杯中气凌 同是亦是藏魂肘狂兔 阿元的娘亲 宛如仙子凌帆般的堕雨 俏脸寒澈 不用惊讶我的容貌 我同样厌恶 这般毫无强者魅力可言的 可笑长相 而这也是我回答 你的第一个问题 你确定 秦沟不仅震惊于他 真就愣冲阿元娘亲的执着 同时也不仅感叹对方 生得这般楚楚动人 得了便宜还卖乖的无赖 这是第二个问题 那你想不想知道我是谁 秦沟哑然失笑 我是阿元的父亲 亲手 啊 无耻 堕雨仿佛被吴端端占了便宜一般 眼眸气愤地冷哼一声 我实话实说罢了 秦沟没好气地瞪了这怪女人一眼 而且 更让我不解的是 你带阿元那般友善 为何偏偏对我如此仇视 你堕雨被与我秦沟向来无冤无仇 何必要一致暗中设法谋取我的性命 堕雨谋中一惊 你 秦沟笑咪咪的 好奇我为什么会知道 若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堕雨指示秦沟 仿佛想要将其生生看穿一般 却一言不发 秦沟叹了叹首 事到如今 撞龙作哑可没有 即便你现在逃走 我亦有办法再次让阁下自投罗网 可如果一直不愿实话实说 对待一个想要取我性命的疯子 我也只能出此下策 你到底想干什么 堕雨翘脸冰冷地发问 哼 我早就察觉出来 你的魂力十分惊人 秦沟微微一笑 伸手入怀 轻暗腌制空间 小冲 开饭 哪儿呢哪儿呢 刹那间 莫清新妖野妩媚的火红魅影 便出现在了秦沟身畔 炙热的目光 在那块鞋印墓碑 与堕雨的身上来回不定 忽然 莫名露出了一抹 欣慰而感动的灿烂笑颜 你是 意识到莫清新身上 纯净的戒主气息 堕雨心头一惊 开始努力思索着 这位到底又是哪一尊 德高望重的戒主大呢 紧接着 莫清新却突然 左手一插小蛮腰 右手指指点点 好不容易扬眉吐气 老实点 否则切身打了你的坟圈子 灰都给你养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作品由波罗包青小说APP出品 由云天和金喵主制 后期相逢 我的图二竟然全是反派 第七卷 天师无双 第八十一集 醍醐灌顶 一时间 秦勾不禁满眼的赏识之色 如今小冲在自己的殷妾调教之下 也是变得愈发的急功好义 急恶如仇 多欲谋中闪过一丝警惕 你到底是什么人 那你可听好了 莫清新双手抱在胸前 抿嘴一笑 妾身乃玄威王朝出身 曾任深渊济空院第五教母 拒绝魔化的丧家犬 此国主人 莫清新 说完 便一脸孤方自赏地 等待着多欲的反应 似乎已经太久太久 没有如此正视而体面地介绍自己 可把小冲给憋坏了 玄威王朝与季空院早已覆灭 所谓此国更是未曾听说 多欲满脸狐疑 莫清新不屑地撇了撇嘴 你们这些没什么见识的小后生 是这样 当然 更好听的名字还有 小冲 电电 阿宝 以及 老秦十分贴心地帮忙补充起来 留点面子 莫清新欲哭无泪地捶了擒勾一把 但此刻的魂体却直接穿过了对方的身体 这不是帮你显得年轻吗 清沟失笑起来 连多欲碑都不曾见证过莫清新的光辉过往 莫老当真是高瘦了 莫清新愣了愣 嗯 但也在理 果然不管到了什么境界 他还是会十分在意自己的年龄 就在这时 多欲却有些忌惮 不过 我却见过记载 曾有位一心替胸复仇 欲传催臣 力战人皇 醉卧龙里的女风魔 名幻莫清新 此恩义是导致那玄威王朝衰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莫清新玩耳一笑 哼 不错嘛 世上原来还有这种器材 妾身一介死鬼 倒还留下了不少痕迹 果然是你 小钟 你 清沟颇为惊讶 看来小莫果然还是一个很有故事的充电宝啊 那都是年轻气盛时候的事 妾身现在可早就喜心革面 励志做一个文静贤淑 温柔善良的小家碧玉 我可信死了 清沟嘴角一抽 莫清新再度望向堕玉 玩味一笑 哼 那阁下可想知道 妾身的性子 为何会出现如此巨大的转变 如果不老老实实听秦老头 不 是秦老大的话 你肯定也能很快亲身体验 以其 搁下着满意的魂力 可是让妾身好一番忍耐 已然快要无法按耐自己 说话间 莫清新灵巧的小蛇青舔朱唇 双眸仿若狩猎中的瓷暴般逐渐凌厉 一步步朝堕玉走近 不得不说 小冲还是挺善解人意 看得出来秦苟此刻并非想要真正伤到堕玉 逼得对方走投无路 狗急跳墙 否则的话 他只怕早就已经开始真正享用 眼前无比丰盛的美味魂力 见状 堕玉一咬银牙 我若想走 阿登根本拦不住 我也说过 无论如何 我多能让你自投罗网 秦苟贪了贪手 堕玉翘脸运怒 你是想用阿元来威胁本座就范 无耻之忧 秦苟无奈一笑 你误会了 但我也不可能告知你我真正的手段 秦苟 本座奉劝你 定要记住自己的承诺 之后 便会让我与阿元相见 堕玉深吸了一口气 伸手轻轻拂过身判的协议石碑 不就是想知道 我为何会对你胡月山秦宫 如此忌惮 很简单 当我作为天生地设 世间绝无仅有的 堕玉杯契灵 第一次开启灵智之时 就已经能够自然补算出 未来请我哪些人对我不利 你我的确无冤无仇 但我所能做的 也只有自保 正如此番 我也补算出了阿元的危险 秦苟不禁更为疑惑 意思是 你早就通过补算 看清了一些危机 同时 欲要将此扼杀在萌芽之中 才得以保全自己性命 不过在我看来 你似乎准备 也并不算有多充分 不 那只是针对你 我仍在考虑之中 实话实说 用来对付你的那名属下 我并未提供太多的帮助与云党 甚至没有你具体的画像 因是因为规矩以利 无法更改 因为堕欲被知主 就必须接受使命 否则 无异于后子薄比 但你们差距太大 那孩子又过于偏执 反而是我不愿 他白白送了性命 其二 便是从你身上 得出的补算结果 乃是所有人中最为特殊 最模糊不清的那个 多欲叹息一声 神色困惑 所以 我又希望那孩子 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 能够为我带来更多一些 关于你的确切情报 我的补算结果 有何特殊 可能会对我产生巨大影响 不知极恶 但始作俑者 好像是你 又不是你 多欲面色古怪 我亦是第一次出现 这种补算结果 可又无法更进一步 明天真相 实在是让人头疼 一听这话 金沟却不禁想起了邪语 多欲被身上 藏着邪语进阶的希望 虽然邪语说过 并非要将多欲吞噬 但或多或少 应该也会对多欲 产生某些影响 而且这也极为符合 对方的补算结果 邪语是秦沟的法相 是与他一体的存在 却又不完全是他 秦沟双眼微眯 所以你所做的一切 便是一场未雨绸缪 但始终被人暗中 惦记性命的滋味 可不好受啊 且据我所知 除了我一人之外 你还派遣 麾下之人 去针对了许多人 其中不乏 借主净修士 不错 但他们与你不同 都是得出了准确的 补算结果 未来欲要将我置于死地 或强行站为己有之人 对此我认 也绝不后悔 可你怎么就那么招人恨呢 天谴十二支 便是对应了包括 我在内的至少 十二位各路修真界势力 秦沟难以理解 多欲意识满脸哭闹 显然不知其因 我 就在这时 安静在一旁 听了许久的默清心 却突然灵光一现 眨着明亮的眼眸 那有没有可能 秦老大会对多欲 悲锁产生的巨大影响 便是成为他真正的主人 那样的话 突然遭受 修真界大量势力的敌势 一下就说得通了 什么技主尽仇敌 咱们现在还少吗 刹那间 清沟醍醐灌顶般 愕然地望向小冲 什么 多欲意识神色一正 小冲顿时一脸神秘 甚至颇为得意 阁下可听说过 坐下凶神无数的 当是唯一魔生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作品由波罗包青小说APP出品 由云天和金喵主制 后期相逢 我的图二竟然全是反派 第七卷 天师无双 第八十二集 弟子 法相 多欲仿若吹弹可破的白皙翘脸 流露狐疑之色 魔圣 见状 秦宫莫名地松了口气 暗道多欲碑 毕竟酒居深山老林 消息闭塞 不太容易受到那些 令人深恶痛绝的 不识流言的误导 然而不过一夕时间的停顿 多欲却猛然如数家珍般 理所应当 那还用说吗 当然是胡月山秦宫 举世罕见的一人一榜 这天底下的灵民百姓 上至古兮之年的老者 吓到姑姑坠地的孩童 谁人不知谁人不想 混账啊 秦宫脸皮一抽 如梗在喉 感情真正让他不解的 仅仅是莫清新 为什么要问这种 天经地义的蠢蛋问题 那不就破案了 切身的猜测 多少还是有几分道理的吧 莫清新眨着灵动的魅眸 满嘴忽悠 他可太想和多玉杯 成为不分彼此的好姐妹了 瞧瞧这满意到惊人的魂力 谁说充电宝自己 就不能也拥有一个备用电源 我只觉得 你的话过于荒诞 多玉带眉微醋地摇了摇头 秦沟不再玩笑 这么说吧 出于一些原因 我暂时不想伤你 但你能否保证 往后同样也不会再用 任何手段对我出手 你虽为气灵 其魂体凝湿程度 却远超大量修饰 实属特利 或许也有发下灵湿的能力 可事实上 你我的恩怨不止于此 说吧 多玉陷入沉默 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突然 秦宫目光一闪 在心头自语 别急 我这不是还在铺垫吗 你这混丫头 怎么就这么沉不住气 好吧 依你就是 紧接着 一袭黑裙 鼓媚动人的倩影 便出现在了秦沟身后 邪宇这丫头 似乎永远也分不清 自己与披风的区别 这一次同样 十字身后 将小脑袋轻轻搭在了秦沟的尖头 蹭得人脖子发痒 谋中竟是与撩人外表 截然不同的天真无邪 好奇地打量着多玉 莫清心早已知晓 邪宇的存在 倒也没多惊讶 而原本一言不发的多玉 竟在此时相间一颤 面色惊变地向前迈了一步 目不转睛地望着邪宇 你 邪宇亲切地冲着多玉 展颜一笑 没错 就是这种感觉 这位姐姐 你一定能帮到 邪宇进阶 多玉下意识 人性化得揉了揉眼 难以置信 邪宇 真是你 雨不惊人 死不休 她的这番话 却是让秦沟与莫清心 皆瞬间面露惊诧之色 邪宇愣了一下 你认识我 认识 你果然没死 这气息 你竟成为了一尊法相 多玉双眸 剧烈颤抖 显得异常激动 秦沟神色震撼 立即追问起来 多玉 你的意思是 邪宇 她曾经乃是一位 活生生的修士 如今 秦沟已经知晓 一些天赋异禀的修士 在身死盗销之后 便有可能化作法相 就像当初那黑袍 只是 她可要比秦沟 见过的所有法相 都强大恐怖得多 而这些由修士 所画的法相 通常仅能被自己的族人 所继承衍生 以资深一切庇护血亲 但邪宇 乃是通过系统奖励而来 多玉眼神复杂地 看了秦沟一眼 没有回应 再次望向邪宇 咬着银牙 你还记得我吗 邪宇茫然地摇了摇头 一时间 多玉神色黯然 双眸灰暗 分明是以魂体形式存在 依然无法抑制地 落下两行青泪 你曾告诉我 痛心难过的时候 大哭一场就好 现在看来 你不那么管用 邪宇轻咬了一下唇半 难道我们以前相识 只是邪宇不记得了 我当初分明告诉你 在我的补算看来 那一路必然是凶多吉少 可你偏偏不听 还说此局回来 一定能成功将我带走 多玉再次走进邪宇 双眸早已被泪水模糊 断断续续的 也怪我 当年根本没有 实质性的能力帮你 说吧 多玉这才妄想勤勾 我并不知道 为什么邪宇他 会成为你的法相 或许 这也是他的执念所致 但算我恳求 唯独你千万不要负了他 如果有机会 能帮助他想起一切 我定会全力以赴 请给我满腹疑云 直到今日 我才得知邪宇 竟曾经同样 身为一名修士 而且 我又怎知你的话 是真是假 多玉 你能否再告诉我一些 关于邪宇的过往 想要证明并不难 因为我太了解他 而且 这么做 或许也能帮到他 想起什么 说着 多玉深吸一口气 与邪宇 四目相对 小娘 瞬息间 方才还安静观巧的邪宇 仿佛被点燃的炮仗一般 双眸一灵 满脸韵怒不分地 娇和起来 你 你混了什么 一时间 多玉不禁破涕为笑 果然 在这一点上 你永远也不会憋 秦沟惊讶地看了多玉一眼 赶紧劝道 啊 贤宇先别生气 可 可是他 乖 那 这个送你 先吃点东西 缓上一缓 秦沟当即从纳虚界中 取出了之前通过抽奖 得到的燕雀单 据说乃是所谓的 禽鸟 挚爱之物 这是 好像 忽然 还没等秦沟好言相劝 贤宇便一把 结果瓷瓶 好奇地取出一颗塞进小嘴之中 下一秒 邪宇便如喝醉了酒一般 小脸泛着红韵 清零动人的眸中 尽是享受之色 一双小手 很是宝贝地将装满 燕雀单的小瓷瓶 捧在胸口 再顾不得找多玉的麻烦 邪宇喜欢这个 见状 秦沟不禁哑然失笑 宠溺地拍了拍他的小脑袋 此哪何物 我这辈子 还是第一次见了 除了自己之外 还有人 能这么宽敞这位老朋友消气 秘密 秦沟干咳一声 发誓将燕雀单的名字 永远烂在心里 算了 能看见邪宇 与你在一起相处得还算不错 我心里也好受了不少 也能放心地再告诉你一些 关于他的事情 这时 多玉清点瓶手 目光复杂地注视着秦沟 我这位老朋友 他虽然没有能成为你的弟子 却成了你的法相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作品由波罗包青小说APP出品 由云天河金喵主制 后期相逢 我的图二竟然全是反派 第七卷 天师无双 第八十三集 帅吧 而且 他以前的气息 也没有像现在这般强大 可见 你们俩契合度极高 你说什么 秦沟只觉自己的心脏 都被重重砸上了一拳 迫切地追问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这位老朋友 本是弥天夜黄 仅存的纯血后人 自出生起 就饱成苦难 遭到西秦山 火压必放一族 源源不绝地追杀 多玉的谋中 尽量尽是追忆 相识之时 我仍在福地 承受天道雷迹的千锤百炼 未能真正出世 而他 也由于宗族的消亡 虽依靠自身强悍血脉 永远还算不弱的修为 但终究 仅能施展一些 较为原始的力量 并且 已不知被多少灵兽一脉 因忌惮恐惧 必放一族的胸位 而聚至门外 人人喊打 那时 几乎所有灵兽一脉俱落 都流传着一句 法不传夜黄的禁令 就更别提 根本就与灵兽一族 观念有意的 因人族宗门 直到 断了一下 多欲凝视勤勾 他也不知从何得知 这世上仅有一位 不论血统高低贵贱 有较无类的 胡月山主人 那一日 这傻逆子 早已被毁去的双眼 都因你的名号 而好似 重新溢出了光 抓住这唯一的希望 不听我的劝告 也要拖着 已然遍体鳞伤的身躯 说是即便爬 也要爬到 胡月山的脚下 那当初 邪语究竟是 因何陨落 自曝道体 以数名必方族人 同归于尽 这一幕来自于 他留给我的 零零凭正 后来我才知道 他当时的确 已经到了 你们人族 楚州境内 他真的努力 到了最后一刻 只是 结合我得以 脱离福地的 真正出世的时机 只怕当初 齐殿拼命 不让他走 所能做的 或许也仅是 随着时间推移 眼睁睁看着 他在我的生判 因重伤 急急而死 多遇语气苦涩 那时候的我 终究也只是个 身不由己的 无能之辈 一时间 秦沟不经某 于一节许多年前 那一声 不知因何而起的 震天巨响 距离子岭 已是极尽的方位 之后那整整一夜的 狂风暴雨 竟好似 银河道歇 邪语 秦沟伸手 轻抚邪语的长发 温柔地注视着 他的脸颊 与那双 独特的 碧青色双眸 秦沟 你不要难过 邪语声线 软糯动听 不经意间 露出那两颗 过于可爱的 小虎牙 展颜一笑 即便邪语 以前真有那么倒霉 但现在 有秦沟和伊成尹 都这么喜欢我 我每天都过得 真的很快乐 闻言 秦沟却毫不犹豫 将邪语纤细的 腰枝揽在怀里 在他耳畔 轻声道 没事的 邪语那么好看 即便哭鼻子 也一定不会难看 我不要你强忍着 再独自咽下任何委屈 邪语相间一颤 抬头一看 只觉此刻 自己都仿佛要被 秦沟极尽温暖的 眼神融化 无声地张了张小嘴 呆呆地将小脑袋 缓缓贴在秦沟的胸口 眨着通红的眼眶 肆无忌惮地 乌叶痛哭起来 火鸭必方一足 牢记了这个名字 秦沟又在心头郑重 谢谢你 老货姐 至于邪语说 我可能会对他 如今的境界有帮助 我隐隐觉得 可能会是我们 当初的那个约定 打算带我真正出事之际 与邪语定下一道契约 并非认主 而是一种平等的 召唤誓约 多玉认真思考了一下 我愿意为了邪语一试 就像当初 我们约好的那样 不过 却是需要一定的 时间准备 在此之前 你也说过 会让我与阿元相见 秦沟用心安慰了邪语一番 让他重新回到自己体内 点了点头 我已经传音给阿元 但我能否知道 你为何要一直 自称为阿元的母亲 当然 与你方才那样 为了吵弄我 而胡闹地 自称阿元的父亲不同 多玉美好气地 看了秦沟一眼 声线逐渐柔和 我与那孩子相识的时候 他身受重伤 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名字 只剩每日念叨着 想要找到自己的爹娘 那时形单影之的我 便照顾其他的一切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我们都成为了 彼此唯一的依靠 后来 因为一次执行任务时 发生意外 被病苦救回脏魂肿的他 似乎总算成功 意起了自己过往的一切 这是天大的好事 却助然地开始 与我保持距离 不断疏远 说话间 多玉眸中近视温柔 浅浅一笑 虽然不知道 究竟是因为什么 阿元或许永远 不会再唤我一身娘亲 但她 永远是我的宝贝 你是说 阿元一度失忆 不错 秦宫目光一闪 那岂不是与如今的 唐妮子一样 看来秦源的一人天赋 并非万无一失 而这击碎了 无数壁垒的第二次生命 毕竟是逆天之举 会发生各种 想象不到的意外 亦是情理之中 轻轻推开近视的大门 秦源步入屋内 你是 契灵前辈 秦源压抑地望着 多玉此刻宛如 白衣仙子般的 绝美模样 本不想让你看见 我这种样子 的确有一些 奇怪好笑对吧 第一次发现 自己衍生出的人形 一点也不高大威武 凶悍魁舞时 我也失落了许久 多玉有些 腼腆地失笑起来 而那句弃灵前辈 亦让他眼眸一暗 阿渊 此刻倒是有一个问题 那便是你可还记得 自己似乎当真一度将 多玉倒有 视为自己的娘亲 秦沟思索了一下 摸了摸鼻子 文言 秦源迷茫地 看了多玉一眼 娘亲 多玉顿时美眸一亮 好看的嘴角 已是难以抑制的 喜悦笑意 很是动容 这 秦沟 为什么阿渊 会如此听你的话 难不成 你们俩 我倒是也了解过 你们人族的审美 以秦沟你的姿色 似乎的确有一套 停 我好像能够猜到 你想胡说什么 但不要误会 其实差着倍呢 我真是阿渊的 七玲 娘亲 您这话 当时说到点子上了 一听这话 秦源也不禁心领 神会地鸣嘴一笑 忽然走近 搂住了老秦的右臂 满是真心的自豪 是吧 又潇洒又英俊 我父亲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作品 由菠萝包青小说APP出品 由云天河金喵主治 后期相逢 我的徒二竟然全是反派 第七卷 天师无双 第八十四集 平等契约 文言 勤构自然也不甘示弱 顺势一指情缘 嘴角为翘 既灵力又水灵 人见人爱 我女儿 下一秒 多玉张了张小嘴 仿佛被吓得要当场 显圆形般 直接实话 目瞪口呆 你没事吧 秦沟忍俊不禁地赶紧伸手 在对方眼前晃悠了一下 多玉好不容易回过神来 晕乎乎的 你们说的是真的 没有联合起来 与我开玩笑 秦沟笑着摊了摊手 当然 你细看看 我们俩的闹不香吗 发现阿元要好看 太多也没关系 那就是 青出于蓝 而胜于蓝嘛 头大 秦沟笑骂一声 秦沟笑颜灿烂 或许连他自己 都没有发现 如今只要待在秦沟身畔 他整个人的状态 都要比其他一切时候自在 放松太多 此刻倒是越看越香 见状 多玉请点请手 清澈地眸中 倒映出妇女二人 亲密嬉闹的身影 还有一丝难掩的艳线 如今阿元 终于实现了 当初日思夜想的渴求 寻到了自己亲身的父母 我也应该替你高兴才是 前辈连这个都知道 是病虎告诉您的 多玉愣了一下 摇头笑道 我知道的还多着呢 秦沟易亚异 阿元你是真不记得 自己与杜玉道友 曾经的那些过往 秦源一丝不苟地 回忆了一下 阿元只是不知道 二位指的究竟是哪些事 我刚来的时候 是被病虎带出了藏魂种 之后便正式 拜见了麒麟前辈 这些我当然记得 被病虎带入藏魂种 杜玉 你方才说过 那次意外之后 阿元正式被病虎 救回的藏魂种 没错吧 是 多玉点点头苦笑 阿元 果然是因为不记得了 这一刻 清沟恍然大悟 通俗点来讲就是 阿元曾因为 一人天赋的不稳定 并不比如今的 穆堂淳好上多少 之后虽然成功 一己一切 但却属于直接回党 正因如此 曾经与多玉 朝夕相处的岁月 对他来说 却仿佛从未存在 反而将病虎上官局 当成了自己 加入藏魂种的引路人 突然 清沟迫切追问 之前 阿元与病虎 到底遭受了何等意外 他们被直接逐出了 上古灵神叫秘境 虽未被伤及性命 但那处秘境主人 仍非善类 阿元身受重伤 病虎的不眠症 也是从那个时候 初见端倪 后来又因一次 行宫走火入魔 而彻底爆发 文言 清沟微微汗手 而他此刻之所以 会忽然变得有些激动 乃是由于发现了一个 较为关键的问题 阿元曾说 穆堂淳出现的时机 与他自己来到这个世界 完全吻合 所以清沟一直认为 他俩一分为二的 奇怪现象 是由于阿元的 艺人天赋 出现失误所致 但此刻看来 秦元真正来到 这个世界的时间 明显要早得多 唐妮子的出现 其实是他被病虎 救回脏魂肿的 那一天才对 虽然现在 再问暴力回党的阿元 很难得到 什么有用的答案 但同样 作为亲历者的上官局 却或许 知道某些秘密 上古灵神教 我竟一点也记不得 但如果这些都是真的 阿元绝非 忘恩负义之辈 说话间 秦元眼眸真挚地 向舵玉走近 舵玉震了一下 忽然双眸泛红 再不迟疑地 把秦元搂进怀里 秦元也不躲避 而是带着一抹浅笑 您的拥抱 果然让阿元 觉得非常熟悉 此话一出 舵玉更是无比动容 阿元 你能不能再换我一身 娘 秦元声线温柔似水 安慰般轻轻抚过 多玉的后背 现在想来 您以前分明也提醒过我数次 但我却始终意不起来 是阿元的错 不知今晚 您是否能将那些过往的故事 进阶讲给阿元 这一次我定会铭记于心 一时间 多玉清泪流淌 若梨花待雨 就连本在细细沉思的秦沟 都被二人此刻温情的氛围所感染 只是由于多玉的容貌 显得实在年轻 他俩这么抱在一起 简直像极了一对同龄姐妹 若旁人见了 定会大感古怪 当然秦沟自己 倒也好不到哪儿去 原本 盗军人皇只允许多玉碑 在皇宫逗留一日时间 但秦沟却是搬出了自己 有可能令多玉碑认主的说辞 而林伯渊 如今毕竟是希望 秦沟越强越好 那样才能更好地守护右倾 此日 多玉表示自己 已经做好了与协语 定下平等契约的一切准备 而且此刻的他 明显容光焕发 笑容满满 或许是由于昨日 与他最为疼爱的阿元 亲密促息而谈 相伴了整整一夜的关系 此刻让秦沟立即将 血语呼唤出来 多玉浅笑一声 希望我猜得不错 能用这样的方式 帮到血语境界 此时最好不过 多玉 待会是否有什么 需要我注意 或是帮忙的地方 多玉语气轻松 我也值得注意的便是 在此平等七月地节的过程中 我和血语 应该会互相交换某一段 珍贵的记忆 我倒是能猜到 血语可能会看见什么 至于血语究竟会让我 看到什么不一样的东西 可是令人好生好奇 那么 事不宜迟 秦沟血语二人 同时点头 见状 多玉微微一笑 双手掐出一道灵绝 竟瞬间化作一道银芒 顿入了血语体内 血语 你有没有感觉到什么变化 没有啊 血语乖巧地摇了摇小脑袋 秦沟面露不解之色 刚想再说些什么 却猛然间眼前浴黑 再一睁眼 天色阴暗 秦沟置身于一处寸草不生的戈壁之中 它乃是躺倒在地的状态 身旁耸立着代表多玉本体的邪义石碑 四周的一切都极为真实 但秦沟潜意识里却又能瞬间明白 这些尽是幻想 应当就是多玉方才所讲的 会与血语交换的某段记忆 只是他似乎未能想到 作为血语宿主的秦沟 竟也混入其中 小家伙 你睡了吗 忽然 多玉小声询问的声线响起 秦沟尝试活动四肢 却根本动弹不得 但结合多玉的问话 他又瞬间明误 自己此刻所代表的 乃是多玉记忆中的秦源 银芒一闪 多玉宛如白衣仙子般的魂体 自背后显出身形 这么多年 他一点没变 只是从那神色间的 腼腆看得出来 这个野蛮审美的古怪女人 是当真不想让秦源 瞧见自己这个模样 趁睡着了 紧接着 在秦沟从一开始的 狐疑不解 到始料未及 无比错愕地注视下 多玉小心翼翼地 半握着俯下身 就这么眼波宠溺地 冲自己吻了过来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作品由波罗包青小说APP出品 由云天和金喵主制 后期相逢 我的图二 竟然全是反派 第七卷 天师无双 第八十五集 交换过往 秦沟当然知道 多玉真正想要亲吻的 是熟睡中的阿元 问题是此时 阿元是睡得香甜 他可精神着呢 下一秒 温润柔软地触感袭来 在秦沟感慨 竟如此真实的同时 也不禁松了口气 还好他闻的是 阿元的脸颊 也不知此刻同样 看见这一幕的鞋语 是不是吓坏了 做个好梦 小家伙 随着多玉 悦耳的声音响起 秦沟再度眼前一黑 瞬间便来到了 次日清晨 你醒了 饿不饿 在秦沟的陪伴下 阿元慵懒地坐起身来 揉了揉惺忪睡眼 望着那块 血液的石碑 摇了摇头 我倒是差点忘了 你有修为傍身 多玉杯带着一丝笑意 对了 我之前说过 因为你这个小家伙 突然出现之际 近一来一道 紫药天雷 助我提前出事 我答应会满足你一个要求 这么多日子过去 你可有想好 我 想见爹爹 娘亲 阿元的声线 对于秦沟来说 再熟悉不过 只是此刻竟满意着一种 切生生 软绵绵的焦酣韵味 这在平日里的阿元身上 实属难得一见 我知道 也是真心想要助你 可不是怎的 既连我的补算之术 也难以洞悉你 双亲的具体下落 仿佛始终笼罩着一层 无法穿透的迷雾 多玉很是为难地说着 而在秦沟看来 之所以会出现这等情况 无外乎两个原因 不是因为 舵玉寻找的方向 乃是黑袍 而以他的补算之术 根本无法触及到 那一层次 就是由于那时的自己 还位于古飞燕相遇 要不 你再换个心愿 闻言 阿元皱了皱可爱的戴眉 苦思冥想了一阵 忽然 眸中一亮 我爱喝奶 这一刻 秦沟猛然与无数年前的 舵玉形成共鸣 二人皆有一种当场 常喷一口老血的冲动 可是我 我没有啊 多玉惊叫起来 古老的碑体都在因 羞脑而微微颤抖 义姨 什么 义姨送了我许多 李火玄牛的奶 还有糖丸 说话间 阿元又莫名满脸疑惑 义姨是谁 我哪知道 但你这几日 可真没有少 道出一些奇奇怪怪的名字 姨姨 甘娘 还有什么原真大人 你那位父亲 还真 真是个人物 什么意思 阿元小脸满是不愤 立即追问 似乎即使没有记忆 他也听不得 旁人说上老秦半点不好 见状 多余卑纸的画风一转 仿佛赞许一般 没什么 就是觉得他 当真挺能干的 而且 既然你想要的是兽男 这个倒是好办 同时秦沟确实有些疑惑 依依应该是依成影 元真大人便是李元真 可这个干娘 究竟是何方神圣啊 她和古飞燕 所一度见识过的黑袍的过往画面 乃是极少量的破碎记忆残片 所以不得而知 但反正肯定是那黑袍欠下的情债 而他与黑袍的轨迹早已出现分歧 那所谓的干娘在秦沟的世界 也一定大有不同 他认不认识 甚至是敌是友都说不好 不过 有缘自会相识 这般想着 秦沟眼前的画面快速变化起来 他看见风雨袭来 多余卑为阿元遮风挡雨 看见入夜时那白衣仙子仰望星空 谋中深深的孤单寂寥 在逐渐消融 二人相互依靠 愈发难舍难分 而那一次次亲密拥抱 温情纹脸 亦让老秦并没有随着任何一阵颤抖 也实在由于记忆流速太快 显得过于频繁 而莫名其妙 无可奈何地对多余的唇形了解至深 并陷入麻木 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阿元的情绪波动也愈发激烈 时常在夜间猛醒 惊呼爹娘万万不要离她而去 声泪俱下 气不成声 回娘在呢 忽然 多余卑柔情款款 阿元泪眼泼缩地望向多余卑 什么 小家伙不是我生的 现在也是我养的 你不是却有一个干娘吗 多一个不多 而本座一定不会将你舍弃 可是 干娘好像是真的嫁给了爹爹 多余卑的语气满是安慰 那你又怎么知道 我未来不会与你那干娘一样 况且本座身份特殊 乃是一件契林 更是 多一个不多 话音刚落 当时的阿元听傻了 秦沟也懵了 但在那一刻的多余看来 连自己都补算不出下落 阿元的生父只怕早已魂飞魄散 死得不能再死 所以这话 他可说得全然没有丝毫心理负担 脑海中轰的一声巨响 秦沟猛地睁开双眼 自幻象中脱离 他显然不可能再继续目睹 太多关于堕玉与阿元的完整记忆 但此刻却突然发现 自己竟枕在一对柔软白皙的双膝之上 被邪宇护在怀里 秦沟你醒了 邪宇展颜一笑 你怎么是比我先醒了片刻 没有啊 打一开始 就只有秦沟突然陷入昏迷 但我瞧得出来 你并没有受伤 应该是由于 多玉之前所说契约的关系 仅仅只是睡着了一样 这才一直守着 秦沟睡了大概有一炷香左右 秦沟顿时嘴角一抽 待会千万莫要告诉多玉 其实是我进入了她的记忆 说吧 立刻像个没事人一样 站起身来 文言 邪宇刚想询问 便见一道银芒 自她体内脱离 化作了多玉的身影 多玉 你没事吧 秦沟发现此刻多玉的脸色 似乎有些奇怪 多玉瞧了秦沟一眼 又慌忙移开目光 呼吸显得有些急促 没 只是实在看见了一些 原以为说不定 能在邪宇的记忆深处 发现我们当年共处的影子 结果 我真傻 真的 你方才到底看见了什么 秦沟不禁有些怀疑 实际上多玉所目睹的 很可能是属于自己的某一段记忆 你真想知道 多玉翘脸古怪至极 邪宇呢 我和邪宇都很好奇 说话间 邪宇果断配合着秦沟点了点头 那好吧 多玉深吸一口气 玉哭无泪 自始至终 我都只看见了 你一个人 谁 秦沟 和秦沟 还有秦沟 以及宝贝喜欢秦沟 这大娘的 抱歉 我原本谈度并没有这么粗言 一时间 多玉下意识退后几步 蹲下身子 双手抱头 焦躯不住为产 似乎已有些崩溃 但是 就这么短短片刻光阴 本作真的好像 要被彻底洗脑了一样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作品 由波罗包青小说APP出品 由云天河金喵主制 后期 相逢 我的图二 竟然全是反派 第七卷 天师无双 第八十六集 消失了 一听这话 鞋语不禁挠了挠小脑袋 颇有些羞涩地浅笑起来 身后的数条漆黑冷艳凤铃 轻轻舞动 总是轻易地 出卖他的心情 多玉咬着银牙 你还笑 我服了 鞋语小脸羞难 因为 在鞋语的世界里 的的确确 全都是琴钩 我们本就是 行影相随 同生共死的存在嘛 所以 哪怕多玉再看一次 结果 大帝也还会是这样 那鞋语 现在有没有感受到 什么变化 你与多玉之间的 平等契约 可是已经缔结成功 多玉撇了琴钩一眼 你干嘛这么快 故意转移话题 我还想问呢 鞋语方才又看见了 关于我的哪些过往 我 琴钩面色一变 干笑着抢先 鞋语已经对我 讲过一遍了 乃是一段 关于你和阿元 初始始的记忆 实在感人肺腑 倒是与我猜测的差不多 多玉这才心满意 足地点了点头 这时 鞋语低头望了望 自己白皙的双手 又认真地看向琴钩 我的确感觉到 从刚才起 自己与多玉之间 好像产生了某种联系 甚至可以主动将其催动触发 多玉淡淡一笑 不错 如此看来 你我七月已成 不过确实绝对平等 所以往后若是遇上 需要鞋语力量的时候 我也不会客气 见状 情高颇为期待 鞋语 你不若此刻就尝试一番 多玉与其微压 就在这 怎么 难道会造成一定破坏 那不至于 但我猜测 一定会激发鞋语的法相真身 引起不小的轰动 无妨 我早就注意到 这道军皇宫之内 设有大量结界阵法 外界根本无法洞悉真相 惹不了太大的乱子 倒是你 之前竟能直接无视 桎梏闯入其中 才真叫人惊讶 清高淡然一笑 注视着邪语 毕青色的双眸 郑重地点了点头 同一时间 诸位同道 大殿之内 林伯渊朗声大笑着 与众兵客攻仇交错 忽然 在场众人 进阶面色一变 只觉一股 尤为协议霸道的威势 似怒涛狂勇 铺天盖地席卷而来 诸位 稍安勿躁 容朕前去 一探究竟便是 林伯渊瞬间起身 然而刚一走出殿外 他便不经神色惊变 恍惚间 竟有些不敢相信 自己的双眼 那是一尊 通天彻地的巨大法相 不 准确来说 如果只用灵石去感受 这的确乃是一尊 法相没错 但如果直接单纯 用肉眼去看的话 一袭黑沙国体 古魅绝伦 举手投足间 幽韵撩人的邪语 与月色宫庄 雪白披驳 无风自动 宛若圣女灵凡的 多遇 在彼此之间 还留有少许距离的情况下 二人同坐在一座 骑石堆砌 拔天以地的巨型 华美王座之上 一个手托擒手 一个翘着小脚 同时俯视着脚下 整片道君皇宫的 万千圣灵 二人的容貌 气质 形成强烈反差 仿若魔女 与仙子相伴 但真正熟悉 他们的人 却会知道 看似魅意十足 妖娆货人的邪语 内心乃天真烂漫 清澈 清净 而一旁清雅如仙 不染仙臣的堕玉 反而是修真界 凶微盖世 令无数修士 闻风丧胆的 藏魂种的真正主宰 好令人心计的可怕威势 天底下 怎会有这等邪门的法相 这 究竟是不是一尊法相 凌伯渊怀着满心的疑惑与警惕 脑海中突然想起了 秦沟的传音 凌兄不必惊诚 并非大敌入侵 此乃我的法相邪语 什么 凌伯渊立即锁定了 秦沟的位置 出现在他面前 贤弟如今不过运到境界 竟已经拥有 法相真身之力 秦沟轻松随意 凌兄知道的 我是一般运到修士吗 凌伯渊微微汗手 说得也是 但如此特殊的法相 实乃寡人平生未见 想必已能匹敌他人的两尊法相 何疾之危 离中明鉴 哦 既然贤弟这么说的话 以你的性子 朕明白了 这尊法相 凌伯渊目光凝重 显然远不止于此 文言 秦沟也不否认 抬头 目光何须地注视着那尊 遮天蔽日的高大王座 微微一笑 恭喜宿主 暂时激发 邪语法相出现特意进阶 此形态可由宿主亲自定名 我想想 一尊法相 却同时出现两尊巨影 两个人 欲语二人转 如何 告辞 告辞 不多时 邪语 多月儿人 分离开来 令人难忘的巨影 消散无踪 明博渊当即吩咐年终 定要将此消息封锁 一位运道修士 竟然拥有法相 那小子说得倒是轻巧 但他这个做兄长的 甚至是未来的老丈人 可是马虎不得 陛下 封锁宫里的消息简单 唯独您所宴请的那几位贵客 年终满脸为难之色 真是不凑巧 那几个老货 的确有些难办 林伯渊沉吟了一下 既如此 便是一招 一划接木 只要将那尊法相真正的主人 乃是贤弟之事 绝对保密即可 让朕想想 究竟借助何人比较合适 而转瞬间 林伯渊便灵光一现 是了 便是内未存在 立即吩咐下去 在那魔圣榜上再添一笔 便说 疑似胡月山魔师 现身于道君王朝 朕亲眼目睹 并遥望生叹 如此一来 谁还会怀疑此事真假 而反正 贤弟与那魔师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他也的确神龙见首 来去无踪 最主要是 元仓王朝严谨贤弟 牵头搞出那魔圣榜 也未遭受任何报复 这未存在 显然度量极大 够如不闻 压根不太在意 外界对自己的评价 与此同时 秦沟正想听听谐语 与堕玉二人 对方才那尊特意 进阶法相的取名 有没有什么绝佳的意见 却见依成颖 小脸苍白地匆匆赶来 秦大人 小椅子怎么了 你慢慢说 您之前吩咐小椅子 要多多关注 公主大人所前往的 神号秘境的情报 而就在刚刚 有消息传来 这一刻 依成颖双眸冲鞋 简直比他自己的性命 受到威胁时 都要慌乱万分 上气不接下气的 那神号秘境的入口 竟突然消失了 云天河金喵主治 后期相逢 我的徒二 竟然全是反派 第七卷 天师无双 第八十七集 来了 入口消失 消息传到小椅子这边 需要时间 这很可能已经是 数天之前的事情了 而且神号秘境 存在了这么多年 还从未出现过 这等险恶怪异的情况 依成颖忧心忡忡 手足无措 秦沟立即全力激发灵血印 手背之上突兀出现的 血花图腾 愈发凝食 这感觉与之前并无不同 自从叶七双 真正进入神号秘境之后 他们之间无形中的联系 就变得极为微弱 但只要这一丝感应还在 便代表七双丫头 一定还活着 同时 秦沟又一心二用传音出去 很快 李元珍 敖半威 阿元 和林又卿等人 纷纷赶来 我打算前往神号秘境一头 一定要去 秦沟根本没有半秒钟的迟疑 语气更是好似在诉说一件 开天辟地之时 便理当如此之事 没问题 而观察到他此刻坚定不移的双目 第一个应声的便是李元珍 二话不说 当即转身迈步 秋雨的灵舟在我这儿 贫到这就准备启程 且慢 秦沟一伸手 拦住他的去路 何须一笑 此行非同小可 所以 我决定兵分几路 难道 秦沟微微汗手 看来你也猜到了 最主要的就是你和半威 没记错的话 厦门主和大海王 都是曾亲自探索神号秘境之人 所以我希望你和半威能立即启程 回去请求他们二人的帮助 详细了解一番在神号秘境之内究竟会遭遇何等情况 毕竟咱们可不是送死去的 是师尊 我一定会将父亲请来相助 小白龙握紧粉拳 小鸡着米般点头 元珍姐姐 我们现在就走 秦沟宠溺地拍了拍小白龙的尖头 然后就是堕玉导游 根据我的观察 你的凌空踏虚之处速度远胜常人 不知能否帮我一个忙 秦某定有厚薄 多玉面色平静 什么忙 说来听听 我的凌空之术 虽不至于能像与邪宇契约之力那般的随教随道 但也的确远超其他修师 麻烦你带上阿元 说着 秦沟眼神凝重地望向阿元 在多玉道友的帮助下 你应该能很快地寻到小燕 然后换他出关 在神号秘境内 他的道破铜与那种近乎不死不灭的道友 定有奇效 闻言 秦源略以思索 不错 这世上的确少有比道破铜 还要适合闯荡秘境的本命邻居存在 而如果再有堕玉前 异母的帮忙 阿元很快就能一个来回 原来是与阿元同去 如此本座自然愿意 堕玉也不禁谋中一亮 直截了当地硬了下来 既如此 我们所有人便在做好万全准备之后 在神号秘境原先的入口处会合 清沟雷厉风行的拟定 吩咐了自己的计划 殿内很快便只余下了自己 与小椅子林又卿三人 又卿 这一次恐怕不便与你一起前往 与林兄无关 是我自己的想法 一听这话 林又卿先是一正 玄机鸣嘴一笑 没关系 小生自然明白秦歌的用心良苦 父皇那边我会去解释 而只要秦歌一直带着衬心剑 便能随时与小生联系 当时有什么需要 一定不要忘了告知小生才是 清沟当即走近 与林又卿紧紧拥抱了一下 此件事了 为兄就来接你 而当林又卿同样走出殿外 秦歌这才望向一直助力在自己身判的一成影 忽然笑意温蠢 小椅子可知道 我为什么偏偏没有将你织走 织走 一成影水汪汪的大眼睛 猛得一颤 您不会是想 这太危险了 小椅子不想让秦大人有事 死也不会让您一个人单枪匹马前去 这我当然知道 秦歌失笑着摇了摇头 问剑门下卢颖和踏海王敖军灵 都是曾经在神号秘境九死一生 好不容易脱离之人 他们亲身体会过 深知此地的恐怖 绝不可能再轻易让自己珍视之人冒险 待李元正和小白龙回去 即便不会被强行禁锢 他俩也一定会因为受到大量好言相劝 不得不耽误一段时间 而小燕所闭关的地方 乃是距离甚远的魔族深渊 哪怕堕玉杯速度再快 来回也要花上数日时间 可唯独你这丫头 哪怕被我一时骗过 也能依靠本命凝聚 及时赶来 实在让人无计可施 说着秦歌已是满脸无奈之色 又想了想 当然 你的自保能力亦是最强 但您之所以要将我们所有人都骗走 便是因为 您已与下门主 踏海王他们怀着同样的想法 依承颖目光心疼地看着秦歌 轻咬了一下猪唇 不愿带着大家 一起舍身犯血 秦歌温柔地扶过小椅子的长发 又换下了自己的杖剑 将小毒狗临走前所留下的那柄蜿蜒剑佩戴在腰间 显然 秦歌并没有骗过他 而李元珍被那小傻龙拽走时 回首望向自己的那一抹复杂眼神 秦歌只怕终生难忘 他没有戳穿自己 秦歌也暗暗发誓 这一定是最后一次 原本林伯渊不知为何 执意要让又青与秦歌形影不离 但听到秦歌说出自己 是要前往神号秘境 并且根本不能拖延到他林伯渊 亦能同行之时 一代人皇也不禁陷入沉默 当日 秦歌便依靠道君王朝传颂大阵 与一成尹二人一同离去 山林间 一处破败惨毁的古老遗迹前 来自修真界各方势力的大量修士聚集于此 龙蛇混杂 由于这等突发情况 被彻底困在神号秘境中的 也并非叶七双亿人 秦歌先是依靠自身精通阵法之道的身后学识 在附近观察了许久 这才带着小椅子 一同来到附近的一处小山坡上 秦歌席地而坐 俯瞰山下众人 一成影耳听六路 美眸灵动 秦大人 咱们现在怎么办 小椅子去向他人再打他一番情报 稍等一会儿 秦歌并目养神 等 一注相后 一成影安静地候在身畔 秦歌却突然睁开双瞳 嘴角勾勒出了一抹久违的笑意 来了 此时此刻 就在秦歌与一成影二人的身后 不知何时出现的一席紫袍 恭敬垂首 单膝跪立 赵新婷徐徐抬起头来 双眸若清幽寒泉般 冷册凌厉 来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作品由菠萝包青小说APP出品 由云天河金喵主治 后期相逢 我的图二竟然全是反派 第七卷 天师无双 第八十八集 问剑门李富青 赵教主 一成影一转身 便瞧见了贵姿的赵新婷 为表尊敬 自己也不禁立刻跪倒在地 我的出现 难道让你觉得很惊讶 一成影很是惊喜 不 一点也不惊讶 而且公主大人若是知道 您与秦大人此番皆为他而来 肯定会感动不已 闻言 赵新婷笑意更浓 秦沟覆手而立 面色不解 你们俩跪着讲话难道不难受吗 新婷今日是怎么了 何故要行如此大礼 新婷乃是先向师尊您请罪 一进入口 绝不可能无端消失 但不论如何 他们竟敢获集到小双耳头上 赵新婷注视自家恩师的双眼 一字一句 新婷生性易怒 所以不出意外 定会让许多人没命 为师还能不知道你的驴脾气 秦沟没好气地瞪了小赵一眼 但如果是罪有应得 为师自不会阻你 起来吧 赵新婷惠心一笑 这才与一成影一同站起身来 紧接着却又打趣般的 师娘也要一同进入神号秘境 师 师娘 一成影小脑袋转得飞快 猛地朝自己身后看了一眼 确定再无他人后 小脸羞红地指了指自己的鼻尖 赵新婷笑盈盈的 怎么 新婷好像没说错吧 不 不是的 小椅子哪能这般鱼归鱼举 秦沟顿时嘴角为翘 就是 凡事都要一步一步来 心情受教了吧 现在大声讲句 多谢成影姐救生 秦大人 一时间 一成影小脸憋得通红 一把抓住秦沟的手臂 告扰般带着哭腔 小椅子还不想死得不明不白啊 小椅子可以死 但以后谁还能像小椅子这般 有品味 毒不怕 能够充分享受 秦大人您的臭烦主意呢 你这是夸还是扁呢 其实只要原材料够好 老秦一样能够做出 真正的真羞美味 那你就准备好 吃我一辈子吧 我太苦了 就是个椅子 所有不是人 恐怖的味觉猛地被回忆起来 一成影欲哭无泪 瘦气包般扁着小嘴 可说着说着 却又忽然反应过来 眉眸一亮 那您的意思岂不是 小椅子余生便能一直追随秦大人 我吃 谁也拦不住我 好了好了 这丫头果然是个宝 闲着也是闲着 稍稍欺负一下 就能立即缓解掉 此刻过于忧心的气氛 秦沟失笑着 派了派一成影的相间 再度望向赵新婷 新婷 可以开始了 是 赵新婷一步在玩笑 当即朝那人潮聚集的破败一计而去 烦请诸位退开 我欲再度开启神号秘境入口 在此之前 所有人都不得再靠近一计一步 赵新婷以灵力加持声线 清晰地传到了在场每一个人的耳中 大言不惭 你这女人乃是河门河 一句话还未来得及说完 那出生者便瞬间被赵新婷隔空一掌 高高恶起 我是赵新婷 滚 此言一出 那人直接被抛飞出去 原本汇聚于此的大量修士势力 亦在看清小赵真容之后 发出一声声惶恐失措的惊叫 如潮水般迅速退散 见状 赵新婷嘴角一抽 朝身后擒钩所在的方向看了一眼 无奈自语 唉 其实一开始 新婷也想做一个温柔儒雅之人 奈何还是这般比较简单之间 而那个被赵新婷积飞之人 同样混在人群中亡命奔逃 古怪的是 在逃走的过程中 他神色间的慌张惊恐 竟逐渐化作了一抹歇斯底里的狂笑 宛若彻底疯癫一般 引来无数同行者的怜悯目光 当面骂了子姬摩尊一句女人 自己居然还能毫发无损 全身而退 这不得吹一辈子 让自己的世世代代子子子孙孙 永远传送下去 很快 破败遗迹前的大片空地 就被赵新婷一人给清了场 原本一些自持修为高强的修士 刚开始还仅仅只是稍微让开几步 欲要留在一旁观察 但当赵新婷稍稍流露出一丝借助气息之际 他们也瞬间走得无影无踪 紧接着 赵新婷雪白如玉的修长手指 清颈难心 淡淡地唤起了一个名字 无天 瞬息间 一尊邪义至极的恐怖巨影 恍若自炼狱中挣脱般拔地而起 一手棋黑天秤 一手星红匕首 被巨大斗篷覆面的双瞳 源源不绝地流淌着 令人头晕目眩的滚滚血气 我欲重新开启这神号秘境的入口 老规矩 三百年寿远 无能够做到 但你以为借助之身 至少需要付出三千年寿远 无天法相的声线极其诡异刺耳 手中漆黑天秤 朝一个方向猛地下沉 混账东西 秦沟当即与一尘影一同走来 听到这梦魇般的声线 无天法相巨大的头颅 灯食如生锈的机械般 颤抖挣扎着扭转过来 情绪异常激动的尖叫 神宇的主人 怎么又是他 赵新廷 你欺人太甚 这么多年以来 究竟是谁欺谁啊 赵新廷哭笑不得 而能够让向来凶恶 狂妄至极的无天法相 仿若见了天敌一般 瑟瑟发抖的 在这世上 大帝也唯有他的恩师 勤勾一人 本座说过 你无天法相断断续续 已经从新廷身上 夺走了太多寿元 甚至每每连商量的余地都没有 当初他堂堂 法相境巅峰 却连一个普通运道境 修饰的寿元都不如 现在刚晋升借主境 好不容易补回了一些 你之转张口便是三千年寿元 秦沟咬牙切齿 虽然你不可能有曾经的记忆 但我猜测你无天法相的历代宿主 定是一个赛一个的惨 无天法相冷喝一声 那又如何 什么宿主 可笑的字眼 二等人足的生生死死 欲无何干 文言 秦沟一条眉 那好 欣廷啊 我看无天还是过于思念 他的神语兄长 什么时候你随为师 回胡岳山一趟 为无天好好寻找一番 当年的美好回忆 是 世尊 赵欣廷抱拳一礼 秦沟 刹时间 无天法相疯狂立笑起来 你 你这风魔 究竟像怎么样 你弃得了武一时 还能弃得了武一世不整 我只想与你打个商量 这次的三千年寿元就算了 当我秦沟欠你一个人情 世尊不可 赵欣廷谋中一惊 秦沟摆了摆手 当然 并不是由我来付出这些寿元 而是许怒 往后会帮助你无天法相完成进阶 无天惊疑不定 你说什么 你这般贪婪地索取宿主的寿元 不就是为了这个吗 可惜 这么多年过去 不还是这副德行 秦沟一摊手 如果不相信我却有这个能力的话 你再仔细看看 话音刚落 恍惚间 无天竟猛然自秦沟的身后 发现一个并眸凌人的黑裙女子 正冲自己笑里藏刀地挥着小手 这身影一闪而逝 无天法相顿时如见了鬼般难以置信 他 他是 秦沟笑意和煦 现在明白了 我可没有哄骗于你 所以 究竟是此刻拿走三千年寿元 之后再与神鱼好好交流一番你们俩的弟兄情谊 还是走走捷径 有本座来助你一臂之力 好好考虑吧 我 我呀 我还有一个条件 不知为何 从这一刻起 无天法相原本因冷害人的声线 忽然紧立强装的浑厚且富有雌性起来 无相知道 方才那尊法相的明慧 秦沟神色一正 你什么意思 无天法相沉默了一下 忽然将自己手中过于猙獰的星红匕首藏到身后 想要尽量体面 却还是吞吞吐吐吐 就是 相识一番 有灵痴的法相 本就极少 这点 你应该知道 他叫邪语 所以 你是愿意与我交易了 秦沟面色很是古怪的 瞧着无天 无天法相心满意族般的微微汗手 邪语 我记住了 这明慧与那个无法进阶的家伙如此相似 定然只是巧合 毕竟 他的动人滋容 明显要比那家伙 更要像一位叱咤天穷 高贵而美丽的玄鸟仙子 令人伤心悦目 秦沟 秦沟脸皮一抽 似笑非笑 好 你完了 你说完了 可以开始了吧 记住你的承诺 反正 我随时都能从 赵新亭那收回代价 说话间 无天法相手中星红短笔 一展而下 天晴之上滚滚霹雳 跪距如一通 四目生疼的 雷江恶龙 将那破败遗迹入口处 撕开一道巨大的裂缝 下一秒 无天法相手中漆黑天秤 恢复平衡 自身的摩天巨影 也消散开来 见状 赵新亭忍不住开口 师尊 您以后 当真要相助无天进阶 请勾云淡风轻 当然 无天乃是你的法相 他变得更为强大 对新亭也有好处 若是旁人的法相 唯是自然不可能 做出这等许诺 赵新亭点了点头 那双皎洁的名眸 极为动容 新亭明白了 走吧 秦沟看了不远处 那深不见底的裂缝一眼 又对着依成尹 待会进去之后 小椅子先别急着找我 还是第一时间尝试一番 能否通过自身本命凝聚 穿梭于此地 与子季魔教之间 说吧 秦沟毫会荣誉 依马当先地飞身 进入神号秘境 赵新亭与一成尹二人 一连忙跟上 这当真是神号秘境之内 不会是被无天那家伙给骗了吧 秦沟望着头顶高高的日头 狐疑地打探四周 此处与外界几乎没有半点不同 仍旧是郁郁葱葱 令人心旷神怡的一片山林 但当秦沟凌空踏虚 飞行了没多久 便又惊讶地发现了一座巨大的城池 难不成这神号秘境 已经与莫清新隐世慈国一样 自成一个小世界 繁衍着自己的子民 可既然如此 他之前为何又要光明正大的开放入口 故外界修士进来闯荡 来者何人 城池之外 庶民修士立即飞升而来 目光警惕地挡住了秦沟的去路 甚至不由分说 直接换出各种本命凝聚 摇指秦沟的各个要害 笔至外界修士 他们身上明显毫无掩饰地 透着一股子杀法果断的利器 气氛瞬间降至冰点 笔人 秦沟刚欲开口搪塞一番 对方为首一人 却忽然好似发现了什么 神色缓和下来 面带笑容 阁下可是来自正道十大名门之一的问剑门道友 秦沟顺着对方的目光 悄然瞥了一眼自己腰间那柄 小毒狗留给自己的蜿蜒剑 顿时笑得和颜悦色 温文尔雅起来 啊 正是 笔人问剑门李富卿 见过诸位同道师弟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散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